今天开机场 欢迎有苦 欢迎收听 刘萌萌萌的贝塔播讲 穿越之土匪娘子 众田记 作者咸云野鹤 第176章 李赵乐 你这个傻丫头 我的世界里 早就已经深深的刻上了你的烙印了 计划呢 当然是有的 如今的上位者 说起来也算是我表兄之一了 不过 年纪比我大很多而已 我还有一位皇兄 杭七 七皇子 李赵乐 我这七宝表哥身份不高 我这七表哥身份不高 因为他的生物出生不高 是一位医女 当年我的皇舅舅身体不好 我娘就把我自己身边的贴身医女送进了宫 照顾我皇舅舅的身体 那个时候 还没有我呢 医女进宫之后 我皇舅舅的身体 竟然真的有了很大的起色 医女又共 赐了封号 封了月贵人 就留在了宫中 几席之行 就有了我七表兄了 七表兄 跟我相差几个月 算是在皇子之中 跟我关系最好的 也是我最了解的 听着义云天的话 这就是以后他选择的名主了 那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冯小双看着义云天问 有勇有毛 宅心人后 天子之姿 这是我爹 对我这位七表兄的评价 义云天 手指轻轻点着桌面 发出轻微的摩擦声音 竟然这么高 冯小双没想到 曾经的大将军王 竟然对这位七皇子 有这么高的评价 嗯 你也知道 皇宫之中 争斗不断 月贵人的位分不高 七表兄长到三岁的时候 才封了月贫 这个皇宫啊 有母贫子贵 当然 也有子贫母贵 因为月贵贫一女的身份 七表兄也不被重视 经常被其他的皇宫欺负 小时都后的我性子急躁火爆 因为跟七表兄年龄相仿 玩的也是最好的 所以经常帮七表兄出头 因为我娘是大长公主 是皇舅舅的姐姐 又有一个大将军王 又有一个大将军王的爹 所以没有人敢惹我 当年自然不会对七表兄做什么 但是背地里 或者是下一次 就会欺负得更狠 这也是我学一直后回来 才明白过来的 易云天想着自己小时候 缺心眼的事 还真是有些惨不忍睹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七表兄引人的能力 有多强 简直是不可想象 而且因为月桂嫔 曾经是我母亲身边 伺候过的人的关系 自然对月桂嫔 都有照顾 对七表兄关注的就多一些 七表兄在外人看来 碌碌无为 商月悲秋 每天只知道喝酒饮食 不理正事 完全是一个闲散王业的状态 渐渐的就没有人 把这个基本算是 没有母族 没有兄弟姐妹帮衬的七皇子 看在眼里 也不屑于欺负一个 没有任何能力的人 可是我爹知道 暗中 我这位七表兄 文桃武略 无意不经 甚至有很多人 愿意为他效命 甚至 我七表兄的一位武术师傅 就是我爹 悄悄送过去的 一云天 看了冯孝双一眼 这一眼 很有深意 冯孝双自然是明白 说是没有战队的大将军王 其实暗中已经选择好了未来的明珠 不过 没想到 现在坐在龙椅上的那位 已经等不得了 等不得他们的父皇 寿终正气 就想把皇位攥在了自己的手上 也让大将军王的一腔热血 辅助东流了 那你是想让七皇子上位 可是 这位七皇子现在在哪呢 他难道不知道 老皇帝去世有蹊跷吗 冯孝双追问了一句说 一个有心上位的皇子 他就不信 这个七皇子 没有往这上边想过 当然 这蹊跷 谁也不知道 不过是皇族中 人知道 就是 朝廷当中 包括 世家大族 甚至民间的人 都有知道的 不过 知道没有用 现在坐在龙椅上的这位啊 明面上又被磨得很平 没有真正的证据 谁又能质疑皇帝呢 伊云天 嘴角一丝 嘲讽的笑容 至于你说 七表雄现在在哪 被狗皇帝封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去了 离咱们这里挺远的 不过 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联系上他的 据说 我这位七表兄 手里有狗皇帝 秘工造反 杀附上尉的证据 不过 他隐瞒得很好 狗皇帝虽然知道一些 但是没有抓到十据 一身一归的 倒是没敢对七皇表兄下手 这才保住了小命 当然 也是因为岳贵贫 还在太子妃所在的康复公主 有这么个人质在手 他也不怕作为孝子的七表兄 有什么动作 另外 最有可能成为七表兄助力的我爹 和我娘 已经不在人世了 收拾不收拾他 也只是皇帝的一个念头而已 踢到爹娘 尹云天的眼睛有些发火 又往自己的肚子里倒了一杯酒 然后又满床了一杯 抄家灭门的血海深仇啊 日夜折磨着义云天的心 云天 你爹娘的仇 早晚能报的 你没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 多行不义 闭自闭 现在这个狗皇帝 揍了这么多年 想要收拾他的人 多着呢 好了 你已经喝了太多的酒了 走 洗漱一下 回去休息吧 冯小双不想让一云天 想太多以前的事情 那对于一云天来说 实在是太残忍了 嗯 也好 今天喝的太多了 来 丫头 伺候爷 沐浴更衣 活可不像师兄 待会儿起来 非得把自己臭死不可 哈哈 云云天 把最后一杯酒 倒进了自己的嘴里 哈哈大笑 冯小双也识拿 云云天 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是架着云云天 一米八几的个头 摇摇晃晃的 往自己的屋子里去了 这酒喝的 天都已经擦黑了 再喝下去 非得得了风寒不可 简单的给云云天 洗漱了一笑 至于他说的沐浴 冯小双 可不像跟他 来个面对面的 亲密接触 看着已经睡熟了 的云云天 他的脸 还有些发红 那是酒精的作用 冯小双把被子 给他盖上之后 就开始收拾自己了 两个丫头 过来的时候 冯小双 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 好了 你们也去休息吧 把外面收拾干净了 就可以了 冯小双也知道 这两个丫头 跟着自己每天都不少的工作 也是累了 就让他们下去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现在播讲的书是我 现在专辑里面的 六十年代 小君嫂 不对 是土匪娘子 种田记 什么时候播小君嫂啊 下午 下午播小君嫂 下午三点 三点开直播 给你们播小君嫂 我在古镇老师门口等啊 好吧 辛苦的雪学 谢谢 谢谢 谢谢姑娘的分享 直播间 安妞 嗯 嗯 在古镇老师 所以你是要学古镇吗 主要啊 我这个 现在是没有时间让我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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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这种给大家播 所以我现在就直接开直播给你们录吧 录完以后一波保存回放 就仿佛你们在陪着我 对吧 喝口水 刚才刚鲜了三张猎虫气养包子 后来说的我太怯度好了 就又换回来了 换成这个土匪娘子了 第177章 是她闺女吗 一云天和寒天雷两个人都是喝得酩酊大醉 第二天自然是起来的迟了 而且 两个都不时常饮酒的人 自然 留下了宿醉的痛苦 头疼 冯小霜 正在给闭目不言的一云天 哎呀 啊 冯小霜正在给闭目不言的一云天 揉着头上的穴位 醒酒 下次可别喝这么多了 酒情不是什么好东西 过度的饮酒对身体不好 下次一定要看着你才行啊 冯小霜有些心疼了 宿醉的难受 冯小霜没有体验过 不过 看着一云天的样子就知道了 还不是你这个实诚的丫头 二十年的花雕啊 好东西是好东西 这尽头 还真是够大了 一云天 揉了揉自己的眉心 因为这两年 一直在提防着朝廷的追杀 所以 一云天 基本上 是滴酒不沾的 就是害怕 醉酒无事 倒是让他的酒量 差了很多 当然 也是这二十年的沉酿 实在是尽头有点大了 寒天雷也没有好到哪儿去 他昨天 醉得 比玉云天要厉害多了 还忘记吃 提前准备好的解酒丸 早晨起来的时候 就已经吐过一次了 现在 正脸色苍白的盯着一个地方 眼珠子都一顿不动的了 师兄 你怎么样了 吃解酒丸呢 师兄 你怎么样了 解酒丸呢 不是去找了吗 冯小双这个时候 才抬头看了看 寒天雷问道 这个家伙 自己说有解酒丸 现在倒是坐在那儿不说话了 在这儿呢 来碗温水 寒天雷 演出 这才转了转 从袖子里 拿出来一个瓷瓶 倒出来两粒 比黄豆大一点的药丸 血烟赶紧端了两碗温水 寒天雷把两粒药丸分别丢了进去 那药丸也很神奇 入水 激化变成了两碗墨色的药汁 行了 别客气 喝吧 寒天雷轻轻地用自己的碗 撞了一下给易云天的那碗 一饮而尽 易云天看了看 还是喝了 虽然这味道肯定是不怎么样的 但是 总好过头疼欲裂吧 看着两个人都喝了药 风啸霜也就不担心了 让人端了早饭过来 早饭简单得很 小米粥 猪鸡蛋 三龙小花卷 再加上 一些精致的小菜 就是全部了 不过 正适合两个宿醉的人吃用 这早饭还没用完呢 就听见 外面有非常大的吵闹声 自从那个清风寨 被连根拔起之后 世卫天已经彻底 在阳武县城 站稳脚跟 没有哪个不开眼的人 来世卫天吵闹 今天 怎么一大早上 就闹起来了 你们两个继续吃饭吧 我过去看看 有球叔和大山哥 还有李氏兄弟呢 没事的 冯小双放了下周吻 出去看了看 你不担心 寒天磊这个时候 已经缓过来不少了 抬眼看了看一云天 没有什么可贪心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地盘 还能被其他人欺负 那这些人 可都可以滚蛋了 她不是寻常女子 不喜欢越祖带跑 要是真的需要帮助 她会说话的 一云天淡定的喝粥 一点也不着急 你们俩呀 还真是 行了 我也是白操这个心了 寒天磊一撇嘴 继续吃饭 还真别说 这小米粥啊 还真是挺不错的 冯小双从后院 赶到了酒楼的前面 吵闹的声音 酒在大堂呢 这大早上的 石为天还没开门呢 难道就有那不开眼的 过来找事了 这不合逻辑啊 要是找事的话 不应该是大中午吗 等石为天的客人 最多的时候过来了吗 这也正是 让冯小双不解的地方 还没得等 从后门穿过去到大堂呢 就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 一直说个不听 你们别跟我说 那个没用的 知道老子是谁不 我是他爹 他赶不出来见老子 反了他了 你们都是他的伙计吧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一点 我是你们的老爷知道不 接着是酋长柜的声音 这位老爷 我们家夫人 从来没有说过关于您的事 您也不用着急 不用争吵 先次稍坐一下 我这就去请示我们的夫人 您看可好 酋长柜说话不紧不慢的 让人挑不出一点的毛病 毕竟见的人多了 处理的事情也更多了 对付这样的满汉 还是以安抚为主啊 他的身份 还是得等到夫人来了 才能确定啊 风小双听到这话 心里咯噔一笑 难道是原主的爹 找上门来了 他竟然还有脸来 把自己闺女卖给黄图 埋到脖子的老头子冲洗 当什么贵妾 直接把个原主给逼死了 现在看着自己有了这间酒楼 怕是来认清 打秋风来了 怕是来认清 打秋风来了 冯小双心里认定了主意 一聊窗帘 就从后面走到了前面来 夫人 您来了 丘掌柜马上过来 给冯小双行礼了 正站在拒救楼大堂的冯老大 看着眼前的妙龄少女 一双三角眼瞪的老大 这还是他闺女吗 只见眼前的妙龄少女 唇红齿白 一双秋水莹莹的杏眼 顾盼生姿 灿若繁星 因为身高的关系 冯小双看着冯老大的时候 是微微仰着头的 线长修植的脖颈 纷润白皙 同时挺出了一种优美的弧度 看得冯老大 有些眼睛发指 不太敢相信 这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再加上 如今的冯小双 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了 身上的穿戴 也全都是冯老大都没见过的 冯小双今天将一头的巫发 完成了十分娇俏的飞天计 一只和甜美誉的六龄长簪 斜斜地簪在发际上面 用银线连着的细长坠子 轻轻地坠落而下 在尾锥坠着几枚 硕大圆润的银血珍珠 随着冯小双的动作轻轻地晃动着 冯小双上身穿的是 偶丝琵琶萍银的上身 下面配的是百花叶地裙 还在腰间 配了一条淡紫色软纱的腰带 这通身的气派 那端的是 哪个贵贵贵人家的小姐 这通身的气派 端的是哪个贵贵人家的小姐 一点也看不出来 是那个大坏熟村 人人可泣的乡下丫头了 只不过 到底是自己的亲生闺女 冯老大还是能在 冯小双逐渐张开的眉宇间 看出来 就是自己的闺女 确定了冯小双的身份了 冯老大的心就定了 这个丫头 她还不知道吗 从小就是个安春的性子 自己吼一嗓子 她就不敢吱声了 虽然如今 不知道从哪攀上了高枝 那还不是自己的种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喝口水 第178章 臭不要脸 想到这儿 冯老大的胆气又壮了几分 四娘 咋的 这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你就连自己老子都不认识 还不给老子跪下 冯老大此话一出 在一旁听着的酋长柜 汪大山 还有李氏兄弟 外加上几个小伙计 眼睛都下意识的瞪远了 这个人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就算你是夫人的亲爹 这一上来就让夫人跪下 这是怎么回事 冯老大其实也是听村里的人说的 他那个被送进随家当冲袭小妾的闺女 现在摇生意一变 已经成了现成炙手可热的酒楼的老板娘了 好几个大坏书村的人都看见了 冯老大这才找上门来 一瞧真的是自己的闺女冯小霜 这下子摆上了当爹的铺了 真是可笑至极啊 你是谁的老子 上我这十位天来装大班算了 啊 冯小霜含含一笑 眼中的轻轻 还有仇恨 看得分明 臭丫头 你真当自己攀上高枝了 就敢不认自己的老子了 你就算是化成了灰 也是我的种 不认老子 天打雷屁 我要是告到县衙 治你一个不孝之嘴 到时候少不得吃点苦头 你可要想好了 冯老大 冯老大大嘴一撇说道 大云确实是以人孝之天下的 如果父母告子女不孝的话 那可是要打板子的 如果冯老大真的去县衙告状的话 如果真的告成了 冯小霜 少不得 要被扒了裤子 打上三十大板的 哎哟 我倒是不知道 你怎么治我的罪啊 嗯 你说你是我的爹 你就是我爹了吗 你闺女不是被你卖给隋老爷当小妾了吗 这个隋老爷 我听说 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厌气了 估计你那可怜的闺女 已经被殉葬了吧 你要是想找闺女 去坟地里找吧 冯小霜可不怕这个冯老大 别说他现在明面上的身份 已经早就不是大槐树村的那个冯小霜了 就算是 他能找到所有人来证明 也是无济于事的 不说现在冯小霜的户籍这些明面上的身份 已经跟冯老大一点干系都没有了 就算是 他还是原来的冯小霜 也就只有一点点的麻烦而已 险在他手底下的人 任何一个人出手 碾死冯老大 也都跟碾死一个蚂蚁那么简单 但是 冯小霜会让冯老大这么轻松就死啊 或者是 那么轻松的就解脱了 显然是不可能的 冯小霜一直没有忘了 他浑穿到这具身体的时候 原主那样的怨气 他一直在冯小霜的心里说 要为他报仇 要为他报仇 直到冯小霜答应了 原主才是离开身体 投入轮回了 既然已经答应了 自然会说到做到 原本冯小霜是一直腾不出手来 不过现在 这个冯老大一头撞进来 那就别怪冯小霜 有仇报仇 有缘抱怨了 你 你竟然真的是连自己的亲爹都不认了 好 好啊 你不是早在迎亲的路上被人给劫走了吗 这事早就传开了 我还以为 你已经 死无全室了 也就没想着什么 没想到 你倒是攀上高枝了 腰身一变 也就变凤凰了呀 我告诉你 我今天来没有别的 我是你亲爹 你的命都是我给的 你的一切就是我的 从今天开始 你这个酒楼啊 就是我的了 你呀 回家伺候你娘去 为人子女的 在外边小伙子 要自在的 不知道孝顺父母 不想被打板子 就乖乖的给我听话 我还能给你一口饭吃 不然的话 我能给你性命 就能要了你的命 这个冯小 这个冯老大 说得阴狠至极 胆子小的人 怕是都要浑身哆嗦两下 不过 他实在是小瞧了 如今的冯小霜了 这么两句话 就想达到自己的目的 还真是痴人说梦 冯老大这话一出啊 不光是冯小霜 连王大山都其乐 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冯小霜是认识 这个冯老大的 估计这个冯老大 还真是夫人的亲爹 不过 这个冯老大 还真是够不识东西的 竟然狮子大开口 想要整个十位添酒了 还真是痴心妄想 要了我的命 我的命早就还给你了 当你把我卖给隋家 重洗的时候 我就跟你一点关系 都没有了 现在 你竟然还想 堂而皇之地上门吵闹 要我这个十位添 真是人心不粗 蛇吞象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 你凭什么 冯小霜 往前迈了两步 坐到了 王大山搬过来的椅子上 今天 冯小霜就是想让园主看看 让他看看 他是怎么报仇的 这事 有得玩了 刚才 你不是还不承认 你是我闺女吗 现在怎么就承认 你是我的闺女 是我家的人 你的东西 就是家里的东西 家里的东西 就是我的东西 我来接受这间酒漏 有什么不对 你一个小丫头 家家的 知道什么 还不是被人 给糊弄就过去了 四娘啊 虽然我当初 听了你娘的话 把你给卖了 那还不是家里 实在是接不开锅了 你进了大户人家 那可吃 吃姜的喝辣的 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呢 你倒是不领情了 现在你也长大了 有本事了 听说咱的女婿 长得那是一表人才 又有钱又有势的 你是她媳妇 抛头楼面子 总是不好 用自己人 难道还不如这些外人 我是你亲爹 我还能害你不成 你放心 就把这酒楼啊 交给我 我保证给你 打理她好好的 你就把自己养的 白白嫩嫩的 等着咱女婿 来迎娶你就是了 嫁妆什么的 你就不用担心了 爹会给你打理的 妥妥当当 保证你风风光光的出嫁 比李正家的闺女 还有风光 冯老大这辈子 见过最风光的家人 就是李正家的闺女 在她眼里 那就是最好的了 自己这个贱丫头 要是能这样 也不算是亏了 风老大真是 贱硬的不行 开始半是威胁 半是讨好了 她隐约的也察觉到 自己这个闺女 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第179章 猪狗不如 加上冯老大 想起来村里人说 这个石维天酒楼啊 还是有个 长得风流倜傥的公子呢 那才是石维天的老板呢 冯老大也不傻 光靠自己那个小建筑 怎么可能拥有 这么大的酒楼呢 还不如攀上了 有钱人家的公子哥 八成自己闺女 是做了这位公子哥的外事了 要不然咋没名没份 就成为了夫人呢 不得不说 冯老大的脑洞 还真是够大的了 冯老大 你想的可真美啊 没人说你得过妄想症嘛 你别一口一个爹 一口一个娘的说着 你是谁的爹 至于我娘 就这么个人面上 好 感谢观看 冯小双听完冯老大的话 脸上含霜见浓 明显是生气了 他是在位原主和原主的娘 还有哥哥布置 就这么个人面受心的家伙 怎么就这么倒霉 成了他们的丈夫和爹呢 还有 你别一口一个为我着想 还让我风光出嫁 你配吗 你个连人都不配的东西 你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 冯小双说话的时候 是咬牙切齿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真是要把肺都气炸了 冯老大一听冯小双的话 哭得站了起来 你说什么 你这个贱丫头 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告诉你 我现在还给你三分面子 是看在我那没见过面的女婿的份上 你要是把我惹急了 我是可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冯老大这话里 不无 冯老大这话里话外 不无威胁 哼 我倒是想知道 我把你惹急了 会怎么样 哎哟 你能做出什么事来 你敢做出什么事来 冯小双 舒服地靠在椅子上 就这么仰头 看着冯老大 你别忘了 你当初可是被我卖给了 随老爷的 那可是牵过卖身器的 你卖身器 就在随家人的手里捏着呢 我要是到随家说了 你在这儿 你说随家人能放过你吗 说不定 真的就像你说的 让你给随老爷陪葬了 反正随老爷下葬还没满一年呢 这时候陪葬也是合理的 还有啊 我可是听说了 我呢没见过面的女婿 不管身家和长相 都是上上之选 要是知道 她是捡了人家的魄心 不知道 你还能不能就有 现在的好日子过了 所以 四娘 我劝你 还是识相一点 乖乖地把这间酒楼交给我 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我还是你爹 你还是我的乖女孩 怎么选择 就看你了 冯老大 居高临下地 看着冯小双 好像她已经胜券在握 这间金碧辉煌的 酒楼 已经是她的一般 哈哈 真是太好笑了 真是好好笑了 天哪的笑话 就说 你听过这么好笑的笑话吗 听完了冯老大的话 冯小双就开始大笑 笑到最后 冯小双的眼泪都要笑出来了 你笑什么 你这个小剑主 冯老大被冯小双笑得心里发毛 色力内忍的 开始骂人了 我是小剑主 那你呢 如果 投胎真的可以选择的话 我宁愿不投胎成人 也不愿意成为你的女儿 成为你的女儿 简直是一种灾难 你的无耻 真是刷新了我的三官 你还算是个人吗 冯小双擦了擦自己眼角的泪水 这是为了可怜的园主而流的 我娘 那个可怜的女人 为了生了多少个孩子 在我哥之前就有了两个孩子 因为你嫌弃是女孩 直接丢到大山里边喂了饿狼了 之后才有了我哥 在我之前 我还有个姐姐的 还不是你一对拳脚 大的我娘七个多月的身孕 就这么没了 而我要不是我那可怜的哥哥 护着我 我怕是也被你丢到山里边 跟我另外两个可怜的姐姐一样 被秃鹰和野狗吃掉了吧 冯老大 凭你 也算是个人 冯小双脑海中远主的记忆 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 脑海中的一幕一幕 让冯小双气血翻涌 太阳穴都跟着跳了起来 可以说 站在冯小双面前的 就是个人面寿星的畜生 丫头就是赔钱货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养大了也是白费米粮 要不是大小子护士你 你也以为 你还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好歹你还活着呢 我告诉你 今天这酒楼 你给也得给 不给也得给 冯老大也是豁出去了 今天非得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可 师尾滇酒楼 已经晃花了冯老大的眼睛 不达目的 不罢休 听到这个时候 但凡是有点血性的男人 都受不了了 汪大山挥动自己的铁拳 上去就给冯老大一顿胖揍 直接打的冯老大 哭爹喊娘起来了 四娘 四娘 你不怕天打雷劈吗 你让人这么打你亲爹 冯老大被王大山压着打 嘴里的牙都飞了出来了 说话都有点漏风了 大山哥 现在还不是大斯坦的时候 咱们有的是时间慢慢的玩 你先放开他 冯小霜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缓解了一下 自己因为愤怒 而上升的气血 王大山 这才 从冯老大的身上下来了 还呸了他一脸不痛 我王大山 一辈子最看不起的 就是你这种人 人账 不配活着 冯老大这个时候 脸上已经 打翻了染缸一样了 黑的红的 加上他的鼻涕和眼泪 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要多残 有多残 我告诉你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冯小霜了 当我被你那个 当我被你和那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塞进那点小窖的时候 我就已经死了 而你永远也不可能再利用我什么了 还有我那可怜的哥哥 不就是挡了那个蛇蝎女人儿子的路了吗 你就忍心把自己的儿子送进石场 说你是狼心狗肺 简直是对狼 对狗的侮辱 虎毒尚且不识死 而你 不如他们 戴神哥 打断他的两条腿 给我扔出去 冯小霜不想跟这个 从心到外都烂了的人 非半句话 冯老大嘴里躺着血 吐出了两颗黄牙 福字鸟 你敢 你 你竟然 竟然真的对我们下手 冯老大 一脸不敢置气 他不敢相信 那个从小唯唯诺诺 连话都说不了一整句的冯小霜 竟然如此的心狠手了 第180章 下场 怎么给我推荐的都这么气人呢 不过这个女主 好歹不胜 第180章 下场 在你对我和我哥下手的时候 不 应该是说 在你对我那三个姐姐 还有折磨我娘的时候 你就已经不是我的父亲了 我跟你没有关系 我是冯小霜 也不是冯小霜 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不瞒你说 就算是你去官府抗状 也不会有人管你的 因为 谁能证明 你身上的伤 是我做的 冯小霜 低下头 怜悯地看着 像是狗一样的冯老大 王大山正要出手呢 张氏兄弟里的张昭 就挡在了王大山的身前 大上哥 你刚才已经出了气了 兄弟我这股活还可还憋着呢 这事儿啊 让我来 夫人 您看 张昭回头 看了看冯小霜 冯小霜是无所谓 他就想让这个冯老大 后半辈子 不给自己找麻烦 先给自己和哥哥 还有三个 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姐姐 加上原主 可怜的娘亲 加上原主 可怜的娘亲 先收个利息 对 就是利息 这事儿 没完呢 看到冯小霜点头 张昭 从自己身后的牛皮刀鞘中 掏出了一把锋利的小刀 这把小刀 很小很精致 大家还从来没有见过 张昭动怀 这次 不知道拿出来 想要对这个冯老大 干什么 你 你 你要干什么 救命 救命 看着张昭 手里闪亮亮的小刀 冯老大 承认自己害怕了 忽然没有任何预兆的 扯着脖子 开始喊起了救命 张昭看着哥哥哥 要动手了 自己也不能在边上看着呀 上去一拳 就打在了冯老大的嘴上 这一下子 打得极重 基本上 冯老大的满口牙 已经是报废了 扑扑 吐出来几颗之后 估计 剩下的都浑着血吞了 怎么不噎死他呢 好了 这回安静了 不然 打断双腿 有什么好玩的 看书下 给你玩个 不那么血型 张昭花银刚落 那把锋利的小巧的刀票 深深地扎进了 冯老大的膝盖骨之间 只听见 蹭的一声 少量的血液 染红了冯老大的裤子 如果冯小双没看错的话 张昭这一下子 就废了冯老大膝盖上面的筋 筋废了 结是结不上了 这跟断骨可不一样 腿骨折了 还能接上 留下点残忌 还是能走的 不过 这筋断了 这条腿看着还挺好的 不过 已经再也没有站起来的可能了 就是大罗金仙来了 也不可能治得好 冯老大的这条腿了 一声 不似人儿动静的 从冯老大嘴里发了出来 不过 看着昭明 又一次举起来的拳头 冯老大 生生地 把已经喊到了一半的声音 又咽了回去 额头上轻轻直蹦 逗大的汗珠 跟下雨似的 从脸上往下滚落 可见 这腾头 不比断腿差 还挺能忍啊 再来一下吧 好事 成双马 张召微微一笑 手下可不含糊 另外一条腿 也废了 疼得冯老大 是满地打滚 鬼哭狼嚎一样的喊声 听得冯小双 耳朵有点难受 夫人 就这么便宜了 这个混蛋 是不是太轻松了点 张明不像他哥那么血腥 接触的时间长了 冯小双知道 这个张明 是有点蔫坏的 这个时候 不知道憋着什么坏 你想来点什么刺激的 我不介意 别让他死了就行 冯小双微微一笑 算是同意了 张明对冯老大 再来点别动 这个冯老大 害死了原主不说 所作所为 可以说是天理不容 冯小双觉得 如何处置他 都不过分 即使他顶着 自己父亲的身份 嘿嘿 夫人 为了不让他以后 再来打扰夫人 我不介意 给他来点这个 这样 他就不能乱说话了 我忘了下一个 可可了 张明掏出来一个小药包 里面是一些灰色的粉末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过 一看就不是什么 有益身心健康的东西 饶命了 饶命了 三娘 四娘 我 我知道 知道错了 放过我吧 再也不敢 再也不敢了 冯老大 完全没有刚才的气势汹汹 现在 就是一个摇尾起怜的可怜虫 不过 冯小双一点都不觉得他可怜 如果他可怜 那原主呢 原主的娘 可哥哥呢 还有那三个可怜的女孩 还有那三个可怜的女孩呢 她们还没来得及好好的看着这个世界 就被自己的亲爹送上了绝路 他们 难道不是更可怜吗 嘿嘿 你放心 我没有我哥那么血小 你这两条腿呢 也不用回去请大夫 那个挺费钱的 也吃不好了 这人不能走路了 嘴可是会乱说的 小爷儿我 让你尝尝这个 这辈子 把你的臭嘴 给我闭眼使了 说着话 张民迅速把一整包药粉 全都塞进了冯老大的嘴里 这药粉入口即化 冯老大想吐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张民 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 迅速把他的嘴喝上了 等他松手的时候 一整包药粉 一点都没摆下 全都进了冯老大的肚子 冯小双只见 冯老大捂着自己的脖子 脸色胀红 好像是痛哭的想要喊 但是 一个字 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张民迅给他的 原来是哑药 夫人 属下这可不是一般的哑药 这种哑药 是我们师父串手给我的 他以后不光不能说话 吃东西的时候 稍微大一点 都会刮得他嗓子流血 痛不易生 只能靠喝粥过日子了 除非他能浑着血吃饭 那属下就佩服他了 张民耸了耸肩膀说着 把他送走吧 打扫干净 我们还得开门做生意呢 别为了这么个不是人的人 坏了我们石为天的风水 悄悄了 别被人发现了 冯小窗冷漠地看了看 还在不停翻滚的冯老大 转身走了 一云天和寒天磊 在外面 可以说是目睹了全城 寒天磊 忍不住 打了个寒船 师弟啊 你这个小媳妇挺狠啊 对自己的亲爹都能下这么重的手 不过 这个人 确实是个人渣 也是活该 我媳妇 再怎么狠了都不过分 更何况 这个人 能留他一条命 已经是仁慈了 一云天脸上 微微一笑 他知道 处理完这个人之后 自己的小丫头又成长了 看来以后 不管是什么样的风风雨雨 他都能处理得很好了 他也是放心了 毕竟 他不能总是待在小丫头的身边 做个能下得了狠手的人 总比心思手软 更让他放心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亲爱的们 我要下播了 差不多了 今天 六十年代 小君老师下午播 下午播 哎呀 主要我这两天 开了个那个生意场 你们知道吧 晚上睡觉 老师睡特别晚 有点累 累 就是休息不过来了 昨天躺在那三点多 我才睡 你 大天 一朝花开放流 寻伤无谜天空 纵阴朝下满日暧 风雨捉不透 欢迎青鱼 一人共唱笑首 太高冰泪难流 金书总把墨回首 无语碎可透 我夜不中 十万圈连远去到海棠依旧 知风 知风 应是鱼飞红手 昨夜月初风中 梦睡不晓藏重 是温真连远 却到海盘依旧 知风 知风 应是鱼飞红手 知风 周围 知风 对 均匀 有点 作词 李宗盛 既然工场销售 抬高冰泪难流 金书总把墨回首 无语随磕头 作词 冬秋 冬水不下荒草 十万卷恋人缺到 害怕离酒 知否 知否 应是绿飞红瘦 我月雨树风冲 农水不下荒草 十万卷恋人缺到 害怕离酒 知否 知否 应是绿飞红瘦 十万卷恋人缺到 害怕离酒 十万卷恋人缺到 害怕离酒 知否 知否 应是绿飞红瘦 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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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是绿飞红瘦 十万卷恋人缺到 害怕离酒 自知否 люб难上 我只要是我的心 就像我自己的心 我希望在他他的心 我希望在我内容 在我未來的屍 在我的心中 的音樂 作詞曲作曲 作曲曲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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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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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冯老大被张氏兄弟像是托死狗一样的托了出去 随便扔在了马背上 扬长而去了 冯小双不想让冯老大脏了自己的地方 自然是让他从哪儿来的 回到哪儿去 冯小双回到了自己的房里 喝了杯茶 吻了吻自己的心神 他是接受了原主全部记忆的 但是 但是并没有仔细地回忆过 但是并没有仔细地回忆过 今天被冯老大这个亲生父亲刺激的 把脑海深处的记忆全部都激发了出来 可能是这些记忆是原主最不愿意记起来的 所以一直都没有被冯小双发现 想待的脑海中的一切 冯小双心里难受 忍不住地闭上了眼镜 一云天过来的时候 血烟和血缘都在门外守着呢 是冯小双安排的 把两个丫头打翻得远远的 自己推门进了屋 冯小双闭着眼睛 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看到这样的冯小双 一云天心疼了 他知道冯老大今天来 也知道这个人会给冯小双很大的影响 不过 他想要让丫头自己长大 这件事就只能丫头自己处理 虽然知道丫头可能会受伤 不过 这是丫头必须要走过的路 不然 以后还会有更多更难的事情要丫头处理呢 丫头怎么能承受得住 与其让丫头以后受伤 不如现在就让他经历一些 只是 丫云天没有想到的是 看到这样的丫头 他心疼了 他也后悔了 丫云天的心里一抽一抽的 从来没有想到丫头这样无声的眼泪 像针一样扎在了自己的心里 伸手把他的丫头抱在怀里 对不起 小双 让你受苦了 丫云天心里很愧疚 他现在对杨武县的一草一木 可以说是手拿把掐的 自然知道冯奥大来了 不过他没有出手 想给冯小双一个练手的机会 可是 这个机会 他后悔了 要是时光能倒流的话 他会亲手了结了这个人渣 而不是让冯小双受到 哪怕一点点的伤害 跟你没关系 云天 我 我只是想我哥哥了 你不是说有我哥哥的消息了吗 什么时候能找到我哥哥 我就这么一个亲人了 你一定要保证他五十 好不好 冯小双吸了吸鼻子 他承认 他是心疼援主了 这眼泪是为了援主而流的 倒是跟那个杀千刀的冯老大 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你哥哥自然会无事的 现做已经很清晰了 我已经派人去接他了 不过 路程有点远 还得一阵子才能回来 等你哥哥回来了 你就有亲人了 到时候 你嫁给我 可好 云天看着睫毛上 沾着点点泪水的冯小双说 云天 你这算是求婚吗 冯小双脸色飞红 心跳得有点快 算是吧 那 娘子 你愿意嫁给我吗 云天 微微松开了冯小双 认真地看着他的眸子 就在看见 冯小双泪水的那一刻 云天改变了自己的主意 不再想要 冯小双成长为 独当一面的女强人了 而是想要好好地 把她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只想让她的笑容 永远挂在脸上 不再有泪水 这一刻 她是真的心疼 美的你 大臭未报 说什么陈前 家人的 云天 我知道你的心意 也知道你的想法 我真的不是为了 那个人渣而伤心 只是想起了以前的事情 为了我娘 为了我哥哥难过而已 你放心 我没有那么脆弱 我说过了 我要成长 我要变强 成为你成功路上的助理 你不许掐断我自己的道路 听见没有 冯小双知道 云天的想法 自然不想让被云天 当成金丝鸟 一辈子活在云天的保护之下 他就白重新活着一回了 云天要走的路 必然是一条血腥的艰辛之路 云天不管以后事成也好 败也罢 他冯小双都要跟云天共进退 一味地躲在她的羽翼之下 只会成为她的累赘 和绊脚石 那不是冯小双要想要的 好 我知道 我的小丫头是个女强人 不是盘元大树的兔丝花 不过 丫头 你知道 我会心疼的 云天的眼睛里 全都是丝丝的情谊 看得冯小双 恨不得就沉溺在这 深情厚意当中 再也不想醒过来了 就是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知道你的心意 我才要做自己的事情 我不想有一天 我成为你的弱点 被人利用 你知明白吗 冯小双点了点 云云天的心脏处 笑得如一朵雨后的鲜河 迎风摇影 骗人生姿 小双 云云天此生 定不负你 说完 云云天在冯小双 丰润的双唇上 印下深深的一吻 冯小双轻轻的闭上眼睛 云云天呼吸渐筋 不断的夹伸了这个吻 两久之后 两个人就那么依偎着 靠着 云云天问 冯老大这样回去了 那个吕氏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准备怎么做 要不要我帮忙 这件事啊 是有点麻烦 虽然我现在明面上的身份 被抹得一干二净 跟过去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但是熟悉我的人 尤其是大坏树村的人 还是认得出过来的 有千日抓贼 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还是趁着热火 一块儿解决了完了 明天你跟我去一趟大坏树村吧 我想彻底跟过去做个了断 冯小双心里做了决定之后说 好 我明天跟你一块儿去 再带两个人吧 听说那个李氏 很能说会道的 到时候 可不能让你挨了欺负 一云天刮了一下冯小双的鼻子说 有你在 我还能受欺负啊 你还护不住我的周圈 冯小双调皮的说 有爷在 保你无事 行了 大山他们还担心你呢 出去见见大伙 也不用说什么 让大家安心便是 一云天松开了自己的怀抱 帮助冯小双 整理了一下 微微有些褶皱的衣服 好 我这样就从前面过来 大山哥也是担心的 正好 也该到了备料的时候 不能让这姓冯的 坏了我做菜的兴致啊 冯小双 展颜一笑 微微有些发红的嘴唇 格外的诱人 看那云天 眸色闪了亮闪 暗了下去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关注 第182章 收编的无用之人 一云天 把冯小双的两个丫头 又叫了回来 让冯小双重新 打水洗脸 熟悉大半 等冯小双再次 回到众人面前的时候 已经一点看不出来 被打击过的样子 张氏兄弟也快马回来了 报告了把冯老大 扔回了大槐树村的事 不然 我们兄弟是看着他被人 给台会村子的 人肯定是死不了 不过 以后怕是吃喝拉萨 都得在炕上 张昭 嘴角微巧 这人呢 就是活该 凑上来找死 不虐死他的话 都对不起他曾经做过的事情 简直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啊 嗯 这个效果我很满意 行了 客人们快来了 我们也要开始准备了 不能让他坏了咱们一天的好心 就是吧 冯小双说完 系上厨师的围裙 戴上厨师的帽子 就钻进了后处 这回 倒是轮到张氏兄弟 还有王大山 和球大掌柜的傻眼了 可以说是 新手把自己的生生父亲 给弄残了 只是微微有些低落 就跟没事人似的了 不得不说 自家的夫人 就是强悍了 行了 别在那儿看了 把嘴巴都给我闭眼似 要不然 有你们好看的 快出去干活 把前面收拾好了 别一会儿客人来了 闻到什么不好的味道 就不好了 一人一个脑瓶 就把三个人给撵出去了 一天热闹的生意结束了 冯小双在阴云天的怀里 睡个香甜 现在两个人 已经习惯这样的关系 虽然没有捅破 最后一层窗户纸 不过 也快差不多了 好在 两个人都对那些 礼教什么的 视若无误 身边的人 也都是嘴巴掩饰的 要不然 非得被人 给涂抹仙子 给淹死不可 第二天一早 冯小双安排好了 九楼的事情 就在云天的陪同下 带着十个 凤河谷的弟兄 往大淮树村去了 云天和冯小双 两人一记 也不着急 慢慢悠悠地走着 就当是欣赏着 牧春时节的风景了 云天 现在十位天的生意 已经走上了正轨 就算是没有我在 也能运行得很好了 我想去庄子上看看 要开始翻地下手了 还是去看看比较好 你说呢 冯小双回头看着云天 这些 这些 我不是很懂 倒是你好像挺 偷偷偷是谁的 我们这几百人 会不会饿肚子 就全指望夫人 摊牌了 云天知道 冯小双对田地 十分感兴趣 索性 就让他全都操心了 好啊 我不管是你的女人 还是凤河谷的大管家呢 这些 都是我的分内之事 其实 咱们凤河谷 是个好地方 进可攻 退可守地 张昭说 是块风水宝 我也曾经看过 咱们凤河谷 也有很多地方 可以开出田地来的 要是能全都开出来 也算是咱们的一条退路 就算是被堵在里面 也不会没吃没喝的 冯小双有自己的想法和算计 你说这个呀 倒是提醒我了 我这段时间 把阳武县的各处山寨 和屌子 调得差不多了 手底下 有不少投靠过来的人 全都是一帮吃鲜饭 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胜 就光会欺负欺负老百姓什么的 我还真是挺头疼的 不如 你帮我处理一下 易云天倒是好 直接把那些 他看着头疼 怎么掏脸 也成不了个人形的土匪 交给冯小双 干脆让他们 帮着自己种地去吧 也不算是浪费了粮食 那些人能听我的话吗 他们要是偷起来耍滑怎么办 我可打不过他们呀 冯小双笑嘻嘻的说道 你这个呀 就说行不行吧 现在他们除了在我这儿 也没地方去 他们都是有暗底在身的 身份上见不得光不说 就算是想要改好 回到原来的生活 也都不可能了 毕竟他们欺负的人不少 就是老百姓也容不下他们 他们只能是依附着我生存 还不对你这位夫人 服售贴耳朵 你怕什么 还有王大山的 要是连这几废物都镇不住的话 爷还要他们干什么 赶紧该干嘛干嘛去 今天夹了一下胯下妈的肚子 让妈走得快一些 好吧 既然这样 我就勉为其难接收这些人了 具体有多少人 我也好看着安排一下 冯小双这回倒是认真起来了 不跟你云天开玩笑了 不算太多 三百多人吧 你也知道 这么些年 杨武县的县令黑白勾结 养肥了不少土匪窝 去掉一些冥顽不灵的 还吸收了一些有本事的 剩下走了一些 全都在这儿 我现在已经有点养不起他们了 你知道三百多人 一天要吃多少饭 爷不耐烦养着了 就想让夫人给爷想个好办法 这不是才想起来吗 义云天哪里是才想起来 分明是早就想好了 三百多人 怎么这么多 杨武县城 这么多土匪吗 冯小双惊讶地看着义云天 这得多少土匪窝啊 这可不是全部的土匪啊 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不光是杨武县的 青阳县和西柳城的土匪 我也没少收拾 这么说吧 除了咱们凤河谷的 还有那五百多的精锐 爷手底下 还有一千多整边的土匪 正在山里边炼着 云天压低了声音说 这段时间 原来你就在做这些事啊 怪不得成天不见人影 这么多人 还不得把你给吃空了呀 冯小双觉得 自己脑子有点不够用 原来人还可以这样聚集啊 真是亏云天 能想得出来 吃不空 你当我挑了土匪窝 就是为了这么点人手啊 土匪嘛 都是做什么的 都是做五百的卖卖的 这么多年抢的东西 可不是一星半点 收编了他们的人 自然这些也接收了 东西还在整理当中呢 有时间 我让小六 把账本给你送过来 金子最近已经被烦得不行了 就等着你这位女主子 出来处理一下呢 李云天想到金红兽的抱怨 忍不住笑了出来 金红兽就不是管后勤军备的那块料 纯粹是赶鸭子上架 要不是看冯小双太忙了 早就了条子不干了 第183章 石鸡未到 哦 你原来是在这儿当中文呢 也好 现在石鸡未天已经走上了正轨 我的那几道招牌菜 也都交给了下面的厨师了 我也算是解放出来了 要是管管也不是不行 只不过 我一个人还是忙不过来 就算再加上学验和学员 也十分的勉强 你不是一直说 再给我找两个丫头吗 人呢 冯小双回身 向易云天伸手要人了 之前不是还是挺排斥的吗 现在怎么主动要 易云天微微一想 这个小丫头 还变化得挺快的嘛 之前是之前 现在是现在 你就说 有没有吧 钥匙多了 人帮忙就快一些 要不然你以为种地什么的 我不需要跑退管事啊 要都是我和学验 还有学员 你想累我们仨呀 冯小双 美好气的白了 易云天也 今时不同往日 虽然石为天的事情 可以暂时放下 但是农庄的耕种和管理 凤和谷的开发 哪样不要人手 冯小双 这才找易云天 要人了 好好好 累坏了你 心疼的还不是我 其实人我早就准备好了 就在桩子上发霉呢 你一句话的事 明天就来石为天找你 都是我亲自挑的人 以后只忠心你一个主子 四个丫鬟 都是身上有功夫的 不必张招张民两兄弟差 必要的时候 可以为你而死的 易云天 也算是给冯小双 交个十点了 不过 你要是用这样的人 当什么跑腿的管事 是不是有点大财小中午了 咱们凤和谷兄弟众多 你想找几个跑腿的管事 还不容易 随便你挑就是了 那帮小子 可是很希望跟着你干 易云天觉得 自己亲手带出来的队伍 全部被冯小双给带跑了 谁不知道 跟着夫人干活 有肉吃啊 看王大山和李四他们就知道了 现在大家可是彪着劲儿 想要冯小双身边做事 倒是易云天这个大当家的 还没有冯小双吃香呢 冯小双听了 心里一惊 这就是传说中的死事了吧 尤其是女的死事 想要训练出来 更是严格到了极点 比男人更不好找不说 也更难训练得出来 没想到 都到了现在了 易云天竟然还有这样的后手 果然不能笑瞧呢 想什么呢 这都是爹当初给娘准备的 不过 娘没用上 现在 给她的儿媳妇了 两位老人家 也算是欣慰了 易云天笑了笑 把四个丫鬟的身份 也交代了出来 那可是给公主准备的死事啊 不简单 是一定的了 我在想啊 怪不得龙椅上的那位 如此忌惮大将军王了 底蕴如此深厚 要是个新地 神厚的人民军也就算了 偏偏碰上了这样一个 瑕疵必报的 冯小双摇摇头 为大将军王可惜 失业 命令 爹其实在死之前 是完全有机会 也有能力逃走 不过 他没有那么做 那样的话 就坐实了他反贼的名声 娘也不愿意 所以 只把我一个人送走了 易云天 看着远处 已经有蒙蒙的 绿意的青山说 冯小双没有说话 因为在他眼里 这就是愚蠢至极的行为 中军中军 中这样的军 还有任何意义吗 平白丢了自己 和妻儿的性命 还连累了更多的人 让易云天一个人 在泥沼里挣扎 哎 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不过 这些话 冯小双不能说 也不会说 说了他们也没办法理解 这些人啊 易云天 倒是向冯小双 肚子里的灰虫一步 你觉得 爹这么做 有点愚蠢是吧 冯小双还是没说话 不过 没说话就等于是默认了 其实 我也能理解爹 死我们一家 总比生灵涂炭药来得好一些 毕竟 一旦反抗 就不是一家一户的牺牲 而是更多的人 跟着去死 更多的老百姓 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这不是爹想要看的 可是 那样昏庸的皇帝 在上面坐着 百姓 不是更是陷入水深火热当中了 那个时候反抗 跟这个时候 有什么区别 冯小双不懂 那不一样 那个时候 实际未到 西表星 雨衣未封 而现在嘛 这个时间 不远了 雨衣颠的话很轻 像一阵清风 吹过冯小双的耳边 不过 冯小双知道 做话有多重 设计的东西有多广 他能做的 就是助他一臂之力了 一行人 就这么说着话 往大怀树村赶 没多长时间 眼前闪过了一个小村子 远远的就看见一棵大树 树冠极大 刚刚有些发芽 心绿嫩 还带着些 木蒙蒙的黄色 看得人心里都跟着暖了起来 那就是大怀树 一云天 看了一眼 那至少有几百年的大树 遮天蔽日的滋滋漫漫 这棵大树的历史 是不短了呀 嗯 那就是大怀树 因为有它 我们这里才叫大怀树村的 它会开白色的花朵 很香很甜的 会有很多蜂蜜过来 残蜜 我们会摘它树上的花朵 就当是零嘴了 手巧的夫人 还会用花 蒸团子 大怀树开花的时候 整个村子都是甜蜜芬芳的味道 冯小双看着眼前的大怀树 脑海当中都是关于它的回忆 不过 总归是回不去了 它不是原来的冯小双 大怀树 却还是那棵大怀树 就让它一直活在记忆里 站在村口 看着寒来数网 人事变迁 公子 夫人 都打听出来了 昨天 翁老大被送回来之后 挨好了半夜 现在已经请了大夫看过 不过 都说人算是废了 以后 怕是要摊在炕上 现在 李氏已经去找大怀树村的李正 要去找夫人要的说法了 就在冯小双 洗在马上 跟易云天 一起看这棵大怀树的时候 一个穿轻挂躁的男人 忽然出现在他们的马前 冯小双眨巴着眼睛 他怎么不知道 这个男人 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然后 回头 看着易云天 嗯 知道 既然人家已经准备找咱们的麻烦了 咱们就去会会他 我倒是要看看 这个李氏 是什么样的人 这次一起了结了 算是为你报仇了 咱 一天 易家马赴 继续往前走 第184章 黄李正 李正家在村子的正中央 前后两斤的院子呢 也算是我们大怀树村 最有钱的人家了 看 就在哪儿 冯小双 一直远处 新砖碧瓦的院子 说道 看起来 这个李正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要不然 怎么大怀树村这么凶 而他 却像是村子里的皇宫一般耀眼 估计也是搜刮了不少的明知明告 他连个官吏的力都够不上 竟然学会了贪官的那一套 愚不可及 一天 看着和村子里其他的茅屋 或者土胚房 形成鲜明对比的奇整小院 鼻子里 轻哼了一声 很是不屑 这个算是你说对了 这个李正姓黄 是村子里唯一的一位同生 所以 也是村子里少数几个认识字的人 所以才成了大怀树村的李正 想要找他办事 不管是婚丧嫁娶 还是话定宅基地 要是没有提几天 你就别想办事 就算是勉强给你办 也总会在其他的地方找回来 比如说姚依什么 我记得小时候 我的邻居 叫什么我都不太记得了 就是因为得罪了李正 他们的独子 被拉上了和迪修大坝 最后 累死在了大坝之上 这件事的起因 又是他们家 想要给儿子盖新房 娶媳妇 家里的地方实在是住不下 没给李正 贿赂 最后 虽然勉强垮下来了 可惜 人没了 还娶什么气氛呢 冯小双说到这 心底是一片冰凉 园主那个时候 很小 记得也不多 不不 这件事 却是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底的 他永远都记得 隔壁女人凄厉的哭声 最后 两口子卖了房子和地 避开了这块 让他们伤心的地方 去了哪里 就没有人知道了 只不过 是为了些提起钱 就把人家的独自 压上了河畔 看来 这个李正 干的缺的事也不少啊 我记着 绿法里面有一条 独自不用服兵役 和姚役的 真不知道 这个李正 是怎么做到的 阴云天的脸紧绷着 神色凝重 这简直 就是草间人命了 他自然有他的办法 反正事情 就是这么发生了 大家也没有人敢为那对夫妇出头 因为上一个赶出李正眉头的人 粉头的草 已经摸过人的膝盖了 冯小双 冷冷一笑 当初 你在家里受到虐待 是不是也有这个李正 我虽然不太了解 但是也听说过 李正 是有权力管这些事情 一云天的手 捏成了拳头 后娘哪里都有 不过 像李师这么狠呢 少 他就不是人 嘴天心 两面三刀 不拿我和我哥哥当人看 云天 我不想让他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要让他一点一点 痛苦的死去 跟冯老大一样 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 冯小双的眼睛 有些发红 他的脑海里 出现的全都是不好的画面 一时间 冯小双甚至 问不清自己是原主 还是原主是自己呢 好 你放心 我定会让这段狗男女 生不如死 咱们去瞧瞧 看看这位李正大人 跟那个姓李的女人 想要怎么对付她们 今天 不管他们有什么牛黄狗宝 定要让他们掏出来 一云天一带马的缰绳 码头 微微偏了一下 往李正家里去了 这个时候 黄李正的家里 已经像是一锅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李氏 还有黄李正家里的儿子 和侄子 为什么 黄李正 你要给我和我们当家的做主啊 我的儿子今年才刚刚十三岁 我当家的就被人给废了 废了他的还是他的亲闺女 他怎么下得去手呢 那是他爹呀 李正 这么多年了 大槐树村 在你的庇护下 从来没有出过 这么泯灭天良的事啊 求李正做主啊 求李正给我们娘儿俩做主啊 你是没看见我们当家的 那叫一个惨了 都没有人样了 以后 可让我们娘儿俩怎么活呀 李氏 哭得那叫一个鼻涕一把泪的 话里话外 都是让黄李正做主的事 黄李正坐在椅子上 巴搭着大烟袋 他的六个儿子 还有十几个子职外甥 也都在场 都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黄李正 黄李正 能横行大槐树村这么多年 也是靠着这帮小子 这些婚小子 只听黄李正一个人 只要有人敢炸猫 没得说 揍得爹娘都不认识 李氏啊 你说这事啊 你知道 虽然这个冯小霜呢 是冯老大的闺女 是从咱大槐树村走出去的 可是 这嫁出去的女儿 我出去的什么呢 冯小霜已经不是咱 大槐树村的人了呀 我这个当李正的 怕是管不着吧 黄李正巴搭着一个大烟袋 光灰色地看了李氏一眼 然后就垂下了目光 你这 冯小霜哪里是嫁出去的 他就是去给随老爷当通袭的小妾的 半路上还让人家给劫走了 随着来要人的时候 还是黄李正给摆平的呢 您忘了 再说了 就算是他家出去 那也是从大槐树村走出去的 要把他亲爹打成这样 立法就不管吗 李正啊 那冯小霜如今攀了高枕 给人家做了外事 才有了那么大的一个酒祸啊 听说可是日金斗金呢 我们娘俩和他爹要的也不多 只要黄李正给我们出这口气 那酒楼 我们家和村里一人一半 您看咋样 李氏这个时候也不哭了 眼睛瞪得那叫一个月 眼神当中闪烁着 全是贪婪 说白了 还不是想要从冯小霜身上得到利益 至于现在躺在炕上 半死不活的冯老大 李氏才不关心 他现在心里想的都是黄的白的 和后半辈子一时无忧的好日子 现在冯小霜把他亲爹给整残废了 多好的理由啊 这可以说是大逆不道了 抓住了这个把柄 李氏就不相信冯小霜不就范 他一个女人的力量还是太弱小了 他也怕冯小霜这个心狠手辣的 对他下毒手 把他搞得跟冯老大一样 这才找了一个一样贪财的黄李正 准备来个二一天作物 利益均摊下来 李氏下半辈子也是吃喝不愁了 李氏想得要是挺美 黄李正也确实心动 不过到头来 结果会怎么样 还真是难以预料啊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185章 嘴巴太臭 黄李正一听李氏的话 眼睛都放光了 冯家的事他不是没听说过 冯小霜这闺女 也是他从小看着这么大的 原本以为 送进了隋家 做了冲喜的小妾 那就是个死了 没想到 这才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摇身一变 竟然成了县城最大的酒楼的老板娘了 这人生的机遇还真是变化多端呢 这个 你说的这话 你能做得了主啊 凭着冯小霜昨天 敢废了冯老大 你就不怕 他对你下狠手 黄李正不傻 也知道那个冯小霜 如今不好惹 想要自己出手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看代价 够不够大而已 我当然是怕了 这才请了李正出手啊 我知道黄家的儿郎 个个都是好手 等事成之后 我每人再给你们十两银子 作为辛苦费 你看怎么样 李氏也是个懂得取舍的人 直到这个时候 他能依靠的 也就是黄李正 和他的这些儿子们 不就是百十两银子吗 只要那个酒楼到手 多少银子挣不出来啊 好 你是个痛快人 你疯老大都要强 你这个头啊 黄李正替你出了 条家你说得来 一早不宜迟 吃则生变 我们现在就在 这个泯灭天良的东西 本来就应该有尊子里 执行家法的 黄李正一颗烟带锅子 就站了起来 他身后的十几个汉子 就等着他这句话呢 各自从门后 和其他的地方 拿出来自己的武器 也就是一些木棍 和铁棒一类的东西 也就是欺负欺负老百姓的 在一云天这样的五人面前 简直就是不堪一击 正当黄李正 带着十几个 犹如狼犬一样的 子侄辈的人 气势汹汹的 出了房门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 自己家的院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了十几个人 为首的是一男一女 男的俊 女的俏 看着甚是扬眼 不过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什么时候进来的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你们是什么人 怎么敢厮爽民宅 黄李正脸色一纯 他家的院子 在大槐树村 那是什么村子 一般人 轻易 是不改他族的 这样一看就来者不善的 十几个人 出现在他的院子里 有点不妙啊 这是黄李正的直觉 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你不是要带着你这些 小狼狗们 才找我的麻烦吗 我来了 就站在这 你倒是不认得了 还有你 李师 你也不认得我了吗 冯小双 微微一笑 如山花烂漫 不过 看到黄李正 和李师 有点发毛 你是贱丫头 你是那个贱丫头 李师 尖利的叫声响了起来 他还是从冯小双的脸形轮廓当中 找到了当年那个冯小双的影子 看起来还是你的眼光好 黄李正 你呢 认出我来了吗 冯小双挖了我耳朵 刚才李师叫声 有点难听 呜了他的耳朵了 你真是冯小双 大家都说在县城见他 你的变化 还真是大 我还真是没认出来 你今天到我家里来 还带着这么多的 是想要做什么 黄李正 这才一息的 从冯小双的脸上 看到了点之前的影子 做什么 很简单 我是来算账的 不过 看来我们的目的相同啊 你们这武装到牙齿的 也是想要来找我算账的吧 我猜猜 这个李师是给了你什么好处 是我的九龙 还是他准备改嫁 给你做天房啊 冯小双上下打量着黄李正和李师 好像两个人 真的有那么一回事似的 少在那放屁 正好你今天也过来了 你把你自己的亲爹给飞了 他也活不了多久了 我是来找李正 来为我们几家子主持公道的 你这个泯灭人性的贱丫头 李正 把他进竹笼吧 咱们大槐树村 不能允许有这样的人存在啊 李师看到冯小双那张精致的脸 就想上去 把他撕得粉碎 要不是顾忌着一云天他们的存在 估计李师那长长的支点 早就翘上去 啊 李师突然惨叫了一声 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重重的摔在了李正家的院子 李正家的院子里 虽然用的不是青砖铺底 但是也都夯得实实在在的 更别说李师摔倒的地方 还扑了鹅卵石 一下子摔了个头破血流 眼睛直往上翻 差点背过气去 出手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一云天 一云天拿着的帕子 擦了擦自己的手 随手就扔到了地上 他显李师的脸脏 这个动作直接刺激到了 要背过气去的李师 他挣扎着坐了起来 嚎啕大哭 李正啊 你要给我做主啊 你瞧瞧他们 简直是不把你这个李子 放在眼里啊 当着你的面就敢动手打我 我的牙 我的牙呀 李师一边哭 一边从嘴里吐出了两个大黄牙 一云天折一巴掌 直接把他满狗牙都打得松动 两颗大门牙 更是直接被打掉了 每一下子把他打死 算是他命大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黄李正 在大树村 纵横多年 早就养成了坐井观天的心骨 现在 他还是没有看清楚情况 阴沉着领 想要跟一云天说点什么 或者说 掰扯点什么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意思 他的嘴太臭 我看不惯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也想要这样下场 我也不介意送你一程 一云天可不是什么善男性 自从学义归来 跟着他爹 拦争备战 可以说 死在他手下的人 比黄李正 见过的人 可能都要多了 岂有此理 竟然敢在我家行风坐牢 也不撒泡尿 照着你自己 我就看看你有什么能耐 跟着我上 说话的 是黄李正的小儿子 这小子下手最狠 也是最冲动的 见到一云天如此作为 早就按耐不住了 也不等黄李正的命令 拎起手里的铁棒 就冲了过去 剩下的人一看 也都跟着上去 黄李正想要阻止 也已经来不及了 第180章 肤子 最先冲上去的 黄李正的小儿子 一个照面 就被一云天给打趴下 连哼都没哼一声 剩下的人都不用 一云天出手 身后那十几个人 也不是来看热闹 几个眨眼的工 十几个壮年的汉子 就全躺在了地上 打着滚身吟的 算是情况好的 有几个明显是昏过去了 死活不够 你们 你们是暴徒 暴徒 来人啊 救命啊 杀人啊 黄李正 吓得裤子都要尿了 哆哆嗦嗦的 再没有了往日的风光和跋扈 大喊大叫 像是被逼入死红通的老鼠一般 他的嗓门还真是挺大的 别看年纪已经不算小了 中气还挺十足的 村子里的人 其实已经听见了这边的动静 刚才一云天 他们出手收拾李氏 和黄李正的儿子们的时候 就已经听见了 不过 这是李正家里的事 谁没事赶伸头看热闹 现在 黄李正这一嗓子 同样 大家也不敢不出来 可见 黄李正的极为慎重啊 大槐树村 不算是个大村子 黄李正这一嗓子 也就出来了三五十个人吧 一云天一看 都是些老十八交的老百姓 眼睛大多数都是浑浊 一看就是被奴役的时间走了 连自己的想法都琐盛不多了 一云天摇摇头 大槐树村的村民呢 被黄李正欺负的时间太久了 已经不知道反抗 或者是说 认命了 不过 从今往后 不会了 李正 出了什么事 他们是谁 一个年轻的男子走了出来 一云天看了他一眼 这个人的眼睛 是少数几个 没有变得浑浊的几个了 这个人可能会成为 大槐树村的希望吧 这几个人是 是暴徒 胡子 给他们念出去 念出咱们大槐树村 看看李氏 再看看他们 都是咱们的村民啊 被他们暴打了 我这儿子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黄李正抓着那个叫虎子的年轻人 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不过 一云天发现 这个叫虎子的年轻人眼睛里 闪过了一丝怪异 就这点情绪 迅速地被他压制了下去 这个年轻人 有点意思啊 李正 你先别着急 他们看着也不是恶人 这件事 你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您看怎么样 胡子也不着急 被黄李正抓着的手都倾斥了 脸上还带着温和的笑意 仿佛那不是他的手艺啊 他们还不是恶人 公然打到家门了 对了 都是他 都是他 这个丧年心 超热爱的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赶出去 离开我家 离开大槐树 黄李正松开了虎子的手 指着风小双的方向 像一条丧家之情 其实 黄李正这么多年以来 能够在大槐树村 横行霸道 还不是因为他的儿子多 子侄多 坏生也多 而且还都是在大槐树村 这人就巨成了团 这样才造就了黄李正 独特的地位 把其他的村民压得死死 如今 他的儿子们和子侄外首 全都在底下躺着呢 已经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 他就像是被折断的 利尺和脚爪的老虎业 只能在原地无业 半点能耐 也使不出来了 这个时候 大槐树村的村民 才注意到 万花丛中一点点 冯小双这么个女孩子 在十几个大男人中间站着 看着他曾经的邻里和长辈们 脸上的笑容不减 也不见丝毫的紧张和害怕 虎子哥 好久不见了 这么多年 你在外闯荡 什么时候回来的 冯小双见虎子 看着自己的方向 往前走了几步 来到虎子的不远处 这个人他认得 应该是原主认的 虎子是他哥哥的朋友 比哥哥大四岁 从小就带着哥哥一起玩的 后来出去闯荡了 没想到 在这个时候回来了 你是 小双妹子 虎子惊讶地 看着眼前的冯小双 冯小双的穿衣打扮 还有容貌 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以至于一开始的时候 虎子都没有认出来 不过 冯小双一开口 虎子就听出来了 这真的是他记忆里 瘦瘦小小的冯小双吗 是我 虎子哥 你怕是都不认得我了吧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一时间也说不完 虎子哥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冯小双的记忆当中 这个虎子哥人很好 两兄妹吃不饱的时候 经常能从虎子哥手里 拿到一块窝头 或者是半个饼 虎子哥家里也不富裕 可以说大怀树村出了黄礼症 没有人是赋予的 那都是虎子哥省下自己的口粮 给了冯小双这段可怜的兄妹 所以 冯小双对虎子哥是感激的 希望能为他做点什么 冯小双就是这样的 有仇必报 有恩必还 这是他做人的基本信条 你和你哥哥的事 我都听说了 他是 你的夫君吗 虎子提到冯小双的哥哥的时候 眼睛有些发红 想来是心疼那个 从小在他身后 叫他虎子哥的小圣地 他是我夫君 今天我来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报仇的 顺便 把大怀树村的毒瘤给拔 他 在咱们大怀树 作为作福这么多年 也是时候该结束了 冯小双一指黄李正 当时就吓了黄李正一个哆嗦 他原本还指望着虎子能给他梳头呢 结果呢 人家见面就开始叙旧了 他怎么从来不知道 这个虎子和冯小双这个贱丫头 关系这么好的呢 黄李正当然不存 因为虎子和冯小双兄妹的关系 就是小孩子的交情 他这个大盲人 怎么可能注意得到呢 虎子哥 你不要劝我 也不要拦着我 今天这个仇 我是一定要报的 冯老大已经被我给废了 以后都会是个废人了 理事我也不会放过 他们欠我的 欠我哥的 还有我娘 还有我那三个没见过面的姐姐 他们身上背负着他们的鲜血 不要了他们的命 已经算是人之一尽了 所以 虎子哥 我不希望你缠和尽来 冯小双说这些话的时候 对黄李正 步步紧逼 黄李正一步步的后退 踩到了不知是他儿子 还是他外甥的人身上 不懂一声就摔在了地上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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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喂 看一下 186张 187张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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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算是 今天土匪娘子种田记 同志们 嗯 第187张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虎子看着眼睛发红的冯小双 叹了口气 退了回去 不准备管这件事了 其实在虎子的眼中 不管是李氏也好 还是冯老大也罢 再加上这个黄李正 真的都是罪有应得 而且虎子出去这两年 也不是白出去的 开脱了眼界不说 心里也更是有成算的 他早就看黄李正 为非作歹很不顺眼了 这次他回来 就是想把黄李正 这颗毒瘤 清除除大坏树村的 这次是个机会 他这两年在外面闯荡 见到的人多 经历的事情也多 看人的眼光也在变 他看得出来 不管是冯小双 还是他身边的这个男人 还有身后的十几个人 都不是一般人 不是他们这些 能够惹得起的 这次黄李正的好日子 应该是到头了 他这两年 看着虎子 冲自己剪点头 退了下去 冯小双更加放心大胆的了 要说这个村子 唯一跟他们兄妹俩 还有些感情的话 那就是虎子哥一家了 冯小双看到人群当中 虎子哥的爹娘 还有他的弟弟妹妹 微微一笑 给了他们一个安心的眼神 这些人 他不管到什么时候 都不会亏待了的 李正 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好歹我和我哥 也叫了你这么多年的样 你是怎么做的呢 让我和我哥当牛做马 百般的虐待 后来更是要我们兄妹俩的命 你也不用那么害怕 我不会杀你的 我害怕脏了我的手 我会让你跟冯老大做伴的 你们这样的人 就应该用个 你们的下半辈子赎罪 冯小双看着 满嘴满脸是血的李氏说 一云天听完了冯小双说的话 对手下的人使了个眼色 立马走出来一个人 手里的尖刀 同样是闪闪发料 在李氏的四肢 随便几个地方捅了两下 然后喂了李氏一包药粉 任由李氏张大了嘴巴 痛苦的几乎要昏死过去 也喊不出一声来 看来应该是服用了 跟冯老大效果一样的药了 没想到 一云天让这些人准备的 还真是挺齐全的 费了李氏之后 冯小双眼神当中 没有丝毫的感情 有的只是冷冰冰的寒霜 黄礼正看着冯小双 一出手就费了李氏 吓得浑身之哆嗦啊 等冯小双的目光 看到了自己的时候 黄礼正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女侠饶命啊 女侠饶命啊 我有眼不识泰山啊 不不不 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我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求你饶了我吧 黄礼正跪下之后 连连求饶 咚咚咚的磕头啊 很快额头上就青紫一片 有些地方还流出了鲜红的血液 可见是真的害怕了 哼 像你这种人 也有讨饶的一天吗 那大坏树村 被你欺负了这么多年的百姓 都是我们的乡亲 你也真是下得了手 黄礼啊黄礼 你也有今天 大家不要怕 有仇啊仇 有怨抱怨 想想你们曾经受到过的痛苦 想想你们曾经被欺负的头都抬不起来的经历 想想你们被迫拿出去的那些提几千 冯小双说到这儿 哽咽了一下 他的记忆力 这些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大坏树村 就是黄石的烟塘 没有所谓的律法 也没有所谓公平 全看一级的好物 最关键的是 看谁送的钱多 这不是大坏树村的悲哀吗 黄石一下子有些傻眼了 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那他还不得被这人给踩死 他阴狠的静儿头冒了出来 恶狠狠的看着刚刚被冯小双的话鼓动起来的村民 村民们吓了一跳 原本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 竟然像是扎破了的屁球一样 泄了气了 你们的血性都被黄石给欺负得荡然无存了是吧 既然你们不敢 那就让我来 替天行道这四个字 我不敢说 我只想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说完 风小双就要上去教训这个黄石 说起来 他们兄妹这样悲惨的人生 不乏这个黄石的推波助澜 这个黄石 就是 李氏作恶之后 有恃无恐的那个靠山 因为在黄石这里没有用钱摆不平的事 所以李氏不怕 义云天这个时候挡住了冯小庄的去了 夫人 杀鸡也用牛刀 那个叫虎子的 你来 废了他 给村里人摘下去压在头顶上的大山 我保你无事 义云天说这话的时候 看着众人面前的虎子 他捏紧的拳头 一直没有放下 他在克制 他不确定 此话当真 虎子看着义云天的眼睛 只觉得他眼睛里 没有一丝波澜 深邃的 就像是他曾经去过的大海 自然 义云天也没有废话 一个小小的大槐树村而已 他怎么会放在眼里 好 说完这句话 虎子朝起义旁 原本捏在黄石子侄们手里的木棒 一步一步的走到了黄石的面前 虎子 你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啊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对我动手 你就废了 你知道吗 他们一走 你们全家都得拱出 大槐树村 都得成为没有根的人 死了 死了也进不了祖坟的 黄石看着一步步 向自己逼近的虎子 嘴里不无威胁地说道 黄石啊 黄石 事到如今了 你竟然还敢口出狂言 让我们滚出大槐树村 真正应该滚出 槐树村的人 应该是你 还有你们这些狗 你们还没有成为大槐树村理政的时候 我们大槐树村 是多么的相和 你看看现在 简直是无云压顶了 你黄石在大槐树村 就是土皇帝 你要谁生 谁就生 你要谁死 谁就死 有多少人是死在你的算计 和棍棒之下的 你还记得吗 夜半时分 你就不怕冤魂向你锁命吗 有你在 大槐树村 就没有公道可而言 更没有明天 各位叔伯婶子 大爷大娘们 大槐树村的所有人 你们还想整天被这个姓黄的 骑在脖子上拉屎吗 虎子瞪大了眼睛 看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这个村子 谁没有被黄石欺负过呢 怕是一个都没有的 大家被虎子的几句话 跳得心头火起 欢迎1882355 第188章 开祠堂 第188 第188章 开祠堂 你们还想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吗 今天小双妹子和这位公子 已经给了我们机会 已经给了咱们希望 你们还要错过吗 不要忘了一句话 人心气 凯山野 我就不信 咱们这么多人 还干不过一个黄石 大家如果有顾虑 这个命 我背了 说完 虎子也不管大家到底是什么反应 拎着棒子 就对黄石下手了 一时间 直打的黄石 哭爹喊尿 毫不凄惨 大家一起上啊 不能让姓黄的再这么欺负我们了 打死他 打死他 不知道是谁喊了这么一句 不知道是谁喊了这么一句 大槐树村的村民 就像是疯了一样的 冲着黄石和他的那些旨子们过去了 云天 这样不会到处忍命吧 冯小双虽然恨黄李正 但是也不希望 这些质朴的村民手上沾了血 你放心吧 有他们看着 顶多是残废了 不会是死人的 放心吧 你看着 一人天一抬手 五个身后站着的人 加入了大槐树村的暴打行列中 不过 他们是为了保证 黄石不被他们打死的 好了 乡亲们 停手吧 再打下去 他们就被我们打死了 下面我们该商量商量 怎么处理黄石和他这些族人的事了 虎子最先反应过来 他的脸上带着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沉稳 估计是这两年在外闯荡的结果了 大家听了虎子的话 都纷纷停手了 当然 这里面少不了那几个人的帮忙 虎子 你在外面闯荡了这么长时间了 见多识广 这件事 你说咋办 画出道道来 大家一起研究 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站了出来说 其他的人也都跟着点头 看来只是一个收拾黄石的 他们的行动 已经让虎子有了足够的威信 这倒是冯孝双没有想到的 李叔 黄石还有这些人 加上李氏和冯老大 他们都是罪有应得 这件事 是我们整个大槐树村的事 我的建议是 开祠堂 请这位公子做个见证 把他们除名 他们的祖宗的牌位 也扔出大槐树村了 从此以后 他们再也不是大槐树村的人了 生死有天地 能活得好 使他们命不该绝 活得不好 使老天不容他们 跟大槐树村 没有任何的关系 虎子扫了一眼 地上连动弹的能力 都没有了的人 好 就开祠堂 这样的人 就不该让他们的祖宗 享受香火的供奉 我们大槐树村 不要这样的人了 把他们赶出去 赶出去 大家心里的气都出得差不多了 现在能把他们赶走 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有些女人 已经在滴滴的哭泣了 都是为了之前那些 暗无天日的日子 小霞妹子 小霜妹子 周围公子 请你们帮大槐树村 做个见证 把他们赶出去 我们要开祠堂 把恶人 驱逐出去 虎子恭敬地 冲着义云天和冯小霜 行了一礼 这一礼 两人都受的 要是没有他们俩 这大槐树村 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 还不知道要过到什么时候 如此 也好 大槐树村 是小霜的娘家 我们就去做个见证 这村霸已出 大槐树村的好风水 也回来了 我们走吧 冤天 倒是不嫌麻烦 乐得给大槐树村 做个见证 其实 也是看在冯小霜的面子上 毕竟 这里 是她的家乡 是她的根 祠堂 祠堂 就位于大槐树村的东南方向 就是个不大不小的房子 里面放着的 是整个大槐树村 几个大姓的祖宗牌位 每天有固定的人 去打扫静香 虽然是个茅草屋 倒也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虎子作为第一个 向黄石这个黑恶势力动手的人 名正言顺地 开始主持这次审判 别看虎子的年纪小 但是气势不凡 隶属了黄石 以及他的子侄外甥的几条重罪 最后 全体村民按了手印 决定驱逐黄石 及其全足 李氏和冯老大 因为已经是废人了 最后 大家决定 征寻冯小双的意见 就让他们在大圆 槐树村 苟延残喘吧 胡子哥 这个给你 帮我照顾一下他们 别让他们死了 冯小双 把一定银子 放在了胡子的手里 他这可不是发善心 冯小双是怕 这两个人死得太快了 他们两个人 夹在他们兄妹身上的痛苦 不是那么容易能得到饶恕的 我明白 你放心 我会是好招人 好照顾好他们的 胡子没有说其他的 就把银子收了起来 这顶银子 足够让一家三口活着 但是怎么活着 就另当别论 你们放心 他们不会再有机会 兴风作浪的 这件事情 是由我们挑起的 自然也由我们来结束 你们也不用担心 他们的生命安全 好人不偿命 坏蛋胡千年 且死不了呢 银云天说这话 也是按大坏树村人的心 只见 银云天的大手一挥 只见 云云天的大手一挥 手下的人就把黄家一些细软找了出来 随便找了个包袱 捆在黄石的身上 然后人就全都被领走了 至于去了什么地方 就没有人知道了 反正不是什么有益于人身心健康的好地方 大坏树村的人 看着黄家 彻底被铲除了 都激动得不知道怎么好了 好几个老人家 拉着云云天和冯小霜的手 那叫一个激动啊 直说要让两个人 留下来吃饭 大坏树村的全体村民 感激 云云天和冯小霜的大恩大德 吃饭就不用了 吃饭就不用了 这里的事情了了 我们就要回去了 胡子哥 以后 那大坏树村 就交给你了 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去县城找我 怎么说 大坏树村也是我的家 我不会不管的 冯小霜看着胡子 还有他身后的胡子爹娘说道 这句话可不是白说的 这就奠定了以后 胡子在大坏树村的地位 冯小霜也看得出来 胡子这个人宅心仁厚 心中有成算 希望他能带着大坏树村的村民 过上好日子吧 小霜丫头这话 算是说对了 大家伙也都看见了 胡子这孩子是好样子 以后 他就是咱们大坏树村的李正了 怎么样 有人提出建议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第189章 解决 这还有什么怎么样的 自然是一乎百应啊 不说虎子这个人 是大家看着长大的 从小就是个好孩子 如今从外面闯荡回来 更是添了不少本事 还有冯小霜的支持 自然是实至名归的了 虎子还有点发愣呢 他是实在没想到 这李正这活 怎么就落在了自己头上了 好了 傻小子 大家都相信任你 相信你 能把村子里的事管好 你就接下这个李正的位置吧 村里这些年 被姓黄的一家人 闹得是够厉害的 需要你这样 年轻有为的人来挣挣风气 你也不用担心别的 还有我们这帮老家伙呢 你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 尽管来问我们就是了 说话的是位老者 大概有七十多岁了 头发胡子都是白的了 冯小霜认识 这是大槐树村最年长 也是身份辈分最高的人了 冯小霜应该叫他九叔公 九叔公 我 我怕是不行吧 村子里 有这么多德高网众的长者呢 哪能轮到小子我呢 我还是给各位长辈 打打下手就行了 虎子的脸有些红 虽然李正连个小利都算不上 不过 在大槐树村 那可以说是一言九鼎啊 权力还是不小的 收税啊 服役啊 这种大事 都得通过李正的 虎子有点心虚 我说一句 虎子 你虽然年轻 但是眼界开得早 一个李正还是能胜任的 不要辜负了各位长辈 对你的信任 有什么事 去使卫天找小霜 不要担心官府上的事 这事 我替你顶着 再说了 姓黄的罪有应得 要是真的去了官府的话 他能不能留下这剩下的半条命 哼 还真是不一定 义云天 站了出来 皇室这么多年 确实是把我们大槐树村 破坏得够呛了 现在有公子出手相助 也是我们整个大槐树村的福气啊 小霜丫头啊 你以后跟着公子 要好好地服侍公子 知道吗 收好自己的本分 公子是良人啊 九叔公 看着义云天 和冯小霜说的 九叔公 他确实是我的良人 我重生而来 就是为了他 不然的话 这个世界上 也许就没有冯小霜这个人了 九叔公 大槐树的事情也了了 你们放心 那个姓黄的 再也不能危害的乡里了 或也就放心了 云天 我们走吧 大槐树村的事情结束了 冯小霜只觉得心头一松 可能援助最后的一点执念 也消失了吧 好 那我们走吧 那两个人 终身不要让他们出了 这个村子 还有那个孩子 如果出了的话 别怪我心狠手浪 虎子 你记住了吗 义云天 最后回头看了虎子爷 是 公子 你放心 这事 我肯定会办好的 只要我虎子在大槐树村一天 他们就甭想出大槐树村一步 我虎子用性命保证 虎子太知道了 今天说实话 冯小霜这些人过来 就是为了报仇的 收拾皇室 也就是顺带手的事 关键的 还是在冯老大和李氏身上 当初冯老大和李氏 是怎么对待冯小霜兄妹的 大家多多舍手 还是知道的 可是李氏和皇室关系好 冯老大都不管呢 他们这些人 更是没有说话的理由了 后来 冯小霜被卖 他哥哥 也在一夜之间 不知去向了 大家心里明镜似的 冯小霜今天 就是来报仇的 一云甜甜点头 带着人出了祠堂 大槐树村的人 全都送了出来 各位叔伯长辈 沈子大鸟 小霜今天来 可能是吓着大家了 跟大家道歉了 可能 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大家可以 好好地生活下去吧 一切都会好的 保重 冯小霜头也没回 在一云天的帮助下 上了马 一行人 全部都上了马 绕过了粗壮的大槐树 扬成而去 只给大槐树村的众人 留下了一起 扬下起来的沙尘 以后 小霜丫头 会是咱们 大槐树村 最有出息的人 你们看见他身边的 那位公子了吗 不是一般人啊 我们也是脱了 小霜丫头的福气了 可是在他和他 哥哥受苦的时候 咱们在做什么呀 袖手旁观呢 乡亲们 现在黄石和他的一切 都已经消失不现了 以后啊 咱们要把自己的心肠 找回来 摆正了呀 九叔公 拄着拐杖 重重地处了一下地面 这一声拐杖的声音 像是点在了 大槐树村的每个人心上一样 九叔公 你放心 虎子不是第二个皇室 永远 不会变成第二个皇室的 我会带着咱们村子里的 所有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的 请九叔公 看着吧 虎子向九叔公保证 同时 也对着大家 鞠了一个裸圈宫 你是个好孩子 虎子呀 小霜那丫头信任你 相信你能带着大家 过上好日子 我们大家伙也相信你 一天的乌云散了 大家都回去吧 以后啊 少不得要养 张小霜丫头了 我这老脸呀 哎 没地方放啊 九叔公说着这话 勾搂着身子 慢慢地 往远处走了过去 大家都听了 九叔公的话之后 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诚然 这么多年 确实是皇叔 把大怀树村搞得无言瘴气的 可是 就没有他们的原因嘛 至于原因是什么 大家不知道 不过 时间长了 总能弄明白的 回到实位天的时候 冯孝霜的心情 还是有些不好 也没有心情 跟大家说什么了 学院和学院两个丫头 也知道冯孝霜的心情不好 只是乖巧地准备洗澡水 伺候了冯孝霜泡澡休息之后 就在外屋守着了 冯孝霜这一觉 就睡到了掌灯时分 她是被恶醒的 姑娘 你醒了呀 公子让农逼们 准备了银耳莲子羹 现在火候正好呢 姑娘喝杯水之后 用一些吧 公子说了 姑娘一天没怎么吃东西 不能一下子吃太多 今天就先用些羹汤 然后再吃点清淡的 厨房那边已经准备着了 学院先是递给了冯孝霜一杯 温度正好的水之后 才捧上了香甜若安诺的 婴耳莲子羹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关注 欢迎收听 有萌萌的β播讲 穿越之土匪娘子 种田记 作者贤云野鹤 第190章 地图 冯小双这一觉睡醒了之后 又吃了东西 觉得自己瞬间元气满满 心里也更加的平和了 行啊 我不过是累了而已 大槐树村的事情 已经彻底解决了 我们要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了 事情越来越多 你们两个也会越来越忙 过两天 会有其他几个人过来 我希望你们能和平相处 冯小双伸了个懒腰说 雪燕和雪岩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他们其实早就清楚 凭着公子和姑娘两个人的身份 还有要做的事情 以后姑娘身边 肯定不只是他们两个人 心里也有准备 只是 没有想到这么快而已 姑娘放心 奴婢姐妹二人 能跟在姑娘身边 得到姑娘的重用 是奴婢姐妹二人的福气 不管以后 姑娘身边 还有多少人伺候 不管以后奴婢二人 负责什么样的事情 奴婢姐妹 都会忠心对待姑娘 好好和其他的姐妹相处的 雪燕开口说道 哪有你说的这么严肃 过两天会来四个人 也都是年纪不大的 不过 他们跟你们两个人的分工不同 你们俩是我的助手 他们呢 是我的打手 都是身上带着功夫的 这样 我们的安全也能够得到保证的 你们俩还是跟着我起居生活 我贴身的事 还是你们俩做 以后我们外出的时间 可能会很多 有他们在 也方便一些 我只是给你们俩提个写而已 好了 把这两天堆着的东西 都拿过来吧 还有我写了一半的计划书 也都拿过来 已经耽误了一天的时间了 老天爷可不等人呢 冯小双说完 就带着两个丫头 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现在冯小双可是忙得很 虽然史维天 有球磊这个大掌柜在 他的压力小了很多 不过 事情还是多得不行 更别说 还有凤和谷的事情 还有庄子上的事情 耽误一天 就要累积下来不少 正好已经睡足了 冯小双就开始忙碌了起来了 等一云天 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冯小双还在分笔集书呢 他要赶紧把凤和谷开发耕地的步骤 还有规划写出来 这样才容易忘记 虽然冯小双自认记性不差 但是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写下来之后 不光是能一直保存着 还有助于 茶漏补缺 对事情的发展 是非常有益的 你回来了呀 你看看 我画的凤和谷 地形图 这些地方 都是我要变成耕地的地方 这里还有修两个小水库 以备不持之需 还可以在里面养鱼啊 养黄膳什么的 现在李四哥收的黄膳 根本就不够酒楼的消耗 不少客人都在抱怨了呢 冯小双看着义云天回来了 拿着自己手上厚厚的本子 给义云天看自己的计划 义云天很是认真的 看着冯小双的计划书 文字部分不是非常吸引义云天的 毕竟 这些符红小双大概都跟他说过了 吸引义云天的是地图 上面还有一圈一圈的 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义云天向来是不耻下问的 抬手指着指那些一圈一圈的地方 问这些是什么意思 地图什么的 他一个行军打仗的将军 自然是清楚的很 但是像是这样的地图 他还是第一次见的 这个呀 叫等高县 这些地方 我要放水库的地方 也可以叫等深县 可以用于湖泊呀 大河岸这些地方 你看 这是咱们凤河谷最高的山老爷岭 这一圈 我设定的单位是60张 这老爷岭我问哥大山哥了 最高处 有将近300多张 所以就用五个圈表示了 冯小双 现在已经能和米和杖 这两个之间的长度单位 顺利转换了 30张 就是100米 这等高线 我用细一些的线表示 等深线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我用粗一些的线表示 我还在这里 进行了标注 等深线 我没有设定的那么深 毕竟我挖不了30张的水库不是吗 冯小双 这也算是因地质疑了 要是被哪个地理老师知道 冯小双这样画一幅地图 一定会一口老谢 喷死冯小双的 不过 冯小双这图 又不是给别人看的 只要自己用这方便就行了 丫头 你是怎么想到 用这种圈来表示高度的呢 你知不知道 这对于我们行军打仗来说 有多重要 一云天坐了下来 把冯小双拉到了自己的怀里 这个丫头 还真是个宝藏 当你以为 你自己了解了她的一切的时候 她又会给你不同的东西 让你防不胜防啊 行军打仗 你是说 这个地图 冯小双倒是没有想那么多 这是以前学过一点地理知识 想到画风和谷地图的时候 就顺势用上了 根本就没有想过那么多 对 你这个地图 要不是你跟我说 是看不懂的 相当于给这张地图 加了一份密码 要是我们的布防图 用这样的方式画出来的话 想来安全性 要更多了 哼哼 丫头 咱们好好地研究研究 用什么其他的东西 代表布防的情况 一云天 兴致起来了 拉着冯小双 就研究起来了 等冯小双睡觉之前 还在想 不是说种地的事吗 怎么 说到了布防图上面去了 真是太奇怪了 其实 冯小双这份 画了等高线的地图 在布防的图 就上面 就是一个影子的作用 他给了一云天启发 一云天 是个天生的军人 战争 这跟神经特别敏感 他能从冯小双 无意间画出来的地图之中 看到价值 不光是对布防图的绘制 还有地形的绘制 这种地形图 比他们现在用到的地图 可是先进的太多了 真山真水 一目了然啊 真正能反映出来 他们想要了解的地形 这对于行军打仗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 一云天已经顾不上 冯小双说的什么 开耕地啊 开梯田啊 养鱼养黄鳝什么的 他只想把自己心里的想法 快速的实施出来 两个人一直忙活到了深夜 一云天 才把手里珍贵的地图 收了起来 他能想象出来的 这份地图 对以后行军打仗的产生的作用 一云天怀里抱着早已陷入睡眠状态的冯小双 幸福地闭上了眼睛 自己哪里是抢来个压寨夫人啊 这是抢来个宝贝啊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第191章 第191章 四姐妹 第二天 等冯小双醒来的时候 一云天早就已经不在屋里了 冯小双倒是没有意外 他已经习惯了一云天的神出鬼没了 反正这个家伙 隔一段时间总会消失不见 过一段时间 他又会回来的 冯小双也不担心 姑娘醒了 请姑娘洗漱 雪燕见冯小双醒了 就把洗漱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冯小双快速地洗漱 然后就在梳妆台见面 有雪燕和雪燕两个人 给他梳头发 配首饰 这些事情 冯小双还真是不在好 幸好有雪燕和雪燕两个丫头了 咚咚咚 冯小双这边刚刚收拾好了 敲门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冯小双从屏风的后面转过来 雪燕这才去开门了 夫人 大哥送了两四个丫头回来 说是伺候夫人的 夫人是不是让他们过来 人已经在院子里等着了 来的人是张明 原来是义云天给冯小双找的四个丫头 也就是四个可以为主人去死的死士了 嗯 让他们进来吧 以后也都是自己人了 冯小双点点头 张明醒了一礼 然后退了出去 不大一会儿 四个丫头 底媚顺目的进来了 都是十四五岁的姑娘 模样不算上等 只能算是清秀而已 不过身上的气质可是很不一样的 看似无害的脸上带着飞扬的自信 可见都不是简单的人物 四个人在冯小双的面前 椅子排开 单膝跪地 奴婢青阳 青鹿 青鹰 青鹿 见过主子 冯小双坐着没动 受了他们这一礼 他们以后就是他冯小双的人了 这四个人的忠诚度 冯小双一点都不怀疑 不过 能不能让他们真心的帮助自己 还得看冯小双的本事了 你们四个 是云天挑选了跟在我身边的 我知道你们的身份 也知道你们的本事 可是觉得 跟在我这样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身边 埋没了你们的本事和才华 冯小双可是知道 像是这样的死士 除了武功精湛之外 都有特殊的本事 放在自己身边 好像还真是有点大财小用 回主子的话 公子让我们跟着主子 奴婢的命 都是主子的 而且能跟着主子 是奴婢们的运气 奴婢们一定会好好辅助主子的 请主子放心 说话的是四个丫头当中 最先进来的那个青鸟 可以看得出来 这四个人当中 她是老大了 既然你们叫我一双主子 我自然不会亏待你们的 我说的事 说大也大 说小也小 你们不光要完成我的命令 还要有自己的想法 我不想要乖乖的应生虫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这两个是伺候我起居的丫头 雪燕和雪渊 我希望你们能和睦相处 我不想看到我身边的人 狗心斗角的 明白吗 冯小双是怕雪燕和雪渊两个丫头受了委屈 要知道 这四个新来的丫头 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是 主子 奴婢们定不会惹出事端 让主子忧心的 四个丫头双膝跪地 冲上磕头 算是完成了认主了 都起来吧 我这里是不用动不动就跪的 说说你们都擅长什么吧 也好让我了解了解你们 冯小双想趁着吃饭之前 把四个丫头的事情解决了 吃完饭 还有的事忙呢 是 主子 奴婢清瑶 今年16岁 擅长刺杀和下毒 武器是短剑 清瑶年纪最大 今年已经16岁了 也是四个人当中最为沉稳的 没想到还是个下毒的高手 奴婢清瑶 今年15岁 擅长刺探敌情 奴婢会医术 武器是软鞭 奴婢清瑶 今年15岁 跟姐姐清瑶是双胞胎姐妹 奴婢擅长潜伏和伪装 武器是常见 这个时候 冯小双才注意到 清瑶和清瑶两姐妹 还真是长得一模一样 刚才还没注意到呢 这倒是有意思了 奴婢清瑶 今年14岁 奴婢虽然年纪最小 但是奴婢的清功最好 拳脚功夫也是姐妹当中最好的 奴婢的武器是长刀 最小的清瑶 脸上还是一团孩子气呢 不过没想到 拳脚功夫竟然是四个人当中最好的 主子 清瑶说的是实话 她的拳脚功夫 确实是奴婢四姐妹当中最好的 同时 淘宝的能力也是最强的 有奴婢姐妹四个人在 一定会保出护好主子的周全的 清瑶微微一笑 规矩地向冯小双禀报 她是看出来冯小双的差异了 冯小双满意地点点头 这个清瑶还真是细致如微 善解人意啊 看起来其他的三个丫头 也还算是符合冯小双的心意 也是 这种砸了大价钱 从小而配出来的死女死士 可以说是千里挑一的成才率啊 还是当年的大将军王 为了掌功术准备的 那能是一般的人吗 现在算是转到冯小双的名下了 冯小双总觉得自己十次赚到了 好了 今天我们就是简单的见个面 以后还有的是时间相互了解 雪燕 准备吃早饭吧 你们四个也都来吧 这么早过来肯定还没吃饭呢吧 尝尝咱们实为天师傅的手艺 保管你们喜欢 既然是自己人了 冯小双自然是要对他们好一点了 对他们好 也就是对自己好 还是很划算的 是 多谢主子 四个丫头齐声回道 声音中带着跟雪燕和雪燕 不一样的沉稳和气势 果然是身上带着功夫的 冯小双现在更觉得心里踏实了 有他们四个人在啊 自己想要做什么 可就更加方便了 冯小双带着四个丫头 吃了早饭 就让王大山叫了辆马车到市围天 他今天要去那新买的庄子上去看看 自从那个庄子安排了五百多个军事之后 冯小双还没去过呢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想要种地的话 还是先从这个庄子入手才行 王大山叫的马车是从车行租来的 三百文一天 还带了个车夫 青瑶看着 车夫看冯小双的眼神让人很不舒服 说起来是有点猥琐的样子 青瑶轻轻一扶里 主子 奴婢会驾车 路途摇眼 可能还要住上两天 不如让车夫大哥回去吧 奴婢驾车也方便一些 请主子试下 青瑶的话说得有理有据的 既能够不让这个有些恶心的车夫跟着 还更加方便 那个庄子上住着的人 可不都是不能轻易被外人见到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192章 庄子情况 冯小双也觉得 那个车夫的眼神不整 这眼睛是往哪看的 也就同意了青瑶的提议 但山哥 多给车夫大哥两天的工钱 车我们就赶走了 要是云天回来的话 跟他说一声 对了 找个时间咱们自己买辆马车吧 出来进去的也方便 这件事 你直接跟求叔说就好了 银子 从帐上出 冯小双说完这话 转身就要上车 雪燕把车上的小凳子放了下来 扶着冯小双上了马车 雪渊则被留在了家里 冯小双给他留了另外的任务 只有青瑶他们四个 还有雪燕跟着了 为了这 雪燕还差点撅了嘴 不过 被雪燕一个眼神给制止住了 明显的 冯小双是给雪原安排了足够的工作了 这些工作还必须每天都有人做 雪燕虽然人小 但是足够细心 又是冯小双最信任的人 这才分配给了雪原 这丫头 她撅嘴 那不是给姑娘难看吗 雪燕觉得 她很有必要跟自己这个傻妹妹 好好地谈一谈 她们俩是最先跟着姑娘的 当时也是姑娘亲自挑中的 虽然现在有了比她们两个 更厉害的四个姐姐 但是 凭着雪燕对冯小双的了解 她知道 姑娘是个重感情的 只要她和妹妹两个人 一心为着姑娘着想 姑娘身边 一定会有自己的一夕之地的 冯小双 确实就像雪燕想的那样的 虽然青瑶她们四个 看着也都是不错的 但是 才刚到自己身边不是 还得多磨合磨合 石为天的事情又多 雪燕是一定要带着的 只有把雪渊的小妮子留下来了 想着雪渊的仿佛 被抛弃了似的小模样 冯小双倒是没有生气 更多了些无奈了 还是太小了呀 现在一对比起来 青瑶她们过来还真是些时候 这样就有了足够的时间 让雪燕和雪原两个人更快速的长大 青瑶赶车还真是没得说 马车跑得稳稳的 一路上倒是没怎么颠簸 让冯小双安心了不少 她刚开始的时候 还真怕 轻摇一边子 把马车给赶到沟里去 姑娘 这个垫子 您靠着点 路途遥远 估计得过了常务才能到呢 坐得久了 腰背疼 雪燕把一个棉花做的垫子 塞到了冯小双的后腰处 这个垫子能有效的缓解 冯小双坐马车 产生的腰腿疼痛的感觉 你们是从庄子上来的 跟我说说庄子的情况 除了咱们的人 周围都有什么情况 大家都中什么弄作物 靠什么闷的卫生 这路上的时间长着呢 冯小双正好借此机会 了解了解情况 说起来 自从这庄子买下来 冯小双除了最开始 让人送了棉被啊 衣服什么的 顶期让李四哥 采买粮食肉蛋送过去之外 还真是没有过多的关注过 现在春暖花开了 到了这庄子 该起作用的时候了 冯小双 想要多多的了解一些 轻英开口了 刺探敌情 是她的长处 也是她类似于本能一样的本事 这件事 她说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她也是当仁不让的 回处子的话 咱们庄子 135磨 一共用铁能5家 舔出去的田 一共是50磨 还有上田的水田 剩下的地 原本是庄头 带着短工种的 那个庄头去年冬天的时候 生了重病了 所以 现在还没有人 领着短工进行安排 剩下的田地 有40亩的中等水田 45亩的左右的旱田 水田中都是水稻 剩下的旱田中 有高粱 骨子 还有大豆 另外田间地头的 还种过小豆和绿豆 这些东西了 青鹰说得很清楚 也能让冯小双 对庄子的情况 有大致的了解 哦 原来是这样 嗯 青鹰你还真是欣喜 既然庄头生命了 没有办法 带着短工干活了 咱们还得再找个人才行 不知道 凤和谷的兄弟当中 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啊 还是咱们自己人 用着放心啊 对了 咱们那五百多人 一下子进到庄子里 没有引起附近村里人的注意吧 冯小双现在才反应过来 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太后知后觉了 竹子放心 这五百多个人都是生手不错的 有狠手纪律 白天基本上不露面 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被其他人发现 况且这段时间公司为了收复他们 经常夜里带他们出去 所以并没有人发现异常情况 对了 竹子 庄子上除了咱们邓人之外 还有一个姑娘 是六爷扔过来的 说是留着给五百个军士洗衣服上做饭 那个女人还真是彪悍 刚开始的时候不老实 被清瑶姐姐收拾了 现在人算是安分了 不过 就是每次公子来的时候 就眼睛发直 清瑶客是实话实说的 这个独雨连 也不知道是魔证了 还是失心疯了 杀父知仇不管不问不说 每天做完了饭饭 洗完了衣服 就坐在庄子口那儿 看着远处 谁都能看得出来 那是等一云天来呢 好好的一个清风寨的大小姐 成了个花痴了 姑娘家 是小刘哥送过去的 这事我怎么不当 那云天他怎么说的 冯小双虽然不相信 义云天做什么金屋藏娇的事 但是他也挺好奇 这个姑娘到底是什么身份 怎么还让他给五百军士洗衣服做饭呢 公子对他不假辞涉 从来没有拿正眼看过他 好像这个姑娘是哪个寨子里的人 公子说不能让他出着庄子 他还有用 秦宁想了想说 他也推测出来的 要不然放着这样好的主子 公子不心疼 哪里会弄出这么个姑娘呢 哦 反正今天就能见到了 见到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你接着说啊 那庄子还有什么可以好好利用的 比如说山啊和水塘什么的 冯小双想要把庄子上的事情了解得更全面一些 就继续问 就在这样一文一答当中 外面上倾落和倾路的补充 冯小双对庄子的了解更深入一些 就这样一路说着 往庄子的方向赶了过去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将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搜索一下 听视界 然后 关注一下萌萌的贝塔 谢谢大家支持 第193章 仙墨交通 鸡犬相吻 都上 冯小双他们吃了点干粮 垫了垫肚子 在下午的时候 才总算是到了庄子上了 这庄子离的村子稍微有些远 站在庄子的大门口 远远的能看见 远处村子的房顶 还有鸡鸣狗叫的声音 初春时节 草木新绿 万物萌芽 好一片春光 让冯小双忙碌而疲惫的心 都跟着疏散开来了 冯小双看着远处一条条的乡间小路 想起来以前上学的时候 经常学过的文章 仙墨交通 鸡犬相闻 黄发垂记 并怡然自乐 姑娘这花可不正是这里的景象吗 姑娘什么时候这么有文采了 奴婢倒是不知道呢 学艳看着这样的乡间情景 也觉得冯小双说的正是硬气 哪里是我说的 不过是我从书上看到的而已 这里也就是没有桃花蝶 要不然还真是一处桃花园呢 冯小双说着就往庄子上走去 这庄子里 地势颇抖 马车赶上去实在是不方便 青瑶就把马车拴在了不远处的大柳树上 这里正好银凉 马带着也舒服一些 主子 虽然没有桃花 但是咱们这庄子的不远处 就连着山呢 山上有杏花 杏花微雨 也是不错的静致 主子到时候 可以跟着主子一起过去瞧瞧 嗯 杏花微雨啊 春光迷离 拱一袭百亿 让谁乱了心血 冯小双对青瑶说的杏花微雨 还真是挺向往的 好像她自从跟云天在一起之后 就没有什么浪漫的事 要么就是忙着生意 要么就是忙着疗伤的 还真是没有时间浪漫一把呢 义大哥 是义大哥来了吗 义大哥来看玉莲了 冯小双正想着 怎么跟云天来个浪漫的约会呢 一个尖锐的女生 破坏了冯小双的想象 冯小双一回头 一个身穿猝不麻衣的姑娘家 从庄子里面跑了出来 长得倒是也还算不错 不过 那双吊烧眼 实在是破坏了她的脸了 更别说 这个女人 还惦记着自己家的男人呢 冯小双自然不待见她了 还玉莲 呸 恶心的女人 站住 再往前一步 我就卸了你的膀子 不想再回味一下 青鹿一个闪身 挡在了冯小双的面前 捏了捏自己的白镜子拳头 可别以貌取人 就个一脸孩子气的青鹿 可不像她看着那样简单 用冯小双的话说 就是个暴力小萝莉啊 青鹿这话已出口 杜玉莲一个急刹车 站住了身形 可见当初她曾经落入过青鹿的手里 而且还发生了那什么不愿意再试试的事情 也是因为来的人不是一云天 让杜玉莲有点失望 她其实也没有魔症 也没有疯 只是爱怜一云天 已经成了她的一种执念了 让她放下了复仇 放下了一个姑娘家的尊严 就那么一天天的等着 只是想要看一云天一眼 能看到一云天的身影 就是杜玉莲最开心的事 可是一云天哪有那么多时间 经常来这里啊 杜玉莲已经快有一个月的时间 没有见过一云天了 你是谁 怎么会来庄子上呢 这是一大哥的地方 闲杂人倒不得入内 杜玉莲还真是把自己 当成是主子了 一指气势的看着冯小双 对冯小双带着敌意十分明显 你这个女人有病是吧 公子没有要了你的命 是看在上天有好生之德 竟然敢对主子这么说话 真是把自己当成一盘菜了 青鹿暴力因子上线 真想把这张 寄予公子的脸打花了 这个姓杜的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 怎么配得上公子呢 只有主子这样 跟公子同甘共苦患难的女人 才配得上跟公子在一起呢 主子 你说她是主子 那 那 她和一大哥 他们 杜玉莲有些不敢相信地 看着青鹿 她可是知道青鹿 他们四个姐妹的 平时眼高与顶 在庄子上是非常特殊的存在的 而且 个个都是高手 自己这两下子是打不过的 现在这个叫青鹿的 竟然管这个不知道 从哪儿冒出来的女人 叫主子 这是杜玉莲没有办法接受的 实在是晴天霹雳一样的消息 我们主子跟公子是一对 这你都看不出来 我们四姐妹 就是公子专门准备 保护主子的 你这个臭女人 还是哪儿凉快 上哪儿待着去吧 回去洗你的臭衣服去 青鹿嫌弃地哼了一声 就这么个丑女人 也想跟自家主子相提并论 真是不自量力 青鹿他们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冯小双 但是他们可不是第一次听说冯小双 他们可是仔细地打探过冯小双的底细的 这些可是青鹰的本事了 凤和谷的那些兄弟们 哪有几个没有找过青鹰的道的 还不是把冯小双的底细摸了个透 这也是姐妹四个第一次见到冯小双 就真心相待的原因了 他们是大将军王秘密训练的 对大将军王一家的事情是有了解的 能被一云天看中 打上一云天的标签 那就是未来的女主子 更何况 在冯小双知道大将军王一家的事情之后 更是坚定地站在了一云天的身后 用自己的方式去支持一云天所做的一切 而且还做得这么好 让青鹰他们四姐妹心悦成福 所以青鹿看这个杜鱼莲是越发的不顺压 不 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 我对义大哥痴心一片 他怎么可能有别的女人的 不可能的 你们一定是骗子 对 都是骗我的 都是骗子 我 我杀了你 这样 你就不能跟我抢一大哥了 刚开始 杜鱼莲还崩溃地大哭 眼泪那是一对一双的往下流啊 风啸霜还觉得他挺可怜的 一颗痴心错付了 一云天根本连正眼都没瞧过他 要不然也不能让他在这个庄子上又是洗衣服又是做饭的 这分明是下人做的活儿 可是这才说了没两句 杜鱼莲就像是发情的公牛一样 红着眼睛咬着后杂牙 摆出了姿势 冲着冯孝霜就冲了过来 看着那样子 恨不得马上从冯小霜的身上咬下来一块肉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194章 吃人而已 冯小霜看着杜鱼莲眼红拼命的样子 也把他给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被雪燕给扶住了 冯小霜看着迎上去的青鹿 心里才踏实了 他是忘记了 现在他可是有侍卫的人呢 有青鹿这个暴力小罗里在 他的安全是不需要担心的 果然青鹿迎上去一个照面 就把杜鱼莲给他趴下了 杜鱼莲错不及防地摔倒在地 额头也磕破了 鼻子也流血了 鼻涕眼泪全都出来了 脸上就跟开了燃料铺似的 什么颜色都有 不止死活 主子 这个女人应该怎么处理 请主子试下 青鹿看到摔蒙了的杜鱼莲 不能再起来伤害冯小霜了 这才转身请示冯小霜的命令 把人先看管起来吧 云天不是说这个人还有用吗 先看着 别让他捣乱 等我处理完桩子上的事 再出去考虑他的问题吧 冯小霜看着傻愣愣的杜鱼莲 也觉得他怪搞笑的 为了一个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男人 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实在是可怜又可悲呀 是啊 主子 青鹿听完冯小霜的话 拎着杜鱼莲的脖子 就把人给提了起来 杜鱼莲刚才被青鹿一招放倒了 摔了一跤 有点发懵 被青鹿一提起来 反应过来 你这个贱女人 你凭什么把我看管起来 我还要等着义大哥 对了 是你 是你不想让我见到义大哥是不是 你这个恶毒的贱女人 我跟你拼了 你这个黑心的贱女人 你凭什么拦着我不让我见义大哥 你这是犯了七处之调 你这是嫉妒 嫉妒我的美貌 嫉妒我对义大哥的感情 放开我 放开我 杜鱼莲不停的挣扎 青鹿因为年纪小的关系 虽然身手不错 不过 这么提着杜鱼莲的脖领子 还是有点不够高啊 一时间 竟然没有把杜鱼莲给拖走了 杜鱼莲就这么一直被盗拖着 嘴里恶毒的话 不断的往处蹦 实在是把冯小霜气得够呛 这个女人 还真是莫名其妙 在自己这个正牌的女友面前 竟然敢大放厥词 青鹿 你放开她 我倒是想要问问了 她哪里来的自信呢 还有她是什么人 我还没过问呢 反正今天咱们也不准备走了 正好拿她捡捡慢了 冯小霜对这个明显有些甚至不清的轻敌 产生了兴趣 竹子 这个女人 就是这样一张臭嘴 平时看着倒是还挺正常的 只要一涉及到公子的事情 就开始发疯了 公子是从来没有拿正眼看过她的 青鹰也怕冯小霜 因为杜宇连跟公子产生什么矛盾 赶紧解释 你们放心吧 我还没有那么傻 我只是好奇而已 咱们也进庄子吧 不能总在外面待着不是啊 冯小霜说完 抬腿往庄子里面走 青鹿看了看冯小霜 拎着杜宇连的领子 把杜宇连勒得直翻白眼 一行人静了庄子 夫人 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夫人看看可满意 只有个女人怎么抓进来了 夫人 她没有惹您生气吧 说话的是刘天妞 她被云天安排在庄子上 关着庄子上的事情 知道冯小霜今天要来 刚才去检查庄子的情况去了 没有 不过是个痴人而已 我就是想问问情况而已啊 你们在这里可还习惯 冯小霜现在待的房间 应该是平时他们谈事情的地方 很空旷 只有一些椅子和简单的桌子 还真是简陋的可以了 夫人 这个女人不止的可怜 成天就知道 胡搅蛮缠 干的活上 还净事的 她是清风照 大当家的闺女 她爹死在大哥的手上 不知道咋回事 不找大哥报仇不说 还缠上大哥了 整天就是在庄子里等着 不过 大哥可是从来没有拿正眼看过她 夫人 可千万别误会啊 刘铁牛干净提云天解释 也是跟青鹰鹿 青鹰他们一样 生怕冯小霜会误会了云云天 你们呀 一个个的就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啊 你们都放心吧 我还不至于这么小心耳闹 冯小霜俯恶 这一个两个都不放心自己 生怕自己找云云天的麻烦 夫人没有误会大哥就好 我先把他关起来 他说 来人 把人给我带下去 不老实干活 就给我饿他几天 我看他老实不是老实 刘铁牛招呼了一个凤和骨的弟兄 把杜丽玉莲给带下去了 凭什么把我关起来 放开我 放开我 杜丽玉莲还在不停的挣扎 不过根本没有给他挣扎的机会 那个凤和骨的兄弟 一个好不容易温柔的手刀 把杜丽玉给砍晕过去了 这下子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好了 这回能跟我说说杜丽玉莲的事情了吧 我可不知道 云天他什么时候是个善男性格 还留着这么个麻烦在庄子上 冯小霜想了解的更加彻底一些 云天留下杜丽玉莲 肯定是有他的用意的 是这样的 当初围剿清风寨的时候 清风寨大当家的杜丽玉的媳妇 还有杜丽的一个得力的手下 阎海鹏 带着杜丽的幼子逃跑了 这个阎海鹏 是清风寨仅次于杜丽的第二个高手 阎海鹏的存在 还有杜丽幼子的存在 虽然不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但是大哥的意思 不能给他们春风吹有声的机会 这个阎海鹏对杜丽莲一往情深 只要有杜丽莲在 早晚能把鱼给钓上来 另外大哥还说了 这个杜丽彪的媳妇也不是个擅长 可能跟南疆有些瓜葛 阿飞手里的那种诡异的药粉 就是从他手里得到的 这个女人才是心腹大患 刘铁牛沉声说道 原来如此 作为一个鱼儿 还没有成为鱼儿的自觉 连自己爹的死 还有娘和弟弟的下落都不管了 我真是不知道 这个杜丽莲是真傻还是假傻 风小霜摇摇头 觉得杜丽莲还真是可悲的惊 青鹰这个时候站出来了 主子 这个杜丽莲其实已经进入了一种疯狂的状态 可以说是一种病态了 她的神经一次又一次的受到了刺激 导致她形成了一种执念 她的心里除了等待公子之外 已经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她现在可以说疯了 也可以说单纯了一部分的理智而已 其他的事情 她已经选择性的遗忘了 包括她的叶子死 还有她娘和弟弟的安慰 都不是她想得起来的事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195章 啥都没有 青鹰的医术非常高明 自然知道 多余莲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产生了执念 让自己一时不清 感情错乱了 孟小双听完青鹰的话之后 算是明白了 说白了 杜与莲现在就是半个神经病 可怜又可悲 好了 既然她已经这样了 就看好她吧 希望她在她娘和那个追求者心里 还能有一定的地位吧 要不然鱼儿不咬鱼儿的话 这个鱼儿的作用就没有了 孟小双唏嘘不已 好好的 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样呢 哎 一云天这身俊美的皮笑 还真是挺害人的呢 是 不然 她其实也是几次想要逃跑 去找大哥的 不过 庄子上这么多的人呢 怎么可能让她只有三脚猫功夫的女子逃脱呢 每次试图逃脱 被抓坏 都会面临饿上三天的惩罚 时间长了 杜与莲也就不逃跑了 除了给庄子上的兄弟们做饭洗衣服之外 就是每天看着庄子的入口车 饭花吃 刘铁牛也真是佩服这个杜与莲了 每天就这么吃吃的看着 为了一个永远也不会得到回应的感情 还有什么意义呢 大哥从头到尾都是夫人一个人的男人 好了 既然都问清楚了 我也饿了 你们不饿吗 学砚 去准备点吃了 咱们好好吃一顿饭 明天该是我们要工作了 这个庄子的潜力还是不小的 至少能养活我们一半的人 供我们的粮食是没问题的 黄小双摸了摸自己 有些咕咕叫的肚子 路上就吃了两块点心 这个时候已经饿了 是啊 姑娘 奴婢这就去 学砚服了服身 跟柳铁牛问清楚了厨房的方向 就过去了 主子 努必和青鹰去给血烟妹妹帮忙 青鹿 青鹿 你们俩照顾好主子 青鹿冲另外两个人点点头 带着青鹰下去 给冯小双准备吃的了 毕竟他们在这里生活过一栋时间了 比出来炸到的血烟要方便一些 王小双趁着这个空档的时间 让刘铁牛带着自己在庄子里转一转 还去那五百多个军事住的地方看了一看 东西白放的还算是整齐 不过还是能闻得出来有一股汗酸味 天牛哥 这屋子的采光不好 要多动风换气 还有床单和备照 不是已经做了很多吗 足够换洗的了 要经常洗 这样才不容易生病 他们本来就活动量就大 还有 要在边上再盖上一个预防 你们练武之后 要及时洗澡 不光是为了卫生 也是为了解乏 冯小双觉得 自己都要被屋子里的汗酸味给淹没了 这得多长时间 没有欢喜床单被绕了 恐怕他们的衣服 也经常没有时间洗吧 毕竟只有杜宇莲一个人在做这些 他原来还是个山寨的大消息 这些衣服能不能洗得干净 还真是让人不放心呢 更别说 还得准备五百多个人的饭菜呢 更不是杜宇莲一个人 能够完成的 那个 那个夫人啊 实在不是大家不爱干净 大哥熏得太狠了 大家累得都跟狗似的 经常衣裳才脱了一半 馒头才咬了半个 就已经睡着了 就这么凑合了 其实这也算不错了 至少有的穿 有的盖 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整长时间跟他们也算是混成兄弟了 他们也说 这样的条件已经很好了 更别说 夫人还要盖预防 已经很好了 刘铁牛 骚了骚透皮 说道 那也不行 我知道你们为了不来暴露自己 所以只能用杜宇莲 你们也没有时间 你放心 这个事情我会解决到 都是自家兄弟 在我能做到的范围内 我会做到最好 冯小霜从屋子里出来 呼吸着外面春天的气息 这才觉得刚才鼻子实在是受苦了 冯小霜兜兜转转的又来到了厨房 又听见里面琴瑶和雪燕的声音 雪燕妹妹 你是最了解主子的口味的 现在这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连点昏星都没有 要不你先准备其他的 我现在去后山打点野味吧 怎么能让主子就吃清水煮萝卜吧 都是这些大老醋 还有那个冬玉莲 一个个的弄弄吃 把李斯哥准备的东西都吃的差不多了 清瑶很郁吗 清瑶姐姐倒也不是不能做 只是东西实在少了点 这桶子骨别看已经没有什么肉了 不过炖汤还是挺好的 放点萝卜虽然清淡 想来姑娘也喜欢 要是清瑶姐姐能弄来些野味的话 就更好了 毕竟咱们还得在这儿待几天呢 不能总让姑娘吃这些 说实话 学院看到厨房里可怜巴巴的食材和调料 都少的可怜 也不知道外面那大块头的铁牛疙瘩呢 过的是啥样的日子 我们四个来桩子上的时间也不少 其实每个月的前半个月还算是过得不错的 那个杜鱼连虽然人不怎么样 不易也勉强算是可以 大家也不算是吃的太苦了 不过它好像是大手大脚惯了 不管是油盐肉菜都放得很重 这些东西自然就消耗的大了 剩下的半个月就只能是清水萝卜白菜 放点盐栗子了 咱们来的时候很不巧 正好是月末 清英无奈的耸了耸肩 对这样的情形 他们也没有办法 他们也只在庄子上待了半个多月而已 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唉 也真是难为他们了 学艳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继续给自己手里的白萝卜削皮 至于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桶子骨 已经被照水之后 放在造房的一个大碗盖里 煮上了 黄小双在外面听了一会儿 真是觉得自己疏忽了 其实他也从来没有操心过这些事情 在很多细节上都考虑得不够周到 你们也不用忙了 有什么就吃什么吧 以后这里的事情都会得到改善的 他们为云天卖命 我不会让他们一直这么苦下去的 黄小双抬腿进了厨房 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196章 一切都得慢慢来 冯小双说这些话的时候 心里都是酸酸的 他曾经想过 可能这些人当兵的都不会照顾自己 但是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情况 这些人都是投奔以云天而来 既然自己是他的女人 选择了跟他一起面对未来路上的风风雨雨 就有义务替他做好这些事情 主子都是奴婢们无能 连一顿可口的饭菜都没能帮主子们准备出来 请主子责罚 青鸣和青鸣两个人当时就担心归地了 他们这些可以为主人而死的女卫 没有照顾好主子就已经是失职了 这不是你们的错 相反倒是我没有想到 你们也记住 这些人都是追随云天而来的 干的更是有去无回的事 我既然说过要替云天扛起了身后的大本营 这些都是我的属和 都是我的责任 你们都是有本事的 以后这些事也就是你们的事了 行了 这不是还有大米饭 有桶子骨炖萝卜呢 再用白萝卜皮拌点凉菜 咱们车上不还带着一些小鳞嘴吗 也够咱们几个人吃了 不瞒你们说 以前我过的日子 就是草根都吃过呢 更别说现在有白米饭吃 已经很好了 对了 我们还可以去挖野菜 用水罩了凉拌 或者是直接蘸酱 也都是很好吃的 这可不知道你们做过没有 学院厨房的事交给你了 青鹿青鹿 我们找两把小刀 再拿个篮子 说不定啊 咱们的菜就在这山野间呢 冯小双想到了田间地头的野菜来 口中竟然分泌出了口水 大地母亲赠予穷苦人家的春天第一道菜 可不是让所有人都吹血吗 说干就干 冯小双带着青鹿和青鹿 准备了刀子和篮子就出发了 这庄子这么大 一百多亩地 得隐藏了多少美味啊 就怕青鹿和青鹿两个人不认识呢 哇 果然是有好多野菜 这不过丁还小着 不过也是最弄的 青鹿你过来 像我这样把它给挖出来 肥嫩的根也要留下 这可都是好东西呢 把外面干掉的老皮去掉就行了 这边还有好多呢 咱们动作快一点 等学院他们准备好饭菜的话 咱们这儿估计也差不多了 嗯 要是有土豆就好了 弄个土豆泥 简直是最棒了 看着冯小霜的样子 连口水都流下来了 跟他平时的形象还真是不大一样 狠狠地刷新了青鹿和青鹿两个人 对冯小霜的认识 不过 这样的冯小霜 也让两个人感觉更加亲切了 跟着这样的一个竹子 他们的生活也会变得不一样了吧 别看冯小霜是特异级的大厨 精手的都是各种极品的食材和美食 不过冯小霜一致认为 最好的食材就在大自然当中 这早春的第一抹新绿 是冯小霜的心头好 就算是他已经小有家私了 开着自己的小车 后备箱里总是放着一把园艺小铁锹 还有几个庄业菜的篮子 反正他也是孤身一人 行走在天地间 采摘着早春的人间地影美味 是冯小霜以前最喜欢做的事情了 冯小霜带着青鹿和青鹿 在田间地头慢慢的移动 看得刘铁牛有点懵 难道真的是他想的那样 夫人再挖也猜不成 冯小霜从地里出来的时候 印证了刘铁牛的想法 也让刘铁牛的负罪感更重了 他可是跟大哥派着胸脯保证过的 要照告夫人的 没想到夫人刚来 他就丢了人 怎么就忘了把厨房好好收拾一下呢 就算是在村子里买点也行 他们这些兄弟身上都是家子不少的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等着大哥回来 耗一顿胖臭吧 夫人您怎么能去挖野菜呢 都是铁牛考虑不周 这厨房从来都是交给那个杜宇莲的 就没往这地方想 铁牛这就去给夫人找好吃的去 夫人等等我啊 刘铁牛这是想要亡羊补牢了 铁牛哥不用了 这野菜可是我的心头号呢 你可不能抢了我的权 你一个大老爷们 以前都没有做出这些事情 怎么可能考虑的那么周到呢 再说了 这些说起来是我考虑不周 让你们受苦了 以后就都不会了 铁牛哥也不用自责 其实这样才好 要不是我来了发现这些情况 你们这些人还不知道要受苦到什么时候呢 就那么点东西 估计比墨老当初做的饭还不如呢 以后我给你找个靠谱的人专门管你的饮食 胃力绝点体力 吃不好怎么能安心的跟着云天呢 你说是不是啊 冯小双现在很庆幸 留铁牛的疏忽啊 要不然还不知道要多久以后 他才能发现庄子上的情况呢 好了 铁牛哥要是不嫌弃的话 也跟着我们吃一点吧 这是芥菜 凉拌了最好的 冯小双举着自己手里的蓝色 里面果然有绿莹莹的小野菜 不认吃的东西 铁牛怎么能抢呢 杜鱼莹蒸了馒头 够我们吃一天的了 有点烫就行了 夫人自己吃就好了 知道冯小双没有生自己的气 估计大哥在收拾他的时候 能下手轻一点了 这已经很不错了 冯小双一听刘铁牛说的这个伙食 心里的气又压了压 这跟凤侯骨的伙食可是差远了 简直是在侮辱他特意及处师的名头 就算是人多吃的多 也不能糊弄不舍 看来请几个嘴巴严是可靠的人 来照顾他们的饮食 是迫在眉睫了 不过 这个冯小双没有说 饭一口一口的吃 事情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切都得慢慢来 冯小双觉得 以真心换真情 只有真心的对这些人好 这些人才会全心全意的跟着一云天 报仇雪恨 还天下百姓一个天朗气清 不管是为了家仇还是天下 冯小双都想要试一试 蚂蚁虽小 但是不代表他的能量也是那么弱小的 冯小双和雪燕 轻摇他们的晚上就是简单的汤菜 冯小双依然吃得很香 几个丫头也是一样 吃过了饭之后 冯小双把自己的计划拿出来 一步步的交代了下去 只等着明天把人都找来安排下去之后 再带人回凤和谷 那才是更大的事情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关注 第197章 稻田养鱼 刘铁牛知道自己的疏忽 已经让夫人吃了苦了 连夜就给县城的李斯尔送信 让他明天务必再送一批食材过来 要是再让夫人吃这些东西 大哥非得连他俩的皮都扒了不可 别看大哥平时什么不说 但是谁都看得出来 他对夫人的爱护之情 更别说夫人为了他们这帮兄弟 可以说是淡金结律的 用弱小的肩膀 硬是把凤和谷大管家的位置给撑起来了 自从夫人接手了这些活之后 他们的生活已经好很多了 吃的穿的用的 都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这也就是在庄子上 夫人一时间没有照顾到 要知道在凤和谷秘密训练的那些人 可是天天吃饱喝足的 刘铁牛怎么还能让夫人吃苦呢 李四儿当天傍晚的时候 接到了刘铁牛的消息 气得他差点没把手里的茶碗给捏碎了 这个大胆牛 简直就是个榆木脑袋 大哥临时把庄子上的事交给他 就是个最大的错误 明天一早 把庄子上的食材再采买平时的一半送过去 一定要最好最新鲜的 然后速度也要快 知道了吗 李四儿骂完刘铁牛 就吩咐跟着他的小丝了 这都是后来天智的 要不然就李四儿一个人呢 就算是长了八只手也忙不过来呀 小四儿见李四儿都骂人了 忙不迭的硬了 于是第二天等冯小双绕着庄子转了半圈 心里又瘦了 正准备回去吃早饭的时候 李四儿带着两辆大车就进了庄子了 等冯小双回来的时候 正好看见李四儿冲着流铁牛 劈头盖脸的骂人呢 无非是什么没脑子呢 朱新儿之类的话 冯小双一下子笑了 估计是因为昨天的事 李四儿在生气呢 夫人 是我的舒服 让您受委屈了 东西我又采买了一些 请夫人过目 李四儿见冯小双回来了 赶紧过来说 走之前还瞪了流铁牛一眼 流铁牛无辜的小眼神 直接把冯小双给看乐了 行了 我也没受什么委屈 不过是东西少一些而已 这有什么 真正受委屈的呀 是那些军事 这也是我照顾不周 咱们的人手还是不够 太少缘故了 李四哥 正好你来了 我有事吩咐你去做呢 你需要帮我找几个人 冯小双本着不用白不用的原则 正好把事情交给李四儿 至于轻摇他们的吗 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呢 是 夫人 有事请吩咐 李四儿一定办好 李四儿归记的站好说道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李四儿他们就已经对冯小双和对一云天一样恭敬了 是这样的 我需要重新找一个靠谱的庄头 最好是卖身进来的一家人 帮着我管理庄子上的大小事务 必须要懂种地 人呢不能牧弄 要本分 也要精灵 这个要快 还有 庄子上不能总是让一个败家的杜宇连大小姐干做饭的活儿啊 他也照顾不好庄子上这么多的人 现在只是铁牛哥临时顶替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除了要找庄头一家人之外 还有额外找几个能做饭的人进来 这件事也要快些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就回来了 不能再让他们过这样的日子了 冯小双一口气把话说完 看着李四儿 不然 这个好办 今天我就去 要是快的话 明天最多后天就能办完 夫人等我的消息就好了 不过是买上两家人的事还不算什么 嗯 人要老实 尊要严 最好家里都是劳动力 这样干活的时候也能更加得心一手一些 我们也就不用操那么多的心 隔一段时间过来看看就行了 冯小双自己不太懂得种地的事情 知道的也都是听说的 所以还得找几个行家收才行 是 夫人 我明白该怎么做 请夫人放心 李四儿一抱拳 微微恭绳 答应了下来 冯小双还把自己写下来的关于种地的听说的 见过的一些先进一点的东西都写了下来 里面他最看重的就是稻田养鱼 虾谢了 把这些都说了之后 李四儿和刘铁牛有点发懵 夫人 这 要是养鱼什么的 那还不得把稻苗都给啃光了呀 李四儿以前没当土匪的时候也是种过地的 虽然家里都是探田 但是不耽误他知道水田怎么种啊 这稻田里面养鱼还有虾血 那不是胡闹吗 不过他没敢说出来而已 这个稻田养鱼我也是听人说的 听说这种方法已经有人试验过了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鱼苗小的时候啃不动稻子 等稻苗长大了 他们就拿稻苗没办法了 而且还能吃掉稻田里的水草 排出来的排泄物还能肥甜 不光是能养铁 还能收获一尺与虾 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 龙小生对这个稻田养鱼是很有信心的 在现代这已经是很成熟的技术了 它虽然记下来的不是很多 也不是很全面 但是重要的部分还是全都技术了 只要经过了试验就可以大范围的推广 这稻田养鱼吃饱了肥美的稻花 肉质也更加的鲜甜 到时候不光是食为天的食材有了新鲜的来源了 更能增加了一道有特色的菜 龙小双的脑子里可记着一道关于稻花鱼的名菜呢 那就是糯米的花鱼 这可是一道雷山的名菜 将来要是能推出来的话 也算是食为天的一个新的血头了 不然 要是真的能养成了倒好了 一举多得的好事 大家也都跟着开心 不过 不是我婆夫人的凉水啊 不要是把稻田都吃了 咱们可是哭都找不到地方了呀 李四还是苦着一张脸 对冯小双说的什么 稻田养鱼 可不抱任何的希望了 我也没想着第一年就拿下所有的田地做实验 就让两块水田做一下试验 我都已经画出来了 并且让青药做了标记 到时候 这两块水田 我要亲自看着人翻歌 你就帮我找好人就行了 冯小双也不管李四和刘铁牛的担忧了 直接下了决定了 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是听从了 第一百九十八章 也是个狠的 冯小双知道 在道话于成功之前 不管他说什么 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不过 这个他可不能听这些人的了 只等着道花飘香 匪于满田的时候 就让他们把眼睛都瞪出来吧 还有 盗苗也得开始预定了 这个我还是知道的 大怀树村就有人专门培育盗苗卖的 这件事情就交给铁牛哥了 还有 要在附近那天小河的附近给我挖三个鱼塘出来 挖好了之后 陆续的开始收鱼苗 只要小的 不要大的 鲤鱼挤鱼都行 小黄扇和小下线也可以 不要火的 然后分门别类的先羊去了 等大喉下地扎根时候 就把他们都放进田里去 冯小双又下了另外两个命令 更是砸得流铁牛和李四有点发懵 夫人 这是来真的呀 你们不是当我开玩笑的吧 这件事 我是有深思熟虑过的 这次我来就是来庄子上勘扎的 还有 庄子这么大 水渠却已经年久失修了 也得修整一下了 天牛哥 云天说的那些不顶用的人呢 都在哪安置着呢 把人都揪出来 这时候不让他们干活 难道还养大爷不成 冯小双转过头来对流铁牛说 哦 这些人都在凤河谷呢 咱们凤河谷兄弟 留下了一些在这儿 还有一部分跟着大哥去执行任务了 剩下的就全在凤河谷看家 虽然官府不找咱们的麻烦 其他的山寨和绿子也被咱们拨得差不多了 但是难免有漏网之意 大哥说了 不管到什么时候 凤河谷都是咱们的家 流铁牛说到凤河谷的时候 眼睛里出现了一种叫做温暖的情绪 冯小双点点头 没有再说话 是啊 凤河谷对每个人来说都有着不同的意义 说起来 冯小双自从下山张罗时为天的事就没有回去过呢 夜市后该回去看了 既然人都在那边 铁牛哥派人把这些人都叫回来 明天该是我要让他们把吃进去的米变成力气给我吐出来 真以为我冯小双的饭是那么好吃的呢 估计都养成大爷了吧 冯小双才不觉得这些土匪里面的老种能是什么好东西 也是云天没有地方安置他们了 就随手甩给冯小双 反正冯小双也需要劳动力不舍 这有免费的不用那不是傻吗 就是怎么用这些人 冯小双要好好想一想 其实也无外乎就一条了 红枣加大棒 不怕这些人不老实 这红枣呢 很简单 固执奖励 这大棒呢 其实更简单 银天早就把棒子递到自己的手上了 不是吗 就是清瑶他们四个 别说是三百多个无合之众了 就是再来三百个 对于清瑶他们这些高手来说 收拾他们也就跟砍瓜切菜一样 不同的是 人多可能砍的需要久一点而已 不然 真用这些人干活啊 那可都是些滑头 又没有什么能耐的人 有能耐的人都被大哥给抽走了呀 而且他们现在看着挺老实的 要是真的想要逃走的话 咱们也没有办法呀 刘铁牛有些担心冯小双的安全了 逃走 往哪儿逃完 逃走了 他们靠什么生活啊 以前在山寨的时候 他们就是些蛆虫 跟着有能耐的人身后 捡便宜的转 能有那个胆子 再说了 这附近的山寨都被你们清理的差不多了 他们想要捡便宜都没有机会了 别跟我说他们还能回家什么呢 不说官府抓不抓 就他们这样的 就是回家了 家里还能收留还是咋的 估计你们大哥已经把他们搜刮的生物分文了吧 所以说 想要活命 就得给我好好干活 要不然的话 要么就是去要饭 要么就是死路一条 怎么选择 我想他们都是一群聪明人 而且 白吃了我们这么长时间的 白吃了我们这么长时间的饭 哼 真是要想走的话 可以 让青瑶把他们打的上辈子的饭给我处凸出来 然后再走 冯小双嘴角倾斜 要收拾不了他们 他岂不是做了赔本的买卖了 刘天牛和李四相互对视了一眼 不由自主的暗暗打了个哆嗦 没想到 看着柔柔弱弱的夫人 其实骨子里也是个狠人啊 这摆明了不给那帮人留活路啊 就算是他们能从夫人手底下走了 哪怕是光明正大的走了 夫人也有能力把他们逼回来 两个人想了想 幸亏他们和夫人还有大哥是一伙的 要不然 有这样一对两口子在啊 要是成为了他们的敌人 那还不是死不葬身之地呀 能跟着夫人办事 是他们的运气 也是脸面 哪个敢不从 我李四第一个就不让他 不给他们的苦胆打出来 算是他们的胆小 李四也放出了狠话 其实说起来 他们是不怎么看得上那些脑肿的 多了土匪 除了会欺负老人孩子 屁大点的本事都没有 还不如那个下三滥的阿飞呢 阿飞至少轻功那叫个数一数二了 所以说像是那些被甩下来的人 李四他们是半点都瞧不上的 所以要是他们真的敢跑 李四就敢打折了他们的狗腿 升到大山里喂狼去 也算上铁牛一干 一人一吹走 把他们的心肝都打出来 我看哪个不敢不买力气的 刘铁牛慢了半拍 但是一点都不妨碍他再拍马屁呀 行了 我就是这么说说 还能真的都打残背了 那还不真的是白狼为粮食 杀鸡给猴看 让猴听话就行了 要是想真正让他们处理 真心跟着咱们干 还得是用真心去换 慢慢来吧 哪怕是块石头 我也能给他们捂热了 除非他们压根就是没长新的白眼啊 冯小双其实 还是希望他手底下的人 全都是真心为自己办事的 而不是迫于高压政策 哪怕是为了自己手里的钱呢 总比逼着人干活 更让冯小双的心里舒服 不然 那我们都明白了 夫人请先休息吧 我这就找人送信了 明天一早他们准到 刘铁牛说完话 就下去安排去了 庄子里留下的人不多 还得找个合适的人才行 那包脑中 别看一个个的没能耐 耐力可是坏着呢 还是得找个机灵的人过去才行 李四也走了 他的事也不少呢 还至少得找两家勤快肯干 又嘴巴严实有能力的人家呢 他可是说明明后天就到了 这可不能实验了 不行就找小刘哥的朋友吧 那个人鸭子 那个人鸭子可是很厉害了 就是价格贵一点 不过 人还是挺靠谱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关注 第199章 调理身体 冯小霜也走得累了 学验已经准备好热水 给冯小霜烫脚 轻咬他们四个也跟在冯小霜的身后忙来忙去的 你们四个下去休息吧 明天得过来三百多个村头呢 这些人肯定不好摆弄 还得你们出手压制住他们才行 要不然啊 这些滚刀肉 怕是不会乖乖听话的 冯小霜自己拿了擦脚的布金子 擦干了脚烟受到 是 主子 这件事 包在奴婢姐妹四个人四身上吧 要是谁干不听话 定要让他们吃点苦头才行 不然的话 奴婢姐妹四个 岂不是一点作用没有了 轻咬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说的也是实话 他们姐妹四个 各个身怀绝技不假 但是好像在冯小霜的身边 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呢 谁说你们没有作用啊 要是没有你们啊 今天那个花痴肚玉莲 还不得把我给吃呢呀 而且 有你们四个在我身边 我也是踏实的 行了 都回去休息吧 以后啊 有你们的用武之地的 今天晚上好好睡觉 明天怕是有场定仗要打呢 冯小霜把青瑶四个丫头打发了下去 只留下血焰在自己身边 主仆二人收拾完了 也就睡觉了 早上起来收拾好了之后 冯小霜美美的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蔬菜瘦肉粥 金丝饼 小花卷 凉拌的芥奇菜 拌的萝卜 还有另外专门轻英为冯小霜准备的一道养生的汤水 主仲 之前奴婢 官场 主子有些气虚血弱 脾胃虚寒 虽然不是很严重 应该是有年的时候 受到的汗气 没有发散出去 但是总是预济在身体里 也不好 虽然经过了一些调理 到底还是没有调理的彻底 应该是血焰或者血缘妹妹 已经注意到了 不过 还是欠缺一点火 这是奴婢 专门给主子熬的汤 味道可能不太好喝 对主子的身体好的 如果血缘妹妹或者血缘妹妹想要学的话 也可以来找我 轻英也不藏私 她最擅长的是医术 经过这两天的观察 她能瞧得出来风啸霜身体的问题 这才配了这样一剂汤药 你竟然不需要把麦 只凭着一双眼睛就能看得出我身来的问题吗 凤小霜觉得真是十分的神奇 主子有所不知 轻英妹妹 这双眼睛可是火眼金睛 主子这点小毛病 从气色上就能看得出来的 虽然问题不是很严重 但是想来主子小日子的时候 还是会腹痛发凉 时间长了 寒气欲皆在体内 有爱子思 现在调理还来得及 轻英对青树 不擅长 她更擅长使毒 但是一毒不分家 一般的小病症 轻英也是清楚的 轻英姐姐说的对 主子的身体 还是急早调理的好 等到基底以后的话 调理起来就更加困难了 如果主子愿意的话 有时间 奴婢给主子用爱条 揪一下各处的穴位 这样的话 效果会更好一些 以后主子小日子的时候 也不会那么难受了 轻英微笑着点头说道 好 那我就喝了 这东西闻着 好像有点苦 冯小双把那一小碗 轻英特意给自己 准备的汤喝了 微微有些苦涩 倒是没有很难喝 这汤主子喝三天之后 努必再给主子把脉 看着调理的情况 再看看天间一些东西 不出半年 主子的身体 也就调理好了 幸好现在主子的年纪小 一切都还不晚 轻英做出了保证 他可以说是从小 泡在药材里长大的 从小进行的 非人一般的训练 一手一束 早已经炉火纯青了 一般的上了岁数的老大夫 都不一定有轻英这两下子 所以轻英说 能调理的好 就一定没有问题 那我的身体就交给你调理了 学员他们俩 平日也经常给我 做些药膳来支持 倒是也有些效果 不过跟你这个行价 还是不能比啊 学员 以后有什么 可要跟轻英姐姐好好许许啊 啊 这个 我 那什么 我不是让学员偷诗的 冯小双话一出口 就后悔了 这不是明目张胆的 让学员和学员偷诗吗 这有点不太好了 轻英他们看着 冯小双一副 自己闯了祸的样子 心里一暖 主子说的哪里话 这些都是小单 交给学员和学员妹妹也是没什么的 再说了 奴婢们都是主子身边的人 多一个人照顾主子 也是好事啊 以后学员和学员妹妹 有什么不明白的 都可以来问我 这些也不是什么秘密 轻英对学员笑得更温暖了些 心也更近了一些 相处的也更加随和了 好像冯小双这个无心之事 倒是无心插流流成音了 这样一耽搁下来 早饭吃的就有些迟了 等收拾到一半的时候 庄子外面就热闹了起来 呜呜呜呜的进来了有一大群人 说话的声音什么样的都有 说什么的也都有 看起来就是三百多个被嫌弃的土匪了 姑娘 东西奴婢收拾 您带着四位姐姐办大事吧 首先奴婢自己做就好了 学员知道像是收拾这种窝囊土匪的事 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还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吧 好 青瑶 我们走 我倒是看看这些土匪怎么敢不听话的 冯小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带着四个丫鬟出了门 流铁牛手里提着鞭子 正挨个抽搭着那些不老实的土匪呢 这些人都已经被收拾的滑头了 低皮笑脸的躲着 气得流铁牛蹊跷生厌 铁牛哥 慢动手 你先歇歇 这些人交给我就好了 冯小双见流铁牛气得够呛 又基本上起不了什么作用 就让他停下来了 不然 这些人实在是太客气了 我 流铁牛叹了口气 他是真的不想处理这些琐事 他也想跟着大哥去训练 去执行任务 不想在这儿装赠不上温枕 铁牛哥 你放心 这些人 我要是都收拾不了的话 怎么做咱们风和谷的大管家 你瞧我的吧 冯小双给了刘铁牛一个自信的微笑 带着四个丫头 站到了三百多个懒洋洋的土匪面前 这些人实在是站没站着想 坐没个坐下 眼睛激里咕噜的乱转 跟万花筒一样 想要收服他们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 有挑战的事 冯小双喜欢得紧 观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欢迎收听 有萌萌的贝塔播讲 穿越之土匪娘子 中天记 读者 咸云野鹤 第200章 别残废了 就行 冯小双 带着四个丫头 站在三百多个土匪面前 自然是得到了大家的注目底了 不过 他们压根就没有把方小双放在眼里 不过是一个毛都没长齐的丫头骗子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 要让他们干活的人吗 这三百多人都有些好奇 混合谷的义大当家 也算是个人物 能在短短的时间内 几乎灭了阳武县境内的所有山寨和掠子 他们这些人 就算是被义大当家淘汰下来的 也不至于让一个丫头骗子来管自己这些人吧 喂 你是谁啊 站在那像模像样 怎么 瞧让我们兄弟整的哪位了不成 小模样长得不错 给大爷笑一个 等了半天 冯小双终于等到一个绷不住的人出现 笑一个 也成了 你看你这位大爷 能付出多大的代价呢 冯小双止住了 刘铁牛要上前揍人的冲动 奄然一笑 看着对面说话的那个人 这个人长得那叫一个绑大腰圆 满脸的横肉 一脸的落三胡子 简直就是张飞转世 李逵重生的 这么个人 看着应该是个横的呀 怎么也被划到没能耐的孬肿这一对了呢 代价 还付出什么代价 我们这么多大老爷们在这呢 你想要什么代价 我们也不是傻子 一大当家的把咱们当成是妻子 又让你这么一个小丫头骗子管着我们 真当咱们是没血性的爷们儿是不是啊 空虚大汉 宁眉瞪目 竟然有点寺庙里怒目金刚的样子呢 血性 你们这些人也叫有血性吗 能让一大当家拔了到这里的人 你们的底细 基本上都在一大当家的心里 要是真有血性 当初为什么不豁出来性命 杀出一条血路 现在跟我一个弱恩女子 来了能耐呢 哼 这就是你们的血性吗 我只能说 这种血性 我还真是瞧不起 冯小双摇了摇头 十分看不起的眼神流露无遗 要是刘铁牛他们这么看着他们吧 他们还不敢怎么样 谁让他们是怂货 打不过刘铁牛呢 就算是他们三百多个人一起上 刘铁牛一个呼声 庄子里的其他兄弟就出来 他们也就不敢炸毛了 不过眼前的冯小双 怎么看都是一个娇滴滴的美娘子 还带着四个清秀的侍女 又是这样的表现 直接刺激了这三百多个土匪的神经 刚才还一个个吊儿郎当的 这会儿一个跟打了鸡血似的 撸胳膊挽袖子的 堆里一个个叫嚣着 要给冯小双点厉害的瞧瞧 冯小双觉得这活儿拱得差不多了 微微一笑 你们也还真别别不服气 实话跟你们说 我今天就是来接受你们的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老大了 不过看起来你们很不服气嘛 你知道我对待不服气的下属 都怎么做的吗 冯小双说话依然是慢条斯理的 土匪们虽然一直都是跃跃欲试 不过不知道冯小双的身前 一直都不敢往上上 怎么做的 就你这几胳膊息腿了 我一只手就能把你的腿骨给折断了 还想当我们的老大 别不撒胖尿罩扰自己 有没有这个能难 我劝你一句 小姑娘家家就在家绣绣花 种种草的 别在大爷面前要五喝六的 要不然找个爷们儿嫁 回家打孩子去吧 哈哈 红续大汉 哈哈大笑 因为虽然不清楚冯小双的低气 不敢招惹的太狠 不过对一个姑娘家说这样的话 确实羞辱的成分很大 也就是冯小双这个成年人的灵魂吧 要真的是一般的姑娘家 或者是大家闺秀的话 估计这个时候 已经找地方哭血了吧 我是洗胳膊细腿的 没有战斗力 可是不代表我收拾不了你们 青瑶 请这些兄弟们躺下 然后我们再好好地说说话 冯小双冷笑了一笑 对青瑶笑了命令 姐妹们 该到咱们露两手的时候了 树子 您就瞧好吧 给农迪们一刻钟的时间 青瑶舔了一下嘴唇 给出自己料到他们的时间 别打残废了 还得留着干活呢 那个家伙比较惊动 我不想看到他脸上的胡子了 看着碍眼啊 冯小双坐在学员搬来的藤衣上 优雅的意志 说话最难听 也最大声的 红须大汉 就这么四个小娘们 就想收拾了我们 兄弟们 这也太瞧不起人了 今天咱们就反了 反正他们也从来没把咱们当成是自己人看的 冲啊 红须大汉说着 也不跟青瑶他们冲突 带着人就要往庄子口跑过去 孟小双也不着急 结果学员手里的相查 要是真的被这些人逃走了一个的话 青瑶他们也就白学了这么多年了 第201章 大棒红枣 青瑶一看他们要跑 也不着急 四个人快速的形成了一个怪异的阵法 一刹那间 就把这些人的出路都给堵住了 只有四个女孩子 竟然运势弄出来千军万马的气势出来 吓得这三百多个人又推了回来 冲小双嗤之以鼻的歪过头去 这些人还真是够了 青瑶他们还没有展示他们的功夫呢 只是堵着他们的去路就能把人给吓回来 不愧是以云天甩下来 只能给他当劳力的土匪 他们也能称之为土匪吗 别怕他们 他们就是虚张声势 给我上 球须大汉咬了咬后操牙 他别看长男人高马大 平时吓唬吓唬人还行 真要到了冻真章的时候 他的伞子其实小得很 根本不敢硬碰硬 只想着鼓动其他人一起闯出去 被人看管囚禁的日子 真是够了 姐姐们 好久没活动手脚了 妹妹我就先弄爽了 青鹿的眼睛里全都是兴奋的神色 发音未落就冲进了人群 这一下子就像是捅了马蜂窝似的 这些人看见青鹿小小的个子冲进来了 都用自己扎包大的拳头招呼啊 打流铁牛他们是不行 还动不过一个小丫头 尤其是一个看起来还没长大的小丫头 青鹿小丫头冲进了人群之后 犹如恶虎扑石一般 带着兴奋的气势 冯小双因为作解的原因 加上青鹿的个子笑 根本看不到青鹿的身影 只能在成片倒下去的土尾当中 看到他闪转藤挪的身影 姐妹们 不能让小妹一个人占了片眼 我们也上榜 青鹿扭了扭自己的手腕 也冲进了人群 青鹿和青鹿两个人没有说话 但是冲的架势比青鹿还猛过 瞬间就被人群给淹没了 不过淹没的快 露出来的时候就更快了 装子的空地上全都是哭爹喊娘 哎呀娘悠的惨叫声 冲小双就这么喝着茶 雪燕站在他的身后 仿佛对这些惨叫声充耳不闻 不过一刻钟的时间 三百多个土匪就已经没有一个 还能站在冲小双面前的了 全都躺在地上 哎呀个没完没了的 真是不禁打 青鹿撇了撇嘴 看他的意思还没过瘾呢 就已经没有人能供他练手的了 还有些油尾劲的样子 这里面被打趴下的人当中 数青鹿打趴下的最多 现在他们在偷偷看青鹿那张可爱的娃娃脸 一点都不觉得可爱了 反而像是看到鬼一样 马上把眼睛挪开 生怕这位古奶奶看自己不顺眼 再给自己几圈 主子 这是他的胡子 一点没剩下 主子您看 青鹿最后从横堂树 树卧的人群中走了出来 手上拿着的东西不是别的 正是那个求虚大汉的胡子 青鹿把手里的利人收好 他那把鼻舌是天外用银铁打造的 个人头颅都是吹口气的事 更别说男人的胡子了 少吧 这种东西 我就是看着爱眼而已 其实 冯小双就是想要恶作剧一下 这个男人的嘴也是够贱的了 不给他点小小的惩戒 还真到自己是可以随意辱骂的不成 那个汉子原本就是个光头 全靠着这一把胡子 让他看起来更加凶恶的 现在 头上光光 下巴上也是光溜溜的 看着整个脑袋就像是一个光溜溜的大窝果 尤其是这大窝果还清一块紫一块了 别提多搞笑了 冯小双失乐了 那个大汉都要哭了 打人就打人吧 怎么还戴戈人家胡子的 那个大汉觉得自己就像是没穿衣服的人一样 暴露在其他人面前 想要死了的心都有了 看着地上躺着的人 打滚的人 都已经把最疼的劲过去了 风小双这才实实然的站了起来 裙脚微动 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躺着的人 怎么样啊 滋味好 好受吗 姑娘 饶了我们吧 我们改过自信 重新做人了 放了我们吧 我家里还有七八十岁的老母 还有二三岁的幼儿啊 好心的姑娘 放了我们吧 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 有人哭哭唧唧的开始求饶了 这些人原本就是一群滚刀肉 既然武力是打不过人家的 不如直接就服了软 这态度变得也忒快了 七八十岁的老母 我信 两三岁的幼儿 你自己算算你有几年没回回家了 就算是你的媳妇没敢嫁他人 你确定的孩子是你的吗 风小双一出口 直击要害 那个求饶的人差点 没有一口唾沫把自己给噎死 这姑娘说话也太黑了吧 而且也太噎人了呀 这能怪谁啊 还不是怪他们求饶的这么没有心 也没有诚意 你一心一意的跟着我干 我也是不会亏待了你们的 我冯小双说到做到 你们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基本上已经算是无家可归了 你们确定你们回去的话 你们的家里还有你们的位置吗 你们回去之后 你们回去之后靠什么卫生呢 难道还是打架结社 仗势欺人不成 行了 别一个个的装死 听瑶他们没有下厮手 要不然这里就不会有一个活人了 都给我滚起来 要不然我不介意这里真的躺几个下去 速度都给我快点 冯小双看着这些人像是懒驴一样躺在地上就觉得自眼的狠 青鹿过去一脚一个很快就都站起来了 虽然都是呲牙咧嘴 站不直腰好歹算是规矩的都站起来了 这时候也不炸毛了 也不敢说些不甘不敬的话了 看着冯小双比看着魔鬼还吓人呢 其实促使这些人从地上起来的不光是因为青鹿的脚 还有冯小双刚才说的那几句话 是啊 他们早就已经是无家可归的人了 可以说是被家里放弃了 甚至引以为耻的人 天大地大竟然没有了他们的容身之处了 大家介绍对于他们这些不敢下手杀人的来说 就是吃人说梦 跟在其他人的屁股后面只能是捡人家吃剩下的 还得点头哈腰额鱼凤肠的 就是这样还被其他的土匪欺负瞧不起呢 而且意大当家的摆明了是要有什么大动作 不让杨武仙和杨武仙不近的地方有这样的山子和料子 他们还能去哪呢 离开了这个生长的地方 他们人生地不熟的 不计被杀了 连骨头渣都找不到半块了吧 冯小双看到这些土匪一个个的都老实了 轻轻地叹了口气 虽然都是落草为寇 他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在这个拼命的地方 他们不敢下手不敢杀人 就意味着是土匪窝里最底层的存在 日子能好过到哪去呢 哎 说起来也都是可恨之人 必有可怜之处啊 行了 你们以后跟着我 我带着你们做正经的事 今天中午 给你们准备了好吃的 以后干的好的话 我会给你们每个人发乐奖 最少一个人一个月是三百万 吃双猪用我包了 一个季度至少每人两身新衣服 每个月干的最好的前三名 另外有一百文的奖励 连续三个月的到奖励的 就是你们这三百个人的头 这个头不是固定的 需要我的考核认可才可以 头每个月多一百文的奖金 大碰之后 冯孝双打自己的红枣碰了出来 他就不信了 他制服不了这些五家可归的可怜人吗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202章 约法三章 还有 如果你们这些人工作的好 产出的多的话 月钱也是可以涨的 而且年底的时候也有年历和分红 就看你们到底做的怎么样了 冯孝双开出了自己的诱惑 这样的条件 别说是对这些土匪啊 就是找长工短工都算是有优待的了 冯孝双不信 他们不心动 听完冯孝双的话 这些人都是傻眼了 一个月三百文的月钱看着不多 但是架不住冯孝双包了吃住啊 什么东西都提供的情况下 这三百文就是纯粹剩下来的 这么一算 一年到头至少也能存下三两银子啊 一个长工 一年的工钱也就是七两银子而已 那还得去掉吃用呢 还得养活一家老小呢 一年到头能够得上年吃年用 已经算是不错了 要是遇到个天灾病业的 更是辱不复出了 现在一个吃穿不愁 每年还能剩下银子的事儿 就摆在自己的眼前 让他们觉得这一切实在是太分一所思了 你 你真的说了算 能坐着着 被剃光了胡子的大汉 捂着自己被打的已经看不见人的眼睛 小心翼翼的吻 你 跟谁说话呢 你 你的 这是咱们主子 公子的被问妻 你可以叫主子 也可以跟他们一样叫夫人 你说主子能不能说了算 跟你们说一句实话 现成现在最火的酒楼实为天 那就是主子经营的 以后要是跟着主子干 有你们的好处 主子自然不会亏待你们的 说是拉你们出泥潭 让你们重新做人也不为过 还不感谢主子的大恩 说话的是轻调 他说的这些是给这些人一点信心 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有更大的希望 原来您就是抵达当家的夫人 夫人在上 小的吴老二见过夫人 给夫人磕头了 感谢夫人给我们一次机会 我们再也不敢违背夫人的命令了 我们一定好好干活的 夫人让我们往东 我们就往东 让我们往西就往西 兄弟们还等着什么呢 咱们都是一群没有家的人了 天大地大 也没有咱们的人生之处了 夫人给咱们一口饭吃 给咱们这么好带 你们还等什么呢 还不给夫人磕头 吴老二重重的给冯孝双磕了三个想头之后 对着身后的三百多个土匪大声说道 别看吴老二在原来的土匪窝不受重视 被其他亡命徒一样的土匪看不起 但是在这些提不起来的土匪当中 他算是一号人物了 正是他给跪下来给冯小双磕头 就表示认了冯小双这个主人了 正下的人心思一转也就回过外来了 纷纷跪下磕头 嘴里的话是什么样都有 基本上都是感恩戴德的话 连把冯小双当成祖宗供者的话都说出来了 冯小双见这些人越说越离谱了 赶紧示意轻摇让他们闭嘴 不用轻摇发火 只轻摇一个凌厉的眼神 他们就把嘴边的话全都给咽了回去 一个个憋得够呛 加上个个脸上带伤 怎么看怎么觉得滑稽可笑 行了 你们既然都同意给我干活 那么我们就要约法三章了 第一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我冯小双的人了 不可欺人怕硬 回火箱里 第二 不能赌钱逛窑子 但凡是让我发现粘了这两样的 我剁他一根手指头 绝不实验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不可备注 要是不敢把庄子上和你们知道的看到的东西 告诉外人的话 我会让你们后悔 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们听清楚了没有 那 冯小双的约法三章最后一项是最重要的 也是冯小双最忌讳的 毕竟 这一点 对于如今正在积蓄力量的冯小双和一云天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只要露出去一点风声 那么对于一云天来说就是万劫不复 一切的一切就全都完了 很多很多人的性命就会因此而是丧生 冯小双不能也不敢冒这口闲 不然 我们虽然是落草为寇的土匪 虽然我们的胆子小 只敢虎侠虎威欺负欺负老师人 有些人可能就是其他人眼中的窝囊废 但是 我们最看重的就是一个义子 就是一份义气 一大当家的 不公子留下我们的性命对我们有着命之恩 夫人如此待我们给我们一口饭吃 对我们有活命之恩 相当于我们这些人都欠着公子和夫人两条命 我们的命都是公子和夫人的 自然不会出卖公子和夫人的 我吴老二是个俗人 不会说什么漂亮的话 我只说一句 但凡有人对公子和夫人不利的话 就是跟我们这些兄弟们过不去 如果夫人不放心的话 我们可以发誓 吴老二说着 举起三只手指冲天 发了一个毒的不能再毒的毒誓 其他的人也脸上带着激动 跟在吴老二的身后发了誓 是 彭小双其实并不相信什么毒誓 但是看着这三百多个忽然变得认真起来的脸 心里也有心动容了 这些人可以说是被人抛弃了一次又一次的人 只要能摸掉一点真心的话 他们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的稻草一样 而恰恰 冯小双就是那个真心带他们的人 也是他们现在唯一能抓到的救命稻草 你们的话我信 至少在这一刻 你们对我的真心我也信 不过时宜是意 人心是最容易改变的 你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不得不放着 青瑶 把东西给他们发下去啊 冯小双看着每一个真诚的脸 或者长得好看一点的 或者长得难看一点的 心里其实也是不忍的 不过 这些他必须要做 他提前让青瑶准备了一些药丸 这些药丸具体有什么作用 只有冯小双和青瑶两人知道 按照这些人的名单 一个个的发放了下去 这青瑶的尸门一种秘制的玩药丸 也可以说是一种古毒 名为抚心丹 冯小双捏了一粒小巧又黑的药丸 没有其他的表情 让人看得心里有些发寒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二百零三章 抚心丹 作用呢 就是用来对付那些背叛的人的 这药丸平时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但是 只要是你们敢背叛我 背叛我们大家 那么青瑶就会靠着母骨 引动这颗抚心丹 抚心丹里面 一直沉睡在你们身体里的骨虫 就会被唤醒 结果呢 自然不是你们希望看到的 冯小双说完话的时候 明显能看到 吴老二他们 脸上受伤的神色 是啊 他们都已经发誓了 还是那样的都市 难道还不能够让冯小双相信他们吗 你们又不用看着我 我说过了 你们的话我相信 但是只是现在而已 时间长了 或者是有更大的诱惑 我不敢相信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难道仅凭着一局都市 几句言语 我就能彻底的相信你们了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喊打你们还是趁早离开我的好 如果是我这样的人 当晚被人吃的骨头都不剩 你们还是临折保身的好 而且只有这样 你们才会是我真正的心服 你们一直以来被人看不起 那些被别人挑走的兄弟们看不起 你们想做一番誓言 让他们刮目相看吗 如果你想 那么 如果你有勇气 吃了他们 你们的未来就有无限的可能 冯小双 冯小双其实在这喜闹 不过冯小双也是真的想给这些人一些未来 就是那些真的是窝囊的人 冯小双也愿意给他一个安稳的生活 就当是为以后可能会造成的流血牺牲 积福抱抱 如果说冯小双开始让他们吃这种复心丹的行为 让这三百多人觉得受到了侮辱的话 那么后面的这一番话 足以让他们激情澎湃了 窝囊的土匪也是土匪啊 应该说是侮辱了土匪窝而已 不代表他们不想做出点成绩 不代表他们不想成功 不代表他们不想得到他人的认可 相反 越是像他们这样的人 就越渴望成功 渴望成为人上人 得到内心的满足 冯小双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才用了这个法子的 而且也幸亏有青鹰这个杀手锏 要不然想要控制这么多心思各异的人 还真是一件让冯小双头疼的事呢 其实这辅心丹不算是什么可怕的故众 培植起来也是十分容易的事情 在青鹰这个神秘的药箱里面 单独有几个小瓶子装的 全都是青鹰的宝贝 这辅心丹只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种了 听了冯小双的话 以无老二为首的土匪们 带着一种似食如归的情绪 把这个丹药吞了下去 你们放心 只要你们没有一心的话 这辅心丹就会乖乖的在你们体内睡觉 要是你们敢做出对不起主子的事 别怪我青鹰对你们不客气 青鹰看着大家把辅心丹吃了下去 之后才开口说他 清冷的声音 拍上他脸严肃的表情 其实是挺唬人的 无老二他们吞下辅心丹之后 没有什么怪异的感觉 那药丸也是小小的 没用喝水就吞了下去 也没什么怪味道 觉得好像也不是什么太坏的事情 毕竟他们也算是想明白了 要是真的离开了 能不能让他们走是一回事 走了之后能不能活下来 又是另外一回事 要是真的有冯小双说的那么好的话 他们也算是有了个归宿了 夫人我们已经吃了辅心丹了 以后定不会被凡夫人做出什么猪狗不如的事情 现在夫人可以说让我们这帮兄弟做什么了吧 无老二一抱拳 脸上全是恭敬的神色 能不恭敬吗 现在这位长得娇美的夫人 不光是他们的东家 更是掌握了他们性命的人呢 能不能吵出点名堂来 就看天意了 赌一把 总好过庸庸碌碌碌的一生啊 其实我要你们做的很简单 总地开荒 养鱼养虾线 一切跟农质有关的事情 我都要做 冯小双看着所有人都没有做假的把复心丹全都吃下去了 算是长长的出了口气 都算不用担心自己的背后有人捅刀子 有人偷卖自己了 同时呢 也有了三百多个壮劳力 都是二十几岁 最多也就是四十岁上下 正是干活的好时候 冯小双这话一出 吴老二他们有些傻眼了 难道夫人说的大事就是种地不成 怎么 你们看不上种地的这些伙计 要知道 民以食为天 不管是做什么的 为官的 作妾的 挑挑的 还是淡淡的 不管是普通的老百姓 还是高高在上的天子 谁能离得开一日三餐呢 所以 我的酒楼才叫食为天 就是这个意思 不妨告诉你们 我们要做的事 惊天动地的大事 具体是什么 你们就不用管了 你们要做的就是保证粮食的供应 兵马为动 粮草先行 这道理 就算是你们不懂 也是听说过的吧 咱们山寨里的人不少 吃喝拉萨 哪样不用钱 自己种的还是最安全的 也是最可靠的 要是从粮商手里买的话 这压脖子可就拎在别人的手里了 我不喜欢受治愈人 都听明白了吗 冯小双这番话可以说的是十分大胆的 要不是这三百多人全都吃下了福心丹的话 冯小双还真是不敢说这些了 你们这里面有多少人住过地 会种地的都站在这边 不会种地的力气大的站在一起 正下的站在最右边 快点动起来 早安排好了 中午好吃 今天可是好伙食呢 我在厨房炖了半仨猪肉 虽然没有在酒楼里的用料权 但是是我亲手做的 也算是对你们的欢迎了吧 冯小双这个时候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不老二他们听的傻了 也看的傻了 一个个的都忘记了挪动脚步 一个个的都傻站着干什么呢 还不快点动啊 等着挨打的是吧 青鹿看着他们一个个的都傻站着不动 恨不得一人给他们一脚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第204章 分组 这一身交贺 把吴老二他们都惊醒了 很快就分成了三组 人数最多的就是会种地的 这些人原本也是老老实实的老百姓 不过是因为各种原因 不得已而成了土匪 成了土匪呢 又没有本事 这几年也是活得憋憋曲曲的 要不是冯小双啊 他们还真是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干点什么 已经分成三组的苦匪 会为种地的是最多的 其次就是以五老二为首 空有一身满力 不知道自己能干点啥的人 大概也有五十几个人 因为身体不太好 长得跟小鸡子一样瘦弱的 不知道该往哪用的人数是最少的 只有十来个人而已 其实这也正常 像是他们这些人 以前在家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的种地的人 不过是因为各种原因 他这迫不得已落草为寇了 这样的情况冯小双是十分满意的 这样看起来他的计划能够顺顺利利的展开了 你们这些人里面谁种地的手艺最好 我要实话实说 这件事很重要 另外有谁会养鱼养猪养鸡什么的也都行 都一一跟我说清楚了 金瑶你帮我记录一下 雪燕你去厨房看看我们炖的肉怎么样了 要炖的软辣才好吃的 你们也别客气了 没有那么多椅子 大家就席地而坐吧 冯小双要对这些人有个系统的了解 这样才好方便安排以后这些人个人干的活 是 周子 青瑶让刘铁牛搬来了桌椅 拿来了笔墨纸页 就在外面铺开了 盯着大家一个个的说自己都干过什么擅长什么 而青莺呢 就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商药给每个人发下去 这都是冯小双安排好的 东西也都是在县里的时候就准备好了 他就知道这不让他们出点血 他们是不能老实的 一步步的都被冯小双算得准准的了 吴老二他们手里拿着一包包的小药 都有些发愣 过了半天才缓过味了 这都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原来夫人最开始就打算给他们点厉害的瞧瞧 他们算是栽了 栽的臭臭底底 而且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收拾老实了之后 这些土匪就乖的跟个宝宝似的 问啥说啥配合的不行 很快在厨房飘出来的诱人的肉香味的时候 就已经统计完成了 主子已经统计完了 请主子过目 清瑶吹干了纸张上的墨迹 交给了冯小双 冯小双是一边听着这些人说话 一边跟纸上的记录内容对照 清瑶的字很漂亮很清秀 整理的也很有条理 冯小双十分的满意 行了 你们的情况我也都知道了 人干活的自然是有你们的用务之地 你们这些人呢也不用担心 你们自然有你们的用处 我手底下 没有不发光的人 都去吃饭吧 算是我对你们点心意 冯小双把记录的纸张收了起来 然后跟大家说开饭 让这些土匪休息了一天之后 第二天各个都精神抖擞的列队整齐了 冯小双可是要开始种地了 这事以早不宜迟 会种地的人 已经被冯小双分成了十组 一组十五个人 一共一百五十个人 还有三十多个人 是各自擅长其他的工作的 比如说养鸡养鸭的 养猪养鹅的 竟然真的从里面找出来两个人曾经养过鱼的 虽然是吓到小闹的 不过好歹也算是有经验了不是 你们这十组 以后主要就负责种地缺什么少什么 你们自己张了 最好从你们十组里面一组选出一个组长来 这个组如果干活出众的话 这一组人有奖励不说 组长更有额外的 最少的也是细棉部一笔 当然如果哪一组给我偷懒 我也是有惩罚的 别说我扣了你们的伙食 还有你们的月钱 听明白了没有 冯小双得时刻拿着小鞭子敲打敲打他们 谁知道这些人会不会偷懒 可不能耽误了中敌的大手 人勤的不懒 可不是不能糊弄伯人 夫人放心 我们既然已经跟了夫人 就已经做好了洗心革面的准备了 不会偷懒的 夫人赏脸给我们一口饭吃 我们得兜着 不敢辜负了夫人的厚爱 说话的是变成了大窝果的鲁老二 嘿嘿一笑 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还是挺猙獰的 行了 好话啊 我听的多了 就看你们的表现了 农具什么的已经在路上了 你们也都是种过地的 这两年也算是生疏了不少 先把庄子上的农具分一分 熟悉熟悉 五老二你们几个跟我来 水田已经翻的差不多了 我给你们安排点别的活儿 说完这些之后农小双让十族人下去看地的情况了 还把五老二他们二十多个人也带走了 夫人夫人那我们呢我们干点啥 剩下的那些既不会种地 体力上也不行的人 着急了 他们不能是挑剩下的不要了吧 哦 我倒是忘记了 嗯 因为身体的原因 要是让你们跟着去种地的话 有些吃力 就暂时先跟着那些会养鸡养猪的兄弟们 在他们后面多跟着他们学学 以后也算是掌握了一枚本身 咱们以后要做的这些事肯定是要扩大的 你们也算是我们的后背力量 别把自己看得太低了 你们只是因为力气小暂时不能做什么力气活儿 以后好好吃饭 跟着会拳脚的兄弟好好在他锻炼 认真地跟着他们这些人学习 以后啊 这里也会有你们的一席之地 知道了吗 而且既然我把你们都收下了 就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 你们都是我冯小霜的人 好好干 别给我丢脸了 你给自己争一口气 行了 都散开吧 冯小霜准备趁着羹田下重还早的这段时间 先让他们适应一下 同时也让那两个会养鱼的人 跟着自己划定一下鱼塘的范围 幸好这个庄子是淋着河的 用水去水也很方便 挖了鱼塘的话 给鱼塘换水也是便利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观众 第205章 养鸭养鱼 这几块水田是我打算做稻田养鱼做实验的 但是就先交给你们两个人负责 这稻田养鱼是一定会成功的 我不希望再从你们嘴里再听见任何的反对的话 这件事我是一定要做的 吴老二 你按照我画的图 把稻田再重新翻一遍 然后把稻田的低梗加宽加厚和加高 并且一定要拍打结实 要不然鱼也会把田梗钻得千床百孔的 同时按照我画的这个坑上鱼钩和鱼溜 隔大概30步挖一个深一些的鱼坑 还得在稻田的出口处和入口处设置鱼栏 防止鱼逃跑 冯小双把一张画着稻田养鱼布置的图 递给吴老二 上面没有文字全都说图画 就算是一个笨蛋也能看得明白 更何况吴小双发现这个吴老二是有点愣 但是一点都不傻 吴老二擦了擦手 恭敬的接过了冯小双递过来的图纸 看了一会儿之后 不然这双坑是晒田的时候给鱼准备的吗 那得挖的深一些大一些才行啊 果不其然 吴老二还真是不寒 一下子就看明白了这鱼坑的作用 对 不光是鱼坑 鱼钩和鱼溜也是给鱼的活动空间 你们按照我说的做就是 吴老二 你带着这些人翻地 还有处理这些鱼的活动的通道 另外的这些人 在靠近河边的地方 找合适的地方挖三个鱼塘 你们两个帮忙确定下位置 还有大小和深度 不光是用来放养鱼秒 要是鱼消耗不了那么多 卖也卖不完的话 就放在鱼塘里养着 冬天凿冰取出来的鱼 味道更是鲜甜了 冯小双看着远处 波光淋淋的河水 怪不得当初小刘哥 建议买一下这种桩子 虽然价格上贵一些 不过确实地势好地 位置也好 用水还方便 要不是当初的价格贵 所以自己和易云天 又忙着安置那些军事的话 还真是不一定有这个机会 得到这个桩子呢 夫人的想法 还真是跟其他的人不一样 夫人已经画好的图了 胡老二一定给夫人 把这稻田全地处理好了 夫人您就瞧好 来别傻站着了 干活吧 胡老二把自己手心里吐了两口吐沫 带着人就下了稻田 这稻田才翻过第一次 还得深翻两遍 才适合插秧呢 现在一切还都来得及 另外那两个曾经在家里小打小闹养过鱼的人 被赶鸭子上架 选择了距离河水不远不近的位置 土地比较合适的地方 画了大概的范围 夫人 就是这里了 这里的土更磁石 不容易漏水 而且离这水边不远 挖了水渠就能把水引过来 从鱼塘里边出来的水 还能给稻田浇灌 嗯 夫人 您看 说话的人 如果冯孝双没记错的话 叫李达 年纪不大 也就二十来岁 身材中等 有些瘦肉 笑起来的样子 还有些腼腆 冯孝双真不知道 像他这样的人 是怎么成为土匪的呢 还真是够被遗所思的了 嗯 地方选的不错 那就动手吧 挖好了之后 用石灰消过毒之后再灌水 在一切都准备囤当之前 你们也可以联系一下附近的村民 看看有没有抓小鱼卖的 要草鱼 挤鱼 还有鲤鱼和连鱼 都行 不要太小的 也不能太大 小了不容易养大 大了的话会吃掉羊苗的 记住了吗 冯小双对着 这些选中的地方挺满意的 这里是汉地和水田交界的地方 用来挖鱼汤也算是合适 选定了地方之后 大家就抡起胳膊开始干活了 昨天他们虽然挨了一顿打 但是都是皮外伤 没有伤筋动骨的 擦了两次药之后就已经不疼了 只是身上难免留下一些青子而已 不然咱们这里离河水比较近 我看养一些鸭子挺合适的 我听说 夫人的十位天有一道菜式叫三套鸭 不是小的有没有这个福气养鸭子 冯小双看着大家开始挖鱼塘的时候 身边那些有过养殖经验的人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说话的是一个四十岁的汉子 各自小小的长得挺壮实 人也黑黑的 看着冯小双带着满面的希望 当然可以了 你以为我把你们这些人单独拎出来是干什么的 看见远处的那个小山坡没有 那里我准备圈出来做个养鸡掌 靠近这条河水比较近的小缓坡 就是给你养鸭子的地方 你是叫王大吧 以前养过多少鸭子 冯小双微笑的看着这个叫王大的人 回夫人的话 小的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就是养鸭子被生的 我也不是咱们这里的人 而是逃荒过来的 以前老家是临东的 我们那里很多人都养鸭子的 我们那里出来的咸鸭蛋是最好的 不少行商都去我们那里进货的 不过后来家里面遭了灾了 一家老小就剩下我一个了 就逃到这边了 没吃没喝的就进了二龙山了 王大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声 其实怎么成了土匪 他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不过现在好了 不用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 还有可能干自己的老本行 倒是挺踏实的 也因为他是个老实的 平时在二龙山都是厨房打杂的 自然受不了受过不少的欺负 现在能让他有了用武之力的 王大鼓起勇气跟风小双说话 哦 竟然是这样 怪不得我听你说话 口音跟这里的人不一样呢 既然你以前以养鸭子为生 那以后养鸭子的事就你负责了 如何选鸭苗 如何养殖都挺你的 钱我会给足你的 但是务必要保证鸭吃的质量 我要两种鸭子 一种是肉鸭 一种是蛋鸭 你看看怎么样 说出个章种出来 要是养的话 我会给你提育钱的 还有这些人你也随便选 挑着跟你合的来的 一起养鸭子 以后都是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了 大家帮忙照顾 把事情做好 我会看得见的 明白了吗 冯小双也是想让这些身色瘦弱的人 也能有自己的位置 体力活是不行的 那就只能从技术上下手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206章 新来的下人 夫人 这个小的知道 我就选他们两个吧 他们两个的年纪小 也好调教一些 这养鸭子的技术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要从小去才能学到精髓 不然小的可不光会养鸭子 眼闲鸭蛋呀 我还会手工夫鸭子 学这个也是年纪越小越好 王大选了两个十二三岁的孩子 他们俩是剩下的这些人里面年纪最小的 虽然十二三岁的年纪了 却瞅着像是十岁的孩子 瘦瘦小小的很是可怜 都是被人捡到各自的山寨的 鸡一顿饱一顿的能活到现在已经算是不容易了 王大没有说的另外一个理由是 这两个孩子跟他死去的两个孩子年岁差不多 正好弥补了王大心里的遗憾 好那以后你们俩就跟着王大吧 手脚麻利一点多学多看多问 你们还想不要着急长身体的时候呢 你也多照顾他们俩一点 毕竟年纪还小 如果人手不够你再跟我说或者是跟其他的人说也可以 以后等庄子都上了正轨之后 我每隔一段时间会派人过来看看 你们也可以去县城找我 不过路途有些眼你们要遭些罪了 彭小双也注意到了这两个孩子了 也不知道是哪个山子里出来的 瘦得很还有点脏 不过眼睛倒是成侧 看来没有被土匪窝里的不好习气所污染 还是两个不错的孩子 要是好好培养的话 以后估计能派得上大的用场 清瑶等回去的时候帮我想着点 给这些人先每人分一套衣裳 最快的速度送过来 就用跟酒楼的伙计们的衣服一样的就行 颜色嘛就用藏青色 冯小双看着两个孩子穿的破烂 那些大人男人们虽然不至于衣服避体吧 也好不到哪去 将来他们这些人在凤河谷寨子里也是被看管起来的 连点自由都没有 既然已经是自己的人了 自然是要好好照顾一下吧 是 主子 努必知道了 清瑶微微俯身领了命令 三百多套衣服也是不小的工作量 不过只要有了银子 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清瑶也知道自己这位主子的性责 对待下面的人是极好的 他们也算是有福气 而他们姐妹四个就更是有福的 光是看雪燕身上的穿戴 还有平时的相处就能看得出来 主子对贴身伺候的人更是优待 清瑶倒不是眼皮子浅的羡慕那点东西 而是像他们这样从小被培养出来的女位 跟着谁伺候哪个主子根本就是身不由己 能够伺候一个好的主子就是他们的福分 折腾了一天的时间总算是把庄子上的事安排的差不多了 该定下来的稻苗也都定好了 种子也让流铁牛带着种地的好手去买了 缺的东西冯小双也都记录下来了 只等着回去之后才买齐全了就送过来 主子 李四哥来了 带着两户下人 正在房间里等着呢 主子是现在过去瞧瞧还是等会再过去 冯小双正在查看鱼钩的开挖情况呢 雪燕过来禀报了 嗯 这就去吧 没想到李四哥的速度还挺快的 尽快把庄子上的事解决了 还有凤河谷的大事没做呢 时间不整人啊 冯小双拍了拍手上的主 雪燕马上用一条吃帕子给冯小双擦手 然后冯小双让青瑶也跟着自己回去 青洛和青瑶两姐妹看着大家干活 至于青瑶嘛 早就钻到附近的老林子里去了 说是要找些草药 反正冯小双身边也用不了这么多人 也就让他去了 不然这就是我为夫人选的两家下 还不给夫人请安 李四迎着夫人过来了 让地上站着的几个人给冯小双行礼 冯小双定睛一看 一共是八个人隐隐的分成了三拨 一拨是一对夫妻领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 另一拨是一对中年夫妇 还有两个夫人打扮的女人 看着应该是给庄子上找的两个做饭的仆户了 李四哥辛苦了 都说说吧 你们都叫什么 多大年纪都会干什么 冯小双让李四坐下之后 开始询问这些人的姓名和年纪了 其实也是想通过他们的言语 判断一下他们的性格 虽然是庄子上的下人 冯小双还是要对他们有所了解和掌握的 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最后那对中年的夫妇往前了一步 再次给冯小双跪下磕头 回夫人的话 奴才刘顺德 这是奴才的媳妇王室 奴才夫妻二人 原本是一户大户人家庄子上的电脓 因为儿子病重 只好自卖自身 到后来儿子没救过来 被李管事看重 就卖身到夫人这里了 奴才夫妻二人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本事 就是种地的 刘顺德说话声音低沉 夫妻二人脸上都带着悲气的神色 不过看着身体还不错 人也老是本分 留在庄子上帮忙也是可以的 你们呢 冯小双用白水润了润嗓子 今天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说话说的他嗓子都要冒烟了 所以也没药差 只要了白水即可 剩下的一家三口 男人姓董也是农户出身 被乡身破海不得已才卖身的 那两个仆妇是一对儿儿姑嫂 都是没了丈夫的 家里也没有什么依靠 曾经当过帮主 罩上的手艺也还算不错 李瑟选的这几个人还是不错的 正适合庄子上用人 那中年夫妻里面的妻子也能帮子 那一家三口嘛 冯小双准备带到凤河谷山寨去 虽然兄弟们已经不经常在寨子里了 不过还是有不少年纪大一些的人在那里守着的 老莫的年纪大了 薛大娘也需要人照顾 让他们一家三口过去也好 你们既然到了我这里 我也不会亏待你的 之前里馆是承诺你们的待遇 我都会兑现 年底了还会额外给一部分奖励 当然也得看你们干得好不好 冯小双把待遇的事情说了一遍 也是给他们一颗宽心丸吃 毕竟卖身已经很惨了 待遇上冯小双不想亏待了他们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207章 下马为 这样吧 留书两口子 还有你们姑嫂两个 就留在这个庄子上 平时负责给庄子上的人干活 兄弟们洗衣服做饭 东西我每隔一段时间会派人送过来 庄子上的兄弟们不少 也不止你们看到的这些 工作可能会累一点 如果忙不过来 我会再派人过来的 至于你们一家三口 就跟我去另外一个地方 工作的内容基本上一样 不过地点不同而已 这个孩子还小 月钱减半吧 等能到干活的时候 再提上去 跟大家一样 冯小双看着那个孩子 也是个骨架子颇大的 养上几年也是个壮劳力 这份买卖不亏的 在我这里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嘴巴掩饰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不能问 庄子上的事情 更是半点不能透露给外人 要是让我知道 有人把庄子上的事情说出去 就别怪我不这样去面 到时候是发卖还是要了你们的性命 也都是我一句话的事 知道了吗 冯小双这是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 这下人不敲打敲打的话 谁知道他们心里都是些什么想法 都是平时跟兄弟们接触的最多的人 他们中间万一出现一点小差错的话 那对于整个计划来说 都是不小的打击 要知道有的时候事情坏就坏在小人物身上 他们的能量可不可小缺 不然奴才奴必不敢 几个人立刻吓得跪下了 头一个个的都要低到图里了 那对姑嫂更是吓得回身发抖 好像冯小双是什么可怕的怪物会吃了他们一般 你们心里要记着自己的本分 有功必上有顾必法 好好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只要你们一心为着装子好 为了兄弟们好 我会看得见的 今天你们先收拾收拾好好休息 明天开始再干活吧 屋子有不少 你们自己看着收拾一下 都下去吧 冯小双一挥手 几个人全都战战兢兢的下去了 心里都一阵的打鼓啊 夫人 这些人原本都是老师的百姓 画画肠子也少 我就把他们带来了 夫人要是不满意的话 我再去找 李四想了想说 李四哥 这些人就很好 老师本分也是心地善朗的 我刚才那么说就是给他们一个提醒 哼 倒不想也把李四哥吓掉的不成 冯小双无奈的一笑 看来自己还真是做了坏人呢 哦 可是把我吓坏了 我还以为这些人不符合夫人的心意呢 这回我就放心了 不过 夫人 你刚才说话还真是很有气势 把我都给吓住了 李四装作害怕的样子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现在李四哥都被人喊一声李管事了 还能被我吓到了不成 冯小双开着李四的玩笑 现在装子上的事渐渐理顺了 人员也都配齐了 需要操心的事少了 冯小双心情也好了很多 夫人就别取笑我了 我不过是夫人手下的管事而已 我也没别的本事了 就是尽心尽力为大哥为夫人办事 为了我们的大事尽一份力量而已 李四倒是谦虚的很 这段时间的经历和锻炼 再加上易云天点拨和求蕾的教导 让李四成长得很快 别看现在他在冯小双面前 还是那个有点画坏的李四 李四尔在外面尤其是出去办事的时候 气度沉稳 心思皎洁能言善变 办事能力也非常高 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而且李四尔现在所做的可不单单是实为天的采买的简单工作 而是基本上负责了实为天酒楼所有外面的事物 包括跟县城这些大伙人家打交道的事也都是李四来打理的 谁能想到当初那个手剑掐过风啸双屁股 被风啸双折腾过的那个有些皮皮的李四 如今奄然已经成了实为天酒楼 还有以义云天为核心的整个组织在外面的代表了 一些杂事 现在基本上不管是冯小双还是义云天都找李四尔 所以说李四尔也是忙的团团转 现在他下面已经带着五六个其他的兄弟了 要不然的话还真是忙不过来呢 有你们这些兄弟在 我和云天才能真正的放心 虽然你们现在一个个的都称呼我为夫人 但是我始终还是把你们当成是兄长一样看待的 我还是那个被你们带当家的捡回来的冯小双 冯小双看着李四尔还有些坏坏的笑容 真心的说道 不然能跟着大和和你也是我们的福气 要不然的话我们也就是还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 说不上什么时候脑袋掉了 尸体被野狗吃了也不一定 现在的事情虽然也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兄弟们都觉得心里的尽头不一样了 以前只是过一天算一天 混吃等死 现在大家有了共同的目标了 心劲也不一样了 李四尔是知道的越多越觉得心惊 同时也越觉得理所当然 像是大哥那样的人物 怎么可能就是落难的江湖人呢 云天也不容易身上背负的东西太多 再加上这么多兄弟的身家性命 前途未来都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的压力可想而知 我就想着能帮他一点就多帮他一点吧 风小双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现在云天跑到哪去了 也有好几天没看见人了 夫人 大哥都不容易 我们这帮兄弟也都看在眼里 可惜了 我的身手实在是太弱了 根本不适合在大哥身边带着 只能是帮着大哥和夫人们 打理一些杂事了 李四儿带着些遗憾的语气说 可见在他的心里也是想要跟着云天南征北战的 不过自己身手不清他也是有数的 男人嘛 哪个没做过上战场的英雄吗 尤其是他们这些土匪出身的人 李四哥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商场如阵仗 你以为生意上的事就很简单吗 咱们现在说的事情还少 等以后实为天的分店开的多了 我就怕 哼哼 你这个里管事彻底忙得脚不沾地了 到时候有多少事物需要处理呢 就怕李四哥累坏了呢 风小双笑呵呵的说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208章 大计划 他说的对 商场如战场 咱们 也能在咱们的自己的战场上闯出一番天地来 以后说不定 达哥贵人 见到我李四也得让我三分呢 打一下门前还三品官呢 等咱们大事成了 我也不求个一官半职 就求夫人赏我其媳妇 我就满足了 李四 哈哈一笑道说 李四哥你放心 只要有我冯小双在 你的媳妇就包在我身上了 等一切都安定下来了 或者是李四哥有了心上人了 你的病例我给你出啊 保证让你风风光光的娶上新媳妇 冯小双还以为李四得要点神呢 没想到就是娶媳妇而已 那我就多谢夫人了 不然那这几天你就一直在庄子上 还是先回酒楼 毕竟这里的条件太简陋了 什么东西都不齐全啊 李四是担心冯小双在这太辛苦了 等大哥回来该心疼了 我最近就不回去了 等这儿的事情完事了 我还得带着人往凤和谷去 凤和谷是咱们的根 什么时候也不能扔下 我打算把凤和谷好好地开发一下 开出耕地来 就算是我们退手的话 也有个退手的地方啊 另外 你多跟西柳城的马老爷打打交道 之前云天帮过他的忙 你去西柳城 他也会给你面子的 他可是咱们这儿最大的粮生 在咱们的粮草 不能自给自足的情况下 跟他找好交道 有我们的好处 这是采买的清单 一分批次的买下来 然后找好了地方藏起来 平时除了棍格云天 他们手下的那些人吃用之外 剩下的全部囤起来 冯小双拿出一份清单给李四 上面都是粮食的种类和数量 那上面的数字 看得李四有些眼韵 大哥手底下也就是不到两千人队伍 这上面的粮食要是买齐了的话 足够几万人吃用一年了 不然 你这是要囤粮 李四把清单收好了之后问 对 现在允天手底下的人少 不代表几个月之后还是这么少 也不代表明年不会有几万人 咱们现在不缺钱 缺的是粮食和时间 要知道 那些珍珠宝贝放在盛世 都是无价之宝 要是乱世 甚至不如一斗粮食之前呢 以后 十位天的分店越来越多 生意越来越好 我们设计的行业也会越来越多 在前者方面不用担心 从现在开始 你就先以养五线为中心 建立我们自己的囤粮据点 甚至可以开个小粮铺作为掩护 挖深洞 广积粮 对了 除了粮铺就还可以可以开布装 可以保存的不只是粮食 还有就是衣服了 我们慢慢的积攒 慢慢的形成规模 然后 慢慢的向周围 扩散和辐射 直到咱们的存粮网络 和据点 覆盖整个大云 那样 不管云天到哪 我要保证他的人 有饭吃 有衣服穿 冯小双的野心不可谓不大 他想要建立的商业帝国 是想要在最大程度上支援 一云天的行动 不管到了什么地方 都不要让一云天遇到淡静粮绝的局面 以后我们每个县城都要看一家食为天 就以县城为中心建立我们的关系网 李子哥 这项工作很大 也很辛苦 我希望你多帮忙我 冯小双脑子里装的东西有很多 但是他一个人是肯定忙不过来的 凤和谷很多人只适合做冲锋陷阵的先锋 像商业人才还真是不多 现在十位天酒楼这边 冯小双可以交给球类王大山从旁护士 就算是以后十位天的分点越来越多 两个人也是能忙得过来的 剩下的事情就只剩下冯小双和李四了 至于李游铁牛 冯小双知道他现在也是赶鸭子上架 看守庄子的事不适合他 更别说发展了 早晚他还是要跟着一云天走的 这样人手上就有点捉襟见肘了 冯小双还真是头疼了 不然其实我还有个想法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李四听了冯小双的话之后 心里一直隐藏的一个想法再次冒出来了 说来听听 我当你是兄长一样 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 能有个人跟我商量商量 我还求之不得呢 冯小双鼓励的看着李四 不然我想开机馆 李四这个想法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说出来而已 这次正好冯小双提出了他的想法 借着这个机会李四才说出了口 哦 李四哥怎么想到这个的 冯小双倒是没有觉得机馆有什么不妥 只不过他不熟悉这里面的弯弯绕绕 所以就没有把机馆这项放在自己的发展规划里 当初他还曾经可惜过 没想到现在被李四提了出来 正好听听他的想法 不然我想开机馆挣钱是一方面 这机馆被人称作是小金库 说是金斗金也不为过 另外更重要的一方面 我想让我们的机馆成为大哥的眼镜 李四的眼睛里闪烁着些许激动 他觉得他好像找到了自己的路了 你是说情报系统 冯小双也是眼睛一亮 他光能想到让我一云天和他带着的人吃穿不愁 但是还真是没想从这上面下个功夫 毕竟他的眼睛有限 这次倒是意外之喜了 对 这机馆是三角九流的一流 里面来的人上到达官显贵 下到平民百姓 舆论混杂 人员众多 消息传递的也是最多的地方 而且我们还可以培养专门的人为我们所用 打探消息 有时候女人比男人好用 只要掌握的好的话 一定能排上用场的 李四越说越觉得可行 开始托沫横飞的 跟冯小双说起机馆的运行模式 包括人员的培养 还有位置的选择 说完了之后 李四有些不好意思 就是前期的投入有点多 已经 这机馆最重要的就是美人了 想要得到这样的美人 没有银子是不行的 还有机馆的一切备用 都要最好的 这自然是开销不少 不过 夫人您放心 只要机馆的名头打出去了 彭几个有名的清官 再加上头牌的话 这银子基本上一个月就能赚回来 剩下的就全都是收益了 李四怕冯小双不同意 毕竟冯小双也是女子 用女人来赚钱 这好说不好听啊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209章 赵凡 李四哥 这事儿 你写个详细的计划书给我 把你刚才说的都整理出来 我知道你认识的字不多 不过 不会的找先生请教 我请的那个赵修男可不是白养着的 以后难道这些事儿 你也要让别人来待劳不成 彭小双知道 李四他们不喜欢读书认字 只好这么逼着他 是 夫人 只要你让我开着计划就行了 我一定好好学 不过 这个赵先生太过愚妇了 说话也闻走走的 我不是挺不习惯吗 这次我听夫人的话 就算是再难忍 我也能忍得下去 夫人放心吧 至于夫人说的粮铺和布庄的事儿 我给夫人推荐一个人怎么样 也是咱们凤和谷的兄弟 现在跟着我管着外面的事儿了 李四现在一门心思都是他的剂管大业 至于粮铺和布庄的事儿自然是不想管了 冯小双一想也是 李四的心思全都在剂管和情报系统上面 还要分心管理粮铺和布庄的事儿 他是哪方面都管不好 还真是要有个细心的人才行 你说的是谁啊 我熟悉的人吗 冯小双想了一圈 也没想出来 否和谷还有这样的人才 夫人认识倒是认识 就是不熟悉 她平时不太爱说话 以前也曾经帮着金爷管过账牌的 因为金爷把事情都给过夫人了 她就闲下来了 后来就跟着我了 没想到我最近才发现 这个家伙竟然深藏不露 还是个童生出身呢 大家都被这小子给蒙过去了 李四一提起这个兄弟 就觉得有意思 好好的一个童生 咋就被逼着上山寨了呢 而且是在老当家的还在之后 就已经在缝河谷了 大家一直都不知道 身边还藏着一个识文断字的呢 你说了这么半天 到底是谁啊 冯小双还是没猜出来到底是谁 不肯再让李四卖官司了 赶紧催促着他说 就是赵凡啊 夫人也许就不记得了 他经常跟在金爷身后 其实以前金爷做的事 很多都是赵凡帮着他做的 要不然就金爷那个冲动的性子 还不知道把事情做成什么样 金凡这个人 很少说话 平时沉默寡言的 但是心中很有数 而且人十分的信心 算盘打的也好 要是把梁布和布庄的事交给他来做 一定会做的比我还要好的 李四可以说是利剑了 原来是他 真是真人不露像的 他今天来了吗 不如我见见他 也看看他的意思 是的 冯小双自然不会怀疑赵凡对于云天的忠心 可以说 凤和谷 剩下的这些弟兄 都是云天的生死兄弟 如果他们都不能信任的话 还能信任谁呢 对了 嗯 啊 来了 赵凡 赵凡 夫人叫你进来说话呢 李四也不用别人了 直接带着嗓门 从外面喊A嗓子 赵凡正在外面 帮着刘天牛 整理庄子这段时间的用度账目呢 刚整理了一半 就听见李四叫他 天牛哥 这个先放在我这吧 回头我再给你 天牛哥 这才半个月多月啊 这账本就让你给祸害成这样了 哎 这要是让大哥看见了 赵凡这么寡言少语的人 看到刘天牛这样的账本 也是免不了多说两句 我就不是这个料 要不然 我跟夫人说说 赵凡 你来管庄子上的事吧 我好跟这大哥去训练啊 刘天牛 觉得这十分可惜 眼睛瞪得跟同样拥荡似的 再说 我去见夫人了 赵凡把账本揣了起来 也不管刘天牛垮下去的脸 抬腿进了屋子 见过夫人 夫人找我有事 赵凡 规规矩矩的行李 身上的短打 一尘不染 连个褶皱都没有 白净的脸 也就是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但是 看他的眼睛 竟然有看透事实的沧桑 这人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才能变成这个样子 你做吧 我就是有些事想要拜托你 跟你说说 看看你的意思 冯小双认识到是认识这个赵凡 但是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 到时没想到自己眼皮子底下就有能忍 到时让自己给错过了 不敢 夫人吩咐就是 只要是能帮助到大哥的 做什么我都愿意 赵凡卸了座之后说 是这样的 我听李斯哥说 你账本处理的好 算盘打的也好 我想有两笔满 交给你去做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冯小双打量了一下赵凡 别看赵凡这个人长得很平凡 眼神也跟他这个年纪的人不太一样的 但是能看得出来 他是个性情中人 可能是遇到什么事情之后 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冯小双就把关于粮部网络的和布装网络的事情 跟赵凡说了 只有这样我才能保证云天带着弟兄们 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缺衣赏识 现在我手上能用的人不多 赵凡你愿意帮帮我吗 冯小双看着赵凡说道 这也算是掏心掏肺了 毕竟他跟李四他们不一样 冯小双跟李四他们多熟悉啊 对赵凡只是认识而已 这样的情况下 冯小双敢把这样的大事交到赵凡的手上 不得不说他是有魄力的 夫人 只要是能帮到大哥的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这辈子就有一个愿望 要熟认熟认 为我的爹娘还有我的未婚妻 报仇雪恨 只求夫人能让我在大仇得报时 在他身上痛个哭了 以为我一家老小的在天之灵啊 赵凡忽然眼睛红了 说话也哽咽了起来 赵凡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呢 你的仇人是谁 说给哥哥听 哥哥 帮你把人绑到你的面前来 李四看着从来都是不闻不火的赵凡 一下子如此激动 身上竟然还有着这样的血海深仇 也红了眼睛 一家老小 那得是好几条的性命啊 李四哥 我谢谢你 不过这件事只有大哥和夫人能办 因为我的仇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今天子 这个狗贼 说到仇人的时候 赵凡的眼泪落下来 哪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啊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不好意思 最近我的手机坏掉了 所以没有给大家更新 凭彻底报废碎掉了 欢迎收听 有萌萌的贝塔播讲 穿越之土匪娘子种田鸡 作者 咸鱼野鹤 第二百一十章 如虎添翼 赵凡在冯小双和李四面前说自己的血海深仇 其实就是现在的皇帝 在还是皇子的时候 一次出游 正好看上了赵凡的未婚妻子小帕 强行的抢到了自己的冠衣当中 为了不被刀糟蹋 赵凡的未婚妻撞住身亡 赵凡的家人到以管医药人的时候 正好遇见差异把已经死了的小帕 当时赵凡的眼睛就红了 他和小帕从小青梅竹马 就等着他高中秀才的时候 两个人就要成婚了 没想到天不随人怨 有情人阴阳相隔了 当时赵凡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闹了起来 结果正在气头上的李赵凡 怎么可能饶得了呢 当时让人乱棍打出去 这一顿棍棒直接把老两口打得气绝身亡 赵凡也是只剩下半条命 被扔到了乱葬岗子里去了 被路过的丰河古老当家的所救 这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之后就留在了丰河古山寨 人的性子也发生了改变 夫人 我不求能够一刀杀了他 那样太便宜他了 杀富杀某仇 夺妻之恨 请夫人答应我 让我在他身上捅个窟窿 我在这里 多谢夫人了 说着 赵凡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给风孝双跪下了 你快起来 快起来 这件事我答应你了 不过 必须经过云天的同意 想来他也不会拒绝 只是那个人的身份特殊 能不能由你要了他的性命 这个还不一定 我只能答应你 为你成 就算是不为你做的事 我也会为你和你父母妻子报仇的 风孝双听了赵凡的话 也是怒从心中起 一个是有权有势的皇子 一个是无辜的少女 还有两位无辜的老人 何其悲惨啊 只要有夫人这一句话就行 我赵凡为大哥和夫人干脑涂地 在所不知 赵凡狠狠地抹了一把自己脸上的泪水 三年了 他隐藏着这个秘密 三年了 今天总算是倾泻出去了 说出去之后 赵凡总觉得舒服多了 身上的力气也消减了不少 哎 没想到 这个狗皇帝做下的恶事竟然这般多 这是咱们知道的 咱们不知道的呢 还有多少无辜的人受害啊 简直是猪狗不如 这样的人还当皇帝 怎么配活在这个世上 李四儿气得一拍桌子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只有我们有了足够的力量 才能为自己报仇 为天下无辜的百姓报仇 这个狗皇帝的皇位来路不正 早晚有天 会把他从龙椅上拽下来的 他的好日子也没有几天了 冯小双也气得够呛 没想到 这个李赵几还强强民女 草贱人命 简直是令人发指 他是皇子 想要什么样的女子没有呢 非得逼迫已经有了婚约的小判 简直就是禽兽 冯小双知道 有些权贵就喜欢这种游戏 拿人命当城市游戏 满足他们变态的心理欲望 等赵凯的情绪稳定了 冯小双又细说了一下 关于粮铺和布庄的事 赵凡沉吟了一下 夫人 这方面我会交给你一份详细的计划 到时候还请夫人指证 赵凡不向李四 写个计划书 跟要杀了他似的 赵凡虽然功名只有同声 但是 马上就要考秀才的时候出了事 说他是秀才 也不为过 而且他还不是那种迂腐的钻秀才 知道的东西多 明白的道理也多 现在这些的知识 要是真的全用在做生意上 李四他们能不能干得过赵凡 还真是不一定的 好 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李四哥 今天你也有功啊 赵凡这个人才 在你手底下真是屈残了 这个人我要了 李四哥再去找个好的账房先生去吧 冯小双微微一笑的说 这有啥 都是自家兄弟 能为大哥和夫人办事 是我们的福气 都知道夫人大方 对兄弟们非常照顾 就恨不得能为大哥和夫人做点什么呢 现在 赵凡兄弟 能帮着夫人开粮铺和布庄 这可是好事呢 至于账房嘛 我再找一个就是 只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还得赵凡兄弟多多指教啊 李四说完 还像模像样的跟赵凡施了一礼 搞怪的样子 让冯小双看了直要头 李四哥 我也应该感谢你才对 要不然我也没有这个机会 以后 只要李四哥吩咐 我赵凡莫敢不从 赵凡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报仇总算是看到了希望了 赵凡也重新燃起了生活的斗志了 你们俩就别在这酸了 把事情办好是正事 李四哥 你的技管也得找明白的人帮忙 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我说就是 不管是人还是银子方面都没有问题 赵凡也是一样 你们都是我的兄长一样 我不会厚此薄彼大 冯小双很是大方 当即让雪燕拿了银票给两个人 这只是前期的备用金 你们看着用 只要账本做得好了就行了 半年我要查一次账 不是对你们不信任 而是我要知道咱们到底有多少钱 能做多少事 冯小双把银票交到了他们的手上 不认查账是应该的 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监督 毕竟人性是有改变的 时刻有个监督 我们也不容易犯错误 赵凡微微一笑 倒是没有什么反感的 毕竟这钱是易云天和冯小双的 没有他们俩 风和谷如今还在不在了 还真是不一定 都说是风和谷的众人帮着易云天和冯小双 但是还不如说是易云天和冯小双 带着风和谷的兄弟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呢 就是啊 夫人多想了 我们知道夫人带我们的心意 但是规矩就是规矩 咱们自己人都不守规矩的话 以后还怎么管下面的人啊 虽然我的账本字迹不太工整 嘿嘿嘿 夫人就凑合着干嘛 李四挠了挠脑袋站了起来 相比于赵凡清秀的自己 他的蜘蛛爬 缺胳膊少腿的 还真是有爱观瞻 我相信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一定会成功的 我们一起加油 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风小双真心的笑了 有这样一群人围在一云天身边 何愁大事不成呢 第211章 好的开始 有了赵凡的帮忙 风小双觉得自己的压力小了不少 至少在这方面 他能放手让赵凡去做了 而且这个赵凡对皇帝有恨 父母和未婚妻全都被当时还是皇子的李兆棉给杀了 这样的人不光是对一云天有重 更是对皇帝有恨 自身还有才华和能力 对于风小双来说 真的是如虎添翼了 十几天的时间 庄子该重的重 该翻的翻 汉地已经下重了 只等着天气再暖和一些的时候 就去取稻苗 等到稻苗扎根了以后 再把鱼苗放进去也就行了 到时候 再让有过养鱼经验的李达照顾就可以了 也就是注意别让鱼跑了 别让鱼把稻苗给啃了 再定时定量的 给稻苗里的鱼喂食就行了 别以为这稻田养鱼 这鱼就不用了 像是草鱼 就是典型的食草类鱼类 但是也是明显的杂式性虫类鱼类 带有合适的动物性耳料 比如说鱼虫啊 还有其他的浮游生物的时候 草鱼是先吃动物性耳料 然后再吃草料的 带鱼苗的密度 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就要人工投喂了 要不然 这些鱼苗饿极眼了的话 一定会对稻苗造成破坏的 夫人第一批的鱼苗 已经运过来了 我看还是挺鲜活的 夫人要不要过去瞧瞧 李德大兴高采烈的 跟风孝双报告 没想到鱼塘晒完糖体之后 第一次灌水才没拖长时间 这鱼苗就来了 为了赚点小钱 这附近的村民也是下了大力气的 行 那我就去看看 确定了标准之后 以后就交给你了 你和冯彪两个都在这方面有经验的 要是稻苗养鱼养的好 年底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冯小双看着已经焕然一新的庄子 很是高兴 毕竟都是自己的地盘 以后出产的粮食也全都会用在自己人身上 保证他们的口粮 冯小双觉得这很重要 来送鱼苗的人是 离着庄子不远处的村子里的人 要么就是用水桶挑来的 要么就是用毛驴拖来的 全都是大大的水桶 甚至有一个人用的应该是澡盆 可见是物尽其用了 这位就是我们家夫人了 你们的鱼苗都得经过我们家夫人的见看 才能收的 李达之前跟村民已经打过交道了 这收鱼苗的消息就是李达传出去的 村民对李达也还算熟悉 不过看着不管是长相还是穿着都十分出众的冯小双 都有些窘迫 一个个搓着手 不好意思开口了 你们的鱼苗是什么月啊 要是都鲜活的话 我就全要倒要了 小鱼苗太小了 也没有办法撑出重量 这样吧 一百尾鱼苗我给五十万 你们看怎么样 冯小双给出的价格也已经很高了 毕竟都是没有人要的小鱼苗 一百尾的小鱼苗也没有二斤 在这个猪肉才十八文一斤的情况下 一百尾的小鱼苗 卖五十文 已经让村民们喜出望外了 这位夫 夫人 真的能给五十万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汉子擦了擦头上的汗水 还有些不敢相信的吻 当然 我说话算话 我已经给了大家最大的惩议了 我相信 各位叔叔伯伯也不会欺骗我吧 冯小双笑着看着那个汉子 态度和蔼的不行 都是附近的村民 生活条件也不是很好 能多帮一些就多帮一些吧 毕竟庄子还在这里呢 跟附近村子的人和谐相处还是很有必要的 万一有个什么消息也能及时知道的 夫人 我们都是附近村子的人 咋能骗人呢 夫人给的价格好 我们都知道是富人好心 不敢欺瞒夫人 只会多 不会少的 那汉子得到了准信 是 五十多攀子 拍着胸脯保证的 好 李达 那就点数吧 我看他们的鱼苗都很新鲜 付了钱之后 希望大家帮忙把鱼苗送到那边的鱼塘过去 我们的里馆室会给大家工钱的 风小双把一个钱袋子交给了李达 足够支付这些村民的鱼苗钱了 不然 这多了 李达颠了颠手里的钱袋子说 剩下的不是还要收鱼苗呢 等稻田里的鱼苗够了之后 在鱼塘里也可以养一些 要是有藕的话也可以种一些 到时候不光能给鱼苗遮阴 还有莲和藕 藕和莲子吃呢 一举两得呢 李达 这方面你要多学习一下 终取让鱼塘发挥最大的作用 让稻田里的鱼也长更好 以后都是你和冯彪需要做的 知道了吗 至于钱嘛 我也给你们一定的活动空间的 其实 这也是冯小双对他们的信任 用人勿宜 宜人勿用 更何况 冯小双还给他们吃了抚心丹呢 他们如果不值得信任的话 还有谁值得信任呢 是 夫人 我明白了 李达冲逢小双深深的鞠了一躬 然后就带着村民去点数发钱了 一直在庄子上待了二十天的时间 总算是把庄子的事情全部理顺了 就连养鸭子的王大都都已经找到了足够多的肿蛋 准备自己把这些鸭蛋孵出来 因为养五线养鸭子的人很少 就是这两百多个肿蛋还是千方百计的寻找到的呢 而那两个被王大选中的孩子 现在已经叫王大干爹了 是了 在冯小双的见证下 两个孩子认了王大做干爹了 也改了名字 一个叫王起 一个叫王丽 两个孩子吃了十几天的饱饭 还有干爹的关心 也恢复了孩子的天性 每天庄子里都有这两个淘气包的笑声 这也是冯小双希望看到的 能让大家过得都开心 这也算是他的一个初衷吧 吴老二他们翻完了到天地 把鱼钩和鱼溜还有鱼坑全部挖完了 鱼塘里面也顺利的放上了鱼苗 吴老二他们这些人就没什么事了 闲了两天竟然浑身有些不得劲了 吴老二主动找了冯小双问还有什么事干 整天呆着对不起夫人的好饭好菜啊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212章 回到山寨 你们着什么急啊 这段时间干活也辛苦了 不是让你们好好歇息 养养精神吗 再说了 你们也不是整天都先上 不是每天都帮着种地的兄弟们 除草施肥的吗 冯小双把手里的账本合上了 这是最近一个月的时间 十位天的账本 他都没回去 酋掌柜就送到庄子上来 给他核对的 不管冯小双和易云天怎么尊重 酋掌柜 被种地的 被种地的兄弟们 嫌弃得不行 还真是咸得骨头都酸了 原来这种充实的日子 让他们十分满足 现在空闲下来 倒是觉得有些对不起冯小双的招待了 就快了 明天就打算出发的 不光是你们 会种地的兄弟也得跟着我走一半 要不然 我不懂 你们也不懂的话 这地还怎么种啊 今年只是用来养养地 真正要种的话 还得等明年呢 你们挖鱼汤挖的很不错 泵河谷后山也有泉沿和河流的 到时候按照原样 多给我挖出来几个 咱们酒楼里每天用到的鱼虾还有黄山太多了 供货又供应不上 每天只能是限量供应 有多少客人都对咱们限量的菜品有意见了 要是真的能养成啊 你们的功劳也是不小了 今天再休息一天 明天我们就去寨子里 我也有很长时间没回去过了 不知道老默和薛大娘怎么样了 还真是挺想念他们的呢 冯小双现在却是有些着急了 恨不得现在就回去呢 毕竟这两个老人家是最初给过自己温暖的老人家呢 这么长时间不见面了 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体好不好 啊 夫人是说薛大娘和默老啊 两位老人家的身体都不错 就是薛大娘的眼睛还是看不见 不过公子已经买了不少质量上层的蜡烛了 薛大娘过得也能更舒服一些 傍晚的时候也不至于眼前模糊一片了 鞭老二倒是对薛大娘了解的挺清楚的 哦 那就行 行了 你先下去吧 告诉大家别着急 想要干活还不是有的是吗 明天吃过早饭 我们就出发 冯小双让无老二出去了 这才继续看账本了 吃喂天的生意越发的好了 每天的进出账目可是不少 冯小双觉得 他都要被这些数字给淹没了 不光是时卫天呢 庄子和山寨也是有账策的 只是没有时卫天的多而已 不过一两个月的时间 也是积攒了不少了 冯小双觉得自己要抓紧了 要不然今天晚上又不用早睡了 要知道晚睡可是要长皱纹的 第二天早上 清瑶把李四儿送来的马车套好了 等着冯小双上车 之前冯小双出门来庄子上的时候 才注意到没有马车呢 这不是李四儿抓紧时间给买了送了来 这会可是方便了不少 一时间靠谱的车夫没有找到 就还是清瑶来驾车 吴老二带着兄弟还有一半的会种地的兄弟 简单的收了一下东西 一人一个小包袱背在身上 跟在了马车的后面 其实他们收拾的东西也多是冯小双给他们制办的 衣服鞋袜全都齐全 还都是不错的料子 大家都很珍惜 好好的收在包袱里 刘天牛已经被易云天派人来招走了 现在负责庄子上试清的是冯小双新任命的李达 还为人谨慎 又心思灵活 做这个庄头还是合适的 这个杜宇连 你要多费心 看着 一旦有什么异动 马上要报告给我云天知道 每天派给他一些活计 别让他牵着 谈看他都跟什么人接触 知道了吗 冯小双特意的嘱咐了一下李达说道 是 夫人 小的记住了 他一个姑娘家 绝对出不了咱们庄子范围的 夫人放心 我会留意的 李达恭敬的说道 嗯 你办事我也放心 好了 我们出发吧 时间已经不早了 冯小双说完 把马车的帘子放下了 他今天骑的可是够早 昨天睡得又晚 现在正是犯困了 也不想跟李达多说了 姑娘 您歇歇吧 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李斯哥的马车选得还不错 情瑶姐姐赶车也赶得好 还真是一点都不颠簸呢 雪燕对这辆新马车还是挺满意的 哦 确实挺好的 你们也晚一会儿吧 都起来的挺早的 到地方还早着呢 也得中午了 我先睡会儿啊 冯小双打了个哈欠 靠在雪燕堆起来的垫子上 开始搭队 冯小双这一行人 好好当当的 还真是挺引人注意的呢 不过 看着五老二他们都不是好惹的 也没有人敢上前搭讪 只是有人怯怯思语 猜测马车里的人 是什么身份云云 姑娘 到了 马车上不去了 我们要下来走路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雪燕推了推冯小双 把人叫醒了 嗯 到了啊 什么时辰啊 我这是睡了多久啊 冯小双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没想到 这一觉睡得可是够沉的 一路上也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已经快到五十了 山寨里的人已经来接夫人了 努婢帮夫人擦擦头脸 整理一下再出去吧 雪燕看着刚刚睡醒的冯小双 懵懂的样子 只有这个时候 冯小双才像是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呢 那就快点 这个时候正是寨子里吃午饭的时候呢 别耽误了 一会上去之后 我领着你们去看看凤河谷的风光 山里虽然很多地方不方便 但是也有它的美好呢 你们保证会喜欢上这里的 快点 冯小双一边说话 一边配合着雪燕和青鹰 还有青鹿收拾好自己 风和谷就像是冯小双的家一样 回家了 自然要大扮的精神好看 擦更好 让大家都知道 她过得好才行呢 很快 冯小双就收拾好了 从马车上出来了 还没走上几街石头尖呢 老莫他们这些老人全都出来了 一个个笑着迎接冯小双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第213章 安顿下来 孟大爷 陈大爷 你们都好吗 我好想你们 冯小双看见熟悉的人 有些激动 赶紧迎了上来 这都是他的家人啊 看到他们个个都很好 也就放心了 双丫头啊 你可是有日子没回来了 大家也都想你啊 好看了 标志多了 嘿嘿 不是之前的小丫头了 莫大爷摸着胡子 笑呵呵的说 可不是 这要是在大街啊 我这老眼红花的 都认不出来了 双丫头的变化 真是太大了 女大十八变 这也变得太坏了 陈八皮 看着大便一样的冯小双 也觉得冯小双变化大 变化再大 我也是你们的冯小双 冯和谷 我也很长时间没回来了 大家都好就好 今天晚上 我亲自下厨 给大家做顿好吃的 我还带了不少的食材呢 不知道那一家三口 照顾大家照顾的怎么样 可还算近些 冯小双一边跟着大家 往山寨里走 一边打探山寨里的事情 好好 你安排的人 还有啥说的 都敬心尽力了 有了他们一家 我们吃的更好了 也终于不用吃老沫的刷锅水了 陈大爷哈哈一笑 嘲笑其摩尔大爷的厨艺来了 抓过水 也不是也喝了好多年了 现在有了更好的就开始嫌弃我了 真是的 明天别来找我下棋 臭气老子 老实回气 莫大爷也不是善叉 直接回嘴了过去 两个老人家就这么半起嘴来了 看得冯小双直乐 山寨还是那个山寨 人也还是那些人 真好 这种回家的感觉 真好 吴老二他们这次回到山寨的时候 可以说是扬眉吐气了 上次来是被当成是犯人的 这次可是回家一样的 感觉自然是不一样的 大家也都知道 这些人全都是被冯小双收编了的 也都是自己人了 大家也都热情的欢迎他们 大家都进了寨子 情瑶他们四个和学艺 还是第一次来到山寨呢 看什么都挺稀奇的 不过他们的规矩都是极好的 目不及歇视跟着冯小双上了山寨 中午的时候 冯小双开心的下了处 给大家做了一顿好饭 大家吃的那叫一个风卷残云 一个劲的说 多长时间没有吃过双丫头做的饭了等等 主子 还真是舒服的不行呢 刚才用那个大锅 还真是挺吃力的 还是酒楼里专门设计的炉灶方便 什么时候有时间 也把寨子里的灶房改建一下 不行的话 就重新建一个小厨房 现在也不是没有这个条件 要是义云天什么时候回来 自己还能给他做些可口的饭菜 说起来 已经有好久没有见过义云天人了 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就这么胡思乱想的 冯小双竟然打起瞌睡来了 这段时间冯小双也是太累了 虽然有人帮忙 但是很多事情还是得他自己亲自过目的 这具身体也才十四岁 到底还是底子弱了一些 就算是有轻英的妙手 也不是一时间就能调理好的 看见冯小双打了幸福的小葫芦睡过去了 轻英也是没有办法 叫了庆落过来 小心的把冯小双背回了原来 他和义云天住的屋子 盖上了一条宝毯子 主子太累了 我们就在这守着吧 万一什么时候主子醒了 也能找得到人 这两天雪爷妹妹也辛苦了 让她先去休息一下吧 清瑶小声的说 嗯 我正就去找雪爷妹妹 清瑶姐姐现在正守着 清瑶点了头 出去了 山寨里早就知道冯小双带了五个丫头呢 房间也都是安排好的了 虽然条件自然没有酒楼的好 但是也是寨子里挤好的了 铺盖也都是新的 雪爷知道冯小双身边有轻摇他们 自己也能放心 就顺着清瑶说的话休息了 还没等清瑶走出去呢 就睡着了 雪燕也是年纪小 加上又跟着清瑶他们学了不少本事 日夜练习 还要贴身伺候冯小双 可不是累坏了 趁着现在这个机会 也该休息休息了 冯小双这一觉 睡到了天色昏暗 主子醒了呀 奴婢煮了点小米粥 主子吃一点吧 放了些红枣 火候也正好呢 清瑶先给冯小双喝了点温水 然后才把红枣小米粥端了过来 温度正好 冯小双中午就没吃多少 现在一碗微甜的红枣小米粥 正好适合冯小双的胃口 嗯 这粥熬的火候正好 味道也惊天可口 你们呢 都吃过东西了没有 咱们寨子里的条件还算可以 就是这灶台老旧了一点 不知道五老二他们会不会搭灶台 我想改成咱们酒楼的样式的 或者是就在边上重新盖一件 到时候你们用这也方便不是 冯小双作为大厨 只要是有条件 他都想把做饭的条件 弄成最好的 主子关心 奴婢们都吃过了 大家也都休息好了 奴婢瞧着五老二他们倒是跟山寨里的兄弟们相处的不错 主子之前的担心倒是多余的 清英把周婢接过来说道 嗯 其实他们都是性情中人 只不过是因为给各自的山寨效力 这才成为了潜在的敌人的 现在大家都是一个山寨里的兄弟了 自然是相处的不错 这样也好 省得我担心了 冯小双伸了身懒腰 这一觉睡得真是舒服啊 我们去看薛大娘吧 我刚来山寨的时候 薛大娘对我照顾都很好 我应该第一时间去看她的 对了 给薛大娘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吧 跟我过去看看 冯小双想着刚到山寨时候的情景 不由的笑了出来 第214章 你回来了 薛大娘 薛大娘 我是双丫头呀 我回来看你了 冯小双走到了薛大娘的门外 敲了敲门说道 是双丫头回来了呀 早就听说你要回来了 我一直等着呢 快进来吧 老婆子眼神不好 就不去给你开门了 薛大娘的声音响了起来 冯小双推门进去了 屋子里的陈舍还是跟之前一样 他还在这间屋子里歇过午觉呢 没想到不过半年的功夫 一切都已经不一样了 薛大娘 我回来了 你老人家的身体可还好 冯小双拉着薛大娘的手坐在了炕檐上 好好 大娘一切都好 你们在外面忙碌着 我们就在寨子里享福了 哎 自从你送了那一家人回来之后 大家的日子可就好过多了 每天都有热饭热茶的 衣服也都按时按点的拿去洗了 你瞧瞧 我现在都没什么事做了 那媳妇的可真是勤快的 那男人也是个好的 就是那小子呀 也都是手脚麻利的 薛大娘不住口的夸着 冯小双送过来的那一家人家 这都是他们的本分 现在寨子里的都是老人家 腿脚到底不如年轻的时候了 现在咱们寨子里也不缺钱 也不缺人的 还不行我找两个人来孝敬孝敬你妈 是不是这个道理 彭小双靠在薛大娘的身上 薛大娘的身上很是温暖 彭小双能从薛大娘的身上 找到亲人的味道 好好 大娘啊 都听寨子里的人说了 你那个侍卫天酒楼啊 那生意叫一个有声有色的 大娘开心 我现在啊 就想好好的活着 好好的过日子 等你和大当家的成亲生子 大娘还能给你们的孩子做骨头鞋呢 薛大娘乐呵呵的说 大娘 你说什么呢 这还八字没一撇的算了 再说了 大师未成呢 我还小呢 这事还是等以后再说吧 彭小双有些害羞了 任谁提到成亲生子的事 能不害羞吗 成亲生子是女人一辈子的大婶 大当家的是人中龙凤 我们双丫头也是女中翘楚 你们是天生一对啊 主定会遇到 这就是缘分 对了大娘啊 还给你做了不少的小衣服呢 用的都是你送到寨子里的细棉布呢 瞧瞧看看 咋样 薛大娘是把冯小双当成是晚辈看待的 拉着冯小双的手摸出来一个小布包 从薛大娘的房间里出来的时候 冯小双手里多了个小布包 那都是薛大娘给她准备的礼仪 你们也都看出来了吧 山寨里的人对我和云天全都是一心一意的 就是为了他们 我也不会停下努力的脚步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帮助我 把事情做得更好 明白吗 方小双对着身后轻摇他们说 是啊 朱泽 努婢们明白了 轻摇他们看着有些寒酸的山寨 其实心里挺为公子和主子不值的 但是今天看到了这些 又听到了主子的话 他们都没有任何怨言了 彭小双回到山寨 只休息了一天半的时间 就开始带着吴老二他们干活了 每天不是山里 就是林子里的 看荒种地 修渠建堂 都是麻烦的事 也都是细活 一点都不敢放松 尤其是修梯田和水渠的事 他们这里没有明白人 想找个明白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只能是冯小双亲力亲为的 这才半个月 他们的工程刚刚有了个起色的时候 冯小双就直接受了两圈 原来就不大的小链 现在更是只有一个巴掌大小 青瑶和雪燕他们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每天都是百万操心着冯小双的吃喝 就是养不出一点肉了 主子 您歇歇吧 这都已经快到此时了 您再不休息的话 这心血可是熬不住啊 雪燕看着冯小双的眼睛都有些熬红了 再等等 这块好了 这图今天必须得画出来 明天那个山坡的砸死草树根什么的 都收拾出来了就 这可是梯田的第一个实验的地方 能不能成功就看这瓷 要是这个山坡能成功 其他的地方才能顺利的开垦 这可是关键 我得把这里面的东西全都写出来才行 要不然明天就又该玩了 冯小双头都没抬 这个时候正好有一杯菊花茶递到了冯小双的眼前 他接过来直接就喝了 他每天熬夜眼睛都干涩的厉害 最需要这菊花茶明目了 才喝完菊花茶 冯小双就想再次查看一遍 没想到一只大手直接按在了他的本子上 直接分明五指修长 一看就不是自己身边丫头的 你回来了 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呢 冯小双割下了笔 惊喜的说道 我要是再不回来 你是不是就要把自己给累坏了 你瞧瞧你 这脸上的肉都没了 眼睛都往红了 黑眼圈也出来了 本来就够丑的了 再吵下去的话 小心爷修了你 义云天把冯小双的纸笔全都放在了一边说 哼 本正已经这么丑了 我也不介意再丑一点 话又说回来了 你说修了我就修了我 我可能是为了你的什么人呢 风小双瞪了义云天一眼 扁了扁嘴 不去看义云天那张欠揍的俊脸 你不是我的什么人 那你还想成为别的人使得什么人不成吗 嗯 我的小丫头 阉云天鼻子里轻轻的嗡了一声 把风小双提了起来 抱在怀里 自己走的时候还是肉乎乎转软的 抱着很舒服呢 这才走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呢 就成了一把骨头了 风小双本来不是什么大骨架的姑娘 而是属于那种细长型的 是姑娘们最喜欢的身材了 看着挺瘦的 其实这身上可是肉肉的呢 也是男人最喜欢的身材了 鸟头 你瘦了 我心疼 义云天把风小双按在了自己的怀里 轻轻的摸着风小双的后背 这就是他认定了一辈子的女人啊 一个为了他淡经节律 为了他费尽辛苦的女人 一个他永远也不会辜负的女人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215章 最先驱到手 刚才不还说羞了我吗 现在咋又说心疼了 你这出去一圈 倒是学着油枪环舍起来了 冯小双推开了义云天的胸膛 但自己和义云天之间留下了一些空隙 他的力道 他的力道大得让冯小双有些喘不过气来 哪里舍得呢 时间不早了 快点休息吧 你这双眼睛是那么清澈明亮 你不想因为我让他们变得红红的 跟小兔子似的 喂 陪陪我 我也累了 义云天微微一笑 冯小双也仔细的看了看义云天的脸 这两个月的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吧 虽然冯小双没有问过 云天在外面都干什么 但是他知道一定不会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他心疼他 他又何疼不心疼自己的男人呢 那我们休息 这还是我们最开始就待在一起的地方呢 一切的东西都没有变呢 冯小双折至炕上的被子 这些东西都还是以前的样子 这里有冯小双来到这个世界最初的回忆呢 嗯 都没变 我们也没变 我们的感情也没变 只会日久迷信 傻丫头 我给你打水 辛苦了 我的老板娘 义云天捏了捏冯小双没有多少肉的脸颊 眼睛里的情绪一闪而过 然后就出去要水了 两个人洗漱完毕 熄了灯之后 义云天连人带被子 把冯小双都抱在怀里 袖着冯小双淡淡的 头发上面 墨和 丽花的味道 义云天直觉的鲜 你这次出去 还顺利吗 冯小双也乖巧的待在被子里 轻声问道 还算顺利 已经成功的联系到了我表兄 剩下的就是积存实力 然后等待时机了 这段时间 我要带着人进山训练 还得执行一些任务 可能没有时间陪你了 好像 我们只有最开始的时候朝夕相助 现在 倒是还忙起来了 义云天的语气中 喊着抱歉 没事 现在的分开 是为了一辈子的相守 我等着你 也等得起 冯小双在黑暗当中 天天的一笑 为了一辈子在一起 现在怎么付出都不算过分 他相信自己的男人 会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家的 当然 就算是他一无所有 甚至是居无定所 他都愿意跟着他 无怨无悔 你说的这么好 让我怎么能不心疼你呢 对了 我顺手把罪先居给拿下来了 明天让金子 把房契和地契都交给你 那个姓刘的 浑身臭气的 滚出洋雾县城了 不过 我也算是截胡了 王老爷本来也相中了 罪先居了 不过 没有我出手快 不信 现在王老爷也正后悔呢 等你有时间 送些礼物给王夫人吧 算是表示我们小小的歉 义云天 义云天嘀嘀地笑了两声 这事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啊 你真的把罪先居给拿下来呀 前两天求出还给我送信了呢 说是姓刘的 一直不肯松口啊 冯小霜 转身 转身面对着义云天 惊讶地说 他 是不松口啊 要是早松口了的话 能轮到我吗 放心 我没用什么 以示压人的手段 我是正大光明 买下来的 不过 用的不是我自己的钱 而是他留权的钱而已 义云天觉得自己这个买卖做的还是比较划算的 反正钱也是白来的 他还算是帮着姓刘的了 要不然他的那些银子 义云天有本事让他半个字都拿不到 用他自己的钱 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说 冯小霜本来都困了 现在也不困了 精神地看着义云天黑暗中有些明模糊的脸 既然你这么有兴趣 我就跟你说说 义云天就把刘全怎么放的印子钱 放印子的钱 让那个人怎么想着要卷钱跑路 怎么被他给抓住了的事 都跟冯小霜说了 这笔钱到了我的手里 反正也没有什么用处 拿来买下最玄具 算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一双碰 去县衙更名过户就是了 尖牙都是咱们自己人 他们要是敢管你落红包 我让金子切了他们的爪子 义云天还是这么霸道 那他怎么走了呢 杨武县不是还有他不少仆子吗 他不在这儿 那是去哪儿的 冯小霜好奇的问 在自己男人的怀里 不要总是打听别的男人的事好不好 你累了 咱们休息吧 义云天轻轻的捉了一下冯小霜的红唇 成功让那张叽叽喳喳的小嘴闭上了 义云天也不是不想加深这个吻 不过他怕自己一时控制不住 伤害了自己的小丫头 那就后悔也来不及了 虽然现在义云天很有把握 就算是自己想要再进一步 小丫头也是不会阻止的 但是这不是他想要的 第二天早上 义云天和冯小霜双双出现在风河谷山寨的大厅里 大家都很意外 大家也算是全都聚齐了 整间大厅都是说笑的声音 气氛欢乐的就像过年一样 吃过了早饭之后 冯小霜就兴冲冲的拉着义云天的手 去瞧他们即将要开的提铁了 你看 我们按照山的走势 开掐出来的 一层一层的围在一起 就像是我给你画的等线高线一样 水渠一直修到上面 从上往下观水 在上面种上水道 你看能不能找 小霜 这都是你想出来的不找 云云天看着吴老二他们干的热火朝天 这种梯田他确实是没有听说过 可以说他从前的注意力就没有在这些农事上面 没想到还能有这么多道德 这可不是我想出来的 其实在南方的一些地方已经有了 不过还没有推广开来而已 你不要问我从哪知道的 反正对咱们有力就是啊 我们风河谷可以开发的地方有很多吧 不用到明年 咱们就能把风河谷大编上 到时候也算是我们其中一个产量基地了 以后还要建设很多这样的基地的 到时候不管你有多少的兵马 我都有信心 不让他们饿肚子了 冯小霜看着山下在干活的兄弟们 颇有些指点江山的感觉 第216章 梯田成功 鸭头 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为我打算的样子 让我的心都跟着软了 你要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最不需要的就是欣然了 可是你总是那个意外的 易云天知道冯小霜是有秘密的 他的秘密他不说他就不问 这样的傻丫头就算是他有秘密又能怎么样呢 不还是自己的傻丫头吗 云天 你也是我的例外 前世经生唯一的一次 只要是你想做的 我都会尽全力帮你完成的 我的愿望你也知道 我不想让我们之间有第三个人 你说我心胸下暗也好 说我善度善计也罢 只要有我就不能有其他的人了 你不后悔吗 冯小霜回头看着易云天 脸上的笑容之中还带着些许的苦涩 易云天的大势进展的越是顺利 冯小霜其实越是不安的 他不是担心易云天这个人对自己的心意 而是怕他在走向成功的这条路上 有很多的不得已而为之 那样的话冯小霜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抉择了 难道真的像是这个时代的女人一样 从一而终 看着自己的丈夫跟一屋子的盈盈艳艳嬉笑吗 他每每想到此处心就跟着疼了 他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女人分享自己的男人 对于感情的事冯小霜的眼里揉不得半里沙子 说什么傻话 你放心 就算是我背下了催情的春药 也只会回来找你解读 不会让任何女人碰到我的 我的笑容是 易云天的脸上挂着无奈的笑容 自己难道在小丫头的心里就这么点自制力都没有吗 要知道自己每天抱着小丫头一起睡都没有动得分好的 就这样还让他这么担心这么没有安全感 看来自己真的是要好好地做做功课了 让女人没有安全感的男人是失败的 我不过是给你瞧瞧警钟罢了 你倒是说的厉害 喊什么药的 这下次轮到冯小霜有些不好意思了 这个易云天越发是口误遮拦着了 好好好 都是我的错 我的娘子一点错都没有 不知道刚才怀疑自己的男人呢 又是哪个小女子 吴雨还说的真是没错 鬼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易云天学着老学鸠的样子 摇头晃脑地说了这么一句 引得冯小霜对他又是大又是恰的 最后易云天连连讨饶 这才算是罢休 一直站在远处 等着青瑶和雪燕他们 看着冯小霜跟易云天的相处还有互动 脸上都不自觉地带上了笑容 看这个样子 公子是很宠着主子姑娘的 主子们的感情好 他们这些做丫鬟的也觉得高兴 在这片心绿阴阴的山野之间 俊美的公子 修丽的美人 怎么看都是和谐的 易云天也很享受他现在跟冯小霜的状态 这也算是忙里偷闲了 回来安排安排 他就又要走了 跟表兄商议的事情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地方 他不去不行 只能让这个精灵一样的小丫头 自己一个人面对那么纷繁复杂的事情了 他心里是有抱歉和遗憾的 因为干活的人多 不光是冯小霜带来的吴老二他们 还有混合骨留下来的人 也全都加入到了其中 别忘了 易云天回来还带回来一百多 最初投奔过来的军事呢 这么大的事 谁也不能干看着 就全都鲁哥夫子挽袖子的跟着帮忙了 反正都是力气活儿 大家也都能干得了 于是只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那片适合耕种的山坡 就围开啃出了一个模样了 一圈一圈的土地被结实的堤坝围住 中间的土地已经被翻松了 水渠里的水一点点的伸着挖好的渠沟 流进了开垢好的土地当中 水流控制得很好 没有冲坏了土地 也没有冲坏了堤坝 等上一层的梯田 煮满了水之后 多余的水就从流下来的水道 往下一个梯田里流了出去 等水位下降到了合适的位置 就有人穿了雨鞋 把水道堵住 水渠里的水就绕过第一块梯田 往下面第二块梯田里流了过去 只要人看得住的话 每一块开好的梯田 都能得到泉水的滋养 这样的耕种方式 不管是从饱水 饱土还是方面的效果 都是十分的显著的 雲娇 你看 看到了没有 我们的梯田 沿着等高线建立 还有水区座位灌改 正是和冯河谷这样的山地丘陵的 地区开发的 我已经计算过了 光是冯河谷沿着这一条线 就能至少开出来两千近的耕地了 而且不光是有水田 也有汉田 还用套座呢 你想想 这要是全都开出来 我们是不是能解决了不少问题呢 一个缝河谷不够 那两个呢 十个呢 我决定了 以后只要有足够的流动资金 我就用来买这样的山地 才发出来都是好地 彭小双看到了第一块提田的成功 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真的有了做一个全国都文明的大地主的想法呢 你这个法子还真行 要是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至少有一半的粮草 可以自给自足了 不用受到粮伤的执着不说 连朝廷也拿我们没有办法了 狗荒利 看来是老田野把双耳送到我身边的 注定你是要失败的 一云天闻着空气中 心翻的泥土的香味 心中也是好奇万丈 原本只有五分的信心 现在也有了七分了 多出的这两分 就在他的小丫头身上 那是 你以为我之前开旧楼是为了什么呀 挣钱当然是要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打仗的话 真金白银能当半吃吗 那东西硬邦邦的 什么都不顶不说 吃了还会死人呢 后勤不信 知虚才是重中之重呢 要是世道真的乱起来了 有钱也不见得买得到粮食的 冯小双看着下面吴老二他们欢呼的样子 神情凝重的说 嗯 没想到我的双耳还真是有远见 银云天走到了冯小双的身后 下方正好顶在冯小双的发顶 好闻的茉莉香味又一次传了出来 第217章 交代 你呀 就知道哄我 这些你不是早就想到了 西柳城的那个马老爷 还不是你早就联系好了他 要不然怎么那么巧呢 就在咱们实为天开业的时候 他到了阳武县城 说是生意路过 我才不信呢 还有你一会双耳一会小丫头的 我哪里有那么多个名字呢 冯小双点击脚尖 顶了顶 轻轻的 云天的下巴 我喜欢这么教你 双耳也好 小丫头也罢 不都是你吗 都是我的夫人 你呀 是想跑也跑不掉 行了 既然已经成功了 就交给他们去做吧 你这段时间可是累坏了 跟我回县城吧 你身上的肉都掉的差不多了 要趁着我在的这段时间 好好地养回来 要不然 早晚把你这条小命都送掉了 云云天 拉着风小双就往回走 既然基础已经打好了 让下面的人盯着就是了 要是事事都要让主子亲力亲为的话 那还要下面的人干什么 敢吃饭 不干活吗 冯小双知道 这是云云天 心疼自己呢 想想也是自己 都已经两个月都没有回县城了 时回天的生意 他不担心 有求书在 大山哥 还有张记兄弟顶着呢 还有雪渊那个小丫头 帮着自己料理 他自然是不用费心的 不过今天早上 金红兽交到他手上的房器和地器 可是让他的心多跳了好几拍了 最先驱 现在已经从姓刘改成了姓冯了 他要好好谋划谋划 最先驱以后要怎么办的问题了 所以也就没有争打 当天下午就被云云天卷包带走了 山寨里的人都知道 冯小双和云云天要走了 都出来送行了 开荒的这些人 也派了吴老二出来送行 冯小双在马车上交代了不少的事情 吴老二 暂时奉猴古开荒的事就由你负责了 脑子给我机灵点 留点心 别走神 我隔一段时间会派人过来瞧瞧的 要是敢偷懒的话 我就让青鹿收拾你 你记住了吗 现在 威胁吴老二他们最好用的人 不是云云天 而是青鹿这个小丫头 听到这儿 青鹿还吹了吹自己的粉圈 吓得吴老二一个哆嗦 赶紧攻身行李 不是放心 小的一定尽心尽力 不敢辜负公子和夫人的信 保证按照夫人的图示 把缝和骨打造成千井良田 嗯 如此就好 寨子上的东西 我隔几天就会派人送过来 你们每天干活的作息时间 也一定要按照我说的来 中午一定要休息 吃的也不能占了 身体还是本钱的 人家里的事情多 那一家三口要是忙不过来 挑两个身体不算是太好的 过去帮忙 这些事 你看着权益都办着吧 冯小双对开荒的这些人 有着严格要求 包括什么时候休息睡觉 都有规定的 更别说每天吃的东西了 都是保证营养的 虽然这些人 被他用抚心弹控制 就算是使唤再恨 他们也不敢有半句怨言 不过 把人累死了 不是冯小双的初衷 他不想让自己的事业 沾染上这些人的半点血性 不信呆已经是无奈之举了 他想要的 还是用真心来交换的 这样的勤奋 才是控制人心最好的毒药 也是让人甘之如意的对毒药 是 夫人 小的一定姐姐 话说到这儿了 吴老二还真是感动量多 冯小双定下来的规矩 可以说是 比长弓的待遇可是好态度了 精明白面不是顿顿都吃 但是 每天是能有一顿 鸡鸭鱼肉 当然不是天天见 每隔三天一顿的红烧肉 也是管够的 另外 严格规定了上宫的时间 晨时开始干活 午时之前就休息吃饭 中午还能午睡半个时辰 然后再去干活 晚上不用太阳落山 就收空休息 天热了之后 冯小双还规定 上午下午 各送两个绿豆汤 结束 各样的待遇 估计哭着喊着都有人来吧 他们是多么幸运啊 能遇到冯小双这样的住家 记着你们夫人说的话 要不然一个复习答案是不够的 行了 走吧 天色扑草了 走得晚了 回去没时间休息了 说这话的是义云天 他没等自己话说完呢 就把冯小双 拽回到了车里 把人抱在怀里 这个小女人 再这么跌跌不休下去 他还要不要回去了 冯小双 挫护其防之下 跌进了义云天的怀抱 还吓了一跳 等他搂住了义云天的脖子 马车就咕噜噜的走了起来 你干嘛嘛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怎么这么着急呢 冯小双微微嘟起了嘴巴 再次把你拽回来 天黑了又亮了 你也走不了 我的小朋友破 咱们现在是要回去休息了 你就别操心这么多了 行不行 操心多了容易老 万一你这个年纪小的 要是走到爷的前你家 这爷这孤孤单单的 可不一定会找什么 如花似玉的老太太呀 云天捏住了冯小双 听敲的小鼻子 还真别说 手感还不错 哎呀你别当 让人听见了多不好 什么如花似玉的老太太 你见过哪个老太太 是用这个形容词的 我倒是没什么 我看教你课业的老师傅 却是被你记得如花似玉了 冯小双把自己的鼻子 从义云天的大手下抢救了回来 肯定都被捏了红了 爷的客业师傅 可是多少 都是头发胡子 花白的老头子 想要如花似玉也不行了 好了 路徒也不尽了 但靠着爷休息会 咱们好好说说话 放心 没有人会看见 也不会有人敢笑话你的 云天大咧咧的 血液在马车子边上 冲冯小双张开了怀抱 冯小双看了看 他那儿好像确实是挺舒服 反正两个人除了没有洞房过之外 不该做的也没少做 也不差这一次 冯小双大大方方的过去了 然后在云天的怀里 拱了两下 找了个舒服的位置 闭上了好看的性毛 看着怀中的小女人 乖巧的模样 云天把手搭在冯小双的腰间 两个人有一袋没一袋的说话 没一会儿 冯小双就在马车的摇摇晃晃当中 睡着了 双二 双二 醒醒 到家了 一阵阵轻声的呼唤 把冯小双从睡梦中叫醒 云天看着自己胸口可疑的水字 有些哭笑不得 双二 你这是要给爷表演水烟七军吗 云天看着迷迷糊糊的冯小双 觉得好笑的说道 啊 不好意思啊 我 我只要测试睡 就容易流空睡的 要不 我给你洗一洗 我给你洗洗吧 冯小双一下就行了 看着一云天保持青色的衣上胸口的位置上那一片湿湿的痕迹 脸有些发红 实在是太丢人了 竟然口水流到他胸膛上面去了 冯小双 冯小双暗恨自己怎么睡得那么死呢 要是警醒一点就不会这样了 好了 也不嫌弃你就是了 不过 你要陪爷这一身袍子才行 要你去上宿做的 李云天 趁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好吧 不过 我可能没什么时间 你且等吧 冯小双 哪里还不知道 李云天是开自己的玩笑 真是好讨厌 李云天揉了揉 被冯小双震得有些发骂的肩膀 看着冯小双称怪的小眼神 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反正就是两个字 输的 给公子和夫人请安 欢迎公子夫人回家 秋雷带着侍卫天的人 都在门口迎接的 这个时候 侍卫天是客人最少的时候了 要不然也没有这样的阵长 都是自家人 哪里有这么多的理解说 都起来吧 回去吧 一会儿咱们都成大街上的风景了 李云天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虽然这么说 不过心里也是高兴的 毕竟 他这一走两个多月 全靠着这些人 这个是为天才能运转的 好了 不过是回来而已 哪里有这么着眼 人迎接 你们也是太客气了 快走吧 我这也很长时间没回来了 乖想大家伙的呢 走吧 彭小双见到熟悉的大家 也很高兴 尤其是雪月 这个小丫头被自己丢在石为天的后院里点 可把这个小丫头给折腾得够呛 不过成长得也很快 姑娘 您可回来了 奴婢以外 您 不要雪月圆了呢 说着说着 雪月圆小丫头 眼泪 噼里啪啦 叼了下 那样子 可是可怜劲儿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欢迎关注 第二晚一十八章 恭迎公子 夫人回家 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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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到家了 一阵轻声的呼唤 把风啸声 从睡梦中叫醒 义云天 看着自己胸口可疑的水渍 有些哭笑不得 双 你这是要给爷 表演睡眼气军吗 义云天 看着迷迷糊糊的 冯小双 觉得好笑的说道 啊 不好意思啊 我 我只要侧着睡 就容易流空水的 要不 我给你洗洗吧 冯小双 一下子就醒了 看着义云天 薄湿青涩的 衣上胸口的位置 那一片 湿湿的痕迹 脸有些发红 实在是太丢人了 竟然口水流到 他胸膛上去了 冯小双暗恨 自己怎么睡得那么死呢 要是警醒一点 就不会这样了 好了 爷夫嫌弃你就是了 不过 你要陪爷一身袍子才行 要你亲手做的 义云天 义云天趁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好吧 不过 我可能没什么时间 你且等着吧 冯小双 哪里还不知道 义云天 是开自己的玩笑的 真是好讨厌 义云天 揉了揉 我被冯小双 真的有些发麻的肩膀 看着冯小双 称怪的小眼神 心里 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反正就是两个字 舒坦 给公子和夫人请安 欢迎公子 夫人回家 秋雷 带着 义云天的人 都在门口迎接的 这个时候 义云天 是客人最少的时候了 要不然 也没有这样的阵仗 都是自家人 哪里有这么多的 个礼物 都起来吧 回去吧 一会儿 咱们都乘着 大街上的风景了 义云天脸上 带着淡淡的笑意 虽然这么说 不过心里也是高兴的 毕竟 他这一走两个多月 全靠着这些人 石为天 整个才能运转呢 好了 不过是回来而已 哪里用得着硬件 你们也是太客气了 快走吧 我这也很长时间 没回来了 不爱想大家伙的呢 走吧 冯小双 见到熟悉的大家 也很高兴 尤其是雪月 这个小丫头 被自己丢在 石为天的后院历练 可是把这个小丫头 给折磨得够呛 不过 成长得也很快 姑娘 你可回来了 努逼以为 你不要努逼呢 说着说着 雪原小丫头眼泪 霹里巴拉地掉了下来 那样子 那样子 可是可怜点的 好了好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 哪里是不要你 求如叔可是跟我说了 我们雪原 现在可能干了 以后我出门 到哪都会带着你的 还不是让你多学学本事 连带着摸摸你的性子 现在怎么倒是开始 掉起筋豆子了 好啦 再哭就不漂亮了 冯小双 掏出帕子 给雪原擦眼泪 雪原已是一时 见到冯小双激动的 很快就好了 小小地抽叶着 站了冯小双的身后 跟自己的姐姐 偷偷地 拉了一下手指 然后 就规规矩矩地 低头走路了 公子 夫人 大家知道你们回来了 很高兴 今天晚上 准备了丰盛的韭菜 都是大家凑的份子 算是欢迎公子和夫人回家 还请公子和夫人 给大家一个机会吧 等大家都坐下来之后 秋雷笑着 走到了一云天 和风脚霜的面前 哪里用大家凑份子呢 云天回来了 本来就是应该他这个老板 犒劳大家的 冯小双高兴地 看着每一个熟悉的人 视为天这里的人 跟凤和谷的兄弟们一样 冯小双 都是当成亲人一样看待的 不然 这都是大家的一点心意 按照您定下的规矩 这个月利润跟上个月的相比 翻了两倍有余 所以 酒楼里的所有人的月景全都翻倍了 大家高兴 所以这不是凑份子来高兴高兴吗 秋雷也高兴 毕竟酒楼生意好 利润丰厚 也说明他这个掌柜的尽职尽责布 是吧 我倒是把这事给忘了 那是要高兴的 那咱们俩就占一回大家的便宜了 那你们晚上可要拿出自己最好的手艺给我们吃才行 谁的菜有失水准 就要罚酒三杯啊 冯小双也知道 这两个月的利润很好 没想到 竟然翻了两倍不止 还真是让人意外 现在的十位天 说是日进斗金也不过分了 能请夫人和公子吃饭 是我们大家的福气 大家都感念公子和夫人的恩泽 让大家能有这么个安稳的家呢 秋雷摸了摸自己小儿子的后脑勺说道 现在秋雷是前所未有的心安 小儿子在自己身边教养不说 还被送进了杨武县最好的学堂读书 父子俩平平安安的 每天都过得十分充实 剩下的就还有帮云天报仇雪恨了 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这一切都是公子和夫人给的呀 你们大家也都辛苦了 我都记在心里 求说带着大家都下去吧 多了一路的马车 夫人也累了 云天对这大家点了点头 然后就把人都打发下去了 公子啊 夫人 沐浴的香汤已经准备好了 公子夫人先沐浴更衣吧 雪燕走了出来 柔声说道 雪燕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断领 原本活泼的性子 更添了几分沉稳 办事也更加的体贴周到 嗯 这段时间都没有好好地洗个澡 这一路上 又是汗又是灰的 可要好好地泡泡澡才行 走不走吧 是我最喜欢的茉莉花吗 冯小双有些急切地说道 回姑娘的话 自然是夫人最喜欢的茉莉花 卢比还放了一些竹叶在里面 更加清新一些 希望姑娘喜欢 雪燕扶了扶身说道 你这丫头 考虑的还真是周到呢 姑娘我喜欢的不得了 也喜欢这样的雪燕 我先去梳洗了 你先等着吧 冯小双冲一云天吐了吐舌头 带着丫头们下去了 为了能让冯小双沐浴更舒服 雪燕让人把一间屋子改成了浴房 里面极为宽敞 大大的木头 宽厚的屏风 四周海洞用细密的帘子遮住 保密性非常好 雪燕和雪燕托了个托盘 一个上面放着洗澡的用具 另外一个上面放着的是换洗的衣服 清莹更在给冯小双按摩穴尾 剩下的清瑶三姐妹则在各处守着 虽然是自己的地盘 不过清瑶她们警戒已经成了习惯 不管在何时何地 一定要保护冯小双的安全才行 民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观众 感谢我赞助网上的90位赞助人 谢谢你们 第219章 洗澡洗出来的名堂 清莹给冯小双按摩完之后 还给冯小双把了把脉 主子 这段时间的艾灸和汤药很有效果了 再喝上五副汤药 主子就不用再喝了 主子原本身体的暗伤也好 还是痕症也罢 都不会再威胁到主子的身体健康呢 清莹 你还真是个宝呢 这两次的越试 我就不觉得痛啊 手脚也不总是冰凉的了 你要是坐管当大伙 一定能赚大钱 哎呀 说到坐管 师兄的医管 我都给忙活了 不知道师兄会不会伤心啊 冯小双一拍脑门 这事给忘得死死的了 这可怎么办 雪爷忽然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姑娘受罪 这件事情早在一个半月之前 就已经汇报给姑娘了 姑娘也发了对牌 让大伤歌去办了 现在 医管已经选定了地点 正在装修呢 用不了一个月 就能开张营业了呢 怪不得雪原笑的 冯小双都忙糊涂了 自己做过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是吗 冯小双仔细地回想了一下 但凡事与大的支出 冯小双都要发现对牌的 然后才能从账上领钱 求来也是见到了对牌和调臣 才能把银子从账上拿走的 没想到 这才一个半月的时间 冯小双倒是一点都不记得了 我是不是老了呀 这脑子怎么越来越不好使了呢 冯小双跌回到了水里 有些沮丧 姑娘哪里就老了 姑娘明年才几地呢 才算是正式的长大成人呢 不过是这段时间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姑娘忙得忘记了而已 不过姑娘可以忘记 奴婢们不能忘记啊 要不然 要奴婢们可不是吃闲饭的了 到时候 就算是姑娘不念奴婢们走 奴婢们也没脸再在姑娘身边待下去了呀 雪原小嘴伶俐地说 就你会说话 也是啊 你们本来就是我挑来的小秘书 这是我的六大金刚啊 也是有助手的人了 我可不能把自己给累死 累得老了的话 比喻云天还老 我不是吃亏了 奴小双抓了枣豆在自己的胳膊上抹来抹去的 这个枣豆好用是好用 就是味道不好 要是有花香的就好了 最好是茉莉花和桃花的 不光是能去除乌狗 还能润泽肌肤 一举多得 那该多好呢 奴小双一边洗一边说 亲应听了之后 心念一动 主子啊 不如让奴婢试试 能不能做出一些新的枣豆给主子使用 你会做枣豆 冯小双惊奇地看着亲应 亲应不是大夫吗 难道还会做这些不成 其实这枣豆不难做 就是用白豆馅作为主要原料 加上一些香料和一部分皂角的汁液 主子想要花香的 奴婢倒是可以试试 轻音微微一笑 这么点小事 怎么可能会难得住他呢 他们这些人 从小就被各种心恋 可以说是几百人当中才出来一个 他们会的东西可是多着呢 就这么简单做出来的吗 冯小双看着手里小小的枣豆 有些出神儿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香皂使用猪仪和猪的油脂进行造化繁衣做出来的 可以在里面加入各种香料 如果真的能做出来的话 他是不是也能做这门生意呢 正好有青鹰这个医药行家在 虽然有些大财小用吧 不过这门生意要是做成了的话 也是一万万利啊 造化反应好像就是油脂和碱的反应 具体比例 冯小双不知道 可能他能进行化验呀 最重要的是有这个反应啊 这个世界上可没有化学这回事 要是自己先把香皂做出来的话 是不是也算是抢占了市场了 想到这儿 冯小双狠狠的一拍水庙 高兴的不想 青鹰 你真是个宝贝 你那个花香的枣豆先放一放 帮我擦干 我们要做一个实验 要是成功了的话 枣豆这个高级的货色 就不再是最高级的 最高级的就是我们的香皂了 快点 我要出来 冯小双是个急性子 说干就干 干净从木桶里钻出来 几个丫头帮忙擦干身体 穿上衣服 姑娘这是怎么了 忽然说什么香皂 香皂是啥 是枣豆和皂饺做的吗 雪岩有点发懵 既然是主子要做的 肯定是好东西 咱们配合修饰 主子说的香料 我还得去找找 两位妹妹照顾着主子 那烧剑可是个危险的东西 别让主子伤了手 清吉佑说完就去找自己的药箱了 里面的药材虽然不是很齐全 但是冯小双说的那几样香料 还是不缺的 冯小双选了两样油纸 一种是猪油 一种是羊油 都是洁白的颜色 从后处搬过来的 冯小双显示 把油纸慢慢的用小火融化了 然后分批次的加入碱水 碱这种东西是早就有了的 要不然拿什么发面啊 然后就是迅速搅拌 这件事情 清瑶主动接了过来 她可是怕烫到了冯小双 那可就是他们的失职了 夫妍 这些东西怎么变成这样了 在清瑶惊讶的目光下 手底下原本还是液体的油纸 慢慢的变成了半固态的样子 而且呈现了嫩黄色 这样就对啊 清瑶那些香料还没提纯出来 先用茉莉花的干花瓣试试 趁着现在放进去 冯小双看着造花反应越来越剧烈了 先也跟着砰砰的跳 这可是她第一次做香草 可一定要成功啊 后来看着搅拌的过程中 脏话反应不够了 有些油纸还在下面没有反应 冯小双知道自己的碱水加的不够 又让血烟加了一次 让那口小锅里面的所有油纸 全部反应完毕了 这才算完事 主子 这就是香皂了 清瑶看了看那些黏糊糊的固体 实在想象不出 这东西跟香皂有什么关系 又跟枣豆有什么关系 倒是轻英蹲下来之后 捏了一点已经完成反应的香皂胚体 闻了闻 又在手指上轻轻的感受一下 清瑶姐姐 主子的法子可能真的可以 这个可比杂物要细腻的多了 也更加的光滑 就是不知道去屋的效果怎么样 第二百二十章 读心术 没想到轻英倒是个识活的 这还没完呢 穿着它们还没有完全凝固呢 用石板把它们紧压成四方块 用布盖着亮呢 等明天咱们就能看到效果了呢 冯小双的头发还用一大块布巾包着呢 看着那些乳白色的香皂胚体 乐得嘴都喝不上了 自己虽然学习不好 但是总算是记着一点有用的东西不是 一云天也已经沐浴更衣完毕了 一直没见冯小双的身影就过来寻找了 正瞧见主夫几个围着一堆白色的东西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呢 一时好奇的走了过来 青瑶他们最先反了过来 有人靠近 下意识的把冯小双遮挡了起来 然后怒目而视 发现是一云天之后 马上卸下了防卫 见过公子 青瑶他们赶紧行礼 雪燕和雪燕两个听到声音 才转过身来给一云天建立 景梯性不错 起来吧 爽儿 你在看什么呢 那么入神 一云天夸了青瑶他们一句 刚才他虽然没有隐藏行迹 不过还是用上了轻功 要不是青瑶他们有警觉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一云天 可见这四个女位还真是不错 自己不在冯小双的身边 也能放心不少了 云天 你来了 你快看 我们做的香皂 比枣豆要好用 还能变成各种不同的味道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只准备了茉莉花的花瓣放进去 要是能提取出精油的话 那味道就更加浓郁了 雪燕 把这香皂用木板 或者石板压紧 然后等明天的时候切成小块出来 我们就有又香又滑的香皂用了 冯小双对自己的成果表示十分的满意 香皂 代替枣豆呢 这是用的什么油吗 一云天闻了闻味道说 你的鼻子还真是挺灵的 就是油脂和鲜 它们在一起会产生化学反应不少 嗯 就变成了你现在看到的香皂 不过还让青庸准备了很多的香料呢 到时候有什么可以加到里面去 喜欢什么香味就有什么香味的 而且药材也可以加到里面去 对皮肤也好啊 比如说美白啊 改善皮肤敏感啊 这个就得让青庸去研究了 冯小双现在是十足的摔着手掌柜了 他只负责提出想法 具体实施就交给专业人士吧 他这个一窍不通的人 还是负责想想就好了 看你这么兴奋的样子 是不是想用这个香皂赚银子了 一云天看着冯小双一副偷吃了葡萄的小狐狸形象 就猜到了他心中的想法 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会读新术吗 还是长了一双透视眼啊 我怎么想什么你都知道 冯小双惊讶地瞪圆了眼性眼 没想到自己还没说呢 他就全都猜到 这算是心有灵犀吗 冯小双不知道 他看着那些香皂胚子的时候 就差两只眼睛里画满了元宝了 想要一云天不知道也难呢 你都快钻到前沿里去了 我哪里还能猜不到呢 你这头发还没干就跑出来 剩下的交给他们来做吧 我回去帮你把头发搅干 你不怕将来留下头疼的毛病啊 一云天把冯小双拎起来 也不管几个丫头的想法 就把人得带回了屋子里 好嘛好嘛 不要生气 也不要怪他们 都是我心急 这才跑出来的 这不是用布金子包着呢吗 现在天气也暖了 不碍事的 冯小双见一云天有些不高兴了 好好地说道 还给自己不断地找借口呢 眼珠子 鸡里咕噜乱转的 总是有那么多道理 好好做成 我帮你把头发擦干 一云天 把冯小双头上包裹的布金子 取下来 一头绣发 就这么飘了下来 还不算是很长 但是已经午黑发亮了 比之一云天刚遇见他的时候 要好很多了 加上青婴这段时间 不断地帮冯小双调理身体 表现在头发上的效果 就更加明显了 一云天一边给冯小双擦头发 一边跟他说着一些事情 也让冯小双了解一下 自己都在做些什么 云天啊 你们真的好辛苦啊 七表兄他准备怎么做 不能这样做想起成吧 冯小双有些不满意了 听来听去 都是一云天的计划和想法 要是那个七表兄李赵乐 一点动静也没有 双儿 表兄也有他的难处 不过 他在暗中积蓄的力量 也不少的 等到了关键的时刻 才适合翻改 这就像是底牌一样 刚开始就用了 等到了关键的时候 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一云天听得出来 这个小女人实在给自己抱不平呢 不过他倒是没觉得什么 反正最后他的目的就是报仇雪恨 把那个狗皇帝从龙椅上拉下来 然后他就准备带着冯小双归一山里 过那种娘向往了一辈子的快乐日子 什么功名利路 与他早就是过眼云烟了 看透了 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了 好吧 那咱俩 那咱俩 云天 你还得提防一件事情 那就是功高震重 虽然你跟七表兄是表兄弟 以前的关系也不错 不过时过进前 谁知道他是个什么想法 再说了 不都说天家无父子啊 连父子这种关系都不靠谱 何况是表兄弟呢 王小双忍不住担心的说 现墨杀驴这样的事情 不光是电视剧中有 现实中怕是更多 尤其是现在他们所处的环境 小兔死 走狗喷 飞鸟进 梁工藏 谁知道那个七表兄 会不会在成功之后 就除掉他们呢 不得不防 你放心吧 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 你这个小女子 都能想到的事情 难道我想不到吗 那你不是太小乔爷了 只要给爹娘报了仇 我就带你回凤河谷 凤河谷有千寝良天 鱼飞谢美 我就做一个富家翁 到时候 你再给我生一院子的胖娃娃 给我个亲友 我都不换 一云天拿了西角的梳子 给冯小双通发 冯小双也忍不住陷入到了 一云天描绘的以后的生活当中 不过想到一院子的胖娃娃 冯小双 决了绝嘴 你当我是猪啊 还一院子的胖娃娃呢 编一生一儿一女就不错了 其他的甭想了 我才不要身材走行 变大妈 第二百二十一章 情人间的互动 一儿一女也好 正好凑成了一个好字 到时候你就教女儿做生意 我却教儿子武功 谁要是敢欺负我们的孩子 我就扭下他们的脑袋 你看好不好 一云天脸上的笑容已经很灿烂了 他们都现在就跟冯小双生娃 不好 我们的女儿 会要把她培养成大家闺秀的 教她亲戚说话 要不然 你学的那些东西不是浪费的 当然 当家理事也不能不学的 万一被下面的人忽悠了 那不是辱没了我的名道 至于儿子吗 随便你了 冯小双想想 要是有一个像一云天一样的儿子 好像她也没什么可挑剔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一云天用修长的手指 轻轻地把冯小双的头发 拢在了一起 用一根发带梳好 现在 头发还没有彻底的干透 不适合晚发剂 这样松松地绑着 一云天最喜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感谢月清 百合 还有贝勒送的礼物 非常感谢 谢谢我赞助 网上的90位赞助人 感谢你们 第221章 情人间的互动 女子的婉约 与柔情 展现的淋漓尽致 有时候 不是复杂的就没人 反而 一些最简单的装饰 最能打动人心 就比如说 冯小双 现在头发上 那根坠了明珠的发带一样 冯小双摸了摸 头发上的发带 又看看童镜当中的自己 直觉地 经过云云天的手之后 这简单的发带 都不一样了 而且 镜子当中 明显美目寒清的女子 真的是自己吗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吗 云云天浮血深来 也一样看着镜子中的冯小双 双儿 你真美 在爷的滋润下 你就像一块土玉 已经变成了 无瑕的美玉了 瞎说 谁要你滋润了 本姑娘天生丽质 有你什么事 好了好了 你的头发还这么绑着呢 嗯 要弄成情侣发誓吗 过来坐下 我帮你竖发 我手艺可能不太好 但是 我会很认真很认真地 帮你竖发的 冯小双起身 把云云天 按着坐在椅子上 然后 用西角的梳子 慢慢地 通开云云天的头发 云云天的头发 比冯小双的 要更长 而且更顺 毕竟 云云天是成年男子 而且 小的时候可以说 是生活有我 没有受过什么苦 自然头发 就比冯小双更好一些 光滑如断 就算是最上等的抽段 都没有云云天 头发的质感呢 冯小双悬悬了一枚白鱼的罐 把头发竖了起来 虽然慢了一点 不过还算是奇咒 嗯 手艺不错 有赏 云云天 看了看自己的头发 开着玩笑说 那也要赏 弄逼个什么呢 冯小双 借着云云天的话 往下说 还学着 雪燕他们的样子 像模像样地 给云云天 行了一礼呢 嗯 你这丫头 长得不错 留下来给掩暖床吧 说着话的时候 还用手指 轻轻地挑起了冯小双下巴 那样子 就像是挑戏 小丫头的顽固子弟一样 脸上戏谑的 变神色 都是一样的 你是不是经常这样 挑戏以前 伺候你的小丫头啊 佛可是听说了 这大户人家的公子 十二三岁的时候 就有人 教导人士了 看你这么轻车熟路的 他是不是 不止一头像一回了吧 冯小双 用下巴轻轻点了 一下云云天的手指说 你这个小醋坛子 真想现在就办了你 爷爷老实点 让我抱抱你 说说 也不管冯小双 同意不同意 一下子就把人拉起来 抱进了怀里 冯小双惊呼了一声 然后就咯咯地笑了 这样情人之间的小互动 他很喜欢 也很享受的 云云天也开心地笑了 只有在冯小双的身边 他才能展现 自己真实的情绪 想笑就笑 想悲伤就悲伤 就像是狼和他的伴侣一样 只有对方 才能看到自己的欢笑和伤口 三声清脆的敲门声 打断了屋子里有些皮泥的气氛 公子 夫人 求掌柜 已经准备好了酒席 韩公子也已经到了 正在前厅等候夫人和公子呢 原来雪燕已经过来叫两个人来吃饭了 嗯 知道了 雪燕 你进来给我梳妆 你先去照会 带师兄 你们师兄弟这么久没见了 好好跟师兄说说话 冯小双推了推云云天的胸膛 刚才一番笑闹 冯小双的发带早就松了 现在这个样子 要是出门的话 岂不是太实力了 如此也好 那我先过去 你慢慢过来就是 云天虽然觉得 雪燕扫了自己的兴致 有些不悦 不过 也知道 这小丫头在外面徘徊了半天了 现在才来敲门 也是时间真的到了 也就不与她计较了 等冯小双重新装扮过后 去了十位天的前厅的时候 正好 菜都上齐了 岂云天拉着冯小双的手 让她坐在了自己的身旁 求掌柜 这才带着大家行李坐下了 今天 我们接了你们的光 她有了这丰盛的酒席 这段时间 大家也都辛苦了 以后在夫人的手下 更要尽心尽力 好了 大家吃饭吧 云天也没多说什么 微微抬起酒杯 先饮了一杯酒 大家才开始乐呵呵地吃饭了 你们两口子 可真是有意思啊 这一甩手 一走就是两个月啊 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县城 多无聊 云天不如我跟你去吧 一关我找老大帮你看着咋样 谭天磊 已经进金了 谭天磊 吃了一口菜 觉得好像比自己平时常吃的好吃了一些 这些大厨 今天知道 云天和冯小霜都回来 这也是下了功夫了 紧急 危险还是不小的 那个狗皇帝 虽然对咱们师们知道的并不多 可是 万一有个三长两端 怎么办 师父怎么能允许呢 一云天一皱眉 师父到老人家也去了 你放心吧 我们是几个师兄弟的本事 你还不知道 要是不想让人知道的话 就算是决地三尺 或者是他们站在狗皇帝面前 他都认不出来的 还有师父呢 云天磊给自己倒了杯酒 这可是三十年的竹叶星 好酒呢 第二百二十二整 大局 一云天有些郁闷 就是有师父才不靠婆好不好 那也就是个老顽童 弄不好 都能跑到御膳房里去偷吃的 这要是被人逮住了 丢脸不说 就怕伤到了师父 师父要是知道 你质疑他的身手 一定会好好操练操练你的 放心吧 师父这次知道清楚 张大师兄和我 都在你身边帮你 我抱了你的血海深仇 是不罢休的 寒天磊一扬播 把杯中酒喝干 他们这桌坐的都是自己人 伙计们和大厨 都坐在其他的桌子 所以 这话 是不会被其他人听了去的 倪云天 眼圈有些微红 冯小霜的心里也很激动 两个人对视一眼 同时把杯中的酒喝尽了 为了远在京城 主动把自己陷入危险境地的师父 好了 你们也不用这样 师父就会出江湖 也是心里痒痒的厉害 再说了 现在的皇帝不断地增加百姓的赋税 还有各种磕磕杂税 弄得百姓名不聊生 名怨的沸腾 也是该他下来的时候了 你们想一想 光是杨武县附近 就有多少的土匪山寨 这个别人不知道 云天是最清楚的了 韩天磊不想让义云天 陷入到异常的情绪当中 这不是他的目的 他是来帮忙的 不是来捣乱的 义云天轻轻一笑 确实是 这百石里地的土匪窝 都被他绞杀了个干净 有用的留下没用的 已经处理了 就连冯小双的手下 不是还有三百多的土匪 在帮忙干活吗 其实 这也能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来 朝廷是如何的无能和腐败了 官逼民反 要不然 哪里冒出来这么多的山寨呢 所以呢 这也算是大势所趋了 其实呢 要是真的换一位民主的话 对于天下百姓来说 也是福气啊 云天你也知道 这并不是你一个人 一家的事情 所以 我觉得 你还是要保持理智 安天蕾觉得 自己有必要提醒自己的小师弟一下的 义云天瞪了安天蕾一眼 要你说 你是将军 还是我是将军 你当我只是一个人顾着个人 不顾 大局的人吗 小心我下去跟你操练操练 云天没好气的说 冯小双也觉得 格局这个问题很重要 他们如果只盯着自己一家的仇恨 没有了顾全大局的话 最后可能真的报了仇 但是 同时也天下大乱了 那样的话 还不成了千古罪人了 让那么多的百姓陷入到水深火热当中 不是云天的初衷 也不是他要做的 他爹一辈子都在保护大云的百姓 为了不让大云的百姓受到其他国家的侵害 他爹几乎一整年的时间都在边境跟其他的国家进行战斗 如果 他这个做儿子的反倒是让更多的百姓流离失所的话 那估计他爹会从坟墓里跳出来掐死自己这个逆子吧 师兄 医馆的进度如何了 这段时间 我一直不赞上县城 还真是忽略了大师兄的医馆了 冯小双觉得 气氛有些太沉重了 毕竟是一次比较欢快的聚会 这样的事情 还是放在私下说比较好 虽然这里能确定 没有盘土 还是会影响大家吃饭的心情吗 你还好意思说 说了会帮我开医馆的 这时候就跑掉了 要不是有血缘小丫头 还有球大掌柜的话 我这医馆 还不知道开的猴年马月 谭天雷翻了个白眼给冯小双 原本觉得冯小双比云天 多少还靠颠簿 结果呢 两个人是一个类型的 一样都不靠谱 师兄 你这说的就不对了 最后还不是我的人在帮你张论 你说 你要是跟着云天 大师兄过来主持这个医馆 大师兄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冯小双觉得 这以后都是自己一个团队的人了 都是这块拼图上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还是提前了解一下的好 大师兄啊 我们叫他胖米勒 不过 大师兄的医术 可是比我厉害的多了 有他坐镇医馆的话 保证能让你赚得蓬波 蓬波满的 因为大师兄是个出了名的心狠手怀 要是哪个附上大户 或者是世家贵族的人 落到大师兄的手里 那他们可就惨了 不扒下来一层油的话 他就不是胖米勒 谭天磊 想到了大师兄曾经的丰功伟绩 还真是有些无奈的 不过 大师兄也不是谁的影子都坑的 只有那些为父不仁 的人落到大师兄的手里 才会如此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大师兄的人很好的 对我们这些师兄弟都很好的 我们一共师兄弟七人 都对大师兄很钦佩的 谭天磊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大师兄的情况 哦 大师兄的性格我喜欢 既然是旁米勒的话 大师兄一定是个吃货 只要是吃货 我就没有拿不下来的 冯小双对自己的手艺 是非常的有信心的 你说的对 以弟妹你的手艺啊 不光是大师兄 就是师父他老人家来了 也是一样的 谭天磊哈哈大笑 估计大师兄的肚子 会长上三圈也不一定啊 伊云天也笑了 想起师兄那个跟弥勒佛一样的大肚子 他觉得可能不止三圈 那可不一定 你们以为美食是一定会让大家长肉了吗 我将来会推出来养生美食的 会让食材带走大家身体里没有用的油脂 还有多余的油脂 说不定 在我身边待一段时间 大师兄 以后变形难也不一定啊 冯小双伸出来一根手指 向大家表示 美食可不光是给大家带来肥油的哦 还能这样 那我真是期待了 谭天磊没想到 冯小双还能有这样的法子 就是好用不好用值得期待了 那当然 现在最先驱已经到我手上了 我不得想点什么法子 让最先驱在我手上发光发热 最先驱以前就是一个没有什么透色的酒楼 在我手里 一定要不一样才行 还不能跟现在的石卫天讲真意 而且 我还有些新的想法 以后的酒楼这方面 主要是分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以石卫天为主导 另一个方面 就是以养生为特色的 名字我还没有想好 大家可以集思广义一下 冯小双也是灵光一闪 石卫天可以开分店的话 以养生为特色的酒楼 也可以啊 嗯 这个法子也不错 要不然 养五线有两个意味天的话 大家也会有些疑惑的 一云天也觉得可行 养生的药膳 我也是知道一些的 我可以给你提供些方子 不过味道呢 就很差强人意了 潘天磊 我从小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要是药膳的味道不好的话 他的机会是不是就来了 我所知道的药膳都是味道不怎么样的 只能算是勉强能入口 药材的味道还是很重 但兼顾口味和药效的时候 我们更注重的是药效 潘天磊毕竟是大夫 他要做的是恢复病人的身体健康 口感什么的不是他所考虑的范围内 师兄 跟你商量一下呗 我们合作啊 冬小双歪着头看着寒天磊 合作 怎么合作 你不是在算计我什么吗 寒天磊深切的怀疑了一下 你提供方子 我们一起来研究药膳 因为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药材的替换 毕竟要兼顾味道和效果的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需要你帮忙啊 冬小双是秉着不用白不用的原则 要不就是浪费资源了吗 不过师兄 亲兄弟明算账 我也不会让你吃亏的 嗯 每年我给师兄一成的纯利润 师兄觉得如何 冬小双开出了自己的价格 他向来在这些事情上算得很清楚的 他不会让身边的每一个人吃亏的 还是弟妹大方 我为云天卖了这么多次命了 云天可是半文钱都没有给过我 这件事情我接了 合作愉快 南天磊脸上一笑 不是为了这些银子 而是为了冯小双这份心意 有这样一位贤内助 何臭大事不成呢 云天看着冯小双精致的侧脸 温暖的笑了 这就是自己的女人啊 别看她的身体单薄娇弱 但是她有一种温暖人心的力量 让人不自觉的被吸引到她的身边 成为捍卫她的力量 合作愉快 冯小双也很高兴 手中就跟云天脸轻轻的碰了一下 然后两个人分别引进了杯中酒 算是达成了一致 恭喜夫人 咱们再添一个酒楼 那我就开始准备人手了 不认堪可好 球掌柜也高兴 新的酒楼有了主要经营的菜色 他这个掌柜的又要开始忙了 不过忙一点好 忙才能赚钱 才能报仇 只有忙起来 大家分道的才能更多 这也是大家尽心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动力啊 嗯 球数但是准备就行了 球数的眼光我放心 对于球垒的忠心和能力 冯小双一点都不怀疑的 听众朋友们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本集播讲完毕 谢谢我百合送的银币 银币谢谢 第223章 在天转前路 就这样 这顿饭一直吃到了夜色深尘 才结束 云天和寒天磊都喝的有点多了 云天的胳膊架在了冯小双的肩膀上 脚步微微有些亮强 按理说 像是他这样的人 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喝醉的 他今天也是有意为之 想要喝醉 这才醉了的 因为他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人被牵扯进来了 除了家里人之外 师父和六个师兄 是他最亲近的人 现在全都卷进来了 云天的压力能不大吗 想要醉一回也是人之常青 说二 你说 我要是失败了 怎么办 我的师父 我的师兄们 他们应该怎么办 还有七师兄 还有那么多跟着我一起卖命的兄弟们 他们要怎么办 云天任由自己 沉浸在九代来的罪意当中 这个时候 云天也是最脆弱的 谁规定 硬汉就不能脆弱了 只是他的脆弱 只留给自己最信任的人罢了 云天 我们不会失败的 你相信我 绝对不会 你是我的男人 我对你抱着最大的信心 你成功我陪你 你失败了我也陪着你 哪怕你死了 我也陪你共赴皇权 彭小双 驾着义云天有些吃力 不过 语气非常坚定 我怎么舍得让你陪着我去死呢 所以 我一定会共赴 云天觉得 自己真是碰上了个实心眼的傻丫头啊 接下来的时间 冯小双和云天又开始忙碌起来了 冯小双每天不时跟韩天磊在厨房研究各种药膳 就是忙着医馆开张之前的准备 整天跟陀螺一样 每天回到屋里头 倒头就睡 到时有时候 一云天臭空回来住一晚上 连句话都没跟冯小双说啥 与此同时 青鹰研究的香皂 也在一步步的进展当中 香皂也从最开始 只有茉莉香味的发展出了有十几种味道和不同的功效的 冯小双和六个丫鬟都是一一试过的 效果非常好不说 还香气吸人久久不散呢 青鹰 你真是个人才 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冯小双秀着自己身上淡淡的香气说道 主宰 这也不是奴婢的一点小手段而已 其实也不难道 就是把这些香料反复提纯 形成类似于主子说的精油的东西 不过 奴婢的这些精油是药膏子 用各种香料和药材熬制的 它能有这样的效果的 按照主子的吩咐 有不同的功效 美白润肤各不相同 味道也各有不同 这方气 奴婢都已经调配好了 现在只要主子一声令下 人手齐备 材料充足的话 咱们的香皂就能开始运作了 青鹰笑着他 他也没想到 香皂的效果能有这么好 想来一定能赚大钱的 下面的人都说 主子是巨才童女 还真是一点都没说错呢 那咱们就开始准备吧 最主要的就是人手和地址了 咱们的香皂方子 最主要的还是保密 拿了死器在手上的人 我用着更放心 这核心部分 还是得这些人才调配 剩下的压制和成型 那是无所谓了 长工短工都可以 这香料部分吗 还是得是青鹰带着人做了 需要什么 你尽管跟我说就是 冯小双随手捡起来一块 巴掌大小的香皂 放在手上吻了吻 这些都是奴婢 殷尽的职责 也不用主子费什么心 只要主子出钱 奴婢自然会把这些事情办好的 还有青鹰姐姐帮忙呢 是吧青鹰姐姐 青鹰难得的露出了调皮的表情 要知道 青鹰平时都是四姐妹当中最稳重的 但青鹰的稳重都有一拼了 主子 你看青鹰妹妹 被主子宠得越发的调皮了 主子要做的 奴婢自然会付出权力的 青鹰无奈的看了看青鹰 他们姐妹四个从小就在一起 彼此之间最为相熟的 现在又伺候了冯小双这么一个亲厚的主子 怎么能不尽心尽力的呢 你们呀 都是我的左膀右臂 你们六个人各有所长 各思其耻 我不知道要省多少心呢 不过 青鹰的心思啊 我知道 他是想偷懒呢 他 一心都钻在他的衣书和药箱里 对青鹰的事情可能不太擅长 不如就让雪原来帮忙吧 听众朋友们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224章 左膀右臂 冯小双有所打算的 这件事 青鹰作为方济的提供者 同时掌握最核心的技术 剩下关于青鹰和人手 还有账目等方面的问题 就交给雪原了 别看雪原年纪小 但是 这段日子的历练 也不是白历练的 杨贵都夸他有天赋呢 这件事情 交给雪原和青鹰两个人来做 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主子明察 努力这些事情 还真不是擅长 倒要麻烦 雪原妹妹了 青鹰姐姐 要负责主子的安全 以后就咱们姐妹两个 帮着竹子赚的银子吧 青鹰拉过雪原的手 亲切的说道 虽然他们是后来才认识的 才接触 不过 雪原和雪原两姐妹 都是很好的人 又很聪明 为人机敏又好学 这段时间的接触 已经让他们的感情不错了 虽然比不得 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 但是已经可以和谐相处了 城邦姑娘和青鹰姐姐看得起 雪原一定努力 不辜负姑娘的期望的 雪原一激动 就给冯孝双跪下了 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快 就得到姑娘的重用了 之前的被抛弃的小小委屈 早就已经言笑云散了 果然姐姐说的是对的 姑娘是对自己寄予厚望的 好了 起来吧 让你干活还这么高兴 以后你们两个给我赚钱 就是我的赚钱机器了 好好的给等姑娘赚钱吧 冯小双把雪原扶了起来 又把青鹰的手和雪原的手放在一起 主扑几个都笑了 现在相处起来越来越融洽不说 感情也越来越好 相信以后会更好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 雪原和青鹰两个人就开始忙着了 选职选人的前期准备 可是最让人忙碌的 更别说雪原这小丫头 还特意选了个中等大小的铺子 专门经营香皂 这些事情冯小双都不需要操心 她正在改建过的西醉仙居 后厨试菜呢 经过冯小双和韩天磊 两个人联系我改良过的药肾 不光在功效上保持了原有的效果 味道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可以说是兼具美味与疗效 嗯味道已经很好了 虽然还有淡淡的药味 不过可以说是药香 正是药肾应该有的味道了 看来咱们的养生馆 可以择日即日及时开张了 冯小双对身边的韩天磊说道 轻咬他们几个闻着空气中的香味 也高兴的露出了笑容 哎 总算是达到了你的要求 也不枉我白忙活了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行了 我算是工程身退了吧 许是你身边的雄鹰也很厉害的 为什么非得抓着我不放呢 韩天磊坐在椅子上端起了血烟准备的茶水 一饮而尽 幸好血烟这丫头心醒 把茶水都晾凉了 要不然的话 还不得把嘴给烫出泡来啊 天磊有重要的事情呢 香草作坊还在运作当中 他在忙着调教干活的人呢 哪有这样的时间啊 再说了 师兄以为我的银子是那么好拿的呀 这方子虽好 不过味道还真是够差了 冯小双拍了拍手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说 哦 原来是在这利用傻小子呢 我倒是一头钻进了你的陷阱了 真是于找于 瞎找瞎 你和云天一样 都是个利用人的 行了 我也该走了 大师兄快到了 我也该工程身退了 我得去找云天了 天高海阔 我可不能在这个小小的阳武县浪费我的生命 说完话之后 汉天磊潇洒的走了 只留下一个清倦的背影 主子 这养生馆的事情咱们是不是该张罗起来了 现在房子也改良好了 厨子我们也不缺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奴婢们去办吧 清瑶走到了冯小双的身边说 嗯 也好 你们都是我最忠实的助手 你们的能力我也都知道 那就按照计划开始吧 这两天 雪阳和清瑶跟我们去庄子上和寨子上去看看 嗯 我想去看看我之前留下来的东西成果如何了 汪小双虽然在忙 不过对庄子和寨子上的事一点都没有放松 经常派人过去查看 现在两个多月了 不知道稻田里的鱼长成什么样了 他也是挺期待的 是 竹子 奴婢明白了 这就去安排 清瑶说完下去了 冯小双带着雪宴 还有清落和清路 把剩下的事情做完也就回去了 第二天 清瑶交代清落和清路 把养生馆的事情做好 然后就带着雪宴 跟着冯小双先去了庄子上 时间已经过了初夏 天气也变得热了起来 越是出城 景色变化的就越快 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 远处的农田 也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色 你说 我们的庄子 是不是也新像外面的这样子 等的九天到了 都是稻化的香气 到时候我们就能推出我们的稻花鱼了 冯小双撩开马车的帘子 看着外面的景色说 姑娘 我们的庄子会比外面的田地更加漂亮吧 清瑶姐姐也说了 咱们的稻田鱼已经养成了 现在正在长大呢 等他们收获的时候 咱们的十位天就能大转一笔了 雪宴给冯小双捡了一盘果子出来说 是啊 咱们的十位天现在征兆日上呢 马上养生馆就要开张了 以后我们还要更忙了 昨天秋叔还跟我说 应该给十位天开分店了 已经在选址了呢 冯小双看着窗外明亮的景色 心中高兴 他想要做的正在一步步的实现呢 他怎么可能不高兴呢 努必也听说了 我们经营了这么长时间 在运河上新找座商船 就没有人不知道咱们十位天的 都是姑娘的手艺好 十位天的生意才能这么火爆的 雪宴也高兴 竹子好了 他们这些做奴婢的才能更好啊 哪里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还不是你们 大家一起共同的努力吗 不是没有你们这些人啊 咱们的生意也不能这么好 不过 我们现在最缺的还是时间和人手啊 人手不是一天朋友出来的 青瑶回去之后 你要在这方面下一下功夫了 冯小双手指 心敲着马车的内臂说道 在外面赶车的青瑶自然听见了 应乐声势 正是他分内之时 他们姐妹四个过来 不光是要来保护和伺候冯小双的 更是要成为他的左右手的 这都是他们应该做的 主夫三人就这么边走边流 到了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庄子上了 李达已经带着庄子上的一部分人在等着了 给夫人请安 等冯小双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 李达就带着人给冯小双请安了 大家都起来吧 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没有过来 庄子上的事情就都靠你们大家了 冯小双看着李达他们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 一个个穿的精神 人也都胖了一些 不敢当夫人的夸奖 这都是我们的分类之事 公子和夫人对我们的大恩 我们一辈子都不敢忘了 夫人请进庄子吧 母子都已经收拾好了 拌菜也已经准备好了 请夫人休息 李达恭敬的把冯小双 请进了庄子 好 大家也都回去吧 我就是过来看看的 冯小双带着青瑶和学院进了庄子 除了李达之外 剩下的人全都回去了 哪有活要做呢 不是吗 你来了 你总算是来了 你把一大哥藏那了 他怎么一直都不来了 怎么一直都不来了 一定是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把一大哥给藏起来了 你快把他放出来 我要去见一大哥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 不用说 一定是我们的杜宇连杜的小姐 他怎么跑出来了 不是让你们好好看着他的吗 李达看着杜宇连的脸 都有些扭曲了 嘴上说着些不甘不敬的话 一皱眉头 庄子好 不是我们不注意呀 他最近都表现得很听话 我们也没想到 夫人一来 他就跟发了风似的 冲撞了夫人 是我们不对 两个夫妇 抓着杜宇连的胳膊 就把人往后拖转 还掏出了帕子 把杜宇连的嘴给堵上 生怕再说出来点 什么不甘不敬的了 惹老了夫人和庄头 他们可就吃不了 都是走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二百二十五章 共同努力 他还是一直这样忙 不行的话 有时间让青英过来一趟 他总是这样 也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吧 冯小双知道这个杜宇连 还有些用处 不能把他怎么样 但是他总是这样闹下去 也不是办法 这个石心疯 得疯到什么时候算是个头啊 还真是令人头疼啊 回夫人的话 这个杜宇连平时也还好 平时两个大姐带着他做活 虽然做的不是很好 不过也没有什么异常 只是每天还是喜欢守在大门口 等着公子 不过我们从来没有让他出过庄子一步 今天许是知道夫人来了 所以 所以 李达接下来不知道怎么说的 冯小双哪里还不知道李达的意思 自己一来 这个杜宇连就受到刺激了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嗯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 没有时间 我会让青英过来看看的 至少不能让他总是疯疯癫癫的 冯小双继续往前走 夫人欣赏 李达小小的拍了个马屁 然后跟着往前走吧 午饭简单的吃用了一些之后 冯小双就歇了个午觉 这一上午的马车也是够累人的 虽然马车经过了特殊的设计 加了不少剪针的东西在里面 不过还是颠的冯小双屁股生疼 腰背发酸 等冯小双午睡起来了 整个人好像也还过劲来 主子 一奴婢看 不如主子有时间的时候 跟奴婢们学上几招 就算是不为了防身 也为了锻炼一下身体 主子的身体经过了青英妹妹的调养 现在已经好了不少了 再配合上锻炼的话 以后会更好的 看着冯小双的样子 青瑶忍不住的说 也是担心 青瑶以后事情越来越多 冯小双的身体能否撑得住 还真是个问题的 嗯 我看也行 我这身体实在是太弱了 只是做个马撑而已 又不是让我做什么活 冯小双也觉得 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了 怎么就这么弱呢 想的以前也是女汉子一妹啊 怎么现在倒成了这副样子 其实也不是主子体弱 只是年幼的时候 没有好好的保养 虽然身量较高了 到底还是弱爽了一些 加上主子 这段时间忙得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人都瘦了好几圈 就有些经不住折腾了 主子 奴婢劝你一句 还是要保养好身体为次要啊 青瑶担心再这样好下去 公子的大仇为报 最先倒下去的倒是主子了 嗯 我记得了 以后一会听你们的话就是了 现在我要吃一碗银耳粥 火可是闻见味道了 冯小双中午的时候因为累 所以吃的很少 现在轮到银耳粥的味道 可不是有些恶 姑娘可真是好灵的鼻子 奴婢按照青瑶姐姐做的 给您做的银耳莲子粥 福林 鹅椒莲子 银耳粥 最适合姑娘的体设 姑娘应该多喝一些 刚才吃饭的时候就吃那么少 身体怎么能调养的好的 学院果然端了一碗 血糯香甜的银耳粥来 这银耳粥 熬得活喉十足 滋味定然是不错的 冯小双吃饱喝足之后 这才换了一身轻便的衣服 去看庄子外面的情况 李大早就在外面守着了 见冯小双出来了 赶紧过来候着 夫人 如今庄子上跟开春的时候 可是不一样了 可以说是大便样了 不光是有稻田里的鱼 还有鸭子和鸡也都长得不小了 小得令夫人悄悄 李大知道 冯小双就是来庄子上验收成果的 自然是要带着冯小双好好看看 我正有此意呢 先去稻田那边看看 要是这稻花鱼能出鱼了的话 时为天就又能添一道心菜了 到时候 估计求术又要忙得不可开交了 冯小双对这稻田养鱼 可是抱了很大希望 不然 咱们稻田里的鸡鱼都已经半斤多了 不说别的 要是熬鱼汤的话 可是正是好时候呢 而且 听了夫人的分合 还在另外的稻田里放和谐苗 现在也长得不小了 等到了中秋夹节啊 估计就高满黄培了 李达说到天地里的变化 可是打开了话夹子 说得滔滔不绝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226章 验收成果 李达现在不光是负责稻花鱼 还有几个鱼塘 更是庄子上的庄头 他对庄子里的事情是最了解不过的 他也是没想到 这最不被人看好的稻田养鱼养蟹 简然真的成功了 按照夫人写下的法子 还真是收获不小 别说这些多出来的鱼写下了 就是这水稻 养的鱼和没有养鱼的都长势不一样 这样养了鱼的 稻花鱼 还有河蟹的稻田 里面的水稻 叶子更宽大浓历腐射 净也更加粗 就是刚刚凑碎的稻碎 看着也比其他田里的稻碎更长一些 这还没开花呢 等开花之后就更能看得清楚了 这都是夫人的法子好 原本小的们还以为这鱼和西亚会把稻苗给吃掉 或者是破坏了呢 没想到他们都乖乖的在鱼沟里 鱼流流流流流流流去 吃一些稻田新长出来的水草 还有些小虫子什么的 平时我一天喂三遍 这些鱼是眼瞅着长个子呀 我瞧着比鱼塘里的长得还要更快一些呢 李达现在看着稻田里的那些鱼 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呢 不是我的法子好 是你们养鱼养的好 看来我得兑现我的承诺了 给你们奖赏才行 你们放心 只要你们好好办事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对了 稻田养鱼的一些经验都记录下来 你们怎么记录的 彭小双问了一句 那个 夫人也知道 小的们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大老粗 记录的事实在是做不来 不过我们的记性都挺好的 大家分别记着重要的注意事项 等有时间了 小的们口述 麻烦雪燕姑娘和青瑶姑娘记录一下吧 李达喊后而不好意思的一笑 你说我考虑不周了 这样吧 建床里我请了个秀才 教他读书十字 不少山里的兄弟都跟着他识字呢 等庄子上不忙的时候 你挑着几个管事的 哼 还有一些脑子好一些的兄弟 都到现证字 至少 以后让我让你们记录一些东西 不用再这么费事了 也是为了你们好 以后你们都是我要一中的人 都是外面负责各项事物的管事了 大字不识一个 办事也不方便 冯小双一边走一边说道 是 夫人 小的知道 夫人给小的这个机会 小的一定珍惜 不过 就怕小的们太笨了 给夫人丢脸了 李达心里也知道 读书认字的重要 可是他们的年岁数都不小了 现在才开始学 是不是晚了点 情能补着 只要你们用心学 就一定能成的 再说了 你们连田地都是弄得这么好 几个字而已 还是难不到你们的 不光是要读书十字 还有会算账 能做账本 看账本 这些等猫东的时候 你们都要学到 我会专门给你们找师傅的 不光是庄子上的兄弟们 现在在山寨里的兄弟们 也是一样的 冯小双要把人才 一点点的培养起来 要不然 等到用了的时候 才想起来培养 那可就来不及了 这些人的忠心是有的 能力也不差 就是基础差一些 不过 没有关系 慢慢教 总能学会 又不是让他们 去考秀才 中举人 只是读书认字 能写会算 下下功夫 一定能成的 是 夫人 小的一定努力 不给夫人丢脸 夫人 请 李达知道 这是冯小双 真的要开始重用他们了 他们这段时间的辛苦努力 夫人果然是看到了 冯小双没有再多说什么 带着雪燕和青瑶两个人 就站在了养了稻花鱼的稻田田梗上 正是夏季 稻苗是一种浓的化不开的绿 那样的生机勃勃 已经有了早到开始抽碎了 看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他这庄子应该能产下不少粮食呢 夫人 你看 这样大的草鱼多的是呢 等水到收割的时候 这些鱼就能够大的了 不管是供应酒楼 还是抓了放进鱼塘 都足够过冬了 咱们的鱼塘的鱼放的少 虽然没有到田园里的鱼子那么大 但是也算是不错 夫人一会儿可以去看看 李达捞了一条草鱼给冯小霜看 这草鱼长得快 现在已经有一斤多重了 要是能长到二斤多的话 用来做鱼盐 或者是水煮鱼 也是不错的 不过 到现在为止 冯小霜还没有找到辣椒 这让冯小霜有些失望 有了辣椒的话 他很多的手段 到时候就都能用得上了 而且冯小霜原本就是个失辣的 现在这么久没有吃过了 还真是挺想念的 虽然也有一些辣味的替代品 不过 还是没有辣椒来的过瘾 也不够正宗 冯小霜是不太喜欢的 嗯 确实是长得不错 等水到开始洋花了 这鱼就开始吃稻花的花粉 还有落进水中的稻花的 这才是稻花鱼的关键 吃饱了稻花的鱼肉 肉质更加的肥美 关键 吃饱了稻花的鱼肉啊 长得更宽一些呢 现在这些鱼啊 还固执长个子呢 再过一两个月就好了 冯小霜看着那活蹦乱条的草鱼 心情都更好了 是啊 夫人 等水到洋花的时候 小的会好好地照看着这些 稻花鱼的 一定要把咱们的稻花鱼 名头打出来 对了 夫人 这附近的农户偶然间也知道了咱们养刀花鱼 最开始也是不信的 现在看着水到和鱼都长得很好 有些人开始明里暗里地跟小的说 也想要学咱们这稻田养鱼的技术 小的没有答应 这是夫人的独门手艺呢 怎么能轻易交给他们呢 不过小的觉得还是跟夫人说一下为好 一切还请夫人顶夺 李达恭敬地说道 冯小霜看着这样的李达 微微一笑 这个李达还真是没提拔错呢 心思灵活又嘴巴炎 这样的人做管事是绰绰有余的了 等到时候李达能协会算了 自己也就能真正的放心了 其实这稻田养鱼也不算是什么独门手艺 要是能给老百姓增加一些收入也是可以的 不过要跟他们签订契约 他们种出来的稻米还有养的稻花鱼 都要卖给我们才行 这稻米呢 我已不低于市面的价格收购 鱼也一样 还有 这技术他们不可以交给别人 你挑着附近老师中后的人家 跟他们签订契约 自己掌握就好了 这也算是我对你的一点考验吧 不过 这件事不着急 明年开春翻地之前定下来就来得及 这个冬天 你得要把字认得多一些才行 要不然 你跟农户们签订契约的话 都不认识字 可不要太丢人了 冯小双脸上的笑容扩大了一些 有些笑话李达的意思 李达脸上微微一红 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字认得好好的 账本也要算得清清楚楚的才行 要不然 这个管事以后是不是自己还真是两说呢 夫人之前就说过了 以后这重要的位置都是有能者居之的 自己现在已经比其他的兄弟早走了一步了 就更加要努力才行 是 夫人 小的明白 李达心里有些激动 夫人把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了自己 自己不事情办砸了 一定要办好才行啊 夫人 这鱼我们收了 可以放在酒楼里 可是这稻米都一样的 我们为什么也要签听这样的契约呢 夫人是想 存了 李达试探的问了一句 你很聪明 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不要透露出去 对外只说这养了鱼的稻田 产出的米更加的香甜可口 我们要供应酒楼就可以了 同时 你多跟他们接触 尽量跟他们打好关系 在同等条件中 会要让咱们的购买力更强才行 这件事让赵凡找你的 以后它是我们粮铺和铺庄的大掌柜 你们要相互合作配合才行 知道吗 王小双现在就开始为以后的连锁粮铺做准备了 虽然赵凡的能力非凡 但是自己也不能置身事外啊 能多做些就多做一些 反正收益的都是自己不是吗 是 夫人 小的明白了 赵小哥也是来过庄子上的 我们也都相熟 都是为公子和夫人办事的 小的们都会尽力亲尽力的 没想到 一直跟在李斯哥身后 莫不作声的造赵凡 竟然入了夫人的眼 要知道 粮铺和布庄这都是赚钱的 能让夫人把这两项交到她的手上 这个造反肯定有不凡之处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227章 打算 你们的人品我都是信得过的 行了 我再去王大他们那看看 他的鸭子养得怎么样了 我的三套鸭还等着这最肥美的食材呢 要知道 这肥鸭难得 最近每天 十位天 只能做五份三套鸭子了 客人们可是有意见了呢 冯小双想着那些食客 一边失望 一边盼望的表情 觉得有趣 这吃货啊 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 都是不缺少的 王大和他认的两个干儿子 养鸭子十分的认真 现在咱们庄子上 已经有五百多只鸭子了 都是王大领着两个孩子 用火炕摸出来的 这鸭子长得快 现在已经快有一斤了 等到了秋天 估计就能用了 夫人是没看见 这王大养鸭子 简直是吃横吃 恨不得天天睡在鸭子家里面呢 李达提起来 王大也乐了 王大长得其貌不扬 又矮又胖的 但是养鸭子还真是有意识 他也不是吹牛 估计他的家乡 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以养鸭子为生了 但一行爱一行 只有这样的人才 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至少他擅长的领域里 他就是王者 你说他认了那两个孩子为干儿子 这是怎么回事 冯小双还记着那两个瘦小的孩子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缘分 回夫人的话 是这样的 王大的孩子要是还活着的话 是那两个小子也差不多岁数 他们俩都是孤儿 跟着王大时间长了 自然就有感情了 一个没有了儿子 另外两个没有父母 所以这缘分就这么来了 大家在一起吃了个饭 两个孩子给王大磕了头 就算认下了干亲了 以后 王大百年也有人尽孝了 李达简单的说 这样也好 王大的这门手艺 也算是后继有人了 两个孩子也有人教养了 要是不错 学员回去别忘了准备一些 吃用的东西给两个孩子 算是我补伤的鹤铃 冯小双对身后的学院说道 是姑娘 奴婢记下了 学院点头记下了 这个时代干亲 可不是随便认下的 这认下的干亲 跟亲生父母是没有不同的 孩子要给干亲养老送中呢 当然 这干亲也要对孩子 尽抚养的义务 孩子也是有继承干亲遗产的权利的 这样的大事 和冯小双自然是要和尚一和的 小弟们替他们一儿三个 谢谢夫人的候赏了 能跟着夫人 真是我们这些人的福气 要不是公子人子和夫人的收留 我们这些人还每天昏迟等死呢 哪有现在的好日子呢 李达感慨道 其实啊 我也是要用人的 用你们我放心 你们身上的抚心丹 也是我无奈的举动 毕竟人手太多了 不能一个个去考察 希望你们能理解吧 冯小双有些抱歉的说 夫人 我们也都是心甘情愿的 我们虽然手上没有沾过血 但是 偷鸡某狗的事也没少做 夫人不嫌弃我们 还能重用我们 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 夫人 你看 这河面上的鸭子 都是我们庄子上的 王大 王大 过来 夫人看你们来了 李达指着远处 河面上白白麻麻的一片 喊了两嗓子 冯小双也看到了 河面上那些鸭子了 这些鸭子 已经褪去了小鸭子的黄毛 已经长了或是白色或是麻色的硬毛了 但河面上自由自在的游泳 时不时的从河里捞出一点小鱼小虾 甜甜肚子 好多鸭子把整个身体都倒立起来 只留下一个小屁股在外面 两条小短腿还一蹬一蹬的 很是好玩 王大和他的两个干儿子听见了叫声 也看到了冯小双 赶紧过来了 到冯小双面前 夫子三人都摘掉了头上戴着的大草帽 给冯小双行礼 都起来吧 这鸭子真让你养起来了 这两个孩子跟着你 也算是有福气了 我给你们准备了些礼物 等过两天让人给你们送来 算是我送你们的贺礼 以后 你们两个好好孝顺你们的干爹 知道了吗 冯小双对两个半大孩子说 其实 这俩孩子也比冯小双小不了多少 但是 站在一起一看 冯小双就是大人 这俩孩子 只是孩子 不谢夫人 不过是小的一个人 也是没趣得很 这两个孩子 也是无依无靠的 我认了他们当干儿子 也是从来让他们 给我养老送中的念头的 夫人还给礼物 真是让我 多谢夫人了 王大高兴的咧开了嘴 这两个小子 虽然不是自己亲生的 但是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早就有感情了不是 自己也算是 有后了 这庄子一圈 查看下来 足足用了一天的时间 冯小双还让学院和青瑶两个人 把李大扣书的稻田养鱼鸭蟹的经验 还有副足都记录了下来 足足写了好几张大纸 这都是以后的宝贵经验啊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感谢我百合赠送的同币 第二百二十八章 变化颇多 第二天一早上 冯小双就走了 还得去山寨看看呢 山寨里的土地更多 今年没有来得及 全部都种上粮食 不过 也得去看看 具体开发到什么情况了 冯小双的心里也好有个数 冯小双来到山寨之后 也步不上休息了 带着青瑶和雪燕 就去了后山 现在的冯河谷后山 可不是之前的样子了 原本的荒草丛生的样子 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和式的山丘 全部改成了梯田 该打的打紧 该该休睡去的休睡去 清澈的河水 灌溉到肥沃的黑土上 不少的梯田里的水稻 已经开始抽碎了 这山里到底温度凉一些 不像是庄子上的水稻 长得那么快 不过 倒是也不会耽搁得太久了 不会耽误了最后的收成 吴老二也是黑黑傻笑着 跟在冯小双不远的地方 他现在是彻底服务了冯小双了 也是从心里佩服冯小双 真的没想到 他们早前印象里的荒山 经过冯小双的计划 还有大家的共同努力 真的变出了千情两天 这还是因为他们人手不够 干不过来 要不然的话 岂止千情两天啊 就是两千情 也不在话下了 又冲着冯小双这份谋划 也足以让大家跳大拇指了 不然 这提田里不适合养鱼养蟹的 叫了就让人放养了不少后山小堂里 捞出来的小虾 现在已经长得不小了 不然可要看看 吴老二也是忍不住的想要邀功了 嘿 没想到 你这样直唱字的人 也会这个啦 冯小双看着满眼的田地 心里高兴 叫唬了一下吴老二 嘿嘿 夫人最是宽厚 小的也想向夫人讨手 不舍 小的也不要太多 夫人让小的们喝两坛子好酒就行 小的没有别的出息 就是好个酒 吴老二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有些不好意思 因为冯小双规定下来的作息时间 还有生活习惯都十分的严格 小酌几杯还能允许 是不允许有人喝酒喝到明天大醉的 所以 吴老二这个酒会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酒了 实在是把他忍得难受极了 都才忍不住 想向冯小双躺个少了 行 你们这段时间干得不错 这些地都是你们在打理 我也很少过来看看 能把原来的荒帝养成现在的样子 你也算是有功劳的 亲耳 记得等秋收过后 给他们置办两桌像样的洗面 酒也让他们敞开了喝一次 但是 喝酒是喝酒 要是感到势的话 你知道 骑鹿可是不好惹的 冯小双心情不错 当然这么点小要求 他是不会拒绝的 相反 还给他们准备洗面 让他们开心开心 是 主子 奴婢记下了 清瑶服了服身道 吴老二也是喜出望外 多谢夫人 多谢夫人 嘿嘿 哈哈 夫人 其实小的们也不敢鞠躬 这些都是夫人规划的 小的们都是按照夫人的规划做的 哪里敢鞠躬的 再说 这里的土质本来就是肥沃的黑土 去了上面的杂草和树根什么的 都是好地的 这烂叶子的土 都是这些庄稼最好的废料 不比农家费差上了多少 虽然咱们正是生地 可是至少也能赶上中等天了 好好的养上一两年的话 好多都是上等地的 就是那些旱地也是费的流油 一年种了不少杂豆 也能接不少呢 没想到 周划几个月不见 你对种地的事倒是说的头头和实道了 想来也是下了功夫的 冯小双原本觉得 乌拉尔就是个职场子的满汉 没想到 这段时间的变化也是不小的 这还不是墨老对我的指点啊 这段时间墨老和陈老 没少叫到我们这些生化蛋子 现在我们的脑子 也不是浑浑顿顿的了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咱们山寨里这么多老人家 一个个的都是人静的 小的们可是学了不少呢 乌老儿提起老墨和陈八匹他们都是佩服的不行 哦 原来这里面还有墨大爷和陈大爷的功劳呢 你这句话算是说对了 这些都是人的宝 对了 我看咱们寨子里还有不少的罗马的 我记着 我没有往这边安排这么多罗马 那我是借用庄子上的身后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 冯小双这次来 不知是发现后山的变化很大 连寨子里原来养马的地方 也都变化非常大 这个不是夫人安排的吗 怎么夫人到时候来问小的了 是六爷和金爷送过来的 墨老和陈老他们帮着放养的 有了这些牲口 我们才能开出来这么多土地的 要不然也就只能开出来一半吧 墨老二想着那些强壮有力的牲口说 冯小双一听 心里一暖 这一定是以云天安排的 自己忙着把买牲口的事情给耽搁了 基本上都是庄子上和寨子里用一大批牲口 没想到 以云天不着痕迹地把事情做了 还把这好名舍安在了自己头上 哪里是我安排的 估计是云天心疼你们这些兄弟 刚才送来了这么多大牲口 当时我没有考虑周全 让你们白海了多少来 冯小双略带歉意地说 不管是公子还是夫人 都是对小的们的关心 小的们自然要为公子和夫人尽心尽力的 不然咱们今年收获的粮食 大家伙在一起估计过 至少要在三万斤以上 这还是磨好了的粮食 这种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关注 感谢新冷的女孩的礼物赞助 第二百二十九章 粮食的重要 其中精米至少要有一万斤 剩下的高粱小米 还有各种豆类 大概也在两万斤以上 今年老天也给面子 咱们的水群和水井又挖得多 对于头一年才种的生地来说 也算是大丰收了 莫朗他们也说 没想到这后山的草垫子也能成为良田 都夸夫人魏睿之呢 吴老二指着远处掌势良好的田地说 嗯 不错 第一年就能有这么多烧场 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 你们有没有算过 到最后 把所有能开辟出来的地都开出来 一共能有多少地 我要一个精确的数字 冯小双一听 预计的粮食产量心里一热 看来开荒这事 他算是做对了 而且这里是杨武县 县令也是自己人 估计自己这开出来的荒帝 也不需要交税了吧 要是交税给朝廷 那还不是给了仇人 这事想来阴云天也不同意吧 那就是说 这天地里出来的粮食 全都是实实在在是自己的 全部都能用在自己人身上 这让冯小双的心情更好了几分 是啊 夫人 教的明白了 不过现在还没有精确的账量过 因为虽然错过了农室 但是大家还在一步步的开荒墾地 估计怎么说也得等了秋天 才能把夫人画出来的地方全部开出来呢 而且末老和陈老 他们跟着上山之后 还给指了一些地方 小的也都过去看过的 表面上都是荒草草 还有一些杂树 但是下面都是肥沃的黑土 其实想想也能明白 这草都长了疯了似的 那下面土怎么能不肥呢 开出来都是好地 只要好好地养着 都是能打粮食的 所以具体丈量好的树 还得等到全部都开出来之后 才能给夫人一个准备的 吴老儿继续说 嗯 好 什么时候做好了 什么时候就把具体的数目 加上秋收的粮食重量 也都要报给我 还有 我让你们挖的地窖怎么样了 风小双问 爷已经按照夫人的吩咐 装载开挖了 那山头上面都是石头 下面也都是杀石什么的 结构倒是坚固的很 就是开挖起来有些难度 现在已经挖了一大半了 秋天之前应该回晚宫 虽然挖的时候不容易 但是这地方杀石结构的 通风向阳 实在是存粮食的好地方 而且咱们挖空了这山头 一般人是不会发现这里的 夫人放心就是 吴老儿公身说道 嗯 这我就放心了 粮食的事情 我会让赵凡 再跟你们交接的 每年这粮食 除了供应我们自己的吃用之外 全部都要储存起来 每年都要用新粮食替换 吴老儿 你要好好的收拾寨子 照顾好寨子里的老人家们 不要辜负了我的信任 冯小盛看着吴老儿说 别看这个吴老儿 看着茫茫撞撞的 其实心里也是有些想法的人 更别说 这段时间 老沫和陈八皮他们 没少提着耳朵交代 要是这样还不长进的话 那他真是笨得无药可救了 是啊 夫人 小的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孩子里的事情 小的也会多跟老人家们请教 不会辜负夫人对小的们的信任的 夫人放心 吴老儿一躬到地 舒嬅的声音有些激动 墨大爷和陈大爷他们都是长辈 人生经历还有眼光见识都飞比凶长 你多学多问 还要用心的去进 情能捕捉 冬天的时候 你也跟着到酒楼的后院 有专门的先生将你们读书十字 做账算账 不光是你 庄子上的李达他们也会过去的 要想跟在我身边 想要成为管事 你们要证明给我看 你明白吗 这个吴老儿不是笨人 办事勤紧 不惜力气 跟下面的人相处的也很好 这样的人 好好地挑挑一番 会很好用的 吴老儿一听 还有读书十字 有些闹头 他们家网上数 五六辈子都没有一个十字的 他们家好像就没有这方面的根 一下子突然让自己学润字 还有算账 吴老儿有些信心不足 学服会也得去 要不然这管事的位置 你就要退位让险了 还有你管事的月钱 还有奖赏 全都收回 你自己考虑清楚 冯小双一条眉毛说道 众生之巧 必有勇夫 他就不信 这个吴老儿不想赚钱 夫人放心 小的一定用心血 不给夫人丢脸 果不其然 吴老儿立马答应下来 也不管都是狮子到底难不难了 冯小双暗暗的一笑 其实这些人都跟原来凤和谷的人一样 虽然小毛病不少 但是大多数人都有一颗质子之心 稍微用点心 就能把他们聚拢在一起 这样的人 冯小双都很珍惜 当然 对他们也都很好 庄子和寨子的事情都顺利的发展 让冯小双的心情很好 只要这样慢慢的发展下去 自己手下的可用的人越来越多了 慢慢的就能都能独当一面了 自己又能封出更多的心思 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姑娘 这几天 你都挺开心的 是不是公子要回来了 随眼看着冯小双 名字最孝道问道 他呀 谁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我才不管呢 是因为地里的庄大 咱们现在也看到了 也算是大地数了 让求收结束之后 我就让李四哥研究研究 看看父亲 还有没有什么适合开成梯田的地方 到时候 让吴老带着人去干活 明年 我们的地就够多了 就能猪够多的粮食了 咋不高兴啊 冯小双想到那些陆陆续续抽碎的庄家 心里那个没啊 这都是夫人的决策正确 听说公子不是把这方圆 百里的土匪窝都搅了个遍吗 要不就找人给看看 以后没有适合开花的 嗯 反正乌老二他们有的是力气 公子还是送了那么多的大圣哥回来 台荒重地 没有什么比他们更合适的 虽然也跟着高兴 把心里的主意说了出来 嗯 你说的也对 我这次回山寨才知道 原来莫大爷他们是深藏不漏呢 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就把吴老二教导的都开窍了 不如就让莫大爷和陈探爷他们出山 带着那些小子们干活 还是用自己的任性力更踏实一些 冯小双觉得学研这个提议很有道理 孟和谷是在大山深处的寨子 占地面积也大 其他的寨子就算是不像是冯和谷 基本上也都是靠着山的 要不咋叫占山为王呢 这地方也是几块的 说不定就有合适的地方呢 那就给山寨里的吴老二送个信呗 他们都是各个寨子凑到一起的 对各自山寨的情况也是了解的 其实 就是把之前的山寨改成了凉田 也算是好事了 姑娘说的 咸咸顺着冯小双说的话 嗯 你说的有理 这样 你让青洛来一下 让他帮我送个信 务必要见到莫大爷和陈大爷 还有吴老二 要带清楚情况了 另外 顺便多送一些东西去山寨和状子吧 他们整天都是体力劳动 不吃点好的可不行 身体该不好了 想赞实为天的生意好 咱们恐不得亏大了这些人的嘴呢 冯小双脸上的笑容更深了 是 姑娘 努必这就去跟青洛说 随便扶身下去了 很快就把青洛叫来 青洛听完之后 自然没有什么意义 他们四个自从跟了冯小双之后 可以说是养尊处优 都快养胖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点事了 青洛都惊胜了不少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关注 感谢我赞助榜上的93位赞助人 欢迎收听由蒙蒙的β播讲 土匪娘子中天记 作者 咸鱼野鹤 第230章 青鹿诗言 青鹿也知道了消息 跟着进来了 主子 也让奴婢去吧 整天在这儿 把奴婢都要憋得长毛了 青鹿的功夫好 性子也最活泼 整天在酒楼这边待着 还真是把青鹿给闷坏了 青鹿 羞的胡说 我是去帮主子办事 你以为是去游山玩水 而且你走了 主子的安慰怎么办 主子 青鹿你辈妹年纪小 不懂事 还请主子责罚 青鹿一听这话 赶紧担心跪地 这就是要请罪了 青鹿也知道自己说的冒失 也跟着跪了下来 主子 怒闭失言 请主子责罚 行了 你们俩快起来吧 青鹿也是年纪小 这次就算了 不过 你们既然是我身边的人 这规矩还是要扫大 记住吗 冒小双其实不想责罚身边的这几个丫头 不过 主子就是主子 冒小双不想做一个跟这个世界规则格格不入的人 那样必将会被规则给抛弃的 所以冒小双还是敲大了青鹿两句 是啊 主子 奴婢知罪了 请主子责罚奴婢 奴婢不敢抱怨 不该不顾主子的安慰 青鹿不过是因为冒小双对他们很好 一时放松了 所以才出了这个错处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错 这次先记上 再有下次 二罪并罚 不过 现在我身边的事情还不多 青鹿 又是武力方面有长处的 确实有些无聊了 这样吧 不行 你教教雪燕和雪燕姐妹两个 基本的功夫 还有就是 指点一下到九楼后院来识字的兄弟们 他们有了自保的能力 搬起室来也更加的顺利了 冒小双也觉得该给青鹿找点试做了 要不然这丫头怕是真的要憋出病来了 其实 冒小双也没有多大 但是 心理上可比他们大多了 所以 在冒小双的眼里 他们虽然本领高强 不过也是个小丫头而已 青鹿 你这也是算是带罪立功了 要把他们都交好了 才能算是将功折罪 知道了吗 冒小双故意板起了脸说 是啊 我必青鹿领命 青鹿这个时候也蔫了 他从小到大受到的训练和灌输的思想都让板 刚才他的话可是说大就大 说小就小的 主子只是说这么轻飘飘的两句 实在是对得宽恩了 还给自己找事情做 青鹿更加觉得脸上发烧了 再也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了 请起来吧 青鹿去办事 青鹿呢 也想想怎么被的这些人都操练起来 就是那些小伙计 你要好好想想 他们要是能练出些门道了 也算是你的功劳了 明白吗 冯小双让两个压台之后说道 是 主子都逼领命 青鹿和青鹿两个人站起来后 青鹿去做事 血烟也跟着出去了 这送东西过去不得拿银子吗 这些都是从冯小双的帐上走的 小来小去的 是不去扰乱酋长柜的账目的 而管真冯小双这个小镇 正是血烟 青鹿孤零零的站在冯小双的面前 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脸上都是羞俊的神色 行了 别自责了 以后不再发声 你把自己给憋屈死了 还不如想想 怎么帮我将我补过了 冯小双看着青鹿的样子 有些无奈了 自己这个主子还挺不好当的 太宽容了 太苛刻了 他还 哎 他还做不出来呀 第二百三十一章 惩罚 主子 比心里根本没有把主子安慰放在心上 主子对奴婢 奴婢 奴婢 受之有怪 青鹿看着和颜月色的冯小双说 这要是以前在受训的时候 要是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要的就是他们的命了 看着青鹿的样子 冯小双对这个时代的主仆关系 有了更是层次的理解 更为有这样的四个人 跟在自己身边而欣慰 这样的人根本就不用你严厉的灌束 他们从出生开始灌束的思想 就意味着 他们一旦认主 就会把主子放在第一里 就连有一点点松懈的思想都是罪过的 既然你认我为凭我的命令 现在 我命令你 出去 想法子吧 明白了吗 冯小双的声音 不像是之前的温柔了 而是带着上位者的气势 是啊 主子 这下子青鹿好像就舒服多了 重新行李下去了 冯小双看到青鹿的反应 也是无奈了 自己想做个好说话的主子 好像也不行了 这件事虽然冯小双没有声张 最后还是让青鹿知道了 青鹿狠狠地惩罚了青鹿一番 这才来给冯小双请罪了 主子 青鹿犯错 是独逼这个做姐姐的没有叫好 虽然主子宽恩 但是青鹿不能没有一点责罚 还请主子原谅奴婢的擅作主张 请主子责罚 青鹿跪下请罪说 冯小双还纳闷呢 他说这两天青鹿身上有弱有似无的药味呢 还用了那么重的脂粉 原来是被青鹿惩罚了呀 看来青鹿下手肯定不清 要不然青鹿也不能这样 你呀 罚都罚了 我还能连带你一起罚了不成 不过 下不为例 知道了吗 冯小双对青鹿的擅作主张 也不好说什么 虽然违背了自己的意思 但是到底是为自己着想 说良机也就算了 是 奴婢明白 主子宽容 是奴婢们的福分 青鹿其实处手教训了青鹿 也是害怕冯小双心里 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 那可就不好了 而且 青鹿这丫头的性子最跳脱 自己这个当姐姐的 要是不收拾她的话 她以后 怕是要犯更大的错误了 你们在我身边 火的心也安 云天的心也安 这都是你们的功劳 你们为奴妹毕 已经很不容易了 难道我这个做主子的 还能苛责不成 人心都是肉责的 我真心待你们 你们自然也会真心待我 我不知悔你 这不是青鹿一点小错误 不就被你教训了 你下手也太重了 我说这两天青鹿走路 都不太劲儿呢 还老是闭着我 冯小双把青鹿扶起来说 主子 能凑主子 才是奴婢们的福分 青鹿难得的情绪 有些波动 看起来 这段时间 冯小双的努力 也不是白努力的 以后青鹿他们 真的会此心塌地的 为冯小双办事了 而不是受了云天的命令 这就是冯小双 最想看到的了 冯小双要的是 真正属于自己的人 而不是因为谁的命令 那样的话 办事效率 绝对大打折扣 不会像现在的样子的 行啊 你乏一乏了 罪也请了 这件事就是这么过去吧 你们也都不用放在心上 走吧 跟我去看看青鹿那个丫头 你下了那么重的手 不好好的治疗调养 可怎么好 她还是个孩子呢 因为青鹿最小 冯小双也格外的疼惜一些 也是青鹿的性子最活泼讨喜 现在青鹿受伤了 冯小双这个做主子的 自然是要过去看看的 是 多谢主子 青鹿还在后院 盯着换班的火鸡蹲马步呢 主子强 青鹿心里暗暗好笑 主子也不言没几地呢嘛 倒是把他们给看成孩子了 你们给我做好了 半个时辰 谁干偷了 我手里的家伙事 别开始跟你执着我棍 我也能让你们哭爹喊鸟 这半个时辰都受不了呢 下盘不稳 以后端盘子都不用你们知道过 端好 屁股给我撅起来 说你呢 青鹿交视之声 传入了冯小双的耳朵 这烈日奄奄的 半个时辰的马步 真是挺要命的 给主子请安 冯小双听见动静一回头 正好看见冯小双和青药过来了 赶紧起喊 起来吧 你训练得很好 据说已经出见成效了 昨天秋叔还说 小火鸡们走路 呼呼呼声风的 更有气势了 冯小双看着小火鸡看到自己 更看到旧星时了 就说出了这样的几句话 成功的把小火鸡眼里的喜悦 变成了绝望 他们还不知道呢 这主意啊 就是冯小双拿的 要不然青露哪里会来训迷恋他们啊 是啊 主子 奴婢一定会更加尽力的 青露脸上 微微露出一丝喜色 能给主子分忧 是他现在最想要做的事情了 行了 他们先蹲着 不许偷懒啊 要不然 我可是要发愿见他 青露 你跟我过来 说完 转身带着青露走了 青露不明所以 跟在了冯小双的身后 来 把衣服脱了 我看看你身上的伤 等到了屋子 冯小双直接下了命令 主子 奴婢没事 已经上过药了 青露姐姐下手不重 这也是奴婢应该的 青露身体一睁 眼睛微微发红的说道 脱了 冯小双第一次端起了自己身为主子的架子 这其实也是不一般的 青露绷紧了身体 听话地解开了自己的衣服 等青露把身上的衣服脱下 只留下贴身的礼仪 转过身子的时候 冯小双心里一抽 青露拿的是没有下重手啊 是下了狠手了 背上都是鞭痕 大多数都是抽得鲜血之流 现在天气还很炎热 即使是敷了药粉 伤口看着还是十分猙獰的 至少抽了二十几鞭子 冯小双双的口气 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伤药 你忍着点疼啊 这是青露早就配好的药膏子 就是怕我平时做菜的时候 伤到的手 现在给你擦上 拉在床上 青露 拿裂酒来 青露的伤口要好好消毒 还要伤药 不然的话 急容易恶化的 要是感染流浓了 可不是闹着玩的 是 竹子 青露看到青露的伤口 虽然心疼 自己亲自下的手 不过 到底是从小在一起的姐妹 她又是最大的 一直把青露当成是亲妹妹干代 要不是把青露以后犯更大的 不可饶恕的错误 她也不可能抽了青瑶二十几鞭子 主子 奴婢没事 以前比这更重的惩罚都有的 青露姐姐已经手下了青了 青露一点都不恨青露 相反 她知道青露是为了她好 如果继续放任下去 以后犯的错误 可能就是死路一条了 她可是知道 依云天对冯小霜的在乎 也知道依云天的手段的 要是真的因为青露的疏忽大意 而造成了冯小霜受到伤害的话 可能死都是一种奢望了吧 那也得好好上药 好好休养 这大人的天哪 你还顶着太阳去出去训练 真是不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了 你们要是身体出了问题 还怎么保护我 冯小霜小心地清理着青露身上的伤口 等青露把烈酒拿来的时候 拥有棉球 轻轻地重新清洗伤口 烈酒对伤口的刺痛 是非常剧烈的 不过 现在在青露的心里 这种痛也是一种甜 主子还是在乎她的 没有她的放肆而苛责 让青露的眼中浮现了泪光 又生生地憋了回去 疼痛之后 是淡淡的清凉 这药狼子涂上之后啊 再附上一层师兄研制的药粉 等到伤口彻底的收口结痂了 也就好了 这段时间不要沾爽 要不然 可是要留疤的 虽然伤在背上 女儿家 还是不要留下痕迹的好 要不然 以后你的夫君啊 可是要记恨我的 感谢 1587988 AANU的礼物赞助 非常感谢 第232章 降乱 冯小双把药膏涂完 又拿出了一包药粉 交给了青药 这药粉一云天已用过 好用得很 正是出自寒天内之手 等伤口处理完了 青露的额头上 也冒出了不少的细汗珠 烈酒刺激伤口的痛苦 不是一般人能让 受得了的 青露硬食一生都没坑 让冯小双佩服不已 好了 这样处理之后 我才能放心 这几天不要太累了 饮食也要清淡 洗淀之后也就没事了 姬 你告诉厨房医生 这几天青露的饮食要单做 少油少盐 少沾昏腥 等伤口彻底好了 再补一补 冯小双把青露的衣服 给他披上了之后说 是 竹子 青露答应了一声就下去了 青露把衣服穿好之后 重新跪在了冯小双的面前 竹子 努必要好好地跟竹子忏悔 因为竹子的宽容 努必就放松了警惕 在竹子面前 无所顾忌 没有把竹子的安危 放在第一位 已经犯了贴身无始的第一打击 更是只顾着自己的想法 发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所以青露姐姐 对努必的惩罚 努必甘心里说 竹子还亲自给努必疗伤 努必真是愧对竹子 对努必的好 青露忍了好很久的泪水 终于还是落了下来 好了 虽然你是有错 不过罪不知死不是 青露也罚过你了 这件事死就过去了 你也不要放在心上了 想来经过这次 你也改过了 知错能改 善谋大言 你快起来吧 冯小双伸手把青露拉了起来 这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就这么过去了 等一云天回来的时候 青露身上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不过 这件事还是不知道怎么的 让一云天知道了 要不是你拦着 我一定把它撵回去 我把它们掉到你的身边 可不是让它们享福的 一云天脸上 薄霜十分的明显 显然是生气了 行了 我知道 这是你们培养世卫的原则问题 是要重罚的 不过 青露已经知道错了 而且 经过此事之后 更加的忠心耿耿了 你就别生气了 这件事 说起来我也是有错的 没有预下的能力 才导致了现在的问题 幸好 已经扼杀在萌芽里了 你好不容易才回来 没必要为这样的生气了 冯小双按抚着 一云天的情绪 好不容易才见面 他不想把时间都浪费 在这么点事上 你的人 你自然是虎着 要是我 杀了都不可惜 你可知道 培养他们这些人 跌废了多少心思 花了多少的代价 竟然还是出了这么大的疲劳 要不是你护着 青露 哼 一云天还是听不满的 不过 没有再说什么 处置青露的话了 毕竟 还得给冯小双点面子不舍 再说了 就像是冯小双说的 经过了这次 不管是青露 还是其他的人呢 都不敢造此了 一云天才能放心 你这次出去 把师兄也带走了 可是 让师兄给你当了军役 外面的情况如何了 我听说 朝廷又要征睡征凉了 这是怎么回事 冯小双虽然不常出门 但是 不代表耳朵也是闭上的 黄大山还有张氏兄弟 可不是摆着好看的 嗯 西夏禁军 黄河甩话 逗囊不安 可以这么说 大云已经开始乱了 狗皇帝还策划着 要南巡出游呢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一云天简单的 把这样两句话 就外面的情况 全部概括了进去 大云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就当权者还不自知 想着吃喝玩乐呢 这皇帝出游 可不是简单的游山玩水 各处的行宫需要修建 光是这一项 这银子就花得跟流水似的 更别说 还有其他的费用了 就是金山银山 也经不住这么折腾啊 那会不会影响我生意的推进 现在在石卫天的分店 已经在西楼盛开业了 暂时看着生意还算是不错 要是黄河水化 造成了流民遍地的话 我的生意想要玩难推进的话 可就难了 冯小双一皱眉 乱起来了 对义云天报仇是好事 但是对他的九楼生意 可是冲击不小啊 这次黄河水化 不是十分严重 只会造成局部地区的动荡 南方附属之地 却并不影响 你放心做你的生意就是 而且 还有一个问题 你没想明白 不管这天下乱成什么样子 人还是有吃饭的 就算是动乱起来 也总有波及不到的地方 我给你个地图 你看着办就是 黄云天把一份 小巧的地图拿了出来 上面用红蓝两色绘制的地图 全部都是标注的等高线 分层封色 一目了然 有了这个啊 你就放心大胆地开你的酒楼 活的大军 可是等着你养着呢 黄云天把地图 交到了冯小霜手里之后 大咧咧地躺在了冯小霜的床上 这次出门 一出门就是个把月的 他也是难得这样放松 难道 君想真的都要咱们自己出吗 我的粮铺才刚刚开始 开荒的地 也才刚刚能打粮食 怕是不够吧 冯小霜有些担忧 还是赚钱的速度太慢了 外面的世界瞬息万变 计划没有变化快了 你这个傻丫头 哪能都是咱们出的 这可都是咱们的私房 拿出来一部分就行了 你还真是那么实诚啊 你放心 齐表兄早就有准备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你别着急 也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一切由我呢 一云天 爱怜地摸着冯小霜的头发 把人带进了自己的怀里 只一滚 两个人就都在床里面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二百三十三章 矿葬 你这个人 大白天的 干什么呀 正经一点行不行啊 冯小霜被一云天 压制之不能动了 赶紧开口说他 怕什么 谁干净了 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你就不想陪陪跑 不想我吗 一云天无赖的不肯松手 就这么侧着头 看着冯小霜 男性的气息 喷涂在冯小霜的脸上 让冯小霜心中悸动 心跳加快 这个一云天 又是美男计 而且 还是冯小霜 永远也招架不住的 看着怀中的小女人安分了 一云天也松开了自己的前置 两个人 就这样头并头的躺在床上 说着这段时间 各自做的事情和变化 这么说 你那个七表兄 也开始行动了 他就不怕 上面那位察觉 对他产生怀疑 你不是说 月桂贫 还在宫中为人质呢吗 冯小霜好奇的问道 之前还不是投鼠忌器 现在 怎么敢有所动作了呢 这个 其实也很简单 宫中我们已经送进去人了 月桂贫的安危 已经有了保证 自然是要活动 活动手脚了 你不知道 别看狗皇帝 把七表兄发配到了 那个鸟不拉屎的封地 其实 他不知道 那是个好地方啊 义云天神神秘秘地说道 好地方 你不是说 西边边垂 虽然地方大 但是要凉没有 要人也少 根本就是个 寸草不生的地方嘛 冯小霜的记忆力 还是很不错的 当时义云天 跟他感慨的时候 他可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想想也是 皇帝对于这位 齐皇帝的不放心 而且 手里可能还握着 他师父上尉的证据 他怎么可能给这位 齐皇帝一块好地方呢 防着他还来不及呢 是啊 就是这么个地方 放松了狗皇帝的警惕不说 而且 在这片土地上 齐皇兄发现了好东西 这地方 这地方大 有地方大的好处 村草不生 也有村草不生的好处 想到这次接到的消息 义云天就觉得开怀 简直就是老天爷开眼了 难道找到了银矿 或者是金矿 冯小双一个翻身起来了 趴在云天的胸膛之上 惊喜的说道 你这个丫头 还真是聪明 确实找到了银矿 而且 楚亮还不小 原本就是个土山 寸草不生 什么都没有 附近连人烟都很稀少 就这么个地方 齐表兄手下的人 找到了一个 楚亮不错的银矿 军饷的问题至少解决了一半 不过 齐表兄的封地 还是有不少的朝廷探子 不好大张旗鼓的挖矿 义云天有些遗憾的说 既然有银矿 那为什么不继续找找 西南边陲 可能有铁矿也不一定啊 你想想 你们大张除了粮食军饷 还有的就是物资装备了 这武器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吧 为什么不派人找找呢 冯小双的思路打开了 觉得这十分可行呢 现在 他所在的大云 虽然跟上辈子的古代不太一样 但是 又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让冯小双觉得 这里 可能就是存在于 未知的维度的一个平行空间 跟另外一个空间中的事物 也有着千丝万里的关系 西南边陲 虽然在古代不是什么好地方 但是 那里处于半块的交界地带 矿产十分的丰富 能找到银矿的话 就能找到铁矿 到时候 等皇帝知道了 他封给李昭落的地方 竟然是块宝地 估计 肠子都要毁清了吧 你还真是想得够多的 放心吧 你能想到的 齐皇兄 怎么可能只是让不到的 我们就静候 齐表兄的佳音就是了 一云天 把冯小双的小脑袋 按在了自己的胸口 笑着说道 现在 一切都像计划中那样 一步步的前进 爹娘的仇总会爆的 刚才 我想到了一个 十分重要的事情 我想到了 你们想要推翻狗皇帝 想要起兵 需要吃栓 但是 我忘了一个 更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马 你说 我养马行不行呢 冯小双也是通过 矿产和武器 才想到的 这马匹 可是军备中的 重中之重啊 要是能有 精锐的骑兵的话 不管是冲锋 还是突围 都是一把力气啊 哎 双儿 你总是能戳到 我的心里去 这不是件小事 不管是投入的精力 还是投入的金钱 都不是一个 小的支出啊 这件事 还是我来操心吧 你已经做的够多了 阴云天看着冯小双 怎么养瘾养不胖的小脸 心疼得鼻子有些发酸 自从跟自己在一起之后 双儿就没跟自己过过几天安生的日子 她还没有吉地 就为自己操了这么多的心 自己上辈子一定是烧了高香了 要不然 怎么能有这样的奇女子陪伴呢 你哪有时间操心这个呢 外面的大事就够你操心的了 这个就交给我来办吧 可能我做的不会太好 但是能尽一份心就尽一份心 你养马是你的 我养我马是我的 不光是养马 我还想养牛 养骡子 反正我庄子上鸡鸭也没少养了 家禽有了 家处也要有 冯小双知道 阴云天心疼自己 自己又何尝不心疼他呢 每次回来 他身上都添了不少的伤痕 虽然他没说 不代表冯小双不知道 两个人同床共枕的 他又对自己不设防 怎么可能发现不了呢 这个男人背负的已经够多了 自己作为他的女人 应该为他做些什么的 两个人一起奋斗出来的明天 才是最辉煌的不是吗 与云天陪了冯小双五天之后 看着在雪原和亲映主持之下 卖香皂的小店 开夜之后 他才走的 要跟七表兄李兆落面谈一次 兄弟二人一直是飞鸽传书 还一直没有见过面 很多事情 在信件当中是不好说的 万一信格被人接走了 消息流露出去了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而且 云天手下的现在的人越来越多 由最开始他手下的那些土匪 训练出来的 还有投奔过来的五百多个军士 后来陆续招募的 还有得知了消息 暗中投奔的 云天手底下 现在至少有一万多人了 这么多人的吃穿住用 还不得用银子吗 云天是积攒了不少的财富 冯小双也是日进斗进 不过 也架不住大军的消耗啊 而且 以后人越来越多了 这人不能都让云天养着 现在 七皇子发现了银矿 总得让他出电穴吧 这压损银子的事 交给别人 云天汉都都不放心 索性一举数得 他就自己去了 临走之前 冯小双收拾了不少的东西 给云天带上 吃的 穿的 用的 都是挑最好的准备 直接把包袱丢给了好久不见的金红兽了 不然 这么多东西 我和大哥是去办事的 不是去游玩的呀 金红兽看着都快跟自己一样高的包袱 有些哭笑不得 这些都是已经金钱过的了 你们这一去 没有两个月是回不来的 换洗的衣服 还有平时用习惯的东西 不带着那么想 再说了 有马驮着呢 又不需要你扛着 哪有那么多废话 行了 你先出去吧 冯小双十分舍不得一云天走 心情正不好呢 金红兽直接撞到了枪口上了 是啊 夫人 金红兽扛着小山一样的包袱 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暗暗提起 这要是没扛动的话 指不定外面那些小子 怎么笑话自己呢 不行 还是得把东西分一分 这么大个家伙 实在是太显眼了些 他们要轻装 捡聪 万一有敌人的话 这个大包袱就是个活靶子呀 冯小双把人给撵出去了 屋子里就剩下他和一云天了 气氛一时间有些沉闷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冯小双低着头 揪着自己的袖口不说话 双 活着一走 少择两三个月 多择四五个月 你不想跟我说说话吗 一云天的心里也不舒服 这次一走就是这么长时间 还真是第一次 之前也走过 不过 那都是离得很近 只要是想回来 就能回来的 冯小双有什么事 他也能第一时间知道 这次不一样了 西南边陲 距离这里实在是太远了 有些边长莫及 真是恨不得把冯小双变成小小的一个 揣在自己怀里 这样就不用分开了 说话你不是也要走吗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 你自己注意安全就是 别再弄得一身是伤的回来 我会心疼的 说着话的时候 冯小双带着些鼻音 一滴晶莹的泪水 顺着冯小双挺翘的鼻尖 滑落了下来 我向你保证 这次绝对不会 我们会扮成客商一路过去 不会惹人注意的 我会把小六留下来给你 一边训练士兵 一边保护你的安全 要是有人找麻烦的话 你可以去县衙找李县令 他是我的人 我曾经救过他的性命 可以行人 我尽快赶回来 一云天知道 现在不管说多少 也没有办法安慰自己的双二丫头了 话也说得干巴巴的 其实 他心里又何尝舍得呢 长这么大了 第一次敞开心扉 放在心里的姑娘 是他认定了一辈子的妻子 如果可以 他一刻钟也不想和他分开 我只是舍不得而已 还不至于不懂事 行了 你走吧 我就不送你了 早些回来 我在家里等你 可能等你回来的时候 我的马就养成了呢 风小霜 擦了擦自己的眼泪 抬头 眼睛红红的看着一云天 勉强的扯开了嘴角 笑出了笑容来 不想笑就别笑了 傻丫头 那我就走了 你好好照顾自己 信哥我给你留下了两只 有事给我飞鸽传说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我都会赶回来的 一云天轻轻地亲了亲 冯小霜水润的嘴唇 原本只想着轻轻地亲吻一下而已 没想到 一只羞涩的冯小霜 竟然大胆了起来 抱住了一云天的脖子 主动加深了这个吻 一对有情人 面对即将到来的分离 都忘情地投入到了这个吻当中 泪水流进了两个人的嘴里 带着些咸咸的滋味 不知道过了多久 等冯小霜觉得 飞里的空气都要被一云天给吸走的时候 两个人才慢慢地分开 因为两个人贴得很近 冯小霜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云天身上的变化 某个精神抖擞的部位 正顶着冯小霜的肚子呢 挪一下啊 冯小霜刚才鼓起来的勇气 又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全都没有了 尤其是在这个精神抖擞的部位 还要舞扬威的时候 顶了两下之后 更是让冯小霜变成了鸵鸟了 还不是你惹的活 也来解决 我这个样子 是出不来门的 云云天的眼睛往下面一扫 再看看已经修红了脸的冯小霜 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总算是止住了眼泪不是 就是 自己忍得有些辛苦 我怎么解决 我不解决 要不 你去冲个凉水澡吧 冯小霜的脸 更是红得像是要滴出血来 好像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越长 冯小霜跟这个世界的姑娘就更像了 在这方面 越来越容易害羞了 好姑娘 你绑绑我 我都要出远门了 你不想给我留下一些好的念想吗 云云天说着这个话的时候 一有所自 拉着冯小霜的手就叹了下去 冯小霜挣扎着要往后退 被云云天大手抓住动弹不得 只能是跟云云天某个不可言说的地方 来了个正面接触 云云天说是修人的情话 手下还不断地教着冯小霜 稍而不易的事情 好几次冯小霜都要中途撤退了 都为云云天的软玉清球给球的心软了 索性也就豁出去了 舌了脸皮 彻底地帮了云云天一把 冯小霜仔仔细细地把自己的手给洗干净 脸上的红蕴到现在还没有退下去呢 再看看一脸舔足的云云天 冯小霜忍不住 狠狠地在云云天腰 煎在软肉上掐了下去 夫人 手下留情啊 云云天装作刺牙咧嘴的样子 夸张地说道 都怪你 哪有 哪有这样强迫我的 冯小霜到底还是松了手 掐疼了他 心疼的 还是不自己吗 这是男花女孩 蹲伦之乐 我不能伤了你 你也得心疼心疼我 不是 活着一走这么长时间 你也得给我留点念想 不是啊 云云天把人懒了过来 他知道 能为自己做到这个地步 已经是极限了 再有什么 再有什么的话 估计 双儿要生气了呢 大哥 我们该走了 云云云天 云云天正待要和冯小霜 再说点什么呢 外面金红兽的声音响了起来 好了 你也该走了 我送你出去 冯小霜现在脸上的泪痕已经看不出来了 他还是想送送他 怎么送走的就要怎么接回来 这才是有事有终呢 好 云云天看到往日雷厉风行 坚韧不拔的冯小霜又回来了 也就放心了 这才是他的女人 不依靠男人 照样能够独当一面 而在自己的面前 又是最温柔的爱人 这样的双儿 他怎么能不爱呢 这次因为要隐秘行踪 云云天他们都扮成了客商 分别从几个方向出发 半路再会合 所以 这次从酒楼出发的 只有云云天带着金红兽等十几个人 十位天的后门处 冯小霜看着远去的几个人的生意 站了很久 方才回去 主子 六爷在前面等着你呢 说是公子吩咐了 以后家里的大小事物都要听你的 清尤见到有些失魂落魄的冯小霜 还是轻轻开了口了 有些事做 主子 估计还能好一些 嗯 我知道了 小柳哥 我也很长时间没见了 正好有事要找他办呢 这倒是送上门来了 冯小霜深吸了一口气 大气精神来 向前院走去了 小柳正在院子里等着呢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还好天气不冷不热的 在外面舒缓 也正是舒服 小柳已经不是从前 霹雳脾气的样子了 看着有些猙獰 不过 配合他身上越来越彪悍的气息 倒是相得益彰 更有男子憨的气感了 小柳哥 好久不见了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小柳哥的气度更胜从前 想来 这段时间的生活不小吧 冯小霜提起 是桌上的茶壶 倒了两杯热茶 这几个丫头 真是得用 不管是什么时候 只要冯小霜出现的地方 茶水就从来没有冷过 夫人妙惨了 都是大哥的调教 确实是手艺匪浅 不过 跟兄弟们相比 我的敬意是最满的了 小柳谦虚的一笑 说话也变得文奏奏了起来了 小柳哥是与我生分了 坐下说话吧 既然云天走之前 把家里的事情都交给了我 我也就不客气了 训练的事情 我帮不上什么忙 你自行安排就是了 缺什么少什么 跟青瑶说 他都会安排妥当的 我这里有一件 顶重要的事情 需要小柳哥帮忙 这件事情十分重要 小柳哥一定要办成才行 冯小霜说的十分郑重 小柳也重视了起来 夫人尽管吩咐 小柳一定会为夫人分忧的 只是不知道夫人要做的是什么 小柳又站了起来 好了 小柳哥你坐好了 别动不动的就站起来 我这里又不是军营 我也不是你的上级 我要建马场 而且不是一座 我知道咱们这里 离的边境不算是太远 想要找两处水草肥美的牧场 不算是难事 学的是两种的好马 你想想办法 我要至少 要一万匹马 冯小霜是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到最好 一万匹马 不算多 但是绝对不算少的 要是真的都是血痛优良的好马的话 花费可是着实不小啊 还得是按照站马的标准 进行训养的话 那银子不花得跟流水似的呀 夫人 你是要 小柳一下子就明白了 封小霜的意思 没想到 还没集地成年的夫人 就有这么大的决心和魄力 这个决定 可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说下就下的呀 对 就是你想的那样 现在 趁着黄河有水患 西夏大军压惊的混乱局面 朝廷肯定不会把注意力 放在小小的阳武县 而且 跟西夏有仇的北齐 一定不会就这样看着的 我们就来一个混水摸鱼 我知道 北齐和大院 都有宝马良区 你想办法 弄到咱们手里来 不管大小 全都要 就算是小马区 新养三年 也能定用了 我要给云天 一只骑兵 一只随向披靡的骑兵 小六哥 所以 我要你帮我 风小双知道 这件事情 十分的不好办 虽然各个国家之间 现在看着还算是和平 不过 也都是暗中较劲 像是血统优良的骑马 在各个国家之间 基本上都是明面上 不会流通的 每年只有在节庆的时候 会有其他国家 把马匹作为鹤里 送到大云 当然 那只是极少的数量 而且 都会被放养在皇家马场 不会作为战马 流到军中的 假之 大云国内 没有血统优良的好马 相对于周边的几个国家 在骑兵上 总是处于弱势 所以 冯小双起了这个念头 要是养那些 不管在身材 还是在耐力上 还有战斗力上 都弱上不止一筹的大云马的话 不如 冒险去找血统 更优良的大院马 还有北骑的马 或者是蒙古高马 这种做法带来的好处 是自然而显而易见的 当然 在前期 是要冒足够大的风险的 需要穿越几国的交界 还要带走大梁的马匹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风险是非常大的 搞不好就要闹出人命的 夫人 这件事 我一定帮你办成 我会亲自带人 去边境地区 探查一二 不过 这样一来 大哥留下来的兄弟们 平时的训练 可能就会落下了 我想跟夫人 借个人 小六心思白转之后 说道 你想知 借谁啊 冯小双知道 肯定是自己身边的青瑶他们了 只是 不知道小六 相中了谁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关注 第234章 该有个家了 我想接青鹿 虽然我更想向夫人 接青瑶的 不过 青瑶还是留在夫人身边 我更放心一些 而且 青鹿虽然年纪小 但是功夫不是一般的高 由他来带领兄弟们操练的话 足够了 小六笑了笑说道 青鹿 我还以为你会选青瑶的 也好 青瑶之前吃了些苦头 总要歇息上一段时间 你也要安排一下 正合适 那就这么决定了 冯小双想想也就同意了 那夫人 我就回去安排一下 尽快出发 趁着局势还不是很紧张的时候 尽量多带一些两码回来 安排好了 我就走 到时候 我会让人给夫人送信 就不来跟夫人道别了 小六起身说道 也好 银钱方面你不用担心 我会在两天之内准备齐全 让求书交给你 外面的事 你尽管拿主意 除了什么问题 还有我呢 一切要小心 保证安全才是最紧要紧的 不要为了银钱 或者马匹 而丢了性命 知道了吗 对小六 冯小双的心情总是不一样的 毕竟是最早接触的兄弟 感情也是最好的 以前的时候 小六就对冯小双多有照顾 现在让他设限 也是封小双不愿意 又没有办法的事情 夫人发现 我是从鬼门关里走过来一次的人 我不光是为我自己活着 还有那么多死去的兄弟们呢 我不会那么容易就让自己死了的 要不 也对不起那么多兄弟们不是 不然 这段时间大哥不在 我多派些人手来保护夫人的安全吧 我现在已经是除了大哥和金叶之外的副统领了 他们都得听我的调遣 夫人要是有什么 尽管说就是了 小双笑盈盈的说 不过 目光中有些水光一闪而逝 想来是想起那些曾经跟着他一起出生入死 后来 在他室的疏忽下 允命了的兄弟们了吧 小刘哥真是好厉害 那些军事可不是那么好相符的 你能成为副统领 也是你的能耐 我这里没有什么需要的 即使你把青鹿接走了 还有青羊 青鹰和青鹿呢 他们的功夫也是非常不错的 你只管安排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冯小双也为小刘高兴 原来 凤和谷山寨的兄弟们 现在都跟其他的人整编到了一起了 因为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 刚开始的时候 没少被那些将士们欺负 不过 大家也都是憋着一股劲呢 最后 还是有不少人脱颖而出了 比如 现在爬得最快的小刘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其他的 像是刘铁牛他们 也都是各自小队的队长了 也算是没给一云天丢脸 毕竟 他们都是跟着一云天时间最长的 要是没这点能耐的话 岂不是让人笑话 是 夫人 那我就先回去了 有什么消息 我会很快汇报给夫人知道的 小六说完之后就走了 事情紧急 容不得半点拖沓 小六走了之后 血缘就进来了 手里还捧着一本 不是算太厚的张册 脸上全都是喜色 他和青鹰一起经营的香皂铺子 已经开张好几天了 实在是火爆的不行 这不是 来给冯小双报喜来了 冯小双翻看了铺子的账策之后 十分的满意 别看一块小小的香皂不起眼 现在已经是在洋务县刮起了一阵香皂风 现在 葛家的后院一卷 谁见面不说 上两句喜欢什么味道的香皂铺 姑娘 其实 这其中 王家夫人和王小姐 没少处理的 要不然 也不能这么快就传出去 姑娘要不要邀请王小姐 过来坐坐呢 公子走之前 已经让人把县城那座小院子 重新整理了一下 要是姑娘觉得 酒楼的后院不方便的话 也可以搬到那边去住 毕竟 这边人多眼砸 往来行事 也不是很方便 学院看看冯小双的脸色之后说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王小姐的性情活泼 爱说爱笑的 我也喜欢 也有心跟她结交 不过 那个小院子 还是不要暴露的好 以后 我还有用处 现在酒楼里的人 越来越多了 我在这里住 好像是不太方便 出去进来的人多 以后也不方便 这样吧 你让大山哥 在县城处找一处院子 也不用太大 前后两间就可以了 环境清幽一些 离这十位天 不要太远 以后云天回来了 也算有个正经的家 因此 你去学院那里拿就好了 学院这个提议 还真是提醒了冯小双了 她现在在酒楼后院住着 倒也没什么 不过 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不方便了 而且 她也不能一直 没有需要应酬的时候吧 尤其是像王家母女 虽然只见过一次面 但是对她们的印象很好 而且自己也不能没有朋友 做个孤家寡人不舍 王小姐的性子很对自己的胃口 要是能有这样一个好朋友 也是不错的 是啊 姑娘 奴婢记下了 等新宅子整修好了 到时候 咱们也热闹热闹 这酒楼后院虽大 到底不是个正经的家 姑娘早就该这般做了 学院的性子虽然沉稳了不少 但是相对于姐姐雪燕来说 还是更调皮一些的 你说的也对 自从打凤口鼓来出来 我们就没有一刻闲置的时候 也该好好的试诺试诺了 你这丫头 想到这层也不倒提醒我 等云天回来了 怕是找不到家了呢 冯小双淡淡一笑 她才刚走 就开始想念了 哪里是奴婢早就想到的 还不是刚才想到的 就想着提醒姑娘一下 其实姑娘就是每天太忙了 连睡觉的时间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要不然啊 早就想到了 学员小小地拍了一下冯小双的马屁 你这丫头 倒是学会贫嘴了 让大山哥挑的宅子精致一下 等挑好了 我再过去看看 冯小双想着 以后也总算是有个安定的地方了 心情也是不错的 事情都安排下去了 冯小双也总算是能松下一口气了 接下来 还有养生馆开张的事情要张罗呢 正好到了秋天了 养生馆这个时候开业 也正合时宜 几天的时间 小刘就已经把事情都安排妥当了 青鲁身上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直接可以打了包袱 走马上任了 别看青鲁小丫头年纪小 但是论单兵作战能力的话 比那些军事更加厉害 会的5G也更多 那可是从小下了多大的本钱 培养出来的50女位 跟培养安慰一样的训练强度 还要比安慰 会得更多的其他的技能 要说是万里挑一也不为货 当这些士兵们的临时教头 实在是戳戳有余 所以冯小双一点都不担心 青鲁小丫头会被欺负 被欺负的只能是那些大老爷们 更何况 别以为冯小双不知道 走之前 青鲁特意塞了个小包袱给青鲁 里面坑人的东西可是不少呢 青鲁也没少给青鲁准备东西 都是能用得上的 防止青鲁被欺负的好东西呢 别看青鲁对青鲁惩罚的时候下了狠手 其实也是心疼青鲁的 这是青鲁第一次完成外出的任务 青鲁也是不放心的 少得要操心了 别以为我走了 你们就松懈 我交给你们的拳法 还有每天的训练 一丝也好都不能懈怠 等我回来时 要检查的 要是让我发现 有人偷懒 你们不想知道 会有什么手段对付你们 记住了没有 这是走之前 青鲁对石卫天酒楼里受训的所有人的训话 除了张氏兄弟之外 连王大山都是青鲁手下训练的小兵呢 青鲁姑娘 你放心 你走了 还有我看着呢 咋说 也不能让他们偷懒的 你放心就是了 王大山憨厚的一笑 别跟我嬉皮下来呢 别以为我不知道 奶头偷懒的 就有你一个 要是我回来之后 发现你还不能在我手底下走五十招 咱俩就单脸 我给你来个集训 怎么样 青鲁捏了捏自己的粉拳 对着王大山跃跃欲试的样子 青鲁姑娘抱歉 我一定不偷懒 不辜负青鲁姑娘的教导 王大山下意识的挺直了身体 有些害怕的说道 能不害怕吗 作为冯小双的心腹之人 王大山可是被特殊照顾的 就是这十几天的时间 已经让王大山叫苦不迭了 这要是真的单脸的话 不死也得脱层皮吧 所以 王大山把心里那点偷懒的心思 悄悄的掐灭了 其他的小伙计 见到王大山都被训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他们还有什么说的 不过是蹲马步 跑步和练拳嘛 他们练就是了 其实 这些小伙计的身体素质也都是不错的 这段时间的训练虽然辛苦 成果也是十分显著的 他们也从最开始的抵抗 到现在的咬牙坚持了 主子 那奴婢就走了 主子保重 奴婢一定好好训练 不辜负主子的期望 青鹿把包袱围在了身上 就准备出发了 这是在跟冯小双告别呢 嗯 去吧 照顾好自己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回来了 到时候 我还等着你 把他们训练的都跟士兵一样呢 那呀 看谁敢来咱们示威天 闹事啊 冯小双半开玩笑的说 是 主子 奴婢遵命 冯小双是开玩笑的 可是青鹿是认真的呀 一听这话 那些小伙计们都觉得 腿肚子转肌 这下 苦日子可是没头了 大家虽然也希望自己变得厉害一点 不过 也不用太厉害 一点点就好 可惜了 青鹿是体会不到他们的心声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235章 琐事 送走了青鹿之后 秋雷过来找冯小双 说起了冯小双那四个小徒弟的事情 这薛大龙还有马二狗两个人 确实是有些天赋 也愿意下苦功夫 现在已经能给长楚打下手了 偶尔也能朝上两道小菜 不过 三顺和四毛两个人就差了点一点 现在刀工还没练出来 虽然功夫也是下的不少了 奈何天赋有限 这大楚也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 秋雷是来找冯小双商量一下 看看如何筹筋安排一下 还是求书考虑得更加周全一些 我这个做师傅的还真是失职了 大龙和二狗两个 既然现在已经有了些成绩 还是让他们继续在后处 我抽出时间会调教他们的 至于 三顺和四毛 嗯 我还没想好 他们认字学的怎么样 赵先生可曾说过 冯小双思索了一下说 夫人只是太忙了 没有时间教导他们而已 好在两个人都知道上级 平时后处的几位师傅 也愿意教导他们 一些基础的东西还是学得不错的 至于三顺他们两个 认字倒是学得不错 算盘也打得还可以 我想着 是不是我待在身边教一教 他们的年纪都小 好好地历练两年的话 也可以独当一面了 夫人的意思呢 秋雷面带微笑地说 嗯 这个倒是可以 不过就要辛苦求书了 每天打理这么多的事情 求书也是辛苦了 再加上他们两个的话 会不会太累了 毕竟求书还得照顾孩子呢 平时无暇分身啊 冯小双也有心栽肥三顺和四毛 自己腾不出时间来 要是能让求蕾带着的话 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好是好 不过冯小双也不能让求蕾太辛苦了 所以才有此一说 夫人 我既然提出来了 就能带得了他们 说起小二 还得感谢夫人的安排 要不然 他也不能去那么好的书院 平时小二都在书院 我照顾的时间也不需要太多 所以 多了三顺和四毛两个人 也是可以的 另外 夫人想想 现在只是开了一个分店 养生馆也即将开业 这人手就有些不足了 以后要是分店开的更多的话 每个分店都要有一个掌势之人 这个人必须是咱们的自己人才行 我也是提前考虑一二 求蕾是真的感谢冯小双对他小儿子的安排 同时也是真心为了以后的发展考虑的 有求书在 我真的轻松了很多 那这件事就先这么定了 三顺和四毛就麻烦求书了 想来他们两个也是愿意的 我这个名义上的师父 也真是对不住他们了 冯小双当初收下他们四个小徒弟的时候 也是真心想要教导的 不过 天不随人愿啊 他实在是没有时间 就连求大龙他们两个 也是其他的大师父帮着带着呢 他倒是很长时间都见不到土地的面呢 当师父当到他这个地步 也是对了 夫人实在也是太忙了 需要夫人决策和计划的事情有多 根本就无下分心 夫人年纪本来就小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 不能实权实美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而且 说句不该说的话 夫人已经跟公子互许终身 以后不管公子成功也好 失败也罢 夫人都不能把自己 当成是一个后厨的大师父 那样是对夫人才华的辱墨 教导徒弟的这件事 就交给后厨们的师父吧 后厨们的师父们 个个身怀绝迹 教导薛大龙他们两个绰绰有约 如果夫人想要提拔他们几个 等他们学成之后 夫人想要怎么提拔 不还是夫人一句话的事情 求蕾向冯小双提了戒言 其实 求蕾说的已经很委婉了 意思冯小双很明白 就是在强调乙云天的身份 还有冯小双以后的身份问题 就算是以后大仇未报 凭借乙云天的本事 天高地远 也会有一席之地的 冯小双作为乙云天的夫人 要是真的亲自去教导 徒弟的话 难免被人诟病 求蕾是乙云天的人 也认冯小双和双为女主人 她的初衷都是好的 九叔说的是这个礼 不过 当初我都已经答应了 他们也不好食言 这样吧 平时大龙他们俩 就跟着后厨的大师傅们 学习厨艺 我会亲自传授他们 几样密不外传的菜式 算是给了他们 安身立命的本事 也算是我这个做师傅的 对他们的一点心意吧 冯小双叹了一口气时 夫人如此考虑 十分周全 大龙他们几个 也知道夫人的难处 不会对夫人心有怨念的 那我就带着三顺和四毛 仔细教导着 不出三年的时间 一定会叫到处 合格的掌柜出来 求蕾见冯小双 听进去了自己的话 心里高兴 退了出去 冯小双仔细地想着 求蕾刚才说的话 知道他说的都是对的 可能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身份的变化 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了 但是 冯小双永远也不会忘了 他刚到凤河谷的时候 那段时光 还有那些人 求收很快就开始了 今年冯小双手底下 可是有很多的田地的 今年风挑雨顺 老天爷十分给面子 基本上确定了大丰收 冯小双十分高兴 光是庄子上的粮食 产出就十分可观了 更别说 还有凤河谷那将近 两千顷的土地呢 想想今年兴大的粮食 都会存储到凤河谷 后山星开挖出来的地窖里面 冯小双就觉得高兴 嗯 养生馆的事情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只等着养生馆的味道散尽了 则几日开张了 庄子上的盗花鱼 应该也已经很肥了 跟李大说 明天我要去庄子上起约 咱们的食为天 对盗花鱼的宣传 已经十分的到位了 这胃口掉的足足 还来得及 早把那些胃口喂饱了才行 冯小双看着外面明显 已经变幻的景色 心里对这样收获的季节 充满了感激 就是感激 有了这样的丰收 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不过 从收到的消息来看 即使今年有了大丰收 老百姓的日子 也不一定会比往年更好过 今年黄河水患 虽然不严重 不过 赈灾还是要钱要粮的 加之膝下佣兵 上位者又穷奢及欲 到处建造行工别院 花钱不计其数 不管是内务府还是国库 都是亏空的厉害 那这些钱从什么地方补足呢 还不是从税收上来 现在的付税 已经是今年加了几次之后的了 要是再加的话 就算是富足一些的人家 估计也得勒紧肚皮过日子了 姑娘说的对 如今咱们是为天的名头 可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不光是阳武县 附近的几个州县 都知道咱们是为天了 好多人都是慕名而来的 更别说 附近运河码头上的那些商船了 越是到了这个时候啊 咱们的时为天越是赚钱 何止是进斗金啊 姑娘 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似的呢 学研刚开始看着风小霜还挺高兴的 怎么说着说着 脸色有些阴沉沉的呢 刚刚接到消息 今年秋收之后的付税 又要加了 今年已经加过四次了 朝廷的胃口还真是不小 也不知道 百姓能不能承受得了 对了 记得咱们酒楼还有香皂铺子的税收 及早送上去吧 别让县令大人为难 这笔银子 总会想办法弄回来的 冯小霜轻轻的叹了口气 把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银子 送给敌人 这种感觉 还真是挺不舒服的 大云朝对商人的限制 不算是很严重 商人子弟 一样能够读书科举 但是对商人征税可是丝毫不手软 每个季度 石为天的税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不过 这笔钱是省不得的 现在还没到反抗的时候 县令是自己人 不能让自己人为难 至于是想要做假账少交一些税 基本上是瞒不过朝廷巡查的人的 石为天每天的客人来来往往的 明眼人都能看得见 而且石为天的菜市价格 都不算是便宜 钥匙交的太少了 县令那里也说不过去 姑娘 这些税盐 要是真的能用到该用的地方的话 也就算是了 可是不是被贪官屋里给贪了去 要不然就是被那个人给挥挥空了 陆毅真是不服 雪燕也心疼那些银子 这些都是酒楼里的每一个人的血汗钱了 怎么可能不心疼呢 也没有办法 现在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朝廷抗衡 也不能过早的暴露出我们的异常来 那样只能是打草惊蛇 不过 我们的银子 怎么可能是那么好拿走的 那个阿飞不是留下来了吗 是时候让他将功补过了 就算是不能拿回银子 也得让他们那么舒舒服服的把睡银拿走 你把青瑶找来 会有事情要吩咐他 风小双微微一笑说 青瑶就守在外面 很快就进来了 主子 有什么吩咐 青瑶心里之后说道 风小双把自己的想法说了 这些银子不能在阳武县境内出现问题 等出了阳武县 找个合适的地方 让阿飞动手 你挑几个人从旁协助 这些银子 会要用到更加等用的地方上去 真正取之于名 用之于名 咱们女子 一样能做出今天动力的大事的 风小双是想收买人心 只不过 这法子 还得好好想想 是 竹子 距离收税 至少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奴婢会好好计划一下 绝对不会让主子失望 青瑶对冯小双的命令 自然是没有什么意义 但凡是对自己方有利的 给那位找点麻烦的事情 青瑶也是不遗余力 你们好好调查一下 看看这件事 能不能栽脏到那个贪官身上 最好不是用抢的 而是用换的 你明白了吗 冯小双坏怪的想 是 竹子 奴婢们明白 那个阿飞 现在被青鹿妹妹收拾得 跪过去去的 而且 秦宫也有所提高 阿飞和奴婢们一起出手的话 那些睡银 不到最后入库的时候 他们都不会发现的 竹子放心就是 一定不会怀疑到我们身上的 青瑶对这点 还是自信 还是有的 嗯 银子也不要动太多 动得太多了 就眨眼了 到时候引起朝廷的注意 那就得不偿失了 我们自己的银子拿回来了就好 云天不在杨武仙 我要保证杨武仙的平稳和安全 这是我们的大本营 一定不能乱 这些银子 全都要用在百姓的身上 至于怎么用 嗯 我还没有想好 你们有时间也帮我想想 这笔睡银 还没有被朝廷收上来呢 封孝双就已经计划着 怎么帮忙花出去了 是 姑娘 是 竹子 雪燕和雪 清瑶齐声回答道 别看称呼不一样 忠心是一样的 偷换睡银这件事 封孝双其实早就有所打算了 不过 一直没有跟人说过而已 就连易云天也不知道 封孝双的打算 封孝双的打算很简单 不想国库里面 有自己的血汗钱而已 如果真的能够取之于民 还之于民的话 也算是封孝双 先向朝廷收取的利息而已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236章 大师兄 加之 朝廷每每增加各种赋税 对老百姓的盘剥越来越严重了 更何况 是他们这些肥的流油的假固了 自然是朝廷着重注意的对象 再加赋税的话 冯小双每天纯利润 就有两朝要交上去了 这可不是冯小双心甘情愿的 就算是现在冯小双日进抖金 加上一云天的财富已经不少了 但是 要想成就大事的话 这些银子还是杯水车薪 能省一些就省一些 还是冯小双的宗旨 更何况 现在冯小双要驯养出来一批 能上战场的军马 花费更是不巧 轻打细算的冯小双 就把这心思打到了这批睡银身上了 不过 冯小双也不敢把事情做得太大了 现在还不到时候呢 只是先收些力气 再保证阳武县境内平稳 安全的同时 把银子用到正地方而已 请要他们下去准备安排 暂且不提 冯小双也没闲着 让张氏兄弟 把阳武县境内的消息都整合起来 分析一下利弊 这件事情 冯小双还是跟丘磊说了 丘磊皱了皱眉 倒是没有说出拒绝的话来 他知道 想要成大事 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阳武县又是乙云天的大本应 要是真的能把睡银 用到老百姓的身上的话 对于稳定阳武县 也是极有有好处的 不过 丘磊还是有些担心 不然 睡银都会有大批的军队压缩 怕是不好那么好下手吧 如果成功了 自然是好的 万一露出了马脚的话 夫人 怕是会有危险 说起来 丘磊还是担心的 丘说 富贵险中巧 今年光是伤税 就涨了四次了 分摊到老百姓头上的税收 就更多了 今年就算是粮食丰收 估计家家连口粮都要不够了 岂不是要把百姓都给逼上绝路 杨武县要是乱起来 对我们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 我才想了这么一个法子 封小双也是没有办法 唉 尚未者无道 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这件事情 还得周美部署 就算是失败了的话 也不能牵连到夫人身上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夫人尽管吩咐 丘磊也是对狗皇帝恨得牙根痒痒 不过 这也没有办法 谁让现在坐在皇位上的人是他呢 有青阳呢 而且 之前我抓过一个飞贼 清宫绝对一流 名字叫阿飞 据说天底下没有他偷不到的东西 就是京城的权贵人家 他也出入了很多次了 上次要不是我也有心算无心 派人埋伏下来 要不然还真是拿他没有办法 捣唤这些睡淫 确实是不容易 有青瑶和阿飞这两个人在 不说是万无一失吧 也是有八成的把握 冯小双对青瑶和阿飞都非常信任 对他们的能力也自然是肯定的 有青瑶姑娘在 应该是无事 也是我担心多余了 夫人 这笔银子是想怎么还之羽民呢 丘磊知道 冯小双叫自己来 肯定跟这笔睡银怎么花有关系 九叔有什么想法 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我能想到的 不过是失洲舍民而已 对于像流民一样 不加可贵的人还有些效果 不过 要是对平民百姓的话 就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了 求说 你看呢 冯小双有些苦恼 本来就想要把这些银子 用在阳武县的老百姓身上 说什么也不能让阳武县 境内的老百姓 生活在困苦者当中 不如 夫人在秋收之后 向县衙买几个山头 开荒怎么样 之前就听夫人说过的 想要在几个合适的山头开荒 已经派人再找地方了 我看 不如就趁着这个机会 招阳武县境内的百姓 为我们干活 夫人摘心人后 就把待遇 定得更好一些 夫人看可好 求蕾思索了一下 说道 对呀 求叔不说 我还真的想不到这场呢 这个我要好好想一想 莫大爷和陈大爷 带着五老二他们 已经找了几个地方 很适合做梯田 也很适合 开出来种粮食的 虽然五老二他们的 有三百多人 但是 相对于这么多的土地来说 还是有点不够巧的 要是真的能发动 阳武县的老百姓 来开荒的话 那可真是太好了 冯小双一听就激动了 这可是个好法子 百姓能度过 这个不是荒年的荒年 自己也能得到 更多开出来的荒地 种植出更多的粮食 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夫人 这件事情 还得先令大人配合一二 要不然 还是太惹眼了一些 不如 先跟仙灵大人 暗中通个气 这样也好方便 我们后来的形势 夫人身为女子 不方便进出县衙 不然就让我去一趟 夫人看可好 秋雷见冯小双高兴了 也露出了笑容 有这样的竹母在 公子的大事 何臭不成啊 好 那就麻烦求叔了 不如就让仙俩牵头 号召大家开荒狠的荒地 反正也是常有的事情 到时候 咱们就算是突出一点 也无所谓 反正咱们上头有人罩着呢 只要没有闹出什么事情来的话 就不会引起朝廷的注意 还有可能 嘉奖宪令大人呢 毕竟 荒地的水收 再少也是钱啊 只不过 朝廷没想到 我会把心思 动到睡银身上了而已 冯小双觉得身体通胎 因为一云天走的忧伤情绪 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还是得有事做 不会胡思乱想 是 夫人说的对 这样就不打眼了 那这件事 我会抓紧的 请夫人放心 等到仙牙放出风声之后 夫人就可以准备动手了 求蕾弓声失礼道 嗯 对了 咱们庄子上和山寨的荒地 虽然粮食能打不少 还是不够 求书你和李斯克商量一下 尽可能的采买粮食 及早的储存起来 每年都要换新粮 把旧粮换出去 现在赵凡的粮铺已经见了两处了 运营的还算顺畅 也多亏有马老爷的帮忙 要不然 也没有这么快打通门路的 冯小双想着刚刚送上来的消息 觉得这个赵凡不愧是个人才 要不然 即使有大粮商马老爷的帮助 也不会这么快 就在两个县城都开了个中等大校的粮铺 可见赵凡的本事 是啊 夫人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我会跟李斯还有赵凡相互配合的 绝对不会辜负夫人的期望 粮食的事情 夫人放心就是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 我就先走了 丘雷点头应下 好 求叔辛苦了 冯小双点点头 让丘雷下去了 这件事基本上算是计划的差不多了 只等着秋收的时候再看了 主子 刚刚收到消息 公子的大师兄就要到了 主子可要准备迎接 等秋雷走了之后 青鹿进来回避 大师兄到了 真是等得好辛苦呢 自然是要迎接的 大师兄的房间可准备好了 医馆还在三位的 暂时不方便住人 大师兄还得在酒楼住上一段时间的 冯小双没想到 大师兄这个时候来了 幸好有几个丫头帮忙 回主子 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是雪岩妹妹亲自安排到 主子放心就是了 那奴婢下去安排一下 准备迎接公子的大师兄 青鹿扶身下去准备了 青瑶青鹰还有青鹿 都有事情要做 雪岩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冯小双身边就剩下雪岩和青鹿了 冯小双看着青鹿的身影 还真是有些庆幸 幸好有他们在 要不然的话还真是忙不过来呢 然而是这样 冯小双现在也有些头昏脑胀了 以云天和寒天蕾的师兄 人称胖弥勒 名叫周仙 胖弥勒确实不辜负他这个外号 个子不高 最明显的就是他的大肚子了 脸也是圆圆的 一笑起来很和善 不过 眼睛里偶尔会闪过的金光 告诉冯小双 这个大师兄绝对不简单 小双见过大师兄 大师兄 一路辛苦了 因为早就得到了周仙到来的消息 冯小双早就带着人 在阳武县的城门口等着了 见到周仙标志性的大肚子 冯小双就从马车上下来 给周仙建礼了 嘿嘿 你就是云天那小子的未婚妻了 没想到 这小子还挺有眼光的 行 你这个厉密 行 周仙上下的打量了一下冯小双 对冯小双真是挺满意的 今天我一见大师兄 就觉得大师兄十分的面善 大师兄 一路辛苦了 我们回酒了吧 衣馆已经全都准备完毕了 只是 暂时那些新的家具的味道还没有散见 怕是会对大师兄的身体不好 就在酒楼的后院准备了房间 专门给大师兄的 而且啊 这医馆啊 就等着大师兄前来坐证了 有大师兄在旁边坐证 我这心里都安定了 冯小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说 嘿嘿 弟妹啊 你这张嘴倒是分外的讨喜 比云天口是好多了 我这么多年居无定所 也没有个正经的地方 现在总算是能安定下来了 我还是拖了小师弟的福喽 周仙呵呵一笑 上了另外一辆马车 这是专门给周仙准备的 两辆马车一前一后的往 示威天酒楼的方向去了 冯小双亲自领着周仙去了后院 给周仙准备的房间 在西侧的厢房 跟冯小双的房间中间 隔了很多间房子 还隔着院子 也没有瓜田里下之嫌 雪燕想的确实是十分周到 周仙的房间里外两间 处处布置的十分精致贴心 可见雪燕们办事很妥当 周仙也十分满意 弟妹安排的好 我也算是享福了 我既然来了 就算是云天不在这里 我也会护你周全的 我还有几个机名弟子 过两天才会过来 到时候 你有什么事 只管跟大师兄开口 大师兄给你撑腰 就是云天那个小子敢欺负你 你也尽管找大师兄 大师兄帮你揍他的屁股 演员这个东西 就是很奇怪 周仙对冯小双 可以说是非常的满意 几句话之间 就偷出来亲亲来 多谢大师兄 有大师兄在 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今天 我亲自下出 给大师兄接风洗尘 还望大师兄不要嫌弃 冯小双对这位胖胖的大师兄 印象也很好 更别说 他还是云天的大师兄呢 哈哈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啊 早就听说 弟妹手一拾一绝 我老早就想尝尝味道 今天啊 总算是有机会了 那我这个大师兄 就不跟弟妹客气了 弟妹可不能藏私啊 周仙别的不好 就是好吃 要不让也不能得一个 胖米勒的称号 肚子也不会这么大了 大师兄放心 小妹就这么点本事了 一定会让大师兄满意的 今天给大师兄接风洗尘 整个十位天酒楼 都准备给大师兄露一手呢 师兄 先沐浴更衣吧 我这就下去准备 冯小双早就安排好了一切 沐浴的香汤 已经让人提到了专门的浴室 周仙只要过去就行了 多些事 弟妹的盛情 那我就确止不公了 这一路醒来 确实是是出了一身的臭汗 我真是怕弟妹觉得我失礼呢 周仙说完 小呵呵的下去了 对冯小双的安排 是满意的不能再满意了 这栋接风宴 冯小双是特意交代下去的 让大家更加尽心尽力 他更是亲自下厨 做了几道拿手好菜 还都不是石为天 已经推出去的招牌菜 这里面 就有已经吊足了大家胃口 即将推出的道花鱼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237章 医馆开业 冯小双选了两条大一些的草鱼 准备做上一道清蒸道花鱼 这清蒸的鱼做法并不是十分的复杂 但是却最靠功夫了 想要鱼肉鲜呢 又没有半点腥味 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需要日期月累的经验 这道菜 这道菜是冯小双的拿手好菜 先将杀好的道花鱼 彻底的清洗干净 用刀背将鱼片外面的粘液 彻底的刮掉 冲净 还要去掉鱼肚子里面的新鲜 必须要保证整条新鲜被彻底去掉 并且不能有鱼肉残留在鱼肉里面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去掉鱼的兴起 然后再将准备好的大蒜 芥菜 咸姜 培菜根 花椒等一系列的佐料 认真的多细 均匀的涂抹整个鱼身 再把剩下的佐料 全都填充到鱼的肚子当中 等调料的香味 全部浸润到鱼肉里面之后 将鱼肉表面的调料去掉 只留下鱼肚子里面的佐料 然后再将盐 研制五到十分钟 最后一步 就是用大大的荷叶 包裹做整条鱼身 并且用麻莲的叶子 把鱼身细住 不让鱼肉里面的蒸汽散发出来 在最大程度的 保证鱼的水分不流逝 把整条档花鱼处理成这样之后 再入锅清蒸 这活后的掌握 全在冯小双的手里 多大的活力 多长时间 包括蒸汽的分量和味道 都是冯小双一个人的霸观 身边还带着薛大龙和马尔口 他要把这道菜 手把手地交给两个徒弟 算是他这个做师傅的一点心意了 毕竟 冯小双以后可能真的没有时间 教导他们两个了 只能是他教他们一点拿手的菜式 让他们渐渐的在后处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了 这道清蒸 道花鱼是冯小双自己琢磨出来的做法 从用的调料到最后成型 全都是他的方法 可以说 这样做出来的鱼肉 绕制细嫩 水分充足 而且特别入味 咬上一口 唇齿流香 吃到嘴里 似乎还有丝丝的甜味 那是鱼肉本身的味道 更是带着道花的香气 可以说吃这样的清蒸道花鱼 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这是清蒸道花鱼的做法 我把做法都写在这里面了 还有其他几道菜 以后教你们 其实是我不守信用了 我这个做师傅的 没有时间教你们 只能靠你们自己领悟了 不过 只要是我有时间 你们都可以随时来问我 冯小双看着各自 不断长高的薛大龙和马尔狗 有些歉意 师傅 您不能这么说 您对我们俩都有大恩 我们现在也算是有些本事 怎么敢埋怨师傅呢 只要师傅别不要我们两个就行了 原本是四个人学徒的 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了 三顺和四毛 两个人确实是没有学厨的天分 就被大掌柜的领走了 他们要是再被师傅开除了 那可是太丢人了 你们跟着后厨的大师傅们好好学 他们每个人都是示范学技 而且对你们也不会藏私 对你们来说也是个好机会 要是我一个人教你们的话 学到的东西总是有限 不过你们也不能志得一马 要学心求教 将来也能帮我管这一个酒楼 也算是全了我们的师徒缘分了 冯小双对两个乖乖地站在自己身后的小徒弟说 是师傅 我们一定会好好学 不会给师傅丢人的 各位大师傅 对我们的教导都很用心 要不然我们也不能进步这么大 薛大龙说的也是真心话 嗯 你们都是凤和谷的兄弟 是我最信任的人 现在石卫天才开了一个分店 我们的人手还能应付得过来 要是开的太多了 我们的大师傅就不够用了 我还指望着 你们帮我把石卫天 开遍整个大云的每个角落呢 大云要是不够你们施展的话 还有其他的国家呢 总有你们的施展拳脚的地方呢 冯小双 看着薛大龙和马尔狗的眼神 满是鼓励 这么大年级的年轻人 正是最喜欢有人夸奖的时候 尤其是被冯小双这个 他们最佩服的人夸奖了 薛大龙和马尔狗 都下意识挺直了身子 脸上都带着憨厚的笑容 谁啊 可以开饭了 大家也都准备一下吧 冯小双看了一圈厚厨 大家手上的活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就吩咐学院开饭了 接封厌上的菜 虽然分量不是很大 但是花样可不少 每一位十位天后厨的大师傅 都拿出了自己的本事 一共八个热菜 两道汤品 四道甜品 四道头菜 两道精致 倒倒鲜美 还没吃呢 周仙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口水了 弟妹 这也太客气了 这么多好吃的 我可算是有口福了 我一会儿 是不是得被人扶着出去啊 周仙摸着自己的肚子 笑着说道 大师兄 尽管想用就是了 这是我代表云天的一点心意 以后 大师兄想要吃什么 尽管开口 小妹没有别的本事 让大师兄吃好还是没问题的 也没有外人 球掌柜是十位天的总掌柜 以后 凡是十位天九头的事 都归球掌柜负负责 这位是大山哥 这两位是张师兄弟 负责十位天的安全保卫工作 以后 各个分店的安全 也都是他们负责的 大师兄 请罢 介绍完了这几个人之后 各自都坐下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最近因为 有挺多事情 然后就没有更新 所以不好意思 大家 以后我尽量给你们更新 然后更新的这个时间 稍微长一点 第238章 医馆开业 周三是个性子不合而爽朗的人 很快就跟王大山他们 推杯换斩起来 还没等吃完饭呢 就已经勾肩搭背 成兄道弟的了 这份自来书的本事 还真不是什么人都能有的 酒过三巡 菜过五位 大家自然是吃饱喝足 一脸的满意啊 周先更是对冯孝双的受益 赞不绝口啊 弟妹 这道清蒸道花鱼 简直是绝了 这鱼肉 向来是不受大家喜欢的 都嫌弃太过兴起了 尤其是这种清蒸的做法 更是难掩鱼肉的腥味 往常都是为了涂个彩头 才在年宴上有这么一道菜 没想到 这行器的鱼肉 到了弟妹的手里 竟然是变成了如此的美味 我真是没白来啊 周先对这条 只剩下鱼骨头的清蒸鱼 满意的不行啊 这可是弟妹我的秘方 这鱼都是用秘法培养出来的呢 自然是味道不同了 这可是我的拿手好的菜 师兄要是喜欢 以后尽管开口就是了 冯小双对这道清蒸鱼 也是十分有自信 光是看大家的反应就知道了 夫人这道清蒸鱼 当真美味 原来我以为红烧鱼就够好吃的 没想到这味道清淡的清蒸鱼 也能让人把舌头都跟着吞了 怪不得夫人之前 敢把清蒸鱼的美味 推到那么高的位置呢 求某佩服 夫人 当真是绝学 求蕾也吃了不少清蒸鱼 不过 还是没有抢过周先 剩下的王大山和张氏兄弟 夜视不住的嘴的夸子 行了行了 你们可别都夸我了 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今天也算是为咱们的新菜 食菜了 既然大家都那么喜欢 那再过半个月 我们时为天收到起约 双管齐下 一定要会迎来一个新的高风 到时候 求说和大山哥 还有你们兄弟俩 更要忙了 冯小双灿然一笑说道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要是没有这么重的付税的话 咱们时为天的利润 就更加丰厚了 现在 除了这下 都是顺风顺水的 哎 王大山叹了口气 实在是有些心疼啊 大山哥 这件事 你就不要忧心了 我早就有了打算了 嗯 到时候 我会让青瑶去找你的 很多事情 还得你们配合才行 不过 现在还不到说的时候 等以后你们就全明白了 我不胜酒力 就以茶代酒 最后 敬大师兄一杯 以后 小妹就要张大师兄闭火了 冯小双以茶代酒 敬了周仙一杯 哈哈 弟妹客气了 云天不在 我一定会获得你们周全的 还有这医馆 只要有我 保管日进斗金 周仙引进了杯中茶 哈哈一笑 接封宴之后 周仙就算是在示威天住下了 三天之后 就去了医馆 这间医馆 早在半个月之前就开始宣传了 杨武县的人都知道 杨武县城有名的韩神医 和石卫天的老板娘 联手出资的 请了韩神医的大师兄来作证 以后 杨武县的老百姓 可是有福了 韩天磊在杨武县 颇有名声 尤其是在平民百姓之间 他的医术高明 收费还不高 所以 两年的时间 名声渐渐地传开了 加之冯孝双的有限安排 更多的人知道了韩天磊 也就知道了韩天磊的大师兄 即将坐镇这间医馆 都十分期待 医馆在周仙来了之后的第七天 正式开业了 倒是没有多大的动静 也没有多大的阵仗 只是 周仙在门前 给祖师爷进了香 带着他的五名记名弟子 还有李斯尔给招的几个小学徒 这医馆 就算是正式开业了 在之前的时候 冯小双就已经安排好了 医馆的宣传 开业三天 周仙一枕 药材价格减半 知道消息的不少百姓 就都过来了 甚至还知道 消息元和上的商船 也有人慕名而来 可见 虽然开业的仪式不够热闹 但是这绅士却还是不孝的 冯小双自然也来观礼了 王大山今天负责在医馆智慧秩序 前来看病的人全都排好队 都等着见一见这位周神医呢 也不知道 能不能有寒神医那样的本事 这也是老百姓都在观望的 周仙别看长得胖 但是为人十分的和善 一个个的给前来诊病的病人把脉开放 有条不紊 基本上一搭脉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让大家的心里都放松了不少 看来 这位周神医也是有两下子 忙了大半日 医馆门前的病人才少了一些 几个不严重的病患 周仙就先交给手下的记名弟子看诊了 要不然还不把他给累死了呀 另外 他可是闻见了饭菜的香味 想来是给自己送饭的来了 冯小双是去而复返 专程给周仙和他这些记名弟子 来送饭的 周仙的饭菜自然都是冯小双亲自动手 毕竟是开业第一天 又这么老 也算是犒劳一下他吧 哈哈 还是弟妹办事脱铁 我真是饿得不行了 这两年虽然我一直在云游四海 这么大强度的工作 还真是头一次体会 看来师弟在杨武仙的名声不错 今天就有多少病人发问了 可惜了 师弟喜欢无拘无束 又喜欢自己的生活 非得跟着小师弟 这摊土就给了我了 让这些病人失望了 见过韩师弟的 再看我这不尊容 是该失望了 周仙一边吃得香甜 一边说 那可不能这么说 师兄这是福相 一般人想求还求不来呢 再说了 这还不是因为大师兄 一属超群又处事周全 才让大师兄做任大本营的 现在云天和韩师兄都没在 就我一个人还真是心里没变 有大师兄在 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冯小双知道 这个大师兄 不管是医术超群 功夫也是相当不错的 要不然 怎么能压得住下面这么多古灵精怪的师兄弟呢 哈哈 弟妹说这话我爱听 虽然是公伟的话 不过 听在我的耳朵里 就是叔父 来之前啊 师父还说了 让我好好照顾你的 你能在这样的情况下 帮助小师弟 当他的贤为主 说实话 大师兄我是十分佩服啊 周先知道一些 冯小双的想法 觉得冯小双 可以说得上是 经过不让虚美了 小师弟有其如此 是他的福气啊 大师兄 可别夸我了 说句不害臊的话 我和云天 两情相悦 他的仇 就是我的仇 再说了 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要是没有他 八成 我现在已经是那什么老爷的充息小妾了 哪还有现在的好日子呢 说起来也是缘分天定 冯小双这几天 跟周先已经熟悉了 也把周先当成是大哥一样对待的 在周先面前说话 也多了几分随意 你这句话也说的没错 缘分天定 弟妹也不是拘泥于身份地位的女子 就这份豁达和做生意的手段 大师兄就服了你了 以后要是敢有人拿你的身份硕士 我第一个就饶不了他 就算是云天要欺负你 他也得点两点两 第四百三十九章 要善谱开业 周先吃得开心 出了自己的承诺 多谢大师兄 以后你就是我的兄长了 我自己的兄长还没有寻回 多谢大师兄闭火 冯小双深深地服了一礼 周先的态度 其实也就不代表 义云天师门的态度 义云天的师门 可不是一般的江湖门派 那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这也就是说 没有娘家 身份低微的冯小双 从此之后有了知证 那以后我就不叫你弟妹了 我叫你小妹 我就是你的娘家兄长了 要是云天那小子敢对不起你 我打得他满地着牙 周先的功夫 自然是没有义云天厉害 但是只要周先出手 就是义云天 也得乖乖地站着挨打 没有他还手的份 小妹冯小双 见过兄长 冯小双怎么不知道 周先的好意呢 当下重新给周先行礼 交成了兄长了 好好 我周先这辈子 有这么个能干的妹妹 我这脸上也有光啊 快起来吧 你兄长的事啊 云天也拜托过了 你放心 很快就能有消息了 你们兄妹能团聚 也算是我这个做兄长的 送你的一份礼物 说起来 我认下你这个妹妹 还没有一样像样的见面礼呢 周先放下筷子 就开始在身上摸起来了 想找一样合适的东西 给冯小双做见面礼 兄长 你这不就是见外了吗 我有兄长庇护 只觉得心里安心了不少 哪里还用得着兄长的礼物呢 冯小双赶紧推辞 那可不行 我周先好歹也是江湖上有医号的 怎么能不给见面礼呢 这要是让云天那臭小子知道了 估计也会不满意的 对了 这儿呢 我这是机缘巧合之下 得了一块暖玉 用多种药材 培养了十年的时间 其佩戴对身体有好处 还有一定的弊毒功效 今天就给你了 周先从荷包里掏出来一块 带着浓郁药箱的养脂玉 玉配不大 称椭圆形 上面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纹饰 就是一块打磨好的玉 入手温润 是难得一件的暖玉 更别说 周先精心培养了十年之久 光是深细的药材 都用了多少了 自... 兄长 这实在是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还是兄长留着吧 冯小双自然是不接受的 这么贵重的东西 十分难得 这份见面礼 太重了 跟兄长还客气是吗 尽管拿着 也是我这个做兄长的 一份心意嘛 听话 周先虎着脸 装着生气的样子 冯小双才把暖玉收下了 这就对了 你大师兄我就一个人 身上有好东西 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 不如给了你 我看你的身体 是经过人调理的 之前应该有过亏损 这暖玉你带着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周先是什么人啊 眼光自然是非常的毒 虽然经过了 轻英的妙手调理 也不是那么容易好的 到了周先这个程度的一折 还是瞒不过他的眼睛的 都是轻英给我调理的 效果还算不错 不过 到底还是没能瞒住 师兄长的眼睛 冯小双现在真是服了 中医在现代时社会 虽然渐渐兴起 不过 还是不如西医流行 没想到 穿越到了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中医大行其道的时代 一个比一个厉害 就光自己身边 就已经见过三个了 轻英年纪才那么小呢 就已经很厉害了 更别说周先这个四十几岁 拥有着丰富经验的大夫了 哈哈 轻英那丫头 我也见过了 是个好苗子 独有自己的一套章法 跟他聊过 我也是受益颇多 有时间 你多让他过来一下 我们切磋一下医术 周先是那种 拉不下脸面的人 对轻英小小年纪 就有如此本事 也是佩服的 轻英更是佩服兄长呢 他巴不得 能够得到大师兄的指点呢 他的本事是不错 但是到底年纪轻 越厉强 兄长要是能帮我教导的话 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有一个大夫随时在身边 别替有多安安圈了 冯小双认了周先做兄长 自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亲哥哥 不是原来的冯小双 不过 继承了原主的记忆 他和冯小双也是一般无二的 幼年时候 冯小双的哥哥 对他的庇护和疼爱 他全都应刻在心里的 夜深人静的时候 经常能浮现出哥哥的脸 这么长时间 哥哥还没有回来 人怎么样了 不过 这些话冯小双没有跟任何指导 易云天已经抽出人手帮忙寻找了 现在 周先也说快有消息了 他就只能是耐着性子等下去了 只要人还活着 总有相见的一天的 医馆顺利开业 因为三天的意志和药材搬价 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更别说 之前有 寒天磊做基础 周先的医术 不比寒天磊的差 自然是得到了 杨武仙老百姓的欢迎 周先也因为态度和气 医术高明 而受到了大家的青睐 只半个月的时间 医馆就小有名气了 名声 也渐渐的穿扬开来了 医馆的事情忙完了 冯小双总算把 养生馆的大师府和后厨 大唐的人 全都安排妥当了 选了个合适的日子开业了 养生馆的开业 没有像十位天开业的时候 那么盛大 只是简单的祭拜之后 点了一串鞭炮而已 当然 也请了一些客人的 王老爷府上的夫人和小姐 自然是少不了的 跟着王夫人身后的 还有其他几家的夫人小姐 他们都是冲着 养生馆的药扇而来的 这个时候的人都知道 药扇的好处 这药扇是医学与烹调经验 相结合的善物 强调的是 于衣于食 药食同源 食药养生 也就是将药物作为食材 将食物赋予药用 药界实力 实助药威 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人人都知道 药扇可防病治病 宝剑强身 炎年益寿 只是这味道 实在是不敢让人恭维 这些富贵高野人家 隔一段时间总要用上一些 不过 要说喜欢 实在是谈不上 这不是 十位天的老板娘 将最宣区 改成了养生药扇馆的消息 不禁而走 很多人都翘首期盼 都想知道 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能把药扇做得美味 那股子药味 是怎么去掉呢 可以说 养生药扇馆 不用宣产 人们的好奇心 就足够了 王夫人领着王小姐 早早的救来了 既是好奇 也是给冯小双捧场 这段时间 王家没少在十位天请客 冯小双头讨报李 也没少往王家送东西 这一来一往的 关系也就亲近起来了 冯小双的养生馆开业 母女俩怎么能不来呢 不光是来了 还带来了不少夫人小姐 都是跟王家相好的 冯小双之后 心里感激 她知道 王家母女 是想让自己进去到 杨武县的富贵人家的圈子里 给自己铺路呢 冯小双心里感激 面上不显 热情地把众人让进了 养生药善馆 这养生药是原来的 最先居改的 原来的最先居 崇尚的是 经过重新的装修 已经大变样了 更加的清新雅致 鸟鸟的花香 让人已进入养生馆 就觉得心旷神怡 这屋子里竟然不是用的 熏香 而是用的新鲜的花果 当真是憋出心裁 冯小姐果然是晦之烂心 这养生馆 可是要比之前的最先居压值多了 以后 我们要常来了 王夫人带着自己女儿 跟身边的另外一位夫人说 可不是嘛 咱们养武县啊 也除了冯小姐这样的妙人 要不然 我们还真没有这个机会 见识到这样别致的酒楼呢 要是没人说 我还以为 是我做错了呢 这位夫人 是养武县县位的妻子 县位可是掌管着 以县的安危的 仅次于县令 当然 现在不管是县令 还是县位 都是义云天的人了 他们怎么敢不来捧场呢 都是心知肚明的事了 而且 县位的夫人刘氏 跟王夫人还是手帕交 王夫人对县位 还有县令 跟义云天的关系不了解 但是 不妨碍他们来冯小顺的药膳馆捧场 在王夫人和刘夫人的着衣调和下 场面很适合了 各位夫人小姐 能来我的养生药膳馆捧场 实在是让我受宠若惊了 以后还仰仗着各位夫人小姐的呢 冯小双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冯姐姐 你说你的药膳 跟我们吃过的药膳不一样 你快点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我特意留着肚子 就等着冯姐姐的好吃的呢 王熙宇对冯小双的印象好到不行 虽然平时冯小双忙到没有时间跟王熙宇接触 不过 每逢节令都会让人送东西到王家去 王警也都有相应的回礼的 所以 虽然见面不多 王熙宇对冯小双还是很亲近的 好 是我花太多了 让熙宇妹妹等着急了 饿着了我们的王大小姐 是我的罪过了 东西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就等着各位夫人和小姐了 今天既然是养生药膳馆的开业 所以一切的花销都算我的 还请各位夫人小姐赏光了 冷上请吧 冯小双拉着王熙宇的手 一边说话一边把人请到了楼上 这最先驱原本是三层楼的 现在改成了两层 看着更高 格局也更加合理了 让人看着心里也更加的敞亮了 王夫人和其他的几位夫人 更是对新改建的养生药膳馆赞不缺口 冯小姐真是心灵通透 这养生药膳馆 不管是从装修还是伺候的人 都是用了心的 哎哟 这楼上用的都是侍女啊 县为夫人 刘氏惊讶地说 是啊 这楼上这半边是专门招待女科的 自然是要用侍女的 也是为了方便各位夫人和小姐 过来用餐必闲的 尤其是像西域与妹妹这样 冒昧如花的规格少女 在我的养生馆可不能被躺住了呢 冯小双笑了一笑 还捏了捏王小羽的小手 嗯 冯小姐确实是考虑周到 真是不错 这药膳今天我们可是要好好尝尝 又是为天宰仙 这养生药膳馆 我可是太有期待呀 王夫人笑呵呵地说 几位夫人和小姐 随着冯小双去了雅间 这养生药膳馆的 有四间是专门用来接待女客的 剩下的是男客女客接客的 冯小双早就安排了一间最大的雅间 招待这些夫人和小姐的 冯小双仔细地询问了这些客人的喜好 才招手叫了一个侍女过来 这药膳需要的时间长 死体先准备了 问清楚了各位夫人和小姐的具体情况 才好推荐药膳的品种 各位夫人和小姐也不用担心 这些药膳都是调理身体的 不会造成不良影响的 这是韩神医和我一起研制的 请各位夫人和小姐放心使用 冯小双一边说一边做下了 韩神医 可是杨无线老百姓是都在传道 妙手人心的大夫 要真是韩神医的话 我还认识她 韩神医给我的小儿子治病呢 当真是缘分呢 刘夫人脸上的笑容更多一些 正是这位韩神医 我在厨艺上钻研的多一些 就找了韩神医帮忙 把药膳的方子和味道做了调整 希望各位夫人喜好 冯小双眼睛的余光 已经看到侍女端了药膳过来了 刚才冯小双都已经吩咐过了 机灵的侍女 按照各位夫人和小姐的口味 把药膳上来了 这最开始上的 都是养生的粥还有汤水 接下来是一些养生的素菜 虽然是素菜 不过都是精心烹调的 既有美食的口感 又有药用价值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了 嗯 味道确实很好 入口清甜绵软 有些药香 但不刺鼻 这是什么粥 真是不错 王夫人吃了两口粥之后 夸赞道 夫人 这展示枸杞人生机 添加了一些其他滋补的药材 熬制的汤底 然后再服饮一人米和红豆 去除身体内的湿气 滋养身心 是极好善粥 这些小菜 也都是药食通缘的 各位夫人和小姐 可以尝尝味道 有什么意见 都可以跟我提 这是对我这间 养生药膳馆的支持 冯小霜说完之后 继续把剩下的几位 夫人和小姐的药膳粥汤 都介绍了一遍 大家听得满意 吃得开心 都对冯小霜的养生药膳馆 赞不绝口 以前啊 我们只知道 这药膳补 味道却实在不怎么样 没想到啊 经过冯小姐的妙手 我们竟然还能吃到 这样美味的药膳 看来啊 我们家的厨娘 应该好好地用点心思了 不过 冯小姐的招牌菜 可不是那么容易琢磨的 没办法 我们只能是往这 养生药膳馆 送银子了 王夫人开着玩笑说道 可不是吗 冯姐姐 我下次 可要算我便宜点啊 要不然 我的阅历银子 怕是不够在你这药膳馆 还有十位天 吃上几顿饭呢 冯姐姐赚钱 还真是一把好手呢 我娘都敢把下风了 王兮羽吃得满意 撒娇着说道 其他的夫人和小姐 也都对药膳馆的药膳 还有这种菜品 很是满意 能不满意吗 这可都是冯小霜 和韩天磊的心血精华 不是还拿不下 这些有钱人的 夫人小姐的胃口 那白话这么多些心思 夫人和小姐们能来 今天实在是让我受宠若惊 以后 只要是各位夫人和小姐过来 养生药膳馆 给各位夫人和小姐打巴车 还望夫人和小姐一定要闪光啊 冯小霜大风地表达了自己的善意 那我们可占便宜了 今天真是长了现实了 以后这药膳馆大火了 别忘了给我们留个待客的地方就行了 县尾刘夫人高兴地说 这人啊都好个面子 平时来人除了自己福利 就是出门会有放客了 有了十位天算是一个选择 这独独为女客设计的药膳馆 还真是贴心的不行 连伺候客人吃饭的侍女 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不会让人不舒服 也不会让人觉得个烦狙击 这次冯小霜的亮相 可是让欧阳欧险有头有脸的人家都见过了 嘴上不说 心里却都在想 这位王冯小姐 年纪不大 还真是有手段啊 别的不说 这菜式的丰富美味 再加上经营的用心 这银子还是大把大把地往她口袋里钻啊 一切都收拾好了 冯小霜就送了这些客人出门 特意留下了王夫人在后面 夫人 西宇妹妹 今天实在是感谢你们了 咱们的交情不深 真是没想到 夫人和西宇妹妹能赏光 还帮我带来了这么多潜在的客户 冯小霜感激不尽 冯小霜行礼道 冯小姐客气了 我与冯小姐很是投缘 西宇也总是念叨你 你们的年纪差不多 以后 常来常往的 也算是个手帕交了 再说了 现在我们家老爷 跟义公子合作 我们可不是外人呢 冯小姐 实在是客气了 王夫人这句话声音不高 也就是 冯小霜和身边站着的雪燕和青瑶能够听见 站在远处的王西宇都不一定能听得那么清楚 冯小霜心里一震 果然 他说的 这王夫和王西宇 怎么在养生馆开业之前就派人来送贺礼了 原来 有易云天这一层在呢 不过 这样也好 相辅相成 冯小霜也能顺利的在养五仙打开局面了 步入了有钱人的圈子 才能更加了解他们的想法 喜好 还有处事风格 更好的融入 也是更好的相互利用 王夫人抓着冯小霜的手 暗暗地用了点力量 两个人心照不宣 以后形势也更加方便了 夫人 西宇妹妹 我最近在县城挑了一处宅子 正在重新装修 等装修好了 我请夫人和西宇妹妹来玩 到时候 可不要搏了我的面子啊 冯小霜顺势相邀 也是进一步和王家相交的意思 那可真是太好了 冯姐姐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宅子 我就想过来玩 店娘都不让的 这下好了 娘 你不是说 让我多向冯姐姐学习吗 以后 我要经常出府 你可不能拦住了 王西宇的脸上 一片娇喊可爱 也就只有被爹娘捧在手心的掌上明珠 才有这样的脾气吧 好好好 只要你来冯小姐这里 我就不拦着 行了吧 好了 回去了 别耽误你冯姐姐做事 今天开业 客人不少 你冯姐姐忙里忙外的 很是辛苦 冯小姐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等乔迁之日 我母女必定登门拜访 王夫人说完这话 才转身告辞了 养生药膳馆顺利开张 虽然每天的师科 没有十位天酒楼那么多 不过 座位总能在半数左右 别看师科不多 但是收入却一点都不少 杨武县守着运河 隐形的富豪不在少数 老百姓有钱的人不少 这养生药膳馆 噱头不小 自然都想过来尝尝新鲜 体验一下是怎么个感觉 这一来而去的 确实服用药膳有些功效 很多人就成了这 养生药膳馆的回头客了 医馆和药膳馆的生意都不错 正在冯小双准备 让乌老二和李大 开始收庄稼的时候 秦瑶带回来个消息 赋税又涨了 哎呀 这都是今年的第五次 这要涨到什么时候 是个头啊 我原以为会等到秋收之后呢 没想到秋收之前 这消息就下来了 先灵大人怎么说 冯小双一皱眉 这增加赋税 是早就有所猜测了 没想到 这么快消息就下来了 让本来沉浸在 富收喜悦中的老百姓 顿时垂头丧气 丰收又怎么样 还不是照样填补饱肚子啊 县陵大人给了奴婢一份地图 使税银运回京城的路线图 看来县陵大人倒是有所猜测 不过县陵大人什么都没说 清瑶取出了一份地图 给冯小双看 冯小双一看这份地图 就知道 县陵大人想要利用自己手上的人手 对睡银下手了 原来 两个人倒是盯上了同样一块肥肉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240章 商船能出海 他什么也没说 倒是比说了还要更加厉害 上次小刘哥传信回来 是什么时候 冯小双放下那份地图 这个县陵大人 虽然他还没有见过 不过 这人是个狠的 也是个能干事的 索性就看看他到底要做什么了 上次是半个月之前 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传过来了 清瑶继续说道 嗯 只要小刘哥一有消息 就要马上告诉我 还有 你让清瑶 把其香皂铺子的事 全都交给雪渊 实在忙不过来 我让雪渊过去帮忙 清瑶和清洛 要给我盯着马场灯 见一个情况 不容有失 知道了吗 冯小双深吸了一口气 要想成大事 就要抵抗得住压力 从义云天走了之后 冯小双这根紧绷的弦 就没有放松过 现在 面临更复杂的剧面 更要沉得住气才行 是 主子 奴婢明白 这次马场的选择 极为隐秘 在群山和草原的交界处 距离咱们这儿骑马 也要十天的路程 不如 奴婢带着清洛过去盯着 让清瑶守在主子身边 保护主子的安全 奴婢会尽快赶过来的 清瑶转念想了想 这件事情 关系重大 之前主子不会离开 羊五线的范围 有清瑶在主子身边 应该没有什么大事 他也能放心地离开 好 你去 我也能放心一些 多带一些银子和银票 跟当地的村民和牧民 一定要大好关系 我们要的是慢慢发展 要稳 要准 还有 多养一些牛羊作业货 你亲自去挑选 适合的羊马 放牧的人 要忠心耿耿 机灵的人过去 知道了吗 上次小六来信 就说了事情进展很顺利 马船必须要尽早的安排妥当 要不然 真的等马匹都过来了 他们再着手开始准备的话 那可就晚了 是 主子 是 主子 奴婢知道 这次奴婢一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再回来 不辜负主子所托 请要知道 风孝双对这个马场 给予了多大的希望 也知道 这马场一旦成功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自然不敢标以轻心 你的性子 最是沉稳 办事能力 我也相信 准备一下就出发吧 照顾好自己 你是我的人 我不希望你们累垮了自己 你们要是都累垮了 谁来保护我呢 风孝双对青瑶露出了笑容 多谢主子 奴婢明白 那奴婢这就回去准备 明日再来跟主子辞庭 青瑶心中微动 不过面上不显 说完之后就下去准备了 这马场的位置 是小六选的 位于草原和森林的交界地带 更是边境和大云相交的地方 这里的管辖最为松散 而且来往近处更加方便 附近只有少数的村民 还有一些牧民的牧场 隐蔽性相对好一些 最妙的是 小六他们发现 这片草场相接的森林 与凤河谷的草场 其实是一个山脉带 直线距离的话 还真是不远 也就是起码部休五天左右 小六计划从草原马场到凤河谷山寨 派人寻找一条道路 如果没有路就开辟一条路出来 到时候 学阳好的战马也有了回来的路了 青瑶一走 冯孝双身边就只剩下了青鹰 还有雪燕雪燕两姐妹了 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幸好施卫天和养生药山馆 有酋掌柜人管着呢 施卫天西柳城分店 也派了心腹的人过去了 要不然的话 就是冯小双白冲几半 也是忙不过来的 其实 真正在冯小双身边伺候的 一直就只有雪燕一个人 雪燕的香皂铺子 在阳武县名声大皂 更是退出了高中低档的 不同的产品 小铺子在一个多月的时候 就已经扩大到了三件 在跟王家搭上关系之后 王老爷更是向香皂铺子 一口气订了一万两货银子的 这么大的订单 雪燕可不敢擅自作祖 就拿到了冯小双面前 姑娘 这是王老爷身边的大管事 过了亲自下的单子 这利润非常可观的 不是零售能比得了头 不过 要是接了这个单子的话 作坊那边 就要不眠不休地 干上至少半个月 而且 原材料也不是很充足 实在是没想到 这点小买卖 竟然能让王老爷看得上了 还请姑娘裁决 雪燕这段时间 可是大有涨劲 行事作风 很有章法 待人节目的本事也在见着 小小的香皂铺子 又是在这十几个岁的小丫头手里 花样翻新 当然 这其中是少不了冯小双的指点的 不过 这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来说 也是值得骄傲的成绩了 这段时间 你做得不错 这香皂虽小 利润却不小 而且 咱们的货物品种多 香味齐全 功效各有不同 从洗衣服用的粗糙的香皂 到顶级的美容香皂 这里面 请营销多少功夫呢 用了多少的秘方 才有了现在这样的产品 王老爷是商人 他要是把香皂翻卖出去 这利润更是翻着翻的往上涨 一万两银子 在王老爷眼里 还真是不算什么 估计 也是卖云天一个面子 也是想试试 这香皂适不适合大量的饭运 商人是什么人啊 狐狸不起早 肯定是能赚上一笔 所以才让大管事跟打 冯小双点了学院的鼻子 把事情分析给他听 那姑娘 咱们这笔买卖 就是不做啊 努逼已经在暗中 采买足够的猪油了 加上咱们的库存也不少了 就是时间有点减 他们二十天之后 商船就要出海了 学院再沉稳 也还是个小丫头而已 能够支撑到现在的局面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 其实 也暴露出来冯小双身边 可用的人 其实并不多 现在冯小双只盼着 酋掌柜能快点把三四十和四毛 培养出来 这样他就不会捉舟舰紧走了 你是说 他们的船要出海 竟然能出海 冯小双一下子坐直了身体 他竟然没想到 这商船能出海 能出海就意味着能跟海外的国家交流沟通 那么他是不是能派人跟着过去 寻找一些他早就想要寻找的东西呢 是啊 姑娘 嗯 王老爷 照管这海上的草包 更是海上的贸易呢 听说还见过黄胡子 蓝眼睛的怪人呢 一年商船出海两次 每次都能带回来大量的珍珠 宝石 还有咯嗦的香料 听说能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呢 学员小丫头一到冯小双面前 原本活泼的性子就暴露出来了 叽叽喳喳的说了不少出海上船的事 学员 这个订单咱们接了 不管怎么样 都要货无备的足足的 你们 还有我要下一个请帖给王老爷 有些事情 我要亲自跟他谈一谈 你给我约个时间 还有 把大山沟给我叫来 会有事情吩咐他 去办 要快 快去 冯小双有些激动 一边说话 一边拿出清竹的清帖 亲自给王老爷写了一封清帖 交给了学员 是啊 姑娘 努逼知道了 这就去办 就算是在那 也要把货物背齐了 那努逼先告退了 学员看到冯小双的神色变化 知道事关重大 赶紧下去准备了 学员和清英等学员走了 这才又站在了冯小双的身后 清英轻轻地问了一句 主子是想打出海上船的主意 虽然王老爷和公子现在是合作关系 不过 想要在商船上封一钢 还是不容易 这个王老爷能稳稳地把握曹邦 靠的就是这些出海的大船呢 咱们没有实力跟他抢这碗饭 请要 你误会了 我不是要跟王老爷抢饭吃 而是有事情要拜托他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一定要亲自跟他说才行 要不是我身边只剩下你了 我真想让你也跟着商船出海 不过 大山哥感大欣喜功夫也好 让他出去我也放心 这样 你多准备一些毒粉 毒药什么的 留着给大山哥防身用 毕竟是出海办事 一切小心紧身为上 冯小双可没有那个心思去经营什么商船 不过 借着商船办点自己的事 想来 这个王老爷应该不会拒绝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241章 应约而来 前两天 义云天来信 说明了王老爷的情况 他已经跟王老爷合作了 具体的事情 义云天在信中不方便说 但是 一定是合则两立的事情 义云天特别的说 不用怕麻烦这个姓王的 无尽其用才是道理 有了云云天这句话 冯小双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肯定是这个王老爷 从云云天手里也能得到不少的好处 要不然的话 怎么能是这样的一句话呢 所以冯小双才有了 让王大山跟着王老爷的商船出海的打算 王老爷接到管事送上来的请帖 微微一笑 这是香皂铺子 那个小丫头送来的 是的老爷 是那位冯小姐亲手所述 说是让小的务必交到老爷手上 那老爷 去是不去 这位大管事 是王的心腹 很多重要的事情 都是他帮着去办的 所以 王老爷并不逼着这位大管事 自然是要去看看的 夫人和西宇都对这个姑娘赞赏有加 加上她又是那位的未婚妻 我倒是要看看 是个什么样的姑娘 给他们回话 告诉他们 三日后 只为天一句 王老爷把请帖放在了桌子里 那请帖上的金属扣 哒的一声 轻响 是老爷 小的知道了 小的 这就去传告 大管事下去之后 王老爷一直没有动 他一直在想 这个冯小双 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冯小双接到消息非常高兴 这个王老爷 还真是挺给面子的 大神哥 三日后 你跟我一块去 我正好把你介绍给王老爷 嗯 另外 你选十个人 跟你一起出海 我要找的东西 可全都托你了 尤其是那两样种子 我画的图 你一定要给带好 要是有其他新奇的物种 你也给我带回来 说不定 哪样就是万新难求的好东西 知道了吗 是 夫人 我记下了 就是找这些东西 应该不费什么功夫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 为夫人巡回 王大山刚开始 还以为是有什么重要人物 原来就是跟着商船出海 找枪 这让王大山有些失望 大山哥 我交代的事情 千万不能掉以轻线 这玉米种子 我不知道的原产地在哪 还有地瓜 也是一样 不过 这两样东西的高产 是你想象不到的 一定要找到才行 这对云天来说 对整个大事 都是十分重要的 另外 还有辣椒和西红柿 这两种食材 红彤彤的颜色 可能是让人以为有毒 尤其是辣椒入口的灼烧感 更是可能让人避之不解 这也是我要的宝贵食材 你一定要认真对待 这项任务 甚至跟马场一样重要 你明白吗 冯小双是生怕王大山掉以轻型 白白浪费了一次机会 这出海一次 就是半年 等王大山回来了 可能都春暖花开了 到时候要是顺利的话 当年就能种下去 冯小双是十分急切的 见到冯小双这样的态度 王大山也严肃了起来 几次三番的保证 一定会极力巡回 冯小双这才放心 冯小双这边 紧锣密鼓的安排 青莺和血缘也没闲着 准备毒药的准备毒药 准备香皂的准备香皂 剩下冯小双身边的事情 全都落在了血缘的身上 不只是要伺候冯小双的饮食起居 还要负责帮忙冯小双处理 日常的账务等等 都是忙得昏天黑黑的 三天的时间转瞬即逝 到了约定的时间 王老爷准时的出现在了 示威地的门口 冯小双带着血缘和王大山亲自迎接 王老爷百忙之中 隐约而来 楼上请吧 冯小双代表的可视义云天 他亲自下楼迎接 可以说是给足了王老爷面子 王老爷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让夫人迎接 王某人亏不敢当 夫人请 王老爷不是第一次见冯小双 但是这次和上次的感觉又不一样了 如果说视为天开夜的时候 冯小双是迎风傲雪的灵桥花的话 现在的冯小双 就是劫风沐浴的木棉 更加的坚韧挺拔 不容小觑了 欢迎收听温某萌的贝塔博奖 穿越吃土肥娘子种田鸡 作者 贤云野鹤 第241 二章 小事一桩 王老爷客气了 您是我请来的客人 楼上请吧 冯小双单手一眼 落落大方的 把王老爷请上了楼 王老爷顺着楼梯上了楼 雅尖早就准备好了香茶点心 王老爷领着心腹的大官室 冯小双身边跟着清英和王大山 毕竟要跟着出海的人是王大山 还是提前让王老爷见上一件才好 香茶喝过了 新做的点心尝过了 冯小双这才开了口了 一直仰慕王老爷做生意的本事 今天总算是把王老爷请来 讨叫一耳 王老爷不吝嗣叫才好啊 冯小双重新给王老爷倒了杯清茶说道 不敢不敢 冯小姐才是做生意的后起之秀 我这把老骨头 快要玩不动了 以后 这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 王老爷谦虚的说道 对冯小双隐隐的恭维颇为受用 现在 要说整个杨武县 就属冯小双的风头正近了 她的桃花源要不是从来不争不抢的 估计 也要被视为天吞并了 而且 别看冯小双是小小女子 站在她身后的那位 可不是等闲之辈 虽然乙云天没有过多的透露自己的信息 不过 王老爷也不是一般的商人 掌握整条运河曹邦的老大 能是一般人物吗 虽然不知道乙云天彻底底细 也了解了个大概 富贵贤中求 跟乙云天合作 王老爷也是想搏上一搏了 所以 不管是从冯小双的商业手腕 还是从乙云天的背景 王老爷都不敢小看冯小双 况且 她这两天的枕头风可是正近呢 连自己那个闺女 也是一个劲的说什么 冯姐姐冯姐姐的 王老爷的耳朵都要出眼子了 不管是看哪方面 只要冯小双的要求不过分的话 王老爷也都不好拒绝的 哪里啊 都是王老爷不愿意跟我这个弱女子争强罢了 今天 我请王老爷来 是有一件事 要拜托王老爷的 冯小双也不拐弯抹角 跟聪明人办事 就不能藏着掩着了 倒是会惹的人反感 不如坦坦荡荡的 以后也好更多的合作 好 冯小姐请说 如果王某能办的 一定问冯小姐办到 王老爷这话说的就有意思了 能办到的一定办到 这话里面的意思就是不能办到的 他就无能为力了 冯小双富费 这个老狐狸 不想自己为难 还想卖个好 对我来说 就是千难万难了 对王老爷来说 那可就是一如反掌的事情了 我知道 王老爷有商船可以出海 想请王老爷帮忙带几个人 我想找一些新奇的种子和香料 不知道 王老爷方便不方便 冯小双抬起眼睛 看着王老爷 笑意盈盈的样子 让人下意识的不好拒绝 哎 冯小姐想要带什么 不如让王某帮忙 岂不是更方便 更省了冯小姐的得力干将呢 王老爷没有一下子就答应了 而是反问了一句 冯小双想找什么东西 我要找的东西 很零碎 也很复杂 我也是偶然听到 时代为天吃客的食客提起的 所以就想着出海看看 王老爷可是有什么不方便 要是不方便的话 就带着我这位哥哥出海就行了 能不能找到也是他们的运气了 冯小双略带遗憾地说 哈哈 冯小姐实在是客气了 我只是随便问问 这位兄弟归姓 冯小姐把这样的事情 交给兄弟做 一定是冯小姐信任的人了 王老爷哈哈一笑 跟这位冯小姐说话 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冯小姐也是妙人啊 在下姓王明大山 跟着大哥和夫人做事罢了 王大山别的本事没有 就剩下这点忠心了 要是有幸 能跟着王老爷出海 见识见识 也还望 王老爷提点一二 王大山起身抱拳拱手说道 冯小姐 王兄弟 这一件事 我答应下来了 王兄弟挑选合适的人手 跟我出海就识 这次出海的距离比较远 去的地方也比较多 王兄弟要有个准备 估计等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五月左右了 这点小事 王老爷还是可以答应的 至于冯小庄要找的东西 王老爷也很好奇 香料和种子 这位冯小姐的要求 还真是奇怪得很 他还以为会是一些珍稀的宝石原石呢 如此就多谢王老爷了 王老爷放心 戴山哥是不会给王老爷添麻烦的 戴山哥带着的人 也都会好好的约束的 出海之后 一切都听从王老爷的安排 冯小双心里放松了一些 这个王老爷还真是的 答应就答应吧 还费这么多的口舌干什么呢 跟这样精明的生意人说话 还真是够累的了 小事一桩而已 冯小姐实在是客气了 王兄弟应该也是个练家子吧 有这样的能人跟着我出海的话 我的上船安全性上更加的稳固了 冯小姐没有出过海 不知道 这海上的盗匪十分的长绝 这要不是我的船够大 而且吃水深 船体坚固的话 很多次都差点回不来了 有了王兄弟的帮忙 我就更放心了 王老爷说的真诚 当然 也是说的心里话 那位爷的身份特殊 安排在未婚妻身边的人手 怎么可能是无名之辈呢 由他们加入的话 安全性确实是增加了 还有 冯小姐铺子上的香皂 可还有多的 王某人对这香皂十分的看好 之前我只下了一万两银子的订单 不知道还不能不能再加 银子少 我可以提高一些也无妨 不瞒冯小姐说 这香皂很得我夫人和女儿的喜欢 想来 要是运到海外去 一定会大受欢迎 很快就能打通局面的 对冯小姐寻找特殊的种子 和香料身上 也是大有弊意的 王老爷对香皂 是有些势在必得的意思 他的大船 多的是装货的地方 这些香皂给他的直觉 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利润的 一万两银子的订单 已经让我的作坊很吃力了 毕竟是刚刚开始的小作坊小铺子 唉 不过是闺中女儿的一点小心思而已 还想要更多的 怕是要下次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冯小生能知道 王老爷要这些香皂的意思 但是 实在是已经很吃力了 他不想让作坊的人太劳累了 还有学院 这丫头才十一岁呢 要是累得心力交瘁的话 就得不偿失了 王老爷有些遗憾 不过 转过台了 又问了 冯小姐 不如 我们合作怎么样 哦 难道王老爷 看得上这么点小生意不成 冯小双知道 香皂的潜力 确实是不小 不过他现在精力有限 人手也有限 实在是扩大不了规模 如果说 要是和这个王老爷合作 也是可行的 当利益勾连在一起的时候 双方融入与共的话 方便行事 信任度也更高一些 这可不是小生意 冯小姐这一块香皂 已经卖到了三百万的价格 这其中的利润 还是不小 要是大批量生产销售的话 也是相当可观的 这次的订单要得着急 就是想要打开海外的市场的 冯小姐有所不知 咱们国家这些手工制品 在海外的价格非常高 如果冯小姐有兴趣的话 我们加上其他方面的合作 也不是不可能的 王老爷把茶杯轻轻碰下说 王老爷 当真愿意与我一个小小女子合作 冯小双喜出望外 没想到 这个王老爷竟然能坐到这地步 实在是让他太意外了 一公子和冯小姐的身份不凡 我一介商工没有其他的本事 也就是在这方面有些优势了 既然想合作 不如就大方一点 到时候一公子回来了 我也好交代不是 王老爷淡淡一笑 丝毫不心疼把利润分出去 因为如果大事可成的话 他获得的好处 不比现在付出去的东西多多了 况且 跟冯小双合作 王老爷相信 不会吃亏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欢迎收听 由萌萌的贝塔播讲 穿越之 土匪娘子中田记 作者 咸云野鹤 第243章 合作 这么多年看人的眼望 王老爷还很少看错 为了这么个小小的不确定因素 而放弃未来的大豪前途 不是王老爷的性格 况且 这点小小的风险 他还是冒得起的 冯小双看了王老爷一眼 这就是个深藏不露的老狐狸 一边跟自己合作 赚着大板的银子 另一边 跟云天讨面子 还真是不吃亏呢 那冯小双也就不用跟他客气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明显跟自己是一条神上的蚂蚱了 不知道 王老爷想要怎么个合作法 冯小双的声音清脆 带着清冷的味道 听着甚是悦耳 这也简单 现在冯小双的作坊规模小 人手少 所以供货量不大 现在香皂只能供应 阳武县和附近的几个县城而已 连西柳城都供不应求 我想的是 这香皂这么火爆 市场检井如此之好 不如扩大作坊的规模 安排更多的工人做工 咱们可以研究出来一个章程 双方都满意 这生意才能做得下去不是 冯小双意下如何 王老爷也不是临时起义 在他用过香皂 看到香皂的发展前进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现在看到冯小双之后 更是坚定了王老爷的想法了 难得王老爷能看得上 不如王老爷拿个章程 我们研究研究如何 冯小双自然是愿意的 最好自己指出方子 还有监督的人手就好 剩下的都由王老爷操心 他就坐着 等着收银子就好了 王老爷微微一笑 给身边的大管事 指了个眼色 那个心腹的大管事 就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个 一份类似于合约的东西 冯小姐 这是晓得你听的一个章程 请老爷和冯小姐 共同商讨 这位管事抽出来的合约 一事两份 分别放在了王老爷 和冯小双的面前 冯小双一挑眉 原来人家是有备而来 估计已经盯上了自己的香皂 要不是自己跟易云天的关系 再加上县令大人 对石为天明显的照顾 估计王老爷想要的 就不只是合作了 而是香皂的房子了 到时候 王老爷自己一个人 做这门身影 岂不是那只赚得更多了 还真别说 冯小双真猜得八九不离十 在石为天之前 王老爷的心腹大管事还感叹 要是能独家经营的话 利润就更大了 王老爷岂能不知道呢 不过 跟冯小双的合作 只能是一点点的试探之来 还不能把利润咬得太狠了 最好是合则两利 要不然啊 他这个曹邦大掌柜的位置 能不能坐得安稳 还真是个未知数 其实 以王老爷的地位和财力 不必骑身在这阳武县 一个小县城 而是去府城 或者是进京城 他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不过 他一直没走 又孤土难离的意思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运河码头了 运河上的往来 越来越繁荣了 他在阳武县经营多年 怎么愿意轻易的 把地盘让给别人呢 所以就留了下来 没想到 这留下来 还给了自己一个 不一样的契机 这个一云天的出现 王老爷知道 绝对是他崛起的一个机会 要是抓住了 说不准 就一步登天了 改头换面了 退一万步说 就算是失败了 他带着他的妻儿 开着商船 找个小岛 也算是占山为王了 一样逍遥自在 所以 王老爷敢冒这个险 同时 也不好跟冯小双争利了 冯小双仔仔细细的 看了看那份合约 一共是两种合作方式 一种呢 冯小双这一方负责生产 王老爷这边 只负责售买 得到的利润 冯小双占六成 王老爷占四成 另外一种合作方式 利润的丰沛 正好反过来了 冯小双是四 而王老爷 十六 不过 在这种合作方式下 冯小双只需要让出 香皂的配方 还有现有的工人和管事 剩下的 一律不需要管 以后扩大规模也好 还是重新招工也好 都不需要冯小双操心 他只需要派人监管 就可以了 这种方式 省心省力 就是利润相对少一些而已 王老爷计划周全 这么像样的合约都拿出来了 我也没办法拒绝 不过 我手底下的人并不多 就这么几个心腹 我还是选择利润四成为好 不过 王老爷这里面 要加上一条保密条例 如果我拿出了方子 香皂制作的方法泄露了出去 这损失 王老爷可想过 冯小双这是先小人 后君子 还是把事情说明白的好 不然的话 以后真的出现了问题 也不好办 冯小双提出 配方泄密损失这件事 也是防着点王老爷 要是这个王老爷看到了香皂里面的利润的话 把配方拿出去 让自己的手下的管事 秘密地建造了作坊 生产香皂 然后结束他跟自己的合作关系的话 那样 冯小双受到的损失 可不是一点半点的 商场如战场 不得不防啊 王老爷一听就明白了冯小双的意思了 不过 也不怪冯小双这么想 这样的事情 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王老爷年轻的时候 就吃过这样的暗灰 最后 没把家底儿赔上 都是万青了 是王某人粗心了 不过 冯小姐放心 王某人 是不会做这种过河拆桥的事情的 王爷 把这条夹上去 如果方子 是从我们手上泄露出去的 所有的赔偿 我们承担 反之 亦然 冯小姐 意下如何 王老爷没有那么小肚鸡肠 当然 这也得是公事公办 如此甚好 王老爷 那这份合约 重新撰写签字 就算是成了 我指出配方 和现在手下的那些工人 这些人都是签的死器 王老爷放心用就是了 至于监督的人马 还是血缘 这个丫头 别看年纪小 但是 胆大心血 王老爷也可以放心的 冯小双也是个痛快人 跟王老爷的合作越深 利益纠缠得越紧密 他越能放心 让王大山跟着他们的商船出海 也能保证 在这个过程中 王大山形成的顺利 所以 冯小双也不在乎 让出去的那部分利润 虽然 要是自己慢慢发展的话 可能会挣得更多 师之东鱼 手之丧鱼 有了王老爷 这个合作伙伴在的话 冯小双做很多事 都能更加方便一些 在保护杨武县附近 稳定这方面 也能更加得心应手 冯小双不希望 杨武县乱起来 王老爷依然 两方达成了默契的话 加上仙灵大人的配合 想来 在一云天回来之前 保一方平安 还是没有问题的 两份合约 重新撰写完毕 王老爷和冯小双 分别盖上了自己的四张 还按了手印 签上了名字 一是两份 一模一样的合约 就这么交换到 两个人的面前 王老爷 以后我的私房钱 可都全要靠着王老爷了 我们合作愉快 冯小双把晾干的合约 给血烟收着了之后收到 哈哈 冯小姐 那你这份私房钱 可是挣挺了不少呢 我要让下面的人 好好努力了 也给我闺女西语 凑点私房钱 王老爷哈哈一笑说 我与西语小姐 很是淘气 我来养护县的时间也不长 也就西语小姐一个朋友 等我的新宅子收拾好了 还要请王老爷一家 过来热闹一下呢 冯小双对娇憾可爱的 房西语很是喜欢 现在两家的关系 更是不同了一些 自然是要好好地相处才好 西语也总是在我的耳边念叨 他的冯姐姐 等冯小姐的敲签心虚的时候 如果王某人还在杨武县 一定登门拜访 王老爷也表示了自己足够的善意 一种将默契的东西 在空气中缓缓流淌 心照不寻 接下来冯小双和王老爷 就开始聊起了出海的事宜 顺便跟王大山 把出海的人员敲定了一下 毕竟搭乘王老爷的海船 还得看看人家的安排不设 提前说清楚了情况的话 等出发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慌乱了 冯小姐放心 我一定会把王兄弟安排好的 到时候王兄弟就以我的远方表弟身份 出现在我的身边 人数呢 也不要太多 太多的生面孔过于乍眼了 终于造成沿途路过的岛屿 和国家警惕心态重 不方便行事 算王兄弟在内最多五人 把话都说开了之后 王老爷也不客气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底线 好 就按照王老爷说的 大山哥 人员上你来安排 要身手好的 为人机灵的 不要给王老爷添了麻烦 东西尽量找 找不到 也不要强求 不要惹事 海外 不像是我们的内陆地区 人生地不熟的 容易吃贵的 冯小生自然知道 海外的情况 一定非常复杂 一个不小心 跟当地的居民起了什么冲突的话 那就很难办了 他不能给王老爷添麻烦 要不然以后还怎么合作了 冯小姐体调 王某人再次谢过了 不过 也不用过于小心 这条航行 我走过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跟当地的人建立了一定的联系 在几个重要的补给站 也有我们的人在当地 冯小姐想要找什么东西 不妨先跟王某人说说 只要能帮忙的 王某人已不容辞 王老爷是真的想帮忙的 冯小生一想 用人无疑 以人勿用 反正这些东西 他让青瑶都探查过了 大云是没有的 估计也没人见过 告诉王老爷有房 要是真的能找到 早晚是要让他知道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第244章 伴花香 是这样的 王老爷 我想寻找一种特殊的种子 我听说过一种作物 是做玉米 也有可能叫做包裹 名字具体叫什么 我不敢确定 这种作物 咱们大云和周边是没有的 我就想去海外找找 听说它有金黄的颜色 颗粒都贴在一根棒子上面 外皮 有外皮包裹 嗯 这也是一种食材 我的食为天想要走得更远 发展得更好 缺不了新奇的菜式和点子 偶然听说了 就想试一试 要是真的能添一道新菜的话 也是好事 剩下的几样 我最想得到的就是番薯 西红柿和辣椒的 尤其是辣椒 它是一种调味料 味道鲜辣刺激 是一道很好的配菜 你也知道 我是以酒楼起家的 自然是想要得到更多更好的食材 除了玉米之外 这几样都是蔬菜 要是有其他咱们这里没有的种子 其实我也想试试的 要是能让这些新奇的东西 在咱们这里落地生根的话 我也能拽上一笔无事 冯小双说的半真半假的 王老爷也分辨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过 既然说的都是食材的话 也算是顺理成章 谁不知道 现在的食卫天 是日尽头金呢 原来如此 看来冯小姐在影视一道 颇有见底 为了寻找美食 不惜心理人力 赖下佩服 这几样东西 我还真是没注意过 要是真的有的话 王某一定尽力 王老爷算是给了冯小双保证了 只要有 基本上就能找到了 那我就多谢王老爷了 要是这些东西能找到 能成功的在咱们这里扎根了 我一定不会忘了王老爷的 我以茶代酒 敬王老爷一杯 主王老爷此行顺风顺水 顺便转个盆满钵满 我也跟着沾沾光 冯小双重新倒了茶水 喝王老爷倒了一杯茶 那我就承冯小姐机言了 这次出海 其实我也是多想走几条路 多带些货物回来 一切都回来再说 冯小姐 静候佳音吧 这好话谁不喜欢听呢 这次出海 王老爷也是寄予厚望啊 要不然也不能亲自去 又说了一会儿关于可做的细节问题 冯小双就送王老爷离开了 一直看着王老爷上了马车走了 冯小双才带着人回去了 夫人 这个王老爷还是挺好说话的 看起来为人也还算了个中正 这次出去 我一定不会让夫人失望的 王大山目送着王老爷的马车说道 暂时看着是不错 不过也是利益驱使 你可知道 他能从咱们身上得到的利润 也是不少的 你想想咱们的香草墓子的火爆程度 这要是扩大生产 往更远的地方销售出去 加上海外的话 足够让王老爷赚得乐呵呵的了 冯小双微微一笑 虽然是因利而合 不过几次接触下来 为人还是很正直的 算是商人里面比较不错的了 而且冯小双也相信一云天的眼光 他看人一向很准 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话 他也不能跟王老爷合作 夫人 别光看王老爷赚得多啊 咱们也不少赚 此成的利润 要是多建几个作坊的话 咱们不费吹灰之力 坐在家里收银子就成了 王大生黑黑一乐 夫人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我出的可是秘方 还有那些工人呢 这都是核心机密 方子是整个环节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没有了这方子 什么都玩不赚的 这人手和销售渠道倒是简单一些 只要有银子 还怕没有人干活嘛 咱们只是没有时间 而且我需要钱 需要大笔的钱 小六哥去贩马 成年的种马 至少都在八十辆以上 小马居也得在三十辆上下 更别说后期的饲料还有训养的费用了 小马居训养三年才能得用 这期间的花费 每个八百十辆根本下不来 一万匹 你算算得多少银子 冯小双原本是不想用香皂方子合作的 这香皂的方子就是一只下金蛋鸡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不过 现在石为天河养生馆虽然赚钱 也架不住这么花 老本冯小双又不想动 只能是这样合作了 出钱最快 而且能够加深彼此之间的信任 一个香皂方子 冯小双还是舍得的 这羊马真是够费钱的了 不过 要是真的有一万匹成年 能够上战场的战马的话 夫人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一万骑兵啊 就算是打散了 分在各处 那也是不容小区啊 夫人这次出海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那些种子 我一定给你弄回来 不管有多困难 王大山一想到 他也能有一匹属于自己的号码 心都是热的 对未来的干劲更足了 能找到最好 要是找不到的话 也不要冒那么大的风险 还是人更重要 另外 只要是你们看到的 跟咱们大云不予一样的种子 就全都拿回来 最主要的是 找到的种子 当地的气候 要跟咱们大云有相似的地方 要不然的话 找回来也是无用的 冯小双嘱咐了一句 种子这种东西 能够长时间的保存 而且属于可再生的资源啊 子子孙孙 繁衍不及 而且越是新奇的东西 越是能赚钱 冯小双承认 他是钻进前窑里去了 是啊 夫人 我明白了 上船还有二十天的时间出海 我去好好的准备准备 人选也一定要选好 不会给夫人惹麻烦的 王大神心里镜头正足着呢 信心满满的 十月道花香 十位天道花鱼更香 求求开怜 道花鱼也正式在十位天酒楼 跟食客们见面了 道花鱼之前的宣传 就是噱头十足 谁也没见过这道花田里能养出鱼来 更不知道 这道田里养出来的鱼 是什么味道 所以 这道花鱼一上市 就迎来了十位天生意的新的高潮 每天排队来十位天长仙的人 已经排起了长龙 养生妖山馆 也顺时推出了以道花鱼为主菜的药山粥汤 有很多想要品尝 道花鱼美味的人 也会去养生药山馆 只用了十天的时间 道花鱼的名声 就已经在养武县彻底的打响了 大家都好奇 冯小双是怎么用到田养鱼的 这不是 丘掌柜已经被人馋得不行了 不得已 过来跟冯小双拿主意了 哼 没想到 这人的鼻子还真是凉 打到我道花鱼的身上了 都哪进家过来问过了呀 冯小双脸上露出笑容 道花鱼的风靡 他早就有心理准备 真是没想到 那些大户人家 也看中了这块肥肉 想要从冯小双这里 分一杯羹 回夫人的话 广石阳武县 就有九家人 找我打探 道花鱼的养殖方法了 出家都不提 另外 西柳城 和距离咱们阳武县 二十里的北阳县 也有几个大户 过来打探消息 还有一些酒楼 想从咱们这里 勾进一些道花鱼的 李大送来消息 最近庄子附近 出现了很多陌生的面孔 不过 咱们庄子上 巡逻守卫森严 还没有被摸上来 不过 就怕时间耽搁得久了 生出事端来 这是酋掌柜 最担心的问题 杨武县的这些人 倒是没有县城里面的大户 估计都知道 咱们石卫天不好惹 都没有出手 不过 估计也是在官网 看看咱们 有什么样的反应和动作 刀花鱼的味道 跟一般的鱼肉不同一些 加上 咱们石卫天 大师傅们 精妙的手艺 和夫人的秘方 也难怪他们会寄予了 酋掌柜叹了口气 这段时间 刀花鱼的风头 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 谁都知道 石卫天靠着刀花鱼 又搭转了一笔 所以眼红的 就都上来了 没想到 这些人倒是能看出 刀花鱼的好处来 要是让他们知道 咱们养刀花鱼的 稻田里的收成 能提高两成之多 怕是更要红了眼睛了 让李达 带着桩子上的人手好了 不能让这些人得丑 咱们一直秉着 和气生财的道理 在杨武仙凭着本食吃饭 他们倒是打起 我的主意来了 本来 这饲养刀花鱼的法子 我已没想着藏着掖着 至少是让我先 赚上两年前再说吧 现在可不行 我还让李达 跟附近的村民 签订了协议呢 这刀花鱼 我一定要守住 至少 要守住两年才行 冯小双不想 白白的让这些大户 打了自己 刀花鱼的主意 就算是推广出去 也不能让他们给垄断了 这些人打的什么主意 冯小双心里有处 不过是想借着 刀花鱼的名头 也赚上一笔银子罢了 光明正大的联合了 这些人 是来给他施压来了吗 偏偏 他冯小双 许个吃软不吃硬的 还派人在他庄子附近埋伏着 真拿他冯小双十软柿子了 也不怕磕了手 不然 这刀花鱼的饲养法子 交给那些农户 不怕被人偷偷的学了去吗 您不想让这法子外泄 也不是个容易的事情了 丘雷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这些人是来者不善 就怕从签订了协议的那些农户里 走漏了消息 你发现 那几个村子就在庄子附近 我让李达派人手 手把手的交 那些鱼钩和鱼柳 还有怎么给鱼放水 怎么给稻子晒天 那都是有门道的 除非是手把手的交 不然的话 就光靠那一双眼睛看 只能学到点皮毛而已 这法子虽然简单 不过 也不是那么容易学到 要是学个不上不下的 哼 偷鸡不成十把米 冯孝双 也不怕那些农户泄了秘密 因为他们不敢 也赔不起 夫人心里有数就想 我就放心了 那这些人怎么回复 不如直接回绝了吧 求蕾也不愿意看到 那些人的嘴里 一个个好像都觉得 自己是有钱的主似的 用钱就想收买了他 他只能说 这些人真的看错人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二百四十五章 近日 是啊 夫人 我都记下了 夫人放心 求蕾一看 冯孝双心中都有数 已经放心了 他要帮着夫人 收好酒了 还有各处封定 就是他应该做的了 嗯 对啊 翠说 这样子的事情怎么样了 王家的心理小姐 已经叛应落落了 他已经等不及 要去给他母子了 从小时候 想到王姓 还能得到宋的花三 却有些好笑 这母子的人 比他这个主人 还要着急呢 已经快了 在我半个月的时间 就能全部收拾完毕了 夫人要是有时间的话 可以过去看看 家具都已经进来 就查一些窗帘 包围有应用的东西了 这些还是得夫人 或者是夫人身边的 血液姑娘 亲自撇目才行 从王大山开始筹备出海的兽之后 新宅子的事情 就由球里接手了 血液又跟着忙前忙后的 总算是有些美丽了 也好 影片有了时间了 我必去看看 说起来 我还一次也没有我去过呢 要不是有你们帮忙的话 我连个相应的家都没有呢 从小双感慨地说 夫人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是因为有了夫人在 便不着今晚才有了一个行用的家都 夫人 没有别的吩咐 我就先走了 球楼光进了行李 然后才出去了 姑娘 这个先生就见 说是要跟您说一声学习的进度 姑娘静一静啊 学习的脸色不是很高兴 这个赵先生已经求见过几次了 不让这姑娘正在明者的游打回去 这次赵先生是堵着灵口过来的 看见球掌哥出去了 赵先生就过来了 他离过几次了 夫人想说一看学习的神色 就知道赵兄您不止来过一次了 这个赵兄弟确实是有一些真财识学 不管是山里的兄弟 还是酒楼里的小伙计 跟着他们都学到了不少东西 不过 这人没事就让自己的面前晃到 就有些烦了 行了 让你见了吧 我倒是要看看 他几次三班的想见我 是要干什么 从小生的宁愿地知道 这个赵兄弟对自己有些想得 还是几早说明白得好 是姑娘 你这就把人叫进来 学义转身出去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把赵兄弟抱起来了 赵兄弟还是一身清空色的棉布成山 盆上是秀才风筋 脸上带着鲁娃的笑容 见到风行伤之后 眼睛里一丝喜悦的神色 一时而时 不过 还是被有心的冯小生给捕捉到了 这个赵兄弟还真是对自己有几个意思 冯小生皱了皱眉眶 这事还真是挺不好看的 这赵兄弟 出去见了的十一天 很多人是知道的 自己还在这十一天的后院居住 要是真的对其他人知道了 赵兄弟的这点心思的话 对自己的人生也实在是不好 第二天的那里 里下子正观 还是记得说清楚的好 赵先生找我 是有声 行 还得上闸 赵先生请坐 从小上跟他关身 然后就坐下来 赵兄弟的关手 多谢不应免了 今天我是想和你说一下 你对这些亲人和手下学习的进度 赵兄弟说话的声音十分的音乐 凭着热 不过 冯小生想了个赵兄弟对自己的心思 心里有些点 赵兄弟那天思路地 把大家的学习情况 他介绍了一遍 总体还说 大家的学习感情 还是很高的 只是基础有些差 不过 不了解 我已经注定了 具体的学习计划 请分官啊 听在下 洗手一碗 赵兄弟好想继续说 不过 被冯小双给制止了 赵先生 学习计划也就不用听了 你教的很好 大家对你也都有夸赞 你只要继续交下去 进行了 赵兄弟们 学习有什么困难 都可以跟我说 赵小说 谁是做得淡淡的 打断了赵兄弟的话 那好 困难倒是没有 今天我来看一遍都很好 对在下招育有加 不过是在下 在下的母亲 又想亲自过来 感谢分姑娘了 要是没有分姑娘的话 在下不是说是 继续考取更名了 就是继续学习 没有困难 在下今天 也是来特能过来 感谢分姑娘的 说完 赵兄弟站起来 跟风小双拘了一个 可取所欣赦日也 赵先生有些事 刚刚再把我这些兄弟 落赐给赵先生关钱 这是等在交换而已 道歉 赵先生尽心尽力 我还得点心献谁呢 然后过去赵兄弟的时候 发现赵先生已经放心了 我这些兄弟 都是村人 有得在先生的地方 请先生不要净化 风小双拘还了一说 赵兄弟们要走 去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来 赵兄弟一听 赵小双拘一走 有些急切 连续练了三个文化 脸上的神色交集 一篮文化 我也不是去什么 连续练了 不过是赵天 关心这几乎 连续练猜的 赵天的外面都很慢 也不安全 另外知道了 赵兄弟们就要帮他接起来 但是我还请赵先生 过来喝点水酒 从小双拘提起 连续练 还有他们的新家的时候 心里高兴 之前对赵兄弟们那点不高兴 也就烟香烟散了 连续自言无然地 带出了幸福的下意 这一模幸福的下容 深深地刺痛了赵兄弟们的眼睛 他的心里 只有那个幸福的 根本没有看到自己 那比幸福的 有什么好的 要是真的对风小谷 真好的话 为什么不明媚证据 还让冯一官呐 在这九楼后楼起身 更是光明正大的 除了行官呐的 估计 没有任何的估计 也就是管外面的人物 在赵兄弟们看来 这简直是对冯姑娘的侮辱 赵兄弟们之所以 一直在视为天后院 教导那些王乐不堪的学生 不是为了那这些银子 可能是最开始的时候是 反正 当他发现自己的心意之后 就不是了 他就希望 每天都能看到那心弱的身影 哪怕他没有发现自己 只看他一眼就好 现在 难道能这样偶尔看一眼 他的机会 都不给他吗 你是要搬走了吗 那 还回来吗 赵兄弟们还被死心 就想确定一下 自己是否还能再看到他的身影 我最能是要回来的 十五天 睡了一手 见了起来的地方 就算是以后 我和明天成亲了 还是要寻查货子 怎么会不回来呢 日子在紧急的时候 有时 郑先生就找了全书 他能最主打 冯小生 女生幸福的神色消失了 但是我们看这高级呢 他管的 他有亏了 是啊 你们是要成亲的 不过 认识方姑娘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也算是朋友了吧 女朋友 在下 劝分不了一句 女公子 不见得是 从姑娘的两配 姑娘 还是要保护好自己 为好啊 赵兄的男性里 全都是不甘心 这话 独自觉得 就从所有的说一出来 感觉是圣言 这是我自己的事 人天不是不是离开 我自己的男性中有数 对了 郑先生 在心了 冯小生的男生 现在已经全是喊声了 对赵兄娘的态度 降低到了极点 冯小姐 在下 又是为了你好啊 他这么门门门门的 人都只在这里 就算是对你的不尊重 他怎么会这样对你呢 赵兄娘的情绪有些疾病 平时温柔的样子 也不细均定了 他怎么对我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郑先生 我是看着你学识和言品 都很不错 怎样也原在意的 对我这些兄弟做三声 如果三声觉得 我这个迷迷迷藏的女子 入过了三声的名声 门在那边 好久不休 冯小姐 直接下了种颗粒 甚至以后 不想让赵兄娘给兄弟们上课 穷苦的学子 有的是 都是非得的赵兄娘一个 冯小姐 你怎么要这么说呢 我是一片好意 是关心你 那个一公子 真的不是你的两配了 你不能再这么直面 不下去了 冯小姐 你一样 我除了一种 人品纯善 又善于精灵 你应该有更好的男人才好啊 赵兄娘已经顾问了什么了 直接把自己的心脏话说出来了 当然 他还是有点理智的 那边那个好男人 就是自己的话说出来 郑先生 你今天说的话 已经语句了 我们之间 只是顾用的关系 我付你工钱 你来帮我教导我的兄弟 其他的 却再也没有了 你刚才说的话 我就当时没有听见 以后不要再说了 否则 这位分手就不必 给你上次了 行 听我送客 分手要真不行 跟他过对的纠缠下去了 反正 话已经说到这个分上了 多数无意 如果这个专协名 不是十月的话 真的要换个先生了 张先生 请吧 我们姑娘 还要休息了 请 行 女生没有什么 多余的表情 只是微信 光是一般 要把赵修林 请出去 孟小生 你 你会会知道 今天说的是正确的 在下 先告辞了 赵修林 看到 孟小生 已经把身体 转过去了 知道 今天已经说的太多了 再说下去的话 可能会有的风险 双反弹了 也就顺风的下去了 学院回来的时候 脸上静止怒气 怎么了 谁也当我们在学院姑娘了 让我猜猜 可是那个心里照达 孟小生 已经恢复了 玩意的神情 还有心思 安抚学院的玩笑 姑娘 亏得你只好性子 这个教授生 也太不容易了 怎么又这么说姑娘了 姑娘中公子两情相悦 又婚姻在身 公子对姑娘的好 老姑娘都看得大 怎么允许过这样的职位 她算是什么呀 还持其妄想 简直是让她们想吃东西肉 学院气氛不已不顺 好了 不必要这些没有相关的人 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和感情 赶紧帮我看看 这养生疤的账目 得懂问题 还是及早解决了好 等小生疤的这次 站在了学院的面前 自己拿起了更后的一本 看起来 这里的朋友们 本集评讲了一句 大哲明的收听的观众 欢迎收听 有萌萌的贝塔播讲 穿越之 土费娘子 中天记 作者 贤云野鹤 第246章 好走不送 赵修南在冯小双那儿没有得到好脸色 又得知心爱的姑娘对那个灯徒子是死心塌地的 更是伤心欲绝 加之以后他想见到心爱的姑娘都难了 回家之后这脸色就不太好 晚饭都没吃就回房间了 赵修南的寡母陪侍心里惦记 担心儿子晚上没吃东西 饿坏了肚子 就做了一碗面 还下了两个荷包蛋在里面 这白面荷包蛋可是家里的好东西 要不是今年儿子得了个好吃的事的话 就这还吃不上呢 儿子呀 是娘 你晚上没吃饭 娘给你赶了面 起来吃两口吧 陪侍敲响了赵修南的房门说 娘 你吃吧 伯伯 我要睡了 今天很累 赵修南躺在炕上一动不动地盯着 户外的房顶 听见母亲的声音也没有起身 只是推说累了 不想动 这跟往常可不太一样 要知道赵修南是个孝子 从小被母亲拉扯着长大 他知道母亲的不容易 所以读书很用功 对母亲也十分的孝敬 今天这样可是太反常了 儿子 你开开门 让娘进去 你这样 娘不放心啊 你明天还要去夫子那里上课 还得为十位天那些人上课呢 不吃东西 身体吃不消啊 儿子 快开门 陪氏越发地担心了 自己儿子从来没有这么失落过 哪怕是当年母子二人被房东赶出来 东西都扔在大街上了 也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 外面的陪氏不住地敲门 在门外跟赵修南说话 赵修南没有办法 不忍心让母亲一直在门外 就起身打开了房门 娘 我真的不饿 我吃不假 赵修南看着母亲手里端着的面 上面握着两个嫩黄的荷包蛋 心里有些酸楚 没有来十位天上课之前 这些食物对赵修南来说就是一种奢侈 现在已经算是平常的食物了 赵修南不知道 该哭还是该笑呢 儿啊 不吃饭哪能行呢 听娘的话 把面吃了 是遇到什么事了 还是 课业上紧张 太累了 陪氏进屋 把面放在唯一一张桌子上说 没有 我就是觉得没有胃口 娘辛苦做的面 儿子不能我浪费了 跟娘一人一半吧 娘不嫌弃儿子吧 赵修南 先强扯了一个难看的笑容 当娘的 什么时候也不会嫌弃自己的孩子的 快吃吧 一会儿面就糊了 娘最喜欢看着你吃东西了 陪氏看着儿子吃面 心里都是满足 他年少首寡 唯一的盼望 就是这个儿子了 儿子出息 学识渊博 年纪不大 就已经是秀才了 再等上一年 就到了三年一次的秋尾了 到时候 要是能考上举人 就能派个小官 再娶上一房贤惠的媳妇 他就等着 寒一弄孙了 这辈子 也算是值得了 赵修南没有什么胃口 心口已阵阵的难受 不过 在母亲慈爱的目光下 还是把整碗面都吃了下去 心里堵得难受 这就对了 哪能不吃饭呢 就是有天大的事 也是要吃饭的 行了 跟娘说说 你到底是怎么了 不能糊弄娘啊 娘虽然不识字 可是 这心里 可是亮堂着呢 每次见你从十位天酒楼回来 都是高高兴兴的 今天 怎么这般样子呢 陪氏把面网放在了一边 耐心的询问 娘 你别问了 不过是我痴心妄想而已 过两天就好了 让娘担心了 是儿子不孝 赵修男还是没有说 到底是因为什么 不过 脸上的神情落寞 还带着心伤 陪氏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 儿子这是到了 放牧少爱的年纪了 只是 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 让自己的儿子 这般惦记 还这般伤心 儿子 可是有了心仪的姑娘了 跟娘说说 可是人家没同意 陪氏不是那么刻板的母亲 相反 她相对宽容 也尊重儿子的想法 不过 因为儿子私下里喜欢上哪个姑娘的事情 就会觉得是晴天霹雳 还是要关心一下的 娘 我 我 娘可会生气 赵修男面对跟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 向来是不会隐瞒什么的 他心里苦闷 也想跟人说一说 这个对象变成了自己的母亲 多少还是有些害羞的 这有什么可生气的 我儿子长大了 知道喜欢姑娘了 这是好事情 娘虽然年纪还不算很大 可是 也想喝杯媳妇茶了 你能把儿媳妇娶回家 就最好 要是暂时没有成功 其实也没什么的 只是 没有缘分罢了 陪氏说话的时候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在烛光的映射下 显得格外的柔和 虽然这么多年的辛苦 陪氏看着比同龄的妇人显老一些 不过 她从来没有因为愁苦的生活而自言自已 坚强独立 抚养着 唯一的儿子 这样的母亲 无疑是伟大的 赵修南一直都很佩服自己的母亲 虽然母亲不识字 不懂得诗词歌赋 但是 母亲的坚强和勇敢 一直都是赵修南最佩服的 可能冯小双身上那种倔强和睿智 正是和陪氏差不多 才让赵修南心生恋慕了 赵修南声音低沉的把自己的心情跟母亲说了一遍 包括冯小双的事情 也都说了 娘 那个一公子 根本就不是她的良配 她那么好 那么美丽而睿智 你不知道她有多好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姑娘 娘 为什么她对我说出那么冰冷的话 我的心里很难受 赵修南把一切都说了 她实在是想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她知道 凭着她的条件 是不可能跟冯小双有什么结果 但是 心里又忍不住的想要幻想 幻想那么美丽善良的姑娘能对自己另眼相看 其实 冯小双是对她另眼相看了 当然 看的不是她这个人 而是她的本事而已 儿子 你心里难受 娘多少能理解 不过 那个冯姑娘说的没错 她的生活怎么样 跟你没有关系 别嫌弃娘说的话难听 那个冯姑娘 本事极大 娘也是听说过的 还有那个义公子 虽然大家很少见 娘倒是在王老爷家干活的时候见过两次 那也不是普通的人呢 陪氏想到当时见到那个义公子的情形 当真是 精为天人 那样的男子 别说是在这小小的县城了 恐怕京城也找不见几个吧 儿子 你在娘的心里 是千好万好 有什么样的好姑娘 都不为过 可是别人呢 还是要认清自己 唉 冯姑娘 跟你不合适 陪氏叹了口气 这个冯姑娘 现在是杨武县方圆百里都十分有名 人长得漂亮 又能赚钱 虽然大家免不了有闲言碎语 不过 谁也不敢说到明面上来 自己儿子栽到这样的姑娘手里 也不算是冤枉吗 不过 就是一场 锦花水月而已 娘 儿子心里清楚得很 我不过是个什么都不是的穷秀仔 要不是冯姑娘见我还有些本事 留在十位天酒楼 当她那些手下兄弟的先生 就是这样的一碗面 我都吃不上 更别说孝顺娘了 可是 我觉得不甘心 一公子千好万好 可是 无眉无凭 就这样把冯姑娘安置在这里 实在是不妥 我为冯姑娘委屈 赵修南也不是那样的穷酸秀才 相反 她有学识 有见底 品行刚正 为人良善 要不然 冯小双也不能把她招进来做事 她只是不甘心 自己渴望而不可及的美丽少女 被这样对待 也许是心里那点属于男人的不甘心在作祟吧 唉 你为她委屈 可是 你可看见她自己觉得委屈了吗 裴是没有回答儿子的话 而是反问了一句 赵修南 哑然 是啊 她可曾觉得委屈 这是她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现在被娘问出来了 仔细想想 冯姑娘好像真是没有觉得什么委屈的地方 只要是一公子在的时候 她脸上的笑容都没有下去过 给她准备衣服鞋袜 都是她亲手做的 更是每天不管多晚 都会准备一公子喜欢吃的饭菜 从来都没有重样过 两个人会互相夹菜 轻轻地说话 赵修南有时候上课晚了 会特意路过冯小双的窗前 希望巧遇 也看到过这样温馨的影子 映在窗帘上 想到这里 赵修南的心理失落更深了 是啊 她都没有委屈 自己又是她的什么人呢 凭什么替她委屈呢 其实还是自己不甘心吧 不甘心第一次喜欢的姑娘 已经是别人的欣赏人了 而自己永远也没有机会了 赵修南觉得自己这一辈子 再也不会遇到让自己如此心动的女子了 再也不会了 陪是仔细地观察着儿子的脸色 虽然儿子的脸色还是不好 不过 已经不像是之前的半点血色都看不出来了 实在是太吓人了 估计是想明白了 儿子 个人有个人的缘法 强求不得 喜欢一个人不是让她痛苦的 而是让她开心的 你明白吗 你年纪还不大 遇到的姑娘也少 而且那位冯姑娘确实是十分的出色 你会动心也在所难免的 等时间长了 你们见不到面了 也就好了 你不是说 那位冯姑娘在县城新买了宅子 要搬出去了吗 以后会好的 陪是摸了摸儿子的肩膀 儿子已经长大了 他这个做母亲的 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能让儿子少走些弯路 就少走一些吧 鸟 儿子明白了 我明天会跟冯姑娘道歉的 是我不对 我没有任何立场去说那样的话 我不该如此加碍 也玷污了冯姑娘的名声 想通了的赵修南后悔不已 虽然心里还是一样的难过 不过他知道自己真的是痴心妄想 以后会把这份感情小心的藏起来 不让任何人发现 包括他自己 倒是不必为了这个事情特意的去道歉 那个冯姑娘冷了脸让你出去 要是你去道歉 更显得刻意了 不如就这样吧 你若是心里有愧疚 就多用心教那些人 娘知道 都是些粗汉子 不好教导 越是这样 你越要用心 还有 冯姑娘那里 你还是谨慎手里 娘不想看着你再这样难过了 是啊 陪是就这么一个儿子 儿子伤心 比他自己伤心还要难过呢 怎么忍心让儿子继续沉沦下去呢 娘 您说的儿子都明白了 谢谢娘的开导 对冯姑娘 其实儿子一直以来都是祝福的 不过 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可能是昏了头了 以后不会了 赵修南 常常的出了一口气 虽然心里还是顿顿的痛 但是 已经没有之前的绝望和沮丧了 这就对了 冯姑娘是个好姑娘 可是 天底下的好姑娘多的是 总有一个 是我儿子喜欢的 也是喜欢我儿子的 对了 刚吃了面也别骂上水 对胃不好 跟娘说说话 陪是担心儿子还是想不开 就在儿子的房间里 做了小半个时辰 这才回去 赵修南的心事和心情 冯孝双没有时间去管 他现在忙得叫不着地 连睡觉都顾不上了 等他再次见到赵修南的时候 赵修南已经恢复了往日温润的样子 跟冯小双打招呼也是十分的自然 目不挟实 眼睛里一片坦然 就像是之前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关注 谢谢 混混一直在等我的更新 然后也给我加油 我会尽量多更新的 也挺不好意思拖了这么久 谢谢 非常感谢 表叔啊 表叔可要给我做主啊 他们放狗咬人 还扬了打手 明显就是奔着我们来的呀 表叔 他们简直是狼子野心 之前我们好说歹说给了银子 他们还不识使我 现在还抓了我们的人 哎哟 表叔 你可不能放过他们呀 看看我这一身的伤呀 要不是我跑得快呀 就不能回来见表叔了 表叔 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刘勇一进来就放开嗓子好看了 还一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说的那叫一个惨啊 还没少给刘斯文拱火 他栽了那么大的跟头 身上还挂了惨 自然不会说什么好话了 你还好意思说 我不是让你小心的吗 你是怎么做的 让你抓两个人回来 好好地问问 哎 就行了 你就是这么给我办事 怎么能这么冒失 你还好意思跟我哭 把眼泪给我憋回去 好好说话 刘斯文气得都不知道怎么好了 有心打刘勇两下吧 看着他那个惨样子又下不去手 只能自己是梦气了 表叔 我是按照你的吩咐 摸着黑过去的 大家轻手轻脚的 没有惊动了外层的守卫 谁曾想啊 还没到地头呢 从林子里面 就窜出来五六条大狼狗啊 奔着兄弟们的裤裆就来下来了 当时把我们的魂都给吓飞了 之前打探的时候 也没发现有狗啊 这不是被打了个冷不防吗 狗出来之后 从庄子上出来了二十几个人 都是有两下子的 我们就被打败了 被逮住的 是赵武和 还有冯国芳 他俩就是个孬种 肯定什么都能说出来了 好像是被狗掏了大腿子里的 刘勇抬眼看了自己表叔铁青的脸 也觉得这次的事没办明白 之后就搭了着脑袋不说话了 都是废物 知不知道那两个混蛋小子 被抓到哪儿去了 不能给他们留下证据 这个大帽子要是扣到我的头上 就算最后不了了之 对名声也不好 刘斯文倒背之手 转来转去的 表叔 要不我们摸过去 把那两个小子 刘勇突然抬头 做了个手刀的样式 那意思是要杀人灭口 这小子也是个狠的 一不做 二不休 想要来个干脆利索 不行 不过是一点小事 要是闹出人命来了 就是大事了 你给我回去好好养伤 接下来的事 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放心 他们出来乍到的 也就是一年的时间 不会有多大的势力 再说了 杨武县离咱们这儿 是三十多里 我就不信 他们的势力 能伸到这里来 行了 你先下去吧 找个大夫 好好地看看 瞧瞧那一脸的血 也不知道洗洗才过来 刘斯文挥挥手 让刘勇下去了 他不是可怜刘勇 而是看着刘勇满脸的鲜血 有些害怕 刘勇没再说什么 呲牙咧嘴的下去了 他刚才也是怕表叔责怪 真的要让他下手 能不能下得去手 还是未知数呢 还是把这烫手的山鱼 让表叔自己解决吧 老爷 怕是来者不善啊 那个庄子上 竟然能找出二十几个好手来 怕是不好善了了呀 管家在门外听得清楚 近来在刘斯文的身边说 确实如此啊 之前打听的消息 说是从南边来了一对狗男女而已 在杨武县落了脚 还不知道是从哪私奔出来的 本来想着没什么事 没想到 竟然一个庄子上 就能有那么多的人防护 看来 咱们是碰到硬茬子了 管家 你说 这事 该怎么办 刘斯文被刘勇满脸是血的样子 弄得心乱如麻 一时间 竟然没了主意 这个管家 虽然刚来的不长时间 是原来老管家介绍过来的 现在 俨然已经是他的心腹 这段时间 没少给他出主意 所以他只能找管家帮忙了 老爷 我看不如一动 不如一静 现在 他们只是抓住了两个舌头 就算他们说了什么 庄子的主人 又有什么证据呢 不过是两个混混无赖罢了 咱们也可以说他们是无县呢 这里 可不是杨武县 他们在杨武县要为杨威 是没错 可惜 这里是凤城 还容不得他们到这里撒眼 老爷尽管放心 我另外派人监督住 庄子还有那个 石为天 里面的一举一动 老爷放心就是 管家站在刘斯文的身边 信心满满的说 嗯 你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好 那咱们就等着 看看他们如何应对吧 管家 你沈娘的身体怎么样了 需要好药 尽管开口 你对老爷这般忠心 老爷 不会亏待你的 刘斯文对管家非常大方 沈娘的身体已经好很多了 多谢老爷关心 要是老爷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退下了 老爷好好休息啊 管家等刘斯文点头之后 就下去了 转身的时候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 风潮的笑意 青鹿收到消息 还有地上放着的两个人之后 眼睛里隐隐有着兴奋的光芒 这段时间 虽然训练这些生瓜蛋子挺过瘾的 在这山里待着 也实在是无趣了 正好夫人友让我 他也好好好送送筋骨了 张大哥 这俩闹手都说什么了 主家是谁 我给他们俩颜色加加 青鹿对送人过来的张昭说道 是奉承的刘家 估计十八九不离世 刘家是封城最大的地主 也掌握了好几家酒后 想来是演唱咱们的道华鱼 这才起了歹心 夫人说 把人给他们送回去 就挂在他们家的大门口 让他们长点记性 事情不必做得太过 先看看什么情况 然后再决定如何做 夫人自有主张 张昭踢了踢地上装死的两个人 地上的两个人 马上发出痛苦的声音 估计也没少被张昭和张明亮兄弟招呼了 那还挺没劲的 行了 这件事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张大哥辛苦了 酒楼的安全也是温锦要的 张大哥早些回去 下面就不送张大哥了 青鹿舔了舔嘴唇 看着地上的两个人 两个猪头一样的人 没有来的一阵紧张 有种更加不好的预感 好 人我送到了 至于怎么办 就看妹妹的手段 张昭也有些期待 毕竟大家都说 青鹿四姐妹身手十分了得 张昭其实是有些不服气的 她也是一云天找来的 也是身手十分不错的 她也想看看 青鹿这个年纪最小的本事 青鹿点点头 把张昭送出去了 把这两个人给我先关那财房里 今天夜里咱们去凤城 会会这个刘老爷 希望他能比原来的最先驱的老板 更进得出折腾一点 青鹿脸上带着邪魅的笑容 身边的那些人都跟着经不住一哆嗦 这段时间 他们跟着青鹿训练 那可是没少受罪 看到青鹿这样的表情 都有一种想法 幸亏 不是对着他们 当天晚上 青鹿带着十个人 扛着那两个倒霉道 连夜赶到了凤城 凤城的城墙虽然高 但是 难不住青鹿他们 他们身上都带着飞虎爪 纷纷丢到了城墙上 扣住了城墙的内颜 飞快地爬上了城墙 然后 青鹿把两个被捆成了粽子一样的人 拴在了绳子上 让先上城墙的人 把这两只粽子给运上去 最后才是青鹿 青鹿单手抓住飞虎爪的绳子 提气运气 轻功 飞速上城墙 好了 小心点 别让人发现了 刘家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吧 快点 不光要把 这两个粽子挂上去 我们还得搞点副业 青鹿可不想这么轻轻松松的走了 得给那个姓刘的 留下点记忆 让他没事来找主子的麻烦 是 大家嘀嘀的声音 答应了一下 然后 迅速地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只有夜间的重鸣声 伴随着倾入他们迅捷的深夜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 感谢大家收听与关注